嫦娥仙子,欠天地档铺绝世荣燕一副,五千年内还本复兮,于妻为奴为弊任凭处置。 太上老君,欠天地档铺极品仙器一剑,三千年内归还二剑,于妻抵押物都率弓和仙器。 二郎真君,欠天地档铺啸天犬一只,五千年内归还二只神兽,于妻收回抵押物灌江口。 女儿国国王,欠天地档铺。只是翻看了账本几页,张凡就目瞪口袋大吃一惊,他使劲地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再三确认后才肯定自己没有眼花。 账本里那些记录的债主,居然是仙界的一些赫赫有名的神仙。你确定,没拿错账本?张凡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站在身边,恭敬地给自己这账本的姑娘。 这姑娘皮肤真好,就像是上等的杨之玉,小巧的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就像是蝴蝶飞进的人心房。 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就像是从画里走出的仙子。可就算是画中仙子,也不能这么不靠谱,硬是跪下叩拜,说他是天地档铺的主人,还给他看所谓的什么账本,偏偏这账本一打开,就吓了他一大跳。 那账本里面都记录的什么呀?什么嫦娥欠债,太上老君余期不还,甚至还有女儿国的国王? 主人,这确实是天地档铺的账本,这些年主人不在,那些在天地档铺借出物品的人,或是余期不还,或者是装聋作哑,导致这典当行里能借贷出去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那画中仙面色凄苦,自我介绍说它叫花月影,是这天地档铺的气灵。 气灵依附着天地档铺而活,张凡又是典当行的主人,一旦典当行货物全部不能收回,仓库又没存货的话,张凡会消散于天地之间,而气灵花月影,自然也会随着档铺消散于无形之中。 你给我看的是什么账本?像神仙要债,怎么可能?我要离开这里,让我走,让我马上走,我才不要当什么天地档铺的主人。 张凡心底发苦,嘴上直嚷嚷着,要离开这里。 他不过,是一个刚失业,努力想再重新找份工作的普通人,晚上在投简历看邮件的时候,误点开了一份邮件,然后看到电脑页面上蹦出几个大字。 自己不过是晚上手痒,点开了一份邮件,然后看到电脑页面上蹦出几个大字。 欢迎来到天地档铺,当时他一阵眩晕,等到醒来后,却发现到了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厅。 宽大的红木桌椅后面是一排排的书架,几百平的房间有楼梯,而在房间的两端还有两个拱形门。 一个拱形门是红色的,一个是黑色的,看着就像是两个极端,门上挂着铜色的风铃。 而这大厅的顶梁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天地档铺,从白色的大门处一走进来。 不用抬头就可以看到那巨大的匾额。 天地档铺? 无数的信息涌入他的脑袋之中,张凡赫然发现,自己已经被这天地档铺认为主人。 只是做天地档铺的主人,好处没看到,却有性命危险。 张凡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长得虽然漂亮,但是却疯疯癫癫的花月影。 开什么玩笑,像神仙要账? 要账是死路一条,要不到账也是死路一条,留下来的才是傻瓜。 花月影一下子傻眼了,主人怎么要走? 作为气灵的他,可是从来就没有遭遇过这样事情,所以下一刻他都慌了,情急之下一把拉扯住张凡,却因为不敢用力被张凡推了一把。 一下子摔倒在地上,那花月影整个人就惊呆了。 主人,你不能走呀,其实,像神仙要账,特别特别容易,不信我带你去走一趟。 你可千万不能走呀,你走了,我怎么办? 那花月影似乎看到张凡的决心,下一刻一把抱住他的脚,死命地拖住,说什么也不肯让他离开大门。 像神仙要债,我小命都不保,我的命都没有了,我还管你的死活。 松开,松开,我的裤子。 张凡突然发现,花月影力气太大了,抱着他的腿的时候,差点把他的裤子都给拉下来了。 虽然这里没有外人,但是男女有别啊。 主人,你只要答应我不走了,我马上带着你去月宫向嫦娥收债,天地当铺的债务,只要主人你出马,真的特别容易收回来的。 花月影都要哭了,他实在是太难了,作为一个气灵,明明只是主人的丫鬟,凡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尽量伺候好主人就行。 可这回,还得想办法哄着张凡,不能让这怕死的主人跑了,向月宫的嫦娥收债。 有没危险,会不会死人? 不会,你是天地当铺的主人,嫦娥他哪敢呀? 花月影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这天地当铺在这天地之间,怎么就选了这样一个不靠谱胆小怕死的主人? 这以后怎么收账呀? 那,要不去看看。 张凡看着花月影一再保证,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而且作为气灵,如果张凡受伤或者死亡,天地当铺会消亡,而作为气灵的他会瞬间消失掉。 所以,花月影一再保证,就是自己有危险,也不敢让张凡有一点点的危险。 花月影的话,总算是让张凡心底放心了,主要是作为一个凡人,实在是想看看天上的神仙,特别是传说中最美貌的嫦娥到底长什么模样。 只要没危险,死不了人,去看嫦娥的时候顺便收账。 张凡还是很乐意的。 花月影一看,张凡总算是没有在抗拒,当这天地当铺的主人也愿意出去收账一趟,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手一挥把那账本拿在怀里。 主人,请你跟我这边走,因为你是凡人之躯,所以一会要牵着我的手,千万不要松开。 这花月影说话的时候,已经伸出牵牵欲指,主动地握住张凡的手,她的手又滑又软,而且很香,让张凡面色一喜,心情顿时不错。 只看那花月影一直紧捏着张凡的手,走到大厅角落边那红色拱形门边,对着大门喊了一声。 天地万物可大,开门! 随着花月影一声喊,那本来平淡无奇的红色拱形门突然就打开了,而站在门边的张凡,一下子惊呆了。 一道门,就像是另外一个事件。 张凡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白色,近数被一阵青烟笼罩,飘飘渺渺,看不真切。 而外头的天地早已被唤不出名的花草铺满,不同于人间的五颜六色,它的纯白,洁白无瑕地,让人心底不由生出一股冰冷,望而生畏。 主人,请随我来。 那花月影紧握着张凡的手腕,脚下突然生出一朵云彩,惊得张凡不住低头,那云彩软软的就像是厚厚的羊毛地毯,踩着十分舒服。 偏偏张凡脚底稳稳的,耳边有呼呼呼的风声,甚至他可以感觉到有云朵飘过来。 他想伸手,却发现手从云朵里穿了过去。 张凡低头看脚下,山林,古木参天,山石凌厉,飞鸟提鸣,云雾缭绕,就如同来到了仙境。 张凡口干舌造一颗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紧捏着花月影的手又加重了几分的力道。 这花月影,居然带着它在天上飞。 我天,一瞬间,张凡直觉地快乐达到了巅峰,白活了二十年,这种感觉是第一次尝到在天上飞俯视众生的感觉,可以让它铭记一辈子。 主人,站稳当了,我们要去广汉宫了。 随着花月影这句话一说,张凡就感觉到它们飞行的速度变快了,而且周围也冷了下来,抬眼看过去不再是白云,而是大片的白雾。 那白雾浓得很,从上面看下去,树木和花草都无法变轻。 张凡有种飘飘欲鲜的感觉,几乎与白雾融为一体。 而那些浓雾此时似乎化成了凉风,变成了晶莹剔透的小水球,粘在张凡的头发上还有它的眉毛上,凉嗖嗖的,丝丝的清凉,让它心旷神移。 不远处有卫额的宫殿,似乎看不见镜头,镜树被一阵青烟笼罩,飘飘渺渺,看不真切。 而花月影拉着张凡,悄然落在一处遍地奇花异草的质地。 张凡一抬眼,就看到那卫额的宫殿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洋洋洒洒的,却是刻着广汉宫三个字。 广汉宫嫦娥仙子何在?天地当铺主人驾临此地,还不速速迎接。 那花月影往广汉宫大门口一站,有风吹过她的衣衫,让此时的她看起来,清冷而矜持声音不急不慢,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傲慢。 这让一边的张凡瞬间想到,在天地当铺的时候,就是这个花月影抱着自己的腿,差点把她的裤子给扯下来。 女人呀,人前人后,变化太大了。 花弄引着声音一落,就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广汉宫的大门被打开了, 一个方脸满脸胡须的四十来岁的汉子,手里托着一把一米多高的斧头,那斧头金光闪闪,一露面,差点就谎化了张凡的眼睛。 看到那汉子提着斧头跑出来,张凡心底咯噔一声,只觉得心跳加速。 麻烦了,这汉子怕是要拿着巨大的斧头砍人,自己都往后退一退。 张凡双腿有些发软,不由自主地往花月影身后避了一下,他刚体验了一把在半空中飞翔的感觉。 这回要是被这男人的斧头劈死,那就太冤枉了。 吴刚不知道花仙子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那汉子一看到花月影,直接就把大斧头放在地上后,弯腰跪下匍匐在地上给花月影行礼。 那谦卑的态度和他的个头和大斧头一点都不搭配。 吴刚,这个家伙是砍桂花树的吴刚? 张凡刚想再细细打量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却又听到一阵珠玉落地的声音。 他一抬眼就看到有一个穿着浅绿色的妙龄女子,飘然而来。 那女子腰间垂着玉佩,行走之间叮当作响声音,悦耳动听。 张凡上下打量这女子一眼后,心就像被重重击打,眼睛都快直了。 这女子眉如同雨后的青衫,眼神流转多情,似乎多看你一眼,就能让人魂不守舍,永生难忘。 不愧是广寒宫中的嫦娥。 传说中仙界最美的女子,古人果然是成不欺负我。 张凡的脚步,不由轻易到花月影的前面,她想好好地再多看几眼这嫦娥,美,实在是太美了。 玉兔不知道,仙子大驾光临,有事远迎。 我家仙子今早匆匆出门,奴婢一时也不知道归妻,多有怠慢之处,还望恕罪。 那轻易女子一看花月影也恭敬地跪下,行了一个大礼。 原来她是广寒宫的玉兔?不是传说中的嫦娥? 丫鬟都这么美,那嫦娥会长得会是什么模样? 张凡一时间只觉得心砰砰地直跳,低头看跪在脚下的玉兔,眼睛都舍不得移开。 幸好这玉兔跪在地上,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 虽然知道有人在看她,可是此时她根本就不敢抬起头来。 甚至张凡看到她跪在地上的腿,有些轻微地抖动。 这,怎么会这样? 他们看起来都很惧怕花月影。 哼,不是出门远游了吧? 怕是知道我天地当铺有了新主人,今天前来找她要债,她是早早地躲债去了。 我可是记得,嫦娥仙子当初可是把自己当给我们天地当铺为奴为弊的。 等她回来了,你就转告她,问她我们时候去天地当铺。 面对如此恭敬的吴刚和玉兔,花月影却是一点都不客气,对着两人是一顿训斥挖苦。 甚至说出,嫦娥仙子外出是躲债去了。 偏偏跪在地上的二个人,满脸通红,谁也不敢啃声。 只是连连说着,不敢,不敢。 那玉兔甚至陪笑着,主人虽然不在,难得仙子和贵主人大驾光临,还请入广寒宫喝一杯桂花茶。 玉兔的语气和神态谦卑到极点,没办法呀。 自己家的主人每次算到这位仙子要来都会出去躲债,然后留下她和吴刚应付。 哼,主人,你请进。 花月影何尝不知道,这嫦娥是故意躲着自己。 毕竟,这几百年来,无论是嫦娥,太上老君还是二郎神,遇到自己来要债都是出门远游或者访友,不早不晚,刚刚好避开自己。 可恨自己只是个气灵而已,而不是天地当铺的主人守着这天地当铺这么多年。 到最后,天地当铺却来了一个胆小怕死的主人,花月影都想哭。 主人?吴刚和玉兔都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张凡,一个二十来岁瘦瘦脸长相普通的平凡人而已。 这样一个凡人,居然是天地当铺的主人,是花仙子的主人。 两人彼此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恶,然后还是玉兔反应快,赶紧冲着张凡下跪。 小仙不知道天地当铺的主人驾到,快里面请。 这玉兔心底虽然惊讶,但是态度却是丝毫显露不出来,只是恭恭敬敬地请花月影和张凡进广寒宫。 而张凡好奇地大步走进去,花月影黑着一张脸,紧跟其后,依附以张凡为重,伺候她的模样,这让玉兔又偷偷地打量着张凡。 那吴刚更是紧跟在后面,也在偷偷地打量张凡。 他们有些想不通,一个凡人,怎么就成了天地当铺的主人? 这还真是让很惊讶。 广寒宫内玉树穷枝,奇花异草遍地都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哪怕就是在电视上,张凡也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壮观巍峨美丽的地方。 不愧人是仙境,果然不是普通人,可是想象的。 从宫殿一路走来,张凡无比的震撼,都说古代的帝王富贵滔天。 这古代的帝王和这广寒宫的奢华相比,那些帝王住的地方就是朱眷,不值得一提。 住这么奢华的广寒宫,居然还欠天地当铺的东西不换。 张凡此时都有些气愤,虽然传说中的嫦娥天上人间美丽无双,但是也不能欠债不还呀。 张凡和花月影被请到广寒宫的正殿之中, 而这广寒宫中,不管是那个角落里都有着浓郁的桂花香,就有着几十米高的正殿。 也被桂花香包围着,张凡动动鼻子,不由深吸了二口桂花香。 而那边玉兔则殷勤地端上来二杯浅黄色的桂花茶,还有一些桂花糕。 十分殷勤地,请他们享用。 看着那玉兔离开后,站在张凡身后的花月影冷哼了一声。 这广寒宫上千年的都是桂花茶桂花糕,这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一点都不欢迎我们的到来。 嫦娥太会耍心眼了,越美的女人心机越重。 花月影抱怨着,还是把玉桌上的一杯茶递给了张凡。 一口桂花茶下肚,张凡都可以感受到遍体的桂花香,让它唇齿之间是回味无穷。 这茶果然是鲜茶,让人唇齿留香。 至于那桂花糕,张凡也品尝了一口,细腻入口即化,让她的舌尖中充满了回味。 张凡无比地惊讶。 真好吃。 神仙日子,真是让人异常地羡慕呀。 花月影陪着张凡在广寒宫小座片刻,吃了半杯茶后,还特意地把玉兔吴刚叫来,有些不满的训斥。 嫦娥堂堂上仙,当年跪在天地当铺,要自己为奴为婢,在老主人面前哭诉, 求得了天地当铺绝世荣颜一副,这才成为这天上人间最美的仙子。 当年那副绝世荣颜,不知道有多少上仙苦苦求不得,要不是看嫦娥哭诉她命苦。 一个弱女子,在这广寒宫中,饮得老主人动了侧饮之心,才答应给了她那副荣颜,怎么会有今天的嫦娥。 花月影越说越气,而跪在地上的玉兔和吴刚,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只是趴在地上,心底只求时间快点过去。 这花仙子,话语虽然难听,但说的是实话,等她发过脾气骂过了,这一年就算是过了。 张凡却惊讶地看着态度跋扈的花月影,这还是在自己面前温柔的丫鬟吗? 真凶,而且,这话说得也刻薄,不过,她喜欢。 等到花月影骂了口干舌燥后,她又喝了剩下半杯茶,这才有几分不甘心,恨恨地看了一眼玉兔和吴刚。 你们主人避开不见,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给我退下吧,看着就心烦。 是,是,玉兔和吴刚答应着,他们又偷偷地看了一眼,一直在喝茶吃东西的张凡一眼后, 瞬间消失在广寒宫的大殿里。 郑主不在,归躲着我们,走吧,主人。 花月影子,此时像是换了一个人,低声哀求着张凡,脸上也带着苦笑。 这上千年来,她每次来收债,都像今天这样,嫦娥偷偷地避开了, 就留下两个不顶用的恭恭敬敬的奴仆。 也是天地当铺的主人一直不在,自己一个气灵没底气。 要是敢在以前,嫦娥敢这样敷衍她,直接把她的广寒宫给拆了。 不敢回家见她,那就让她没有家。 什么时候归还了天地当铺的东西? 什么时候把广寒宫的东西还给她? 哼哼哼,花月影整个人气的不行,离开广寒宫的时候,全城都是黑着脸。 而那玉兔和吴刚一直偷偷地看着花月影离开后,这才齐齐地长嘘一口气,然后相视一笑。 好了,这一年都清静了,只是天地当铺多了一个主人,还是一个凡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人,他肯定会感兴趣。 玉兔小声地和吴刚说着话,每年天地当铺的人都会来一次,没想到这一次他们的主人都来了。 可惜啊,早被主人用高深的法力算出来了,也就今天出门又拐上桃花去了。 回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速度更快,花月影全程都没说话,只是脸色越来越难看。 开始张凡,还以为是花月影白脸色自己看。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站在云朵上的花月影,居然喷出一口血,让牵着他手的张凡吓了一跳。 我天,这个花月影居然受伤了。 怎么回事?你要不要紧? 你要是死了,我也会摔死的。 张凡有些慌,这么高的半空中摔下去的话,他会变成一堆的肉泥。 等等,这个花月影在广寒宫的时候不是牛哄哄的吗? 动不动把人训得面红耳赤的,怎么这回都吐血了? 我强行带着你上了一趟天庭,我灵力耗尽了。 短期内,我无法穿越三界之中,可嗨嗨。 似乎是看出来张凡的疑惑,花月影嗨嗨地解释了一句。 可他的话语还没说完,眼前一黑,整个人就往下坠落,吓得张凡一把抱住了他。 喂喂,你说过,就是你死了,都不能让我死的。 情急之下的张凡真的慌了,他不想死。 刚看到最美的仙剑,还没看到天地间最美的嫦娥,就要被摔死了,他真的不甘心。 所以抱住花月影,就像是溺水的人抱住了一根稻草。 死活不撒手。 主人,别,别勒死了我了,担心雷击。 花弄影此时是欲哭无泪,这胆小的主人此时,就像是八爪鱼,全部都挂在了自己的身上,偏偏在高空中,偶尔会有雷击或者闪电。 真运气不好避不过去,显遭殃的可是主人。 花月影刚想到这里,突然就看到有闪电劈过来。 他根本就没多想,猛然用另一个肩膀挡上去,而把张凡护在了身后。 那闪电落在了花月影的身上,噼里啪啦的,吓得张凡心底一哆嗦,却万般不是滋味。 哎,花月影虽然是个气灵,但,好歹也是个女人。 他危险的时候没有扔下自己,还替他挡下了雷击。 他这辈子,怕是合天地当扑脱不了关系了。 这下,就得安心地当着天地当铺的主人了。 认命吧。 张凡在心底哀嚎一声后,倒是拖着差点要倒下的花月影死活,不肯再松开了。 然后就看到他们来的时候,看到那片雪山终于长嘘一口气。 快到家了,死不了。 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这话古人成不起我。 张凡气续喘喘地拖着花月影,终于从天地当铺中那扇红色的门艰难地走回来。 然后累坏的张凡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半想都起不来。 他脚边本来已经晕倒的花月影,此时头发凌乱,脸色苍白。 但此时已经睁开了眼睛,正冲着张凡笑。 主人,我是天地当铺的气灵,以前别说带一个凡人再上天庭,我曾经带着十万将士在天地间收账。 谁敢逾期拖欠,把人拖出来一顿暴打后,直接把咱们的东西抢回来,那会像今天这样惨。 主人,天地当铺既然选中了你,你就好好干,终有一天。 你带着我,我带着十万将士,在天庭横冲直撞,把欠咱们天地当铺的坏账,统统的都给拿回来。 花月影笑着笑着,眼泪却掉下来,对于天地当铺的衰落,她是最伤心的一个。 此时的张凡也很累,但是经过广寒宫一行,再看着花月影在自己面前又哭又笑,还有这个丫头,根本就没告诉自己。 她因为衰弱,其实根本就没实力带着自己上天庭,可为了挽留她,却拿自己的性命再开玩笑。 好吧,好吧,别再哭了,看着都脑壳疼,你先休息一下,一会有精神了,再给我讲讲。 这天地当铺的事情,我就算愿意当这个主人,我一介凡人,多了解点,总不会错。 张凡这话说的,让本来刚刚醒来的花月影,一下子来了精神,甚至在几个呼吸后,就能挣扎着起来,非要带着她了解一下天地当铺的情况。 难得这个主人,这会终于不再口口声声地喊着,要离开了。 这样的好机会,花月影声怕错过了。 天地当铺,有什么物品当铺都可以交易。 那些物品会在天地之中,寻找适合交易的人,真正需要那些物品的人,主人,请跟我来。 一番洗漱后,花月影又恢复了点精神,引着张凡往这栋房子的楼梯走去。 顺着楼梯,张凡一直向上,这才看到空荡的二楼和三楼,博谷架上几乎都是空荡荡的,除掉写着一些名称的木牌掉在那里。 表明天地当铺曾经有很多物品外,更多的是当出去却没有收回的货物。 花月影站在了二楼博谷架旁。 这里都是以前人间借出的东西,这里是账单,还有这些是目前天当铺中已经可以交易的物品。 只是这些东西,价值并不是特别高。 花月影探了一口气,天地当铺目前状态并不好,可以说是危机重重。 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留下张凡。 因为天地当铺再没有主人的话,他这个气灵都活不了多久了。 张凡抬眼看了一下二楼,再看对了一下账单。 望情水,十年寿命,换取望情水,十年使用期,余期未还。 时间,余期未还。 花蓉月貌,余期未还。 生命,存货三年。 聪明丸,余期未还。 天地当铺的二楼里千种的物品,没有断货的,居然只有生命,还有三年存货。 其他的都是余期未还的状态,其实这也是天地当铺根本性问题。 太多太多的物品被人用货物抵押出去,但是却没有归还。 最后导致天地当铺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至于仓库都空了, 几乎不能正常运转,而作为气灵的花月影才会越来越虚弱。 实力也越来越差,好多能力都不能再使用了。 上一届的主人啊,这些东西被抵押出去后,没有人收回吗? 上一届的主人失踪了好多年了,怕是凶多吉少。 他不在。 我只是个气灵被困在这天地当铺之内,也没有本事把这些东西收回来。 你是这十年来,第一个走进当铺的人。 花月影也很委屈,原本的天地当铺交易的客人都是三界中赫赫有名的存在, 比玉嫦娥、太上老君、二郎真君、甚至那只猴子。 可是,随着上一届主人的失踪,这天地当铺根本就没有人收账。 他苦苦撑了很多年,总算是遇到张凡,这个被天地当铺认可的主人。 可他只是一个弱小的凡人,不奢求他能恢复天地当铺昔日的辉煌, 只求他能让天地当铺正常运转。 而自己这个气灵不至于消散在三界之中。 我? 懂了,这里还有三年的寿命,我试试,选择第一个需要交易的人。 张凡的话音刚落,就看到博谷架上有一个瓶子突然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而那个瓶子里装着三颗软胶一样,只有花生米大小的药丸。 那东西一颗药丸,就是一年的寿命。 而在天地当铺任何物品,都会自己寻找它们最适合交易的对象。 而在城市的某一处豪华的半山别墅里, 占地几十亩的半山别墅里灯火通明, 在别墅一处宽敞的地方,有直升飞机落下来了。 从飞机里走出七八个神色匆匆的男人, 一下飞机就有人迎接上去。 老爷,少爷,你们赶快过去, 老太爷不行了,赶紧去见最后一面。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急匆匆地对下飞机的一群人喊。 这是江城荣家的老宅子, 在这里住着已经年过八十的荣家的老太爷子荣建华, 也是荣家的第一代。 要不是他以前结下不少人脉, 荣家也不会隐隐是江城乃至全国首富。 荣老爷子已经八十岁了,眼看十日无多, 而荣家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已经从全国各地赶回来, 为的就是送他最后一城。 只是荣老爷子一走, 就像是荣家的参天大树倒塌, 对于整个荣家来说,那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有荣家人都很不安, 特别是看到荣老爷子睁大浑浊的双眼, 念念不舍的目光, 从他们身上挨个地扫过去, 甚至还用手指了指荣家的当家人荣志康。 爹,你有什么要交代的? 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荣志康低垂着头, 半跪在老爷子的面前, 眼看着父亲嘴巴一张一合, 但就是听不清楚老爷子想说什么。 荣志康一想到老爷子身上, 应该还有不少没交代完的事情, 甚至还借出去很多没有欠条的账目。 这些, 这些要是老爷子要走了, 那可就糟糕了。 爹, 爹, 你想说什么? 荣志康这边还想再问他话, 却看到管家匆匆走过来, 在他耳边低语。 陈家的人来了, 说是来收老爷的账的, 说老爷欠他们五十个亿, 要用咱们的老宅子抵押。 那管家说到这里的时候, 语气都有些不自然。 俗话说, 负债子还, 可是这动辄五十个亿, 还是躺在床上不能说话的荣老爷子欠下的。 这个时候来要账, 怎么就透着几分的古怪? 我是从来就没有听父亲说过, 借过陈家的五十亿, 父亲一生谨慎, 怎么可能有五十亿的外债? 荣志康这会脸一沉, 这陈家本来是荣家的亲戚, 陈家老太爷是他的姨父, 不过二一走得早, 后来陈老爷子又娶了和他儿子年纪差不多的老婆。 就这样, 陈家和荣家渐行渐远, 来往的并不多。 这荣老爷子身体健康的时候, 就没听说他借谁几十亿, 这刚躺在床上不能说话, 陈家就来要债, 这也太蹊跷了, 让人不敢相信。 躺在床上的荣老爷子, 嘴巴不能言, 但是心底还是明白的, 一听到这话后, 两眼都直了, 整个人挣扎着要起来, 却怎么也起不来。 他情急之下, 手脚乱蹬, 想说话, 想告诉儿子, 这就是一个阴谋, 他从来就没有借过陈家的钱。 而且, 他还知道那个借条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 他已经危在旦夕, 寿缘将近, 眼睁睁地看着儿孙受骗, 却毫无办法。 而这个时候, 荣建华却感觉到眼前一黑, 等他再一次睁开眼睛, 却看到几个大字。 天地荡破! 主人, 有交易人来了。 花月营有些激动地喊了一句, 这么多年来, 万界钱庄总算是有新的业务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凡的到来。 万界钱庄一些功能, 好像重新激活了。 嗯, 等等。 张凡抬头一看, 博骨架上有一个穿具脸谱模样的东西。 他顺手拿下来, 想了一下, 就戴在了自己脸上。 这里是万界钱庄。 他只是个凡人, 而来的是人是妖, 还是神仙, 他是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 张凡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所以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 说来也奇怪, 张凡的面具一戴上, 他整个人的气势全变了。 哪怕随便往桌子前一坐, 就像是一个降临人间的神, 周身环绕着一种让人莫名畏惧的气势。 哪怕看不到他真实的容颜, 一边的花月影两腿发软, 差点就跪下了。 主! 主人! 张凡扭头看了他一眼, 只见花月影低下头, 一副低眉顺眼女仆的模样。 此时的他, 似乎连大气都憨不敢出, 战战兢兢地, 不时偷偷地看一下张凡。 这面具有问题! 张凡心底突然冒出念头, 他的心底又惊又喜。 这天地当铺里面的物品, 果然不一般。 随手拿的一个面罩, 居然就有如此效果。 在遮挡容颜的同时, 连他身上的气息都完全地遮挡了, 有的只会一个脸谱面罩。 天地当铺? 这是什么地方? 地府吗? 荣建华发现他居然能动了, 可以不借助任何人在这里剑步如飞。 所以他看到天地当铺几个字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自己寿缘已尽。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地府哦。 不, 这里是天地当铺, 你寿缘将尽, 在这里只有我能救你, 让你重新活下去。 活下去那三个字, 像是有某种魔力, 让荣建华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激动地说话都打哆嗦, 因为他想起那所谓的五十个亿的欠账。 我想活下去, 哪怕多活一个月, 我愿意付出代价, 只要我能拿得出来。 荣建华是从底层奋斗到人上人, 自然是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想得到什么, 肯定要付出什么, 所以他直接拿出自己的诚意。 我有钱, 十个亿, 我只想多活一天, 我有数不清的房产和公司, 都可以换, 甚至其他的, 我都可以。 荣建华急切地注视着眼前的带着脸谱的人, 差点就匍匐在他的面前。 不知道为什么, 在别人觉得十分荒诞的事情, 从这个脸谱人口中说出来, 就让他没有一丝的怀疑。 在这里, 这个脸谱人就像是神明一般, 让人不由自主地匍匐在他的脚下, 对于他说的话, 就是在荒诞都会觉得很正常。 一天, 十亿, 有房子有公司。 张凡觉得呼吸一顿, 有人觉得时间和生命可以肆意浪费, 但是眼前这个客人, 却是愿意用十个亿用房子公司交换一天的寿命。 如你所愿, 十个亿换取你一年的寿命, 我会让我的一个使者, 去见你, 和你交易, 请签下这个合同, 然后把那十个亿, 交给使者带走。 张凡语气冷淡地说了一句, 就看到花月影翘无声息地站在桌子旁, 送来了一份羊皮卷模样的契约, 而那契约, 却需要荣建华的一滴血为盟事。 羊皮纸上写道, 荣建华愿意以十亿为代价, 从天地当铺借到一年的寿命, 先前后货, 如果反悔的话, 直接抹去荣建华性命, 拿走荣家老宅。 荣建华用针刺破大拇指, 挤出一滴血, 落在了那契约上后, 就看到那血瞬间凝固, 落在他的名字边, 鲜红无比。 好了, 你可以离开了, 到时候直接等使者到来就好了。 花月影看了一眼张凡, 然后手一挥, 眼前还有些糊涂的荣建华, 瞬间就消失在天地当铺。 张凡取下脸谱后, 就听到花月影长嘘一口气,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主人, 我们这里是钱庄, 以前都是把钱庄东西放贷出去, 然后收利息, 你今天这是直接卖掉了? 好像有点不对劲。 花月影活了很多很多年, 但是对于刚才张凡的操作, 还是有点不明白。 一年的生命在钱庄里, 算是很普通的货物, 主人怎么想着去变成钱? 主人很缺钱吗? 你看看这些账本,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们钱庄剩下可以放贷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现在的人啊, 都是向钱看, 用了钱有了资本, 我可以换来更多的物品, 这样才能一点点盘活这个天地当铺。 而且, 天地当铺盘活了, 你这个气灵是不是才能更强大? 奴仆强大了, 主人是不是能带着他出去要债, 比喻, 向嫦娥讨债? 其实, 张凡脑子里多出来的信息中, 就有关于天地当铺的管理办法。 其中一条, 钱庄强大了, 气灵就会强大, 而气灵强大了, 他这个主人也会跟着强大了, 那些神仙们才不敢欠债不还。 啊, 主人真聪明, 音音啊, 太厉害。 花月影音音音的不住地点头, 原本还有些疑惑的脸上, 一下子洗竹颜开, 整个脸上像是初春的花朵般美丽。 关键是, 张凡给他点燃了希望。 他是气灵, 有一天也可以强大到陪同主人一起, 去找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要账。 欠债还钱, 负债子还,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们荣家的老爷子不行了, 这回就开始赖账, 五十亿而已。 荣家不至于连这个脸面都不要了。 陈家业皮笑肉不笑地看着眼前黑着脸的荣志康。 荣家也是要脸面的人, 他们有集团公司上市, 要是自己把荣家欠债不还, 现今出现危机的情况发不出去, 搞不好荣家股价跌的都不止五十个亿。 这还不算荣家幸运受到的影响。 到时候, 损失肯定上百亿甚至更多, 所以, 陈家业是吃定了荣家。 陈家业想得到这一茬, 荣志康也想得到。 他刚想让陈家业把那欠条拿出来, 他辨认一下笔记, 却见管家匆匆赶来, 低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惊得荣志康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荣志康看了陈家业一眼, 示意仙管家先来招待他, 而那陈家业冷冷地哼了一声。 荣志康, 今天我还给你面子, 上门讨药。 你到时候给脸不要脸, 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们荣家。 你…… 荣志康气得一口浊气闷在胸口, 两眼喷火, 怒视着陈家业的威胁。 可此时, 他却不得不忍下这口恶气, 因为老爷子又醒来了, 但是却在胡言乱语。 使者, 使者怎么还没来? 我已经签下了合同, 我愿意给十个亿, 我只求你赐予我生命。 此时的荣建华在床上不住地喊着, 一扫开始地虚弱, 给人一种回光返照的意向。 而老爷子说出来的话, 让围在他床边的儿孙, 一个个茫然不知所措。 使者? 赐予生命? 老爷子真的是糊涂了, 就算是勾魂使者来, 那也是要命的。 爹, 我是荣志康, 我是你儿子, 你清醒一点, 你有借过陈家的五十亿吗? 看到父亲眼神清澈, 还抱有一丝希望, 希望他能记得陈家的事情, 五十亿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要是父亲真的借过这笔钱, 他们做儿孙的, 哪怕变卖产业, 也会凑齐这五十亿还给陈家。 可要是陈家趁乱勒索, 只要父亲还活着, 这问题就不会死无对证。 喂, 使者, 快, 智康, 你赶紧去大门口迎接使者, 跪下迎接使者, 使者能救我的命, 快。 此时的老爷子, 说话都不利索了, 但是他脸上的焦急, 还有不住用力把儿子往外推, 虽然那力道很小, 但是却其中的意思, 荣志康却能感受到, 此时他苦笑不已。 老爷子不知道是神志不清, 还是清醒的, 只是一个劲催着他, 一定要他去大门口迎接使者, 使者。 但老爷子此时能说话, 比起刚见他的时候, 细弱悬丝, 已经强了太多。 荣志康实在是没法子, 只得离开, 匆匆往大门口走去。 此时的荣家, 因为荣老爷子的事情, 整个老宅气氛异常地压抑, 那些伺候的庸人和保镖们, 一个个亲手亲脚地, 连大气都不敢出。 看到家主荣志康匆匆往大门口走的时候, 那些庸人们不由也伸长了脖子。 荣家的子侄也好奇地张望, 甚至有些人在小声地嘀咕。 家主这是怎么了? 老爷子这都吊着最后一口气, 把臣家的人都能晾在一边, 让管家陪同, 他这却眼巴巴地跑到大门口。 嘘, 不是说你笨, 一看家主这模样, 肯定就是有大人物光临, 不幸咱们打赌, 赌一万块钱, 一会家主肯定恭恭敬敬地迎接一个大人物。 大门那一个角落边, 两个荣家偏房的第二代子弟, 在那边嘀嘀咕咕地打起了赌, 甚至其中一个, 还真的从身上拿出一叠百元大钞。 另一个有些犹豫, 看看大门口, 一直焦急不安, 甚至有些烦躁, 但是一直不肯离开的家主, 再看看笑的贼兮兮的堂哥, 只觉得家主, 真的在迎接什么人。 张帆从低市车下来的时候, 还有些心疼打车钱, 给你一百, 找我二十二点五, 四舍五入, 你要是没零钱, 直接给我二十三也行。 那司机看着张帆, 一脸鄙夷, 抠门的穷鬼, 人家打车给小费, 他打车甚至要四舍五入, 自己多给五毛钱他。 既然舍得不钱, 干嘛还打车? 坐公交车, 多便宜? 给你二十二吧, 我实在是没零钱, 你可以扫码给我, 二十二点五块钱, 正好。 张帆其实已经看到, 在二三层高的大门处, 一脸严肃站着的荣志康, 因为荣志康的那张脸, 几乎是年轻版的荣建华。 穷惯了一直很抠门的张帆, 还在和司机索要那五毛钱, 就看到一个保镖 异常客气地走到张帆身边, 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请问, 你是使者吗? 那保镖虽然恭敬, 其实心底已经在哀嚎, 因为他感觉自己, 就像是个白痴, 可是老板, 吩咐的话, 他们不敢不照做呀。 啊, 张帆愣了一下, 看到手里微信, 只有二十二块钱到账, 他一把扯下那司机的钥匙, 却是不依不饶。 喂, 你这个人真是, 二十二点五块钱, 为什么少给我五毛钱? 再给我扫五毛钱过来, 做生意一点都不成时, 小心我举报你。 那保镖看着张帆这抠门样, 脸一下子垮下来, 这人, 肯不会是他们要等的使者。 所以他准备离开, 继续问下一个人, 却听到张帆突然来了一句, 对, 我就是使者, 老爷子在等我对不对? 张帆这话声音不大, 但是一直在注意这边情况的容志康, 一下子惊呆了。 使者, 居然真的有使者? 还是一个为了五毛钱, 和司机争论的使者。 关键还那样年轻, 除掉抠门小气外, 跟普通没两样, 他能救老爷子的性命。 这不要说别人, 就连荣志康自己也不相信, 就这样的一个抠门的普通人, 居然是能救下老爷子性命的使者。 我是荣志康, 使者你好。 荣志康快速地反应过来, 难道父亲说的是真的? 他想到父亲那急切的眼神, 马上恭恭敬敬地朝着张帆半鞠躬, 自我介绍的同时, 做了一个手势, 请张帆进荣家的大门。 荣志康这样做, 剩下的那些保镖, 这回都齐齐地走到张帆面前, 都弯腰做出邀请的模样。 我擦, 荣志康的客人, 这么抠门, 有没有搞错? 那司机看到这一幕, 是目瞪口呆, 头差点就砸到方向盘上了。 荣志康是谁? 江城荣家的家主, 不要说在江城, 那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就是在全国, 全世界, 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荣家可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 这样的人, 亲自在门口, 迎接刚才那个抠门的, 连五毛钱都要的乘客。 是自己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这司机, 一时间都觉得自己的三观都碎掉了, 这腰牛掰的人, 还要他的五毛钱? 张帆可没在意, 那司机怎么看, 他跟着荣志康一路走来, 所看到的所有人, 见到他后, 都是恭恭敬敬地后退几步, 半弯着腰向他鞠躬, 甚至有人连脸都不敢抬起来。 看得出来, 荣家老宅子的规矩, 还是挺大的。 而张帆一路被迎接进了荣老爷子的屋子后, 两人对事一眼后, 那荣老爷子脸上惊讶, 简直难以掩饰。 他突然问了一句, 张帆有些意外的话。 我怎么才能知道, 你不是假的使者? 张帆看到躺在床上的荣老爷子, 明显不信任的眼神, 还有他已经越来越差的精神, 他这是回光返照, 他随时会死。 天地荡破! 张帆对着荣老爷子发出一个口形, 但是却没有声音发出来, 这让老爷子眼睛一下子直了, 然后盯着张帆喜出望外, 并且示意儿子。 十个亿, 给十个亿这位先生, 快, 我没有糊涂, 快。 啊, 荣志康只觉得头皮发麻, 老爷子这个模样, 还要拿十个亿出来, 虽然荣家有钱, 但是十个亿的现金, 马上拿出来, 还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父亲一个劲地催促着, 这让荣志康不敢大意, 很快, 一张不记名的黑卡, 递到张帆的面前。 先生, 这是十个亿, 密码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 我能一直守着父亲吗? 不能, 你也出去。 手拿着一张黑卡, 张帆用手机输入密码后, 查看了一下金额, 看到上面显示的一连串的零, 的确是十个亿, 张帆顺手改了密码, 脸上露出几乎难以掩饰的笑容。 对于一个穷的连房租都付不起的, 一个五毛钱都很计较的男人, 一下子拥有了十个亿后, 还能像他这样沉着冷静的人, 确实不多了。 老爷子突然剧烈地咳树起来, 越壳树脸上越红, 原本还能说话, 可此时因为壳树,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整个人看着, 就是灯枯油尽的模样。 而且, 此时他只有吸气的声音, 却没有呼气的声音, 让鹤退其他人, 但是自己, 却一直磨磨蹭蹭不肯出门的容志康, 面色很难看。 他有些不敢赌, 你要想救你父亲, 就出去, 真要是救不活他, 这钱我也拿不走的。 张帆笑笑, 低头去给容老爷子顺气, 顺着把一颗软胶的药丸, 喂到了老爷子的嘴里, 因为张帆背对着容志康, 他什么都没看到。 老爷子努力睁大眼睛, 他还有一些意识, 感受张帆塞东西在自己的嘴里, 他努力地吞咽下去, 露出对生的渴望。 天地当铺, 是他活下去的最后希望, 那如同神养人的使者, 肯定会带他他想要的东西。 父亲, 父亲, 你怎么样了? 要不要我喊医生过来? 外面一直焦急等待的容志康, 此时不住地在门口喊着, 容家有一个私人专家医护团队, 一直在为容老爷子的健康服务。 其实就在昨天, 那医护团队已经做出结论, 就是老爷子的灯窟油尽, 怕是连今晚上都熬不过去的。 情况好的话, 他会有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 说不定会给他们这些子孙留一些遗言, 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所以, 容家的棺木等都已经准备好了, 张凡的到来, 那是死马荡成活马医, 而且, 万一张凡骗钱, 呵呵, 拿着数十亿的金额, 他不一定能走出容家大门。 不用了, 我会亲自招待使者。 屋子里一直躺着不能起身的容老爷子, 此时居然站了起来, 原本已经伪顿不堪的精神, 一下子就大变样, 连他浑浊的眼神, 也变得明亮起来。 容老爷子此时的神态, 似乎回到他一年前的巅峰状态, 还能恭敬和张凡说话。 不知道使者贵性, 怎么能联系上你? 能否赏脸喝杯茶? 容老爷子对自己此时身体状况最清楚的人, 那个似梦非梦的机遇, 绝对是真的。 那个神养的男人, 是真实存在的。 像那样的人, 他不敢奢望抬头看一眼, 但是像张凡虽然年轻, 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他却是天地当铺的使者, 这个时候不抱紧大腿拉关系, 他就是个傻子。 能让他瞬间起死回生的人, 哪怕只是一个使者, 那也是他唯一能巴结的人。 所以, 接下来的容老爷子和容之康, 对张凡的恭敬和巴结,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记忆中, 容老爷子已经半个世纪, 没有这样小心恭敬地面对别人, 哪怕就是容之康, 也从没像今天这样, 站在容老天爷子的身后, 面对着坐下的张凡。 就像是一个孩童, 连大气都不敢戳。 我叫张凡, 目前的身份是一个使者, 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 我该离开了, 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 张凡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想被容家这个庞然大物给盯住。 果然他这事儿非的话一说, 容老爷子脸色大变, 连连冲着他陪不试。 上师误会了, 误会了, 我只是想看有什么地方。 能给使者校全马之劳? 我, 我, 瀕临过死亡的人, 才知道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所以, 此时的容老爷子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活着, 一定要活着。 原本只是想多活一天就好。 现在要是能十个亿多活一年, 他恨不得再多活几年。 钱自然不是问题。 可是, 他害怕自己还想活下去的时候, 却拿着钱根本就换不来寿命。 这是我们容家的至尊卡, 手持这个卡在容家产业消费全免单。 而且还能享受到一些容家的特殊服务, 贸然之下没给上师准备什么礼物。 这就是孝敬你老的。 容老爷子看到了张凡的不快, 这会马上掏出一张黑卡, 恭恭敬敬地递给他。 态度异常谦卑, 而站在他身后的容智康却是满脸惊恶。 这张卡只有老爷子和他几个兄弟有, 也就是说, 哪怕他的儿子。 容家的长房长孙都没有这张至尊黑卡, 拥有这张卡可不是仅仅消费免单。 必要的时候, 甚至可以调动容家的直升飞机车队保镖, 甚至可以免费拿容家名下的产业。 这张卡的价值上亿, 不, 上亿都不止。 但是老爷子就这样巴结地送出去, 在search联想到张凡进来后, 老爷子几乎是起死回生, 那堪称神迹的操作, 让容智康低眉顺眼的, 什么话都没有说。 嗯, 有心了, 不敢当不敢当。 随即, 老爷子和容智康两人恭恭敬敬地送张凡, 一直把他送出了大门外, 惊掉了容家老宅所有人的下巴, 不少人见到老爷子此时的模样,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 或者是在做梦。 等到张凡离开后, 容老爷子这才转身问儿子, 陈家的人还没走吧, 想趁着我将死之际, 讹诈容家五十页。 呵呵呵, 幸好我没死。 容老爷子本来弯着的腰, 一下子站直了, 整个的气势都变了。 容老爷子这一站直, 那边的容智康也松了一口气, 他们这样人家, 不怕欠债, 就怕生育受损。 既然老爷子还活着, 就不会存在欠债不还的情况, 也不会存在被人糊弄。 而等到容老爷子站在了陈家业的面前, 索要那所谓的欠条的时候, 陈家业一下子惊呆了。 我天, 不是说容老爷子活不过今天晚上吗? 此时活蹦乱跳, 气势逼人的, 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谁? 情报有误, 想借机讹诈容家的心思, 怕是要落空了。 老爷子, 你忘记了十年前, 你曾想和陈家合伙做生意, 当年说是没钱借我们家五十个亿。 那陈家业是到如今, 抱着侥幸的心理, 想着容老爷子说不定是回光返照, 要是被自己气一下, 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 这回他睁着眼睛说瞎话,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容老爷子抬手就是一巴掌, 当着众人的面落在他的脸上, 只听啪的一声, 那声音让客厅里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陈家业带来的人, 他们也万万没想到, 明明要死的容老爷子, 居然一言不合, 动手打人? 我擦, 这也太凶猛了。 那陈家业捂着半边脸, 硬是没法反应过来。 你, 打人! 捂着火辣辣的半边脸, 陈家业勃然大怒, 气得当场就要翻脸, 却没曾想容老爷子指着他鼻子大骂。 忘恩负义的东西, 十年前是你们家向我借钱, 借了五十个亿, 我当年还有人证物证和欠条, 甚至还有录像和录音, 我这还没死了, 你们就颠倒黑白, 还以为我老头子就没留后手。 容老爷子这一发威, 连带着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陈家不是放贷人, 他们居然借了陈家的钱五十亿, 里外一番差不多上百亿, 吓得容智康一身冷汗和后怕。 父亲身体一向硬朗, 这么大一笔外债, 自己是隐约听他提起过, 只是具体不大清楚。 没想到父亲一倒下, 陈家人就颠倒黑白, 先入为主地来讹诈他们容家。 万一父亲病逝, 陈家有心算计无心, 把那些证据再偷走毁灭掉, 容家就损失惨重, 幸好父亲逃过这一劫活了下来。 这让容智康想起今天来的使者张凡。 容家受了他的大恩呀, 容智康在这里感慨不已, 手艺会让管家报警, 这牵扯到上百亿的诈骗案子, 在容老爷子清醒的状态下, 足有能让陈家万劫不复。 害人者终害劫。 陈家也也想到这个问题, 此时惶恐如同丧家之权, 他是做梦都想不通, 明明有人打电话告诉他, 容老爷子必死无疑, 但他就却活生生站在自己的面前, 真是让人绝望。 这下容老爷子没死, 陈家怕是要完蛋了, 还真的有十个亿, 这下天地当铺有救了, 主人, 你果然是厉害。 花月影看着前面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钞票, 笑得像花一样, 眼睛也是亮晶晶地看着张凡, 充满了崇拜。 张凡这边也是开心不已, 他穷呀, 穷得都租地下室, 为了赶时间打车, 五毛钱都会让司机找零。 不是因为穷, 谁愿意活得那么扣门? 现在好了, 在他的手里有了十个亿, 在这个世界上,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 这笔钱, 他可以交易很多次。 换回来的物品, 足以让天地当铺能起死回生, 用花月影的话说, 只要天地当铺重新能交易三次以上, 他的能力就会开始慢慢恢复。 等到天地当铺每天交易量再一次以上, 那么作为契林的花月影, 会变得异常强大。 而张凡作为天地当铺的主人, 也会变得愈发强大起来。 开心! 张凡把那堆钱, 让花月影放到天地当铺的博骨架上, 然后他才有时间, 在钱庄里转悠。 这里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张凡没转几圈, 就发现这栋房子外面, 全部是迷雾。 而有迷雾的地方, 他走不出去, 只能暂时在房子内部走动。 而房子里面大厅里, 有三道门, 其中有大门是敞开着的。 张凡记得自己, 每次进出天地当铺, 都是从这大门进来的。 另外两个拱形门, 一黑一红, 紧闭着, 他试着推了一下, 门打不开。 而这三道门上, 其实都有一串风铃, 上次容老爷子进来的时候, 大门口的风铃就响起来过。 而在张凡推门的时候, 门口的风铃又叮当当地响起来了。 有交易人要来了。 张凡微微一笑, 看了一下桌子那边的脸谱, 顺手戴在了脸上。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至少在容老爷子那边, 他就没有发现张凡就是脸谱人。 这说明, 这脸谱改变不仅是人的面貌, 还有全身的气势。 原本普通的张凡, 脸谱一戴上的话, 整个人都变了。 天地当铺, 钱, 我喜欢, 我太喜欢了, 我缺的就是钱呀。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两鬓已经斑白, 身上穿着一件劣质的衬衫, 看起来皱巴巴的, 满脸的苦相, 一看就是那种社会底层的人。 而他这个年纪, 上有老下有小, 也是最需要钱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你钱, 但是你拿什么来交换? 花月影悄无声息地站在了张凡的旁边, 他一开口说话, 让那刚进来的男人吓了一跳。 这回, 他也看到了坐在桌旁打量自己的张凡。 看到带着脸谱的张凡, 他的心一哆嗦, 腿一软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因为此时张凡在他的眼里, 带着脸谱, 就像是一个神仙,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跪下摩拜。 似乎只有摩拜他, 才能给他无限的希望。 我缺钱, 缺很多很多钱, 只要你们肯给我钱,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个男人此时一脸的渴望, 他的目光落到那一堆钱上面, 整个眼睛都直了, 他这一辈子, 可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而且对于他来说, 他眼下遇到的困境, 只要是有钱, 似乎一切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这天地当铺, 你可以借贷任何东西, 比喻钱, 当然你得拿出相匹配的, 或者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你才能把那些钱拿走。 你需要多少钱? 张凡打量着这个男人, 就看到他脸上都是风霜, 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甚至衣服上还有沾染上的油漆味道。 这人说不定是一个装修工人。 我需要很多很多钱, 一百万, 不, 一千万, 对, 一千万。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要一千万, 有了这一千万, 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男人小心翼翼地说着话, 他心里很虚, 把自己卖掉了, 估计都值不到一千万。 可是他真的很需要很需要钱, 只要能拿到一千万, 就是要他马上死, 他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人穷的人时候, 最不值钱的, 就是一条烂命。 一千万, 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但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身上, 其实也有值钱的东西。 因为张凡却知道, 在这个天地当铺内, 他可以给予人的寿命, 也可以从人的身上夺取寿命, 制成一颗颗的寿元丸子, 比喻当初荣老爷子吃的那胶囊。 可以, 你可以用二十年的寿命, 换取一千万, 也可以用你的身体, 比喻心脏, 血液或者肢体加起来, 换取一千万。 因为天地当铺里面, 几乎没有任何物品了。 张凡自己亲自去仙界向嫦娥讨债的话, 就得让天地当铺博股价上摆的货物越来越多。 用曾经花月影的话语来说, 那就是和天地当铺交易的人数越多, 他和张凡的实力才会越强大。 有一天张凡才能凭借自己的本事, 拿着当初的借条合同, 直接上仙界找那些神仙要债。 到时候在张凡强大的实力面前, 谁敢不还? 当年天地当铺最强大的时候, 连玉皇大帝和佛祖 都会在这里借贷抵押东西。 而那个时候, 三界之中, 天地当铺的名字是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管是谁有了难处, 第一个都会想到来找天地当铺交易。 我的寿命可以换一千万吗? 换了寿命后, 我还能活三天吗? 只要是能活三天, 我就无怨无悔了。 那男人满脸的期待地看着张凡, 此时似乎他把所有人希望都放在张凡的身上。 在他眼里, 张凡就是个神, 正是因为有这种念头。 所以对于天地当铺能用寿命换钱, 居然没有感觉到疑惑和不可理喻。 能? 哪怕换了一千万? 你的寿命还可以让你最少活几年? 那就够本了, 我要用的寿命换一千万。 我王东升求你, 求你了! 原来这个男人叫王东升, 这回他真的跪在张凡的面前, 不住地冲着他磕头。 对于张凡来说, 曾经异常贫穷的他, 倒是能体会到王东升心底的想法。 毕竟有些人穷其一生, 哪怕到死, 不要说一千万。 恐怕就是一百万, 他们都挣不到。 签合同吧, 你二十年的寿命, 一千万。 张凡看着那王东升, 因为磕头太猛, 已经把额头都磕碰出一大块青紫色。 而他一双无限期待的眼神, 一直看着张凡。 在听到他那句话后, 心底长嘘一口气, 彻底轻松下来了。 花月影听到张凡的话语, 很快拿来一份羊皮纸状的合同来。 他执笔很快你出一份合同, 写着, 王东升自愿卖出二十年的寿命, 来换取一千万, 钱或两清后, 葛不相欠等等。 你咬破中指, 在这里按下手印。 花月影指点王东升签合同, 而他随即捧出一个精致的托盘, 托盘上放着一个鸡蛋大小的印章, 印章下面雕刻的像铜钱。 主人, 请用印。 这是天地当铺的印, 每收上来一件物品入库, 都要用印章盖一下。 张凡听花月影说过。 所以, 这回张凡很自然地拿起天地当铺的印章, 直接就盖了上去, 就看到那印章落下去后, 整个羊皮卷一下子像是活了一样, 变得格外有些不同。 你闭上眼睛, 不要动。 花月影看了那王东升一眼后, 又看了一下羊皮卷上的血手印, 叮嘱了王东升一声后, 等到他闭眼后, 就伸出手在他的头上虚晃了一下。 张凡就注意到, 花月影的手心里, 突然多了一颗那种胶囊状的, 卖给荣老爷子那种有一年生命的寿元丸。 花月影把手中那颗寿元丸放到了托盘上, 然后又在那王东升的头上虚晃一下, 一直闭着眼睛的王东升, 只觉得身体似乎很沉重, 浑身都酸疼, 似乎自己一下子到了暮年。 二三十个呼吸过后, 王东升终于听到花月影喊他睁开眼睛, 张凡则看到被花月影拿走二十年寿命后, 王东升整个人都变了。 原本只是二病斑白的他, 此时头发全白了, 就连眼神都浑浊起来, 就像是瞬间苍老了二十岁。 此时外形看起来有六十岁。 一千万, 交易完成了, 这是你的钱, 你可以走了。 张凡推给了王东升两个箱子, 一千万纸币分量相当重, 可王东升却喜行余色, 毫不介意地提在手里, 冲着张凡行李后, 开开心心地拿着钱出门。 天地当铺, 怎么会做这么古怪的梦? 在一间狭窄的出租屋里, 半夜的王东升突然醒来了, 脑子里只是寄住了一个天地当铺。 他今年四十多岁了, 有一个早早辍学后一直在打工的儿子, 昨天有亲戚给儿子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那女孩子长得也干净斯文, 王东升和媳妇以及儿子看着都很喜欢。 本来姑娘和儿子谈得不错, 但是来到他的租房后, 就不乐意了。 人家明确表示, 如果两人还相处对象的话, 就必须得单独有一套全款的房子, 可以没有车, 但是一定要有房, 而且结婚的话, 男方也得拿出一笔不菲的彩礼。 王东升一家本来就穷, 他一辈子给人装潢, 当最脏最累的油漆工, 就为了多挣几个钱, 可是挣的钱总是不够用。 去年媳妇动手术, 借了一身的外债, 一直都是租房子住, 想要全款买房子, 那得一二百万。 对于王东升来说,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晚上吃饭的时候, 王东升和儿子商量, 说是不耽误人家好姑娘。 当时父子两人大吵了一架。 儿子哭得像的孩子, 说是多年前家里没买学区房, 害得自己根本就进不了好一点的初衷, 然后也没钱请老师补课, 老师考试都是考补课的内容。 后来他成绩越来越差, 考不上重点高中, 只能去技校混了二三年后就去打工, 现在好不容易能有机会找一个媳妇, 又被房子给难住了。 为啥王东升就那么穷, 穷人就不配有媳妇, 有爱情。 儿子的话, 虽然不一定全对, 但是却说的, 王东升眼泪哗哗地流, 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爷们, 眼泪就像是水龙头, 再也止不住。 他觉得自己一直很努力, 很努力地活着, 可是为什么总是这么穷? 儿子的埋怨, 他也很无奈啊。 房子都没住的, 还学区房? 动辄几百万的学区房, 是他一个月四五千的工资, 可以负担的吗? 何况,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生病的老婆, 开门七见试, 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样不要花钱, 哪一样又少得了钱? 他哪里存得下来钱, 给儿子买学区房读书? 想着怎样给儿子买婚房结婚, 所以晚上王东升不停地灌酒, 想麻醉自己, 想让自己彻底地睡过去, 不要再醒来, 因为醒来后面对现实, 他心底实在是太难受了, 他没钱没本事, 活着都觉得累。 很快, 他做了一个关于天地当铺的美梦, 梦中, 他用二十年的寿命, 在一个带着脸谱的人手里, 换到了一千万的人民币。 然后他笑醒了, 这梦可真是异想天开, 王东升打开了灯, 准备去一趟厕所后继续睡觉, 可是他的脚碰到两个箱子后, 却是一下子把箱子踢开了, 然后就看到红红绿绿的钞票, 两箱子的钱, 就像是他梦中一样。 哎呦, 疼!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的王东升,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他猛然地掐了自己一把后, 才赫然发现, 很疼, 他没有做梦。 然后下一刻, 他跑到洗手间镜子前一看, 镜子中的自己, 果然像是苍老了二十岁, 这让他的心底, 又是悲凉, 又是惊喜。 不是在做梦, 他真的用二十年的寿命, 换来的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呀, 想着孩子曾经埋怨, 他没有买学区房的话语, 王东升嘴里一阵苦涩, 自己没有给儿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那么就让这一次用寿命换来的钱, 好好地给儿子一个家。 第二天一早, 王东升就把儿子和那姑娘叫过来, 慎重其事地告诉他们, 自己当年是攒下一笔钱, 曾经把这笔钱拿来投资买股票。 现在股票大涨, 索性把这笔钱拿出来, 给他们在市中心买一套宽敞的学区房。 那姑娘听到这里, 眼睛都亮了, 笑眯眯地, 也不说分手的话, 只是恭恭敬敬地喊了, 王东升一声罢, 让王东升眼角的皱纹, 一下子舒张开来。 对于他来说, 哪怕是时日无多, 只要儿子好能早早地娶媳妇, 抱到大孙子, 他就是死而无憾了。 至于别人说的什么, 而孙自有儿孙福, 他就是一个没读多少书的老实人, 他不懂, 也不想懂, 他只想自己儿子过得好。 在王东升买房子的时候, 遇到一点小麻烦, 那就是王东升儿子的女朋友, 怂恿着他儿子, 要是真喜欢他, 真想一起过日子, 就应该把房子写他的名字。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有安全感。 要不然, 以后王东升儿子有钱了, 把他给甩了, 他又怎么办? 王东升儿子, 其实很喜欢这姑娘, 多好的姑娘, 不但长得好看, 也会说话。 而父亲有钱的话, 最好买二套, 他们那一套, 就写女朋友姓名。 另外一套, 就写他的姓名。 这样以后, 父母不在了, 连过户费什么都省下来了。 王东升也没读多少书, 而且看着人家女孩子, 都喊他爸爸了, 再加上儿子喜欢, 自己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孩子从小也没想过福。 最后, 王东升订了二套房子, 一套142的大户型, 售价是520万的金庄学区房, 另外订了一套100平的房子, 打算和媳妇一起住。 二套房子, 花了他差不多820万, 剩下还有一百八十万, 还了媳妇以前治病的一些欠账30万, 剩下一百五十万。 儿子要结婚了, 想买一辆车, 现在的年轻人谁没辆车? 而且太差的车, 儿子也看不上, 小区里的人都是奔驰宝马的, 王东升的儿子也不想太寒酸了, 索性买了一辆70多万宝马车。 这样一折腾, 王东升手里只剩下不到70多万。 新房子虽然是精装修, 但是还得添置一些家具和电器, 这样一来, 二套房子30万又没了。 这还不算什么? 儿子结婚, 媳妇那边要拿彩礼钱, 这是千百年的规矩, 王东升觉得应该给。 两家谈了几次, 最后图吉利说是给66万, 还不包括酒水钱, 王东升手里钱虽然越来越少, 但是看着儿子脸上笑容越来越多。 天天忙着结婚的事情, 对他也异常地客气, 小两口同进同出, 恩爱异常。 看这模样, 等结婚后用不了多久, 就该给他添一个大孙子了, 到时候就是死。 王东升都觉得已经值得了, 可以闭上眼睛了。 而儿子结婚后, 有房子有车子, 自己在正点前养活自己就行, 还有二套学区房。 到时候, 孩子有好学校上, 日子总归不会过得很差。 所以虽然没钱了, 王东升觉得还是很值得。 只是临到结婚的时候, 媳妇那边要十万块上车钱, 一下子把王东升儿子担住了, 只得又像以前的习惯, 直接打电话给父亲要钱。 我没钱了, 手里只有几万块, 准备留给你妈买要吃的, 你今天结婚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就不管了。 王东升觉得日子都定好了, 媳妇那边也和儿子同进同出的, 就差一道仪式了。 姑娘家, 就算是上车的时候闹一闹, 总归还是要脸的, 最后还会是他家的媳妇。 而为了儿子能娶到他喜欢的媳妇, 自己用二十年寿命换的一千万, 已经差不多干干净净了, 剩下日子怎么过, 就看儿子的了。 爸, 别人都说我家有钱, 这是故意给新娘子难看, 十万块就不肯拿, 人家说没这个钱就不上车, 说是我家没不看中他, 要是这次上车了, 以后肯定在我家没地位。 电话中的儿子很焦急, 一直劝说着, 王东升帮着拿十万块钱, 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以后会和媳妇一起好好地孝顺劳两口, 而其下不为例, 只要十万。 王东升摸摸自己的口袋, 没有十万了, 最多也就剩下七万块钱, 想了以后拿了一万块给媳妇, 剩下六万块统统都给了儿子。 六万块的上车费, 还是不能让媳妇满意, 人家觉得这是王家故意羞辱他们, 以前都那么大方, 几百万的房子全款买, 但是临到结婚, 却是给他们加一个下马威。 虽然最后媳妇好不容易娶回来了, 但是结婚当天就开始闹腾, 一直白脸色给王东升老夫妻看, 小两口开始吵架, 摔东西, 说他们欺负人等等, 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提出离婚, 而那套五百多万的学区房, 突然变成女方婚前的全款房, 跟王东升一家没有丝毫的关系。 真的离婚了, 那是女方的房子, 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甚至女方那边还要求分割王东升儿子, 买的那套一百平的小房子, 以为那个房子半正的时候, 两人已经拿了结婚证, 虽然没有白酒, 但算是婚内财产。 女方有权分享, 这还不算? 王东升这才发现, 儿子买的那七十多万车, 居然也是写女方的名字。 这车也是女方婚前财产, 至于六十六万的彩礼钱, 那是自愿以特殊意义送给女方的彩礼, 法律意义上也很难拿回来。 老实巴交的王东升一下子惊呆了,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用生命换来的一千万, 这才多久, 好像什么都不是他的。 而儿子没读过大学, 一直打工, 这脑袋好像也不够用, 根本就傻傻地不知道, 有些东西给了女方, 写了女人的名字, 真的离婚的时候, 都变成人家婚前财产, 他们居然都要不回来。 甚至因为是全款, 提着箱子去付账, 甚至找不出来网上转账给女方的流水交易金额, 而被认定这钱就是女方婚前买的。 一时间, 王东升的媳妇悲愤之下, 突然发病住院, 没有钱的王东升, 只得又借了一圈的钱给媳妇看病, 而他在医院其实也病倒了。 只有儿子, 到最后还算是有点良心, 忙前忙后地伺候他们劳两口。 躺在床上时日无多的王东升, 睁大着眼睛望着医院病房的天花板, 一时间怎么一想不明白。 没钱穷的时候, 他费尽苦心, 只想着人生中, 只要有了钱, 就可以解决他一切的困难。 有了钱, 似乎就有了幸福, 人生都远满了, 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但是他明明曾经有过一千万, 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一千万, 可为什么最后躺在病床上, 还是像以前一样, 借亲戚的钱看病, 负债累累。 围在自己身边默默伺候的, 还是那个读书少没文化, 但是心肠好说话值的儿子。 他们家, 还是缺钱。 到底, 那里出了差错, 带着这种疑惑和百思不得其解。 王东升的脑子里, 甚至又出现了天地当铺四个字。 主人, 你看那个客人, 是不是很傻? 有钱了, 却还是最后一瓶如血。 负债累累。 天地当铺里, 花月影对着一堵墙壁发呆, 在那里王东升的这几天的机遇, 就像是放电影一样, 都呈现在张凡他们的面前。 让气凌花月影疑惑不解。 这人怎么有了钱, 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变。 人活得好与坏, 是受眼界和性格影响, 跟钱的关系不大, 有钱有时候也不是万能了。 哦, 对了, 你这个能力倒是不错, 说说, 你还有什么能力? 张凡这几天都在天地当铺, 在现实中他只是个很普通的人, 穷活得也压抑。 但是到了天地当铺里, 他就变成这里的主人, 有一个有实力高深莫测的气灵丫鬟花月影, 每天都在给他讲一些关于以前天地当铺的事情。 比喻, 花月影就告诉过张凡, 天地当铺因为余期的债务太多了, 这么多年, 几乎没有客人上门, 所以我的实力也大减, 但只要这次再有三个交易的客人, 我就又能恢复一项能力了。 以前天地当铺最红火的时候, 我手下光是女丫环都有几十个, 每天都有无数的神仙, 来来往往的。 那个时候天地当铺的主人, 是三界中最尊贵的人, 谁吃了龙胆, 也不敢欠债不还啊。 那个时候, 人间的生意, 我们做得极少, 没想到天地当铺有天落寞了, 反而是人间的生意最先复苏。 三比, 只要有三比交易, 我的能力就可以恢复一点了。 听了那么多关于天地当铺的消息, 张凡也知道了不少事情, 至于花月影心心念念的三比交易, 也在张凡心底扎根了, 因为从他成为天地当铺的主人。 荣老爷子还有这个王东升, 已经有两比交易了, 就等着第三比交易上门, 他也很好奇, 完成三比交易后, 花月影又会出现什么能力? 张凡坐在桌子边, 正在看手中的那天地当铺的方印, 这东西在张凡看来, 似乎是这钱庄内最珍贵的东西, 而且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方印无论是放在那里, 只要他一去想, 方印立刻就会出现在他的手心, 甚至, 他还发现, 这东西能自己消失掉, 但是要用的时候, 他又会自己冒出来, 十分的方便。 第一次接触这样神奇东西的张凡, 忍不住兴致勃勃地把玩那个天地当铺的印章, 就听到有叮当当的风铃声响起。 主人, 有人来了, 这已经是第三比了。 花月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眼睛睁开得大大的, 一脸的惊喜雀跃, 此时, 他差点就伸长脖子, 垫着脚, 看向大门处。 没有谁比他心底更焦急的, 这么多年了, 天地当铺总算是重新有了生机, 而他也可以多恢复一项能力, 有那个能力, 他的人生都会不一样的。 这是在那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姑娘, 有些愕然地看着天地当铺几个人大字, 而他整个人似乎很茫然, 搞不清楚, 自己这是在做梦, 还是出现了幻觉。 城市里, 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钱庄,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钱庄这么古老的玩意? 而且, 这小姐姐的汉服穿起来, 可真是漂亮, 只是自己怎么就到了这里? 你是不是很缺钱? 非常非常地需要一大笔钱? 能此时, 出现在天地当铺的人, 自然都是被那十个亿吸引过来, 能被抢吸引到天地当铺来的, 都是极度缺钱的那种人。 果然花月影音说到钱, 那红衣女子眼睛都亮了, 头像鸡中米一样, 不住地点头。 对, 对, 我缺钱特别缺钱, 缺得要命, 为了钱, 我什么都可以做了。 这红衣女孩苦笑着, 不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有有钱吗? 她还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不想变坏, 可是, 她真的很缺钱, 很缺钱。 要是今天还拿不到钱, 她都愿意为了钱去做人家小三, 虽然她自己也很不齿, 可是她真的需要钱呀, 她需要一大笔的钱。 张凡观察着这个红衣女人, 她的寿命也不算是很长, 身体因为长期熬夜也不是很好, 至于她身上, 唯一让自己感觉有点意外的是, 在天地当铺里, 张凡可以看到, 漂浮在这红衣女子身体里, 有一种很特殊很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爱。 我可以给你一千万, 但是我要拿走你身上的爱, 你愿意吗? 一直在看着红衣女子的张凡开口了, 你, 啊, 那红衣女子看到张凡, 一下子用手捂住的自己的嘴巴, 她双腿不由一软, 就那样跪在了地上, 似乎张凡就是她心目中的神, 无论是她想要什么, 她捅捅的都会愿意, 何况, 人家还愿意给她一千万, 此时的她, 都在想为了一百万, 给人当小三了, 这脸谱男愿意给她一千万, 这直接让红衣女子心底砰砰直跳, 如果这是真的, 舍弃掉爱情换取到一千万, 那就是老天爷在照顾她,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用一千万来换取我身上任何东西, 包括我的爱情, 这红衣女子此时跪在了地上, 匍匐在张凡的面前, 眼神中有惊喜和决断, 为了钱她什么都可以做, 甚至自己的性命, 人家不要她的命, 只是要她的爱情而已, 那东西无比的飘渺, 有没有爱情都能活得很好, 而且现在的她无比的卑微, 有了一千万, 就可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准备合同吧, 我要她的爱情, 张凡吩咐了花月影一声, 然后她的手掌心, 很快就出现了那块天地当铺的小印章, 只要这个红衣女子答应了, 合同生效, 这天地当铺就差不多有了三笔交易, 花月影, 应该会恢复一个能力, 那红衣女子, 听到花月影的话语, 很干脆地咬破自己的中手指, 然后看着从手指间滚出的血滴, 落在了那羊皮卷上, 她的神情说不出的怪, 张凡也没说话, 掏出了那钱庄的印章, 盖了上去, 就看到一层光亮, 从羊皮卷上泛起光泽, 整个羊皮卷像是瞬间有了生命, 谢谢你们, 手里提着一千万的红衣女人, 外形没有变, 只是眼睛有些空洞, 没有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那么亮, 她离开大门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把箱子放在一边, 然后恭恭敬敬地冲着张凡跪下, 行了三个大礼, 对于她来说, 刚才的一切就是做梦都不敢想, 一千万就怎样轻飘飘地送到了她的手里, 曾经的她都想为了一百万自甘堕落下去, 可眼下, 她都有了一千万, 虽然不知道张凡是人是神, 但是她却从心底无比地感激她, 她觉得, 是不是自己感动了老天爷, 才会让她做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梦, 张凡没说话, 只是点点头, 即便是这个动作, 也让那红衣女子激动了很久, 这才转身离开天地当铺, 走的时候, 她盯着天地当铺四个字, 默念了许久, 似乎想把这些牢牢的都记在心底, 主人, 你怎么就看出来, 这个人身上最值钱的是爱情, 我看着她全身上下就没超过一千万的东西, 包括她的身体, 花月影凑到了张凡的面前, 主人戴上脸谱的时候, 看起来好威严, 让她根本就不敢怎么靠近, 不过, 等到主人把脸谱摘下来后, 她会觉得浑身都轻松起来, 你先把那女子身上的东西, 变成物品放到薄骨架上, 这样一来, 咱们钱庄里可以用来借贷的东西, 可就多了, 天地当铺原本的一些物品, 被借出去后, 余期不还收不回来, 如果仓库没有新的物品可以借贷出去的话, 这个天地当铺就根本没生意, 吸引不了钱来交易的人, 没有客人交易, 天地当铺才会越来越弱, 主人, 看我的, 花月影喜滋滋地看了手中的一个瓶子, 那个瓶子里似乎装着一团五彩云朵, 这就是那个红衣女子的爱, 花月影响了响, 赶紧找来一些水, 直接倒了进去, 只看到原本纯净的水落到瓶子里后, 就渐渐变了颜色, 隐隐有五彩斑斓闪动, 但是, 你仔细去看, 又看到的是一瓶纯净的水, 主人, 给它取个名字吧, 以前这东西都是用酒来制作, 现在天地当铺没有酒了, 只能用水来代替, 嗯, 就叫红颜吧, 并不是每个人都喝酒, 但是所有人一定会喝水, 张帆笑着来了一句花月影见岩形式, 赶紧摸摸, 然后写下红颜二个字, 那自己秀眉好看, 让张帆有些羡慕, 自己写出来的毛笔字, 像狗爬, 实在是有些遗憾, 以后有机会要多练练, 不然, 真拿不出手, 屋子里有刺鼻的劣质酒味, 将潮云皱眉, 他又喝酒了, 喝了很多很多酒, 最近他一直醉生梦死想麻痹自己, 可是有用吗? 缺钱, 也不能这样一蹶不振, 哎,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帮这个男人, 刚才他还做了一个美梦, 一千万, 真有了一千万, 阿天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想到这里, 江潮云把灯打开了, 却目瞪口呆看着眼前, 摆放整齐的二大箱子前, 整整一千万, 这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啊, 刚才不是在做梦, 一千万, 他真的有一千万, 这一千万, 是一个带着脸谱的神给他的, 好像说是, 用来买他的爱, 哎, 他还有爱吗? 穷人还配谈爱吗? 此时江潮云只知道, 有爱帮不了阿天, 但是有钱一定可以帮阿天, 这个男人不应该这样消沉下去, 他应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拿着这些钱, 他才可以东山再起, 江潮云一脚踢开了阿天的房门, 打开了灯, 却看到乱糟糟的屋子里, 斜躺着一男一女, 他们都醉醺醺地衣不遮体, 甚至搂抱在一起, 异常地刺眼, 看到这一幕的江潮云闭上了眼睛, 三秒钟后, 却是睁开眼睛, 冷静地喊了一声, 阿天, 起来, 你要的钱来了, 让那个女人滚, 说这话的江潮云, 把手里一个箱子, 往地上一甩, 就看到那箱子盖子被撞开了, 从里面撒出一堆的百元大钞, 烙得一地都是, 床上醉醺醺的阿天, 本来是头痛欲裂, 看到江潮云这样, 真要发火大骂, 却突然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些钱, 那么多, 居然有一箱子, 这足足有好几百万吧, 真有了这么多钱, 足以让他东山再起, 让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可以还清那些债务, 不用再躲在这个小出租屋里, 醉生梦死, 跟一些女人私混, 昭云, 给我的,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 最好, 昭云, 谢谢, 谢谢, 还不给我滚蛋, 阿天最后一句话, 是冲着床上那光溜溜的女人, 喊的, 只要他有钱了, 就可以东山再起, 再也不会跟这样的女人私混, 他需要的是, 能给他带来钱, 带来利益的女人, 比喻一直对他死心塌地的昭云, 想到这里, 阿天一把搂过江潮云的腰, 被阿天亲热地搂在怀里, 本来应该是江潮云一直的梦想, 可是现在他说不出来的感觉, 似乎心情很平淡, 似乎自己已经没有了感情, 他不喜不悲, 很平静, 江潮云心底很慌, 可是看看阿天看到那些钱时, 脸上的狂喜,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 阿天好, 他就好, 主人, 这个红衣女人好奇怪哦, 为什么他看到阿天身边躺着别人的人女人, 他居然不生气, 还这样帮助她, 甚至出卖自己的爱, 换来的钱都给了这个男人, 花月银有些呆呆地看着墙壁, 他是气灵, 懂很多东西, 却唯独不懂人间的情感, 他实在是想不懂, 这个红衣女子的言行真的很奇怪, 看不懂不能理解, 还是说天地当铺最近几十年都没什么客人, 他这个气灵已经跟不上别人想法思维了, 花月银有点糊涂, 却见张帆用力地咳数了二生, 我记得天地当铺要是有三个交易的客人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恢复一项能力, 那个红衣姑娘应该已经是第三个客人了, 我倒是好奇, 你到底恢复了什么能力, 张帆一直都在纳闷, 这个花月银到底恢复了什么能力, 要知道, 按照花月银的说法, 那就是他曾经有很多能力, 随着天地当铺的落寞, 很多能力渐渐消失掉了, 能力, 是恢复了一点, 那就是现在我可以随便进出天地当铺了, 花月银的语气有点怪, 张帆心底一喜, 他想起花月银带着自己去广寒宫的情景, 这样说, 咱们可以去天亭了, 我, 不能, 只能去人间, 那, 好鸡勒, 你以前不是能去天亭吗? 现在恢复的能力, 只能去人间, 张帆有些失望, 他还念念不忘花月银带着他在踩着云朵的情景, 谁知道, 只能去人间, 主人, 我陪你去人间吧,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出过天地当铺了, 短时间内, 我也去不了天亭, 收不了那边的债务, 不过, 我们可以查一查人间的业务呀, 说不定, 很快我们可以再去广寒宫, 这一次, 可不能让嫦娥给溜走了, 花月银说起人间, 倒是有些憧憬, 随着实力的下降, 带着张帆走了一趟天亭, 就差点要了半条命, 去人间正好休养生息, 张帆本来就是, 就是人间的, 被误打误撞, 成为天地当铺的主人后, 其实心底, 还是最认可人间, 听到花月银的分析, 马上答应了, 这一次在人间, 只不过多了花月银而已, 他手里还有荣家, 给的九个多亿, 顺便找一个幽静的宅子, 坐等着生意上门就好, 原本的张帆, 在一家公司上班, 朝九晚五的内部说, 工资除掉房租后, 一年也难以攒下一点钱, 这会手握巨款, 在江城找房子的时候, 就变得有些挑剔了, 别墅环境好, 但是没人气, 总是冷冷清清的, 市中心的小区房, 实在是吵闹得厉害, 楼上炒点辣椒, 楼下就会被辣椒枪的不住地打喷嚏, 张帆也不喜欢, 而那介绍他们买房子的中介, 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带着他们到处去看楼盘, 而张帆总是不点头, 觉得不满意, 哥呀, 你们倒是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心底预算价格是多少, 五百万的以上的可以吗, 能全款吗, 穿着整齐的中介平头里程, 笑着打探他们的底线, 毕竟这两个人太年轻了, 而且, 女孩子漂亮得过分, 偏偏对着男人, 却异常尊重客气, 那感觉不像是情侣, 也不像是小蜜, 反正有点怪, 这样的两个人, 这么挑剔, 能拿得出来一笔巨款吗, 毕竟, 江城满足他们条件的房子, 可真不多啊, 此时, 他们正抄近路, 走在江城一条青石板的老街上, 这边都是二十年前的老房子, 但是这些房子楼层不高, 下面一层可以做生意, 上面二三层可以住人那种, 钱不是问题, 多少都可以全款, 这条路我们走了好多遍吧, 就这一家, 你看看房子卖不卖, 我挺喜欢的, 张帆站在这条街尾的一个房子面前, 停下脚步, 这里有一个小院子, 铁衣栏杆上, 爬满了那种月季, 还有一块橙红色的三色梅, 从一楼的院子, 直接爬到二楼三楼的窗户上, 形成一大片橙红色的花海, 这个七八十平的院子里, 种满了花, 里面是一家咖啡店, 院子里放着一张防抚木的桌椅, 旁边是一个鞦韆架子, 旁边还有一个雨伞状的桂花树, 树荫几乎铺满了半个院子, 这样坐在桌椅上, 根本就不怕晒伤了, 而且, 这条街道不是那种繁华的步行街, 行人不是特别多, 但是也有几分热闹, 有几分烟火气息, 张凡觉得要是在这里住, 就刚刚好, 因为花月影曾经和他提到过, 想要有个小院子, 这, 这里房子看着不是新房, 但是价格可不便宜, 一栋怕得千万了, 里程有些惊愕, 这样二手房其实喜欢的人并不多, 要价高, 但是却不好卖出去, 一般人更喜欢崭新的学区房或者地铁房, 像这个客人这样的要求, 他是第一个碰到, 没关系, 一千万可以买, 你打听一下就好, 我喜欢这里, 实在是不行, 就租过来, 你们业务也包括给客人租房子吧, 张凡指了指着院子门上挂着醒悟的大字, 整体出租, 这房子是要出租的, 那就好办了, 这里程笑笑对张凡也是刮目相看, 一千万, 全款, 关键是还这么年轻, 哪怕他见过很多买房子的客人, 可像张凡这样的还真的是土豪, 隐形的土豪, 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好, 先生你放心, 你的意思我明白, 那就是先租, 我去套一下房东的话, 告诉他, 租房子没有卖到房子划算, 要是人家有一项卖, 我会帮你砍价的, 这里程是精神抖擞, 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 那可不得了, 一千万的提成都非常多的, 所以他得把这件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办, 果然, 没过多久, 张凡就接到了里程的电话, 表示那处房子已经搞定了, 九百万, 人家要全款, 全款后, 可以马上拎包入住, 买了, 就那房子了, 有钱就是好办事, 不过付款签字,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了中介去办, 在第二天的时候, 张凡和花月影就住到那栋房子里去了, 这房子原来是开咖啡店的, 里面还有一些九成新的桌椅, 张凡索性也没有搬走, 留下了一些, 然后让花月影弄了一个木刻的扁, 放在一楼的大门边, 天地荡破, 然后里面收拾一下, 就成了喝茶休闲的地方, 而二楼花月影住下了, 三楼则是张凡住在上面, 一层楼有一二百平, 宽敞得很, 而且里面都是装修好的, 直接就可以住进去, 相当的方便, 这对于张凡来说, 是再好不过, 而且很快张凡发现, 花月影在一楼种了不少的多肉植物, 一盆盆地摆放了不少, 他甚至还乐滋滋地, 在那边挖土种多肉植物, 那动作和欢喜的神态, 导向是发自内心无比的欢喜, 看得出来, 花月影很喜欢这地方, 张凡长须一口气, 天地荡破没有生意, 契林实力下降, 去一趟天庭都受伤了, 这一次回到人间后, 就是为了找一处地方让他养伤, 慢慢恢复实力, 心情好, 应该能让花月影实力变得强大, 而契林强大了, 他这个主人自然好处多多, 想到这里, 张凡笑了, 心情格外好, 清晨有阳光照射进来, 张凡不用起床, 就可以看到爬到窗户边的, 那开灿烂若昭霞的霉红色的三色霉, 这花开成一大片, 太壮观了, 不时有小蜜蜂或者蝴蝶飞过, 从楼上下来, 花月影已经弄好了早餐, 等着张凡, 那是一份牛肉面, 还有豆浆油条等, 是花月影特意去这条街买来的, 这条街上虽然不热闹, 但是吃喝休闲的地方都有, 有早餐夜宵店, 也有咖啡茶楼, 而且老街因为人不多, 都是一些年纪大典的客人, 所以这边的生活节奏, 似乎要比外面慢很多, 早晚不少六弯斗鸟的人, 晃晃悠悠地从这边走过, 很有烟火气息, 加上那一强的月季花, 还有爬上楼的三角梅, 还有桂花树, 以及桂花树脚下种的那大片的绣球花, 都让花月影特别地喜欢, 所以, 给张凡买完早餐后, 他高兴地说道, 这院子很大, 花太少了, 我有空多种一些花, 看着这些花开得热闹, 我很喜欢, 人间, 已经很多年没来了, 花月影是天地当铺的气灵, 在天地当铺快要消亡的时候, 被困在里面很多年, 好不容易来到人间休养生息的时候, 就琢磨着, 把这个小院子弄得美美的, 随你啊, 别把自己本职工都忘记就好, 多做一点生意, 你的能力早点恢复, 那样, 我们也可以早点, 去广汉宫中找嫦娥, 还有找那个女儿国的国王, 张凡有点遗憾, 上次没看到嫦娥, 只看到了玉兔, 一个玉兔就那么美, 差点让她的眼睛看直了, 那嫦娥不就更美了, 这天上人间最美的仙子, 究竟美到什么程度, 还是挺让张凡挂念的, 殷殷殷, 记住了, 花月影殷殷殷的点点头, 表示自己记住了, 绝对不会误了正事, 而张凡用过早餐后, 去了天地当铺, 说实话, 她对于和自己交易的三个客人, 还有些牵挂, 也不知道现在一个个都怎么样了, 荣家的老宅里, 荣老爷子精神非常好, 但是脸上却不怎么高兴, 一边的荣志康正在说话, 陈家是完蛋了, 很多和他们家族做生意的老板, 都主动和我联系, 表示不知道陈家为人卑鄙, 现在已经取消和他们合作, 以后不会再联系了, 你要我们注意的那张黑卡, 只是在一个银行, 被提取了十多亿的现金后, 再没有别的动静,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全城都在调查那个使者张凡, 说来也奇怪, 这个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至今没有消息, 荣家虽然交到了荣志康的手里, 但是荣家还是荣老爷子说了算, 所以他醒来后, 把寻找张凡当成了重中之重, 可是这个张凡就像是消失了, 再也没有一丝的消息, 这让人很惊讶, 现在荣家都在寻找张凡, 因为荣老爷子很担心, 非常的担心, 梦中那个让自己起死回生的地方, 他想再去一次, 可是他找不到天地当铺, 唯有找到张凡, 或许还有一线的机会, 所以张凡被荣老爷子当成了救命稻草了, 找,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先使, 而且记住, 千万不能得罪使者, 不能让他不高兴, 这一年内, 寻找使者是咱们最重要的事情, 至于陈家, 跳梁小丑而已算什么东西, 荣老爷子有点焦急,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凡, 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天地当铺, 不行就再次增加人手, 在江城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周边几个县级室都可以一一寻找, 只要他活着, 就不会放弃寻找张凡, 因为, 那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 让王东升神思恍惚, 他依稀地记得, 自己的寿命不多了, 因为自己已经用余生几十年, 换到了一千万, 现在一千万也完了, 还欠下亲戚朋友一大笔的钱, 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没钱的时候穷, 缺钱, 有钱后, 好像也是穷, 缺钱, 老王, 我和儿子商量着, 把他名下的那套小房子卖掉, 还债, 然后我们再去租房子住, 那女人那边也一直在要钱, 说小房子有他一半, 王东升的老伴还在叹气, 看看坐在那里, 一声不吭, 低头的儿子, 直叹气, 真是怒气不争, 这孩子太老实了, 大房子写的是女方名字, 车子也写的是女方名字, 都是没拿结婚证买的, 全款, 也提供不了一点信息, 能证明是他家拿的钱, 甚至女方还说, 他们老王一直打工, 哪有这么多钱, 包括儿子现在的小房子, 是婚后夫妻共有财产, 他至少有一半的财产, 弄得儿子一个劲抱怨, 当初那个介绍的亲戚, 实在是太坏了, 给他们家弄来一个狐狸精, 害死人了之类的话, 不, 别卖了, 卖了房子, 你们就没地方住了, 不卖不行啊, 那女人要打官司, 医药费要给, 还有亲戚的钱要给, 我们算了一下, 卖掉房子后, 我们最后还能拉一二十万, 不行, 我们就带着这些钱回老家, 老王媳妇, 只是抹眼泪, 大城市就不是他们待的地方, 在这里苦了一辈子, 眼看有了自己的房子, 谁知道最后还是要卖掉, 有二十万回农村, 也饿不死, 说不定, 儿子还能说一个农村的媳妇, 到时候有了第三代, 生活才更有希望, 哎, 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死了, 你们随意, 王东生叹着气, 人家给了他一千万, 可是最后, 他的命也没有了, 说不定那二十万最后也留不住的, 要是一开始拿着钱回老家, 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 自己的儿子不成器, 读书少了, 手里拿着那么多钱, 太容易被人骗了, 所以啊, 他们穷, 不是缺钱, 是缺心眼呀, 太老实了, 怎么就看不出来, 人家女人想骗他们, 想到这里, 王东生的眼泪哗哗地流, 只觉得此时, 生和死对于他来说, 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他的生命, 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张凡看着王东生躺在病床上, 哗哗地掉眼泪, 心底也有些低落, 很快, 他目光又看向那个叫江昭云的女人, 江昭云,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阿天, 家里很穷, 穷到什么地步, 母亲的手残疾了, 父亲是低男, 奶奶是驼背, 一家人就他一个是正常人, 一家人吃着低饱, 最值钱的就是家里的电饭包, 还是别人好心送的, 当初将昭云要跟阿天, 被他母亲知道后, 把他关在家里一个月, 一直到江朝云表示, 以后再也不会跟阿天了, 已经把他忘记后, 才把他放出来, 而当时的江朝云偷拿自己的身份证, 还有几套换洗衣服, 带了自己攒下的五千块钱, 义无反顾地离开那个温暖的家, 跟着阿天来到了江城, 开始两人在一家饭店打工, 为了省钱, 直接在饭店的仓库, 搭了一个小床住下, 冬天冷夏天热, 两人依旧是苦中作乐, 半年后, 他们攒钱自己开了一个小苍蝇店, 没想到生意越来越好, 一年后就租了比原来大几倍的地方做餐馆, 然后不到三年时间, 他们在江城开了三四百坪的一家酒楼, 生活是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阿天也把父母接过来照顾, 两人商量着去江家提亲, 办一个热闹的婚礼, 但是没想到一场大火, 把酒楼给烧掉了, 那酒楼是他们租的, 房东只索赔三百万, 偏偏这一场大火, 已经把他们仅有的家当全部都烧没了, 他们再一次回到S, 这一次江昭云没垮掉, 但是阿天却垮掉了, 一只消沉醉生梦死, 甚至为了刺激去找战阶女, 还故意让江昭云看到, 就是为了赶走她, 这样大不了最后她一个人去坐牢, 这么多债务, 足以压垮一个男人, 江昭云不想阿天坐牢, 他甚至想起曾经给他打电话的男人, 表示可以用钱包养他, 他缺钱, 极度的缺钱, 为了阿天他已经背叛父母, 为了阿天他吃了那么多苦, 努力了三年, 也辛苦了三年, 他把阿天看得比自己都重要, 大雪天为了省钱, 吃馒头喝冰渣紫水, 身上因为辛苦过度, 已经有了风湿病, 可这些他都瞒着阿天, 直到去了天地当铺, 拿到了那一千万, 有了这笔钱, 将昭云索性把那房子买下来, 然后重新装修, 再陪着阿天东山再起, 期望着, 有天能带着他衣锦还乡, 让阿天风光地取他进门, 能告慰父母,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叮当当, 叮当当, 有一串风铃声传来, 正在那堵墙上, 看江朝云重新整修饭店的张帆, 抬起了头, 大门口处的风铃无风自动, 有客人来了, 你去准备一下, 有客人来了, 张帆意念一动, 花月营已经出现在了这天地当铺里面, 并且站在了张帆的身边, 并且手上还拿着一支毛笔和账本, 此时天地当铺里有钱, 有生命, 有爱情, 三样货物, 不知道这来的客人, 到底想要什么, 而一张脸谱已经戴在了张帆的脸上, 天地当铺,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不是要去卖肾吗, 一个头上染着一撮红色爆炸头, 身上穿着花裤子的年轻人, 吃惊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他看起来只有一二十岁, 浑身都充满了活力, 卖肾, 多少钱你愿意卖掉一个肾脏, 花月营的眼睛扫了一下那年轻人, 突然扬声喊了一句, 这人既然进了天地当铺, 又要卖肾, 那就说明这人是被天地当铺的钱才吸引来的, 果然那年轻人本来还在疑惑, 自己明明是要卖肾, 可是下一刻却出现在这样一个诡异的地方,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一个美丽无双的姑娘, 问他卖肾需要多少钱, 他想到自己曾经联系的人, 谈好卖一颗肾, 二万块, 所以就会犹豫一下, 五万块, 五万块钱我就卖给你, 一颗新鲜的肾脏, 你看我多年轻, 我什么毛病都没有, 身体好得很, 那男人说到这里的时候, 还故意伸出自己的胳膊, 比划了一下, 那意思是, 自己身体非常好, 他还准备把外套脱掉, 露出自己强健的上身, 可是一看在上尾坐着一个戴着脸谱的男人后, 心突然怦怦直跳, 喉咙紧张地发干, 膝盖一软, 整个人就跪在了地上, 浑身发抖, 只觉得自己刚才想要脱掉上衣的行为, 简直鱼不可及, 那是对脸谱人的一种亵渎, 他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生怕自己刚才的动作, 让脸谱人不快, 给你十万吧, 签合同, 张凡一直盯着这个年轻人, 他这一身打扮, 看起来就像是嬉皮饰, 而且有些另类的装扮, 看起来是和别人有些格格不入, 不过, 这人倒是没说假话, 他的身体确实很强壮, 得益于他的年轻, 他的肾脏也是特别好, 只是五万块就要把肾脏卖掉, 不知道是傻还是疯了, 哪怕一个人是有两个肾脏, 摘掉一个是不会危及生命, 但是怎么就有人为了几万块钱, 摘掉自己肾脏, 不过, 这天地间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年轻人, 既然被天地当铺的钱所吸引, 想荡掉自己身上的肾脏, 只要五万块, 自己多给他一倍的价值, 给他十万, 啊, 十万, 好好, 好, 合同在哪里, 我签, 我签, 本来那年轻人十分惧怕张凡, 跪在地上, 一直连大气都不敢出, 更不要说抬头了, 但此时, 一听到张凡说道, 给他十万块, 他乐得说话, 都哆嗦起来, 终于抬起头看张凡, 开心得不得了, 十万块钱, 比他开始, 和别人谈的价钱, 足足翻了五倍啊, 原本他以为卖肾, 只能卖到二万块, 现在有人给他十万, 不卖是傻瓜, 傻瓜, 这钱真是太好赚了, 所以花月影拿来羊皮卷的时候, 他是飞快地按照花月影的要求, 咬破中指, 在羊皮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夜空, 主人, 请你用印章, 花月影帝过来一个羊皮卷, 这合同, 只有张凡盖上天地档铺的印章后, 才能自动地生效, 才会被这天地档铺承认, 而这个夜空当初的肾葬, 天地档铺会自动地寻找需要他的交易人, 张凡的印章盖下去后, 这羊皮卷像是水波纹一样, 荡起阵阵波浪后, 像是活了过来, 而吃惊看着这一幕的夜空, 突然看到花月影, 一直盯着自己看, 看得他毛骨悚然有些不自然, 然后勉强挤出一点的笑容, 眼前却突然一黑, 他人晕倒了, 等到再一次醒来后, 夜空也不知道在哪里, 只是觉得身上有点疼, 不舒服, 有一种很虚弱的感觉, 而且他感觉身体空空的, 身上好像给割掉了什么一样, 少了一样东西, 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好像在肚子上有一道疤痕, 在床头柜子上, 整整齐齐的一捆百元大钞放在那里, 一共是十碟, 十万块, 我有十万块了, 十万块, 夜空心中是一阵狂喜, 喜得差点扯着了自己肚子上的肉, 然后他一把, 按住有些疼的肚子, 一只手去拿那些钱, 开心得不得了, 甚至用手不停地点着那些钱, 此时他眼睛中只有钱, 剩下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有人一条命也就值十万块钱, 他人没死命还在, 手里还多了十万块, 这已经就很好很好了, 这人可真傻, 他又不是神仙, 没有一颗肾脏, 还可以再长出一颗来, 居然十万块卖掉了, 不, 应该说他开始只想二万块卖掉, 花月影嘟囔了一句, 擦了擦自己的一双手, 虽然上面的血子早洗干净了, 但是他还是觉得有点脏, 血乎乎的肾脏, 他看着有点恶心, 可是这样的脏活累活, 他可不敢让主人来, 所以, 这回只敢抱怨那个夜空, 就是一个笨蛋傻瓜, 没见过这样的傻瓜, 把自己身体的器官, 换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纸, 真是傻得不可救药, 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容老爷子用钱买寿命, 因为在很多人眼里, 钱是特别好的东西, 你没看到吗, 因为有了这些钱, 天地当铺的生意都好了许多, 这人傻不傻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后悔的, 而且我敢打赌,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万分地后悔, 张凡很肯定地来了一句, 肯定傻, 我都看不懂这些人类, 咋回事, 以前天地当铺那么多好东西, 可是, 没有人来交易, 现在当铺里不过多些花花绿绿的纸票子, 被吸引来的人倒是多了, 花月影是真不明白, 早知道钱能吸引那么多人, 他早想办法弄一些过来吸引人气, 可惜啊, 这个道理, 自己一直不大懂, 还是主人厉害, 懂得普通人的心思, 张凡听着花月影叙叙叨叨地说着话, 一转身就把脸上的脸谱给取了下来, 然后转身穿过了一堵墙, 就来到了那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老街, 他走到院子里, 看到郁郁葱葱的桂花树, 又闻到空气中有牛肉的味道飘过来, 好像有餐馆在煮牛肉火锅, 这味道, 闻着, 让人食指大动, 花月影, 一会我们去吃火锅, 好嘞, 不过让我先把这盆花种下来, 花月影嘴里答应着, 手里抱着一大盆开得很鲜艳的长寿花, 这花个头不大叶子宽厚实, 配上密密麻麻开放的花朵, 煞是好看, 花月影目光到处看, 他打算把这颗长寿花种在了月季花的旁边, 挖坑种下赶紧浇水, 每一个环节看起来都小心翼翼, 全神贯注, 看得在一边的张凡都快惊呆了, 这个花月影是天地当铺的气灵, 这, 这都种起花来了, 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看着他喜欢就好, 张凡倒是很有耐心地看着花月影, 把这颗长寿花种好后, 两人一前一后闻着香味, 直接找到这条老街上一个餐馆, 我家小馆, 餐馆的名字倒是朗朗上口, 让张凡一下子就很喜欢, 关键是, 这家小馆距离他们家不远, 要是合适的话, 以后完全可以当做他们家的厨房, 早中晚都可以在这里解决, 这条老街的人流量不大, 这就注定了这家餐馆生意不会特别好, 所以张凡他们进去的时候, 七八十平的地方, 稀稀拉拉的, 只做了二三桌, 这家餐馆内都是用原木装修的, 看起来很简朴, 但是异常干净, 清清爽爽的环境不错, 张凡和花月影选了一个 靠窗户的位置坐下, 这窗户外面中了一丛竹子, 输影横斜看起来很有几分诗情画意, 看着桌子上的菜单, 张凡点了一个白切鸡和青菜, 还有一个牛肉火锅, 没有白切鸡, 没有青菜, 那就来两个凉拌菜, 或者来一个烤鹅, 没有凉拌菜, 也没有烤鹅, 面无表情的服务员, 让一边的花月影都有些吐槽, 这服务态度也太差了, 一个笑脸都没, 而且这点菜, 一连点了四个菜, 都没有, 那就来盘麻婆豆腐, 来盘石令蔬菜, 这总有吧, 也没有, 那你家有什么, 今天只供应牛肉火锅, 有一个青菜的配菜, 别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这菜单放在这里干嘛, 哪怕好脾气的张凡, 这一次也有些生气, 自己花钱想吃点别的菜, 居然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开什么餐馆, 还我家小馆, 我家小馆里面什么菜都没有, 让人怎么吃, 让人怎么把它以后, 当成自己家的厨房, 每天来用餐, 今天老板高兴, 只做这道菜, 不喜欢出门左拐, 客人请便, 要吃, 只有牛肉火锅和一盘配菜, 成会二百八十八, 这服务员几乎没啥表情, 难怪生意这么差, 张凡都准备起身, 却见花月影拦了一下, 哀求张凡, 主人, 这牛肉的味道好香呀, 吃吧, 就这家, 那你给钱, 嗯嗯嗯, 哪次又不是我给钱, 花月影有些委屈, 自己主人干啥都扣门, 所以, 钱一直都是他在给, 关键是, 主人还不拿钱出来, 哎哎哎, 他渴着那命苦呀, 这盼望了那么多年, 天地当铺好不容易有个主人, 却抠门地要命, 要不是他以前在人间游荡的时候, 喜欢顺手买的玉坠, 簪子什么的, 这回肯定也是穷得没有钱吃饭了, 花月影给了二百八十八元, 然后等着这家老板兼厨师上菜, 张凡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 这熙熙落落坐的几桌客人, 所有人的桌子上, 只有一道菜, 那就是, 一个牛肉火锅外带一盘配菜, 剩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甚至想喝点酒水, 都得自己跑出去去买, 好在在这吃饭的人, 似乎都知道这老板的怪脾气, 谁也没多说什么, 都是老实地先给钱, 然后再自己去买饮料和酒水, 就着这端上来唯一的一个火锅喝酒, 这家餐馆真怪, 我去弄点果汁来, 花月影这些天跟着张凡买房子, 说实话, 对于这个世界已经在慢慢适应, 但还是觉得有点想不通, 还有做生意的老板, 可真人性, 可是这家的牛肉, 真的好香啊, 一大盆的火锅端上来, 下面的火焰燃烧着, 红色的牛肉翻滚着, 大块的牛肉散发的香味, 直往张凡的鼻子里钻, 真香呀, 一大盘的香菜也被端上来了, 火锅里不但有牛肉, 还有胡萝卜打底, 看着分量特别多, 等到花月影拿来二三瓶果之后, 两人开始享用自己的午餐, 今天能不能给来只烤鸡? 不能, 我多加一倍的钱, 五百块, 让做一只烤鸡行不行? 张凡隔壁一张桌子边, 有人在询问服务员, 能不能点菜, 来一只烤鸡, 毕竟上次来这家吃的烤鸡, 味道特别的鲜美, 不行, 今天只供应牛肉火锅, 外带一盘青菜, 成会二百八十八, 如果不喜欢, 请出门诱拐, 那边有家餐馆可以点菜, 这女服务员, 其实就是一个大妈, 三四十岁胖胖的, 关键是态度还不好, 一副想吃只有牛肉火锅, 不想吃请出门的态度, 张凡和花月影也算是见识了, 不过她们是被牛肉吸引的, 所以留下来吃饭, 而隔壁桌子, 这情侣则看着像是特意来点烤鸡吃的, 但是却被告知今天没烤鸡, 只有牛肉火锅, 外加一盘青菜, 爱吃不吃, 媳妇, 要不我们去别家吃烤鸡, 这牛肉火锅看起来有些辣, 你不是怕脸上长痘痘, 一直不吃辣椒吗? 那桌的那客人有些犹豫, 在劝说媳妇出去吃, 毕竟她们来是为了吃烤鸡, 上一次在这个店里吃的烤鸡, 媳妇念念不忘, 觉得十分的美味, 这一次特意早早地过来, 就为了再尝一次烤鸡, 算了, 闻着这牛肉好香, 应该也不会很辣的, 咱们今天不吃烤鸡了, 吃牛肉火锅, 隔壁那桌的女客人, 却是打算留下来, 就吃这家的牛肉火锅, 而且, 她们也知道规矩, 先负账, 再等着上菜, 外面又有人进来, 却被服务员拦住了, 对不起, 今天中午的菜已经卖完了, 打烊了, 下次请赶早, 郑家起一大块滚烫牛肉, 等待她冷下来的张帆, 忍不住扭头去看门边 被那服务员拦住的几个客人, 这偌大的餐厅里, 只有五桌客人, 而且每桌客人全部都是一样的菜肴, 就是牛肉火锅外带一盘青菜, 关键是, 这才五桌, 这家店就不做生意了, 这开店的, 也太任性了, 关键是, 这也太简单了, 张帆甚至猜测, 这家店的老板, 只用煮一大锅的牛肉, 然后让人洗一些青菜, 就可以做生意了, 关键, 价钱也不便宜, 二三个人分量的牛肉, 加萝卜的火锅, 一盘青菜, 差不多三百了, 不能点菜, 不卖饮料, 价钱也贵, 关键是还限量, 真是没法理解, 这酒馆老板, 也是一个怪人, 张帆在心底骂了一句, 然后把已经吹冷的牛肉, 放进了嘴巴里面, 入口麻辣鲜香, 而爽口的滋味, 让张帆瞬间平住了呼吸, 呼呼, 好吃, 太好吃了, 难怪这家老板任性, 张帆呼呼二声, 只觉得口中的牛肉, 爽滑有嚼劲, 味道好的, 让他心底瞬间觉得, 应该收回刚才对这家餐馆老板的偏见, 这牛肉, 实在是太好吃了, 好吃的, 让他差点把舌头都吞下去了, 虽然以前也舍不得吃这么贵的牛肉, 但是张帆发誓, 这是他活了二十年来, 吃过最美味, 最让他难以忘记的一次牛肉火锅, 虽然, 看着红油一片, 但是真的不辣, 不但不辣, 还有些爽口, 牛肉的那种鲜香, 完全地融入到汤汁里面, 再加一点香菜进去, 在汤汁刷三五下后, 看着香菜的叶子变色后, 捞起来吹一吹放入口中, 香菜的独特的香味, 加上混合牛肉的汤汁味道, 集中美味夹杂在一起, 让张帆之觉得, 时间的美味不过如此, 人生最快乐的不过是吃喝, 而这家简单的牛肉火锅搭配的香菜, 就已经是人间美味, 只搭配一盘香菜, 就已经是人间最美味的食物, 香,真香呀, 实在是太香了, 牛肉火锅搭配香菜, 实在是太美味了, 一时间张帆都有些词穷,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眼前这盘牛肉火锅, 只觉得, 今天选择我家小馆, 实在今天最正确的, 哪怕只有一个菜, 也值得自己奔波几十里路, 此时他甚至有点庆幸, 自己选择这条有烟火气息的老街, 就冲着这家小馆, 张帆感觉到, 以后自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到时候, 让花月影一直盯着这家小馆, 只要他家开门, 自己就来吃, 哪怕只是限量五份, 他们隔得这么近, 绝对能抢到一份, 何况, 听刚才隔壁那桌客人的意思, 这家小馆的老板, 似乎每次推出来的美食, 并不是都一样, 有时候, 人家还会烤鸡, 甚至还有其他的美食, 一想到这里, 张帆的心情就格外的不错, 而一边的花月影, 在尝过第一口的牛肉后, 也什么事情都忘记了, 他不住低着头, 从锅里捞出来牛肉, 放在碗里, 然后等着他们摊凉,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大口大口地吃这些美味无比的牛肉, 有好东西吃, 那实在是太幸福了, 想哭呀, 张帆也没说话, 也是低头捞牛肉吃, 很快他发现牛肉不多, 但是那种煮的胡萝卜, 似乎很鲜香, 而且数量不少, 他赶紧捞胡萝卜吃, 正在忙碌的时候, 张帆突然发现, 厨房那边的门似乎开了, 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等到他抬眼看的时候, 不由吃了一惊, 从厨房里面走出来一个绑着马尾, 穿着体恤衫的美女, 长腿显得特别高, 足有一米八的样子, 就是怎么身材看起来很平, 平得有点反常, 哦,不对, 这是个男人, 只是因为身材纤细, 绑着马尾耳朵上打着耳环, 看起来像美女而已, 其实就是一个爷们, 那从厨房里出来的, 果然是一个爷们, 没胸没屁股, 但是瓜子脸, 浓眉, 皮肤也特别好, 就是那种一般美女站在他旁边, 都想自杀的那种, 因为一个女人, 长得都没人家男人好看, 关键这男人还会炒菜, 做出来的美食, 简直让张凡都为之惊叹, 那老板走出来, 瞥了一眼餐厅里的几桌子客人, 目光却是落在了花月影的身上, 眼神有些惊讶, 似乎没想到有一天, 在自家的小馆内, 居然可以看到, 质量如此高的小仙女, 比自己漂亮的女人, 可不多, 不过那人目光, 只是在花月影身上, 只停留了一下后, 马上去了后院一个浴室, 没过多久, 一个扎着马尾, 右耳戴着耳环的精致男人, 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内, 和张凡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不同, 此时他刚沐浴过, 身材高挑气质冷清, 但是脸上的皮肤, 嫩滑的就像是包皮的鸡蛋, 而且他那精致的眉眼, 比电视上明星小鲜肉, 看起来都要好看, 难怪张凡发现, 本来几桌吃饭的客人, 此时一大半人都惊讶地看着那老板, 露出呆呆的神情, 不是光女人看傻了, 露出自愧不如的表情, 男人也看呆了, 实在是想不通,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看的男人, 真是男人帅起来, 好看起来还真没有女人什么事情, 张凡突然想起古代传说中的美男, 传说中的潘安, 历史上说他奇人滋容济好, 神情一家, 说他年轻的时候, 坐车到洛阳城外游玩, 当时不少妙龄姑娘见了他, 都会怦然心动给他一个回头绿, 有的甚至忘情地跟着他走, 因此长下的潘安不敢上街, 更有的, 怀春少女难以亲近他, 就用水果来投掷他, 每每满载而归, 于是民间就有了智果迎车之说, 而另一个美男子卫戒, 是历史上唯一因为太帅了, 而被人看死的美男子, 江东人士听说来了的大明星, 人山人海地为官, 挤得卫戒举步艰难, 使他一连几天都无法好好休息, 最后却因为身体孱弱, 一并呜呼, 对于这些传说中的美男, 张凡其实是嗤之以鼻的, 男人就算是再好看, 又能有多美, 至于这么夸张吗? 被人山人海看死, 但是看到这个我家小管老板, 张凡突然觉得, 古代那些美男子应该都是真的, 因为他今天亲眼看到过一个美男子, 喂, 你夹着菜, 不上不下, 这是想干嘛? 突然隔壁桌, 那个女客人, 恼怒地冲着男朋友喊了一句, 张凡忍不住看了一眼, 却见那男客人, 正痴痴呆呆地看着那老板, 手里夹着的牛肉, 一直停在火锅边, 看美男都忘记了, 一直到女朋友在一边发脾气, 这男客人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看人家美男子, 都看呆了, 嘿嘿, 急什么, 就我们两个人慢慢吃, 不好吗? 那男客人脸一红, 有些慌乱地答应了一句, 却不敢让女朋友知道, 他一个大老爷们看美男, 刚才已经看呆了, 没法子, 谁让这家老板, 这么好看, 比他女朋友都好看多了, 像这个男客人这样的人不少, 其实不但是男人看呆了, 就是不少女客人, 也是面红耳赤, 心跳加速, 甚至有人站起来, 主动跑到那男子旁边, 要求合影, 或者留一个通讯方式等等, 离我远点, 只是那些人一靠近, 那美男就皱眉后退, 发飙, 看起来十分的不高兴, 而这美男一发飙, 一边的服务员大妈就跑了过去, 语气冷冷地去轰那些想和美男拍照的人, 甚至要动手把人给赶出去, 不能拍照, 不能合影, 保持距离, 请尊重别人, 也尊重自己, 这大妈说起这话的时候, 十分的顺流, 似乎类似的事情, 干过很多回, 张帆对面的花月影, 把最后一大块牛肉放进自己的嘴巴里, 长嘘一口气, 感觉到很满足, 然后就发现, 这个大厅里的五桌客人, 只有他们这一桌还正常一点, 其他四桌客人, 每个人都有点疯狂, 哈哈, 就像是看到了明星, 都蜂拥而至的感觉, 看着都很有意思, 这回那黑脸大妈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她胖胖的身躯, 还有冰冷的表情和眼神, 终于制止了不少人, 想靠近这美男拍照的举动, 那美男老板, 靠近一个窗户边, 桌子上摆放着一杯清茶, 然后他舒服地躺在椅子上, 放松心情, 一边喝茶, 一边看别人想用自己做出来的美食, 那表情, 似乎很是受用, 我家小管这个老板, 应该自己, 也是一个厨师, 美的不像话的厨师, 火锅里没有了牛肉, 只能吃一些胡萝卜, 还有就是香菜, 这回张帆把萝卜放进嘴里, 发现那口感很绝, 外面牛肉的汤汁, 鲜得让口齿生惊, 而胡萝卜的软糯中, 带着一点点甘甜, 让人十分稀罕, 很平常的胡萝卜炖牛肉, 哪怕只有这一道菜, 但是却让张帆吃出了大餐的感觉, 爽, 实在是太爽了, 这一顿中午饭, 让张帆吃出了无比的满足感觉, 生活就该这样, 有美食有希望, 离开的时候, 张帆觉得有人在看自己, 他扭头回头看了一下, 却没有发现那个人, 在看那个美男老板, 一个人坐在那边喝茶发呆, 走了, 晚上, 我们再来吃东西, 来早点, 花月营此时也吃得心满意足, 实在是太饱了, 主人选的这个老街, 真是太好了, 有小花园还有好吃的菜馆, 过这样的日子, 是不是能让他很快恢复实力, 能带着主人再一次去广寒宫, 花月影子用手捏了一个拳头, 只要他的实力恢复了, 天地当铺也会回到巅峰的, 到时候, 主人肯定也会变得强大起来, 一切的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心满意足地吃了个中午饭, 张帆就打算好好地秘义会, 睡一个午睡, 大门一关, 就算是休息了, 其实就是, 他们随便竖一个牌子, 写天地当铺四个字, 在这里也是没生意的, 因为很多人看到那几个字, 都觉得莫名的搞笑, 很多人只是猜想, 这里是不是一个当铺, 可是看着又不像, 反正, 张帆开门后, 看着是没有一个人上门的, 没生意, 他也不担心, 反正仓库里有什么货物, 自然会吸引有需要的客人上门, 真正的生意, 是在另外一个时空, 在天地当铺里面发生的, 夜空发现自己虽然虚弱, 但行动似乎无碍, 所以, 这回已经起床了, 塞了一把钱在兜里, 想出去浪一浪, 年轻就是好呀, 身体恢复就是快, 虽然脸色难看一点, 但是至少能行动自由, 他很快打了一个电话, 给自己几个同学, 说是一会请客, 大家出来玩, 夜空的同学, 来了好几个人, 和他的打扮都差不多, 有男有女, 男孩子大多有耳动, 打扮嘻哈风格, 女孩子却大多一副男生的打扮, 穿破洞裤, 剪着短发, 有的还穿着一个鼻环, 高兴的还会在手上染上指甲等等, 夜空为了在这些同学面前有面子, 特意去买了个最新款的Search苹果手机, 差不多上万块, 同学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掏出这上万的Search苹果手机, 立刻引来所有人注意的眼光, 大家虽然风格惊悚, 但是其实兜里都没什么钱, 很穷的那种, 所以对于夜空的最新款手机, 有人在开玩笑, 夜空, 这手机真的假的, 多少钱买的, 你哪来的钱, 你爸爸不是控制了你的开支吗, 不给钱你了吗, 这手机是不是偷来的, 不是偷来的, 也肯定是偷钱买的, 要不就是二手的, 假货, 给我们奄奄货, Search苹果假货太多了, 你肯定是被骗了, 各种笑骂的声音持续着, 一直到有人拿到夜空的手机来回查验后, 惊呼了一句, 我天, 这居然是真的, 真货, 我天, 这块手机一万多呀, 夜空, 你真土豪呀, 有人这样一说, 夜空的不少同学, 都纷纷地要看他的手机, 夜空的眼神的都不一样了, 纷纷冲着他, 竖起了大拇指, 那些人都是一脸的羡慕, 甚至有女同学也站起来表示, 也想看看他的手机, 而其他人则起哄, 让大土豪夜空请客, 而剩下的人则, 好奇地打听问他, 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多钱, 卖肾呀, 我卖掉一颗肾, 换了几万块钱, 买了手机而已, 夜空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目光, 也没当回事, 根本就没有隐瞒, 直接说自己是卖肾换手机了, 可是他这一说, 别人不相信呀, 特别是他那些同学, 都在起哄, 少来了, 我知道卖肾的人都会在床上躺很久的, 而且, 真卖肾了, 听说男人哪方面就不行了, 我看你生龙活虎的, 骗鬼了, 就是, 卖个肾能卖几万块, 我听说最多一二万, 你那找的路子, 要不介绍我去, 我都穷死了, 正好需要这样的地方, 我不信, 看着你还是挺男人的, 怎么会少了一颗肾, 哈哈, 要不, 找人试试, 这群年轻人, 这回的画风都变了, 几乎没有人相信夜空说的话, 总觉得他在哄骗自己, 有赚钱的门路, 却不肯和大家分享, 所以这回有女同学甚至起哄, 让谁试试, 试试夜空是不真的卖肾了, 还是故意哄骗大家的, 咱们兄弟, 这有什么好骗的, 真的卖了, 我也奇怪, 他们那边卖肾后, 居然恢复特别好, 是有点不正常, 夜空也挠挠头, 他幸好没说卖肾卖了十万, 要不这一帮同学, 肯定没有一个相信他的, 谁家卖肾能赚十万, 这一个个还不都疯了一样, 去排队卖肾, 对于他们来说, 几千上万的手机就是土豪了, 那十万块, 那不是神豪啊, 这对于他们这些, 还没什么挣钱能力, 完全靠家里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不可想象的巨款, 至于肾, 多一个少一个, 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又死不了, 还不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我是听人说过, 有人身体好, 割掉一个肾一点问题都没, 只要别把两个都割掉了, 没事, 没事, 就像现在夜空, 我在想, 现在有美女脱光, 在他面前, 他一样有力气, 夜空有同学很内行的一挥手, 做了一个总结, 这会在他们的认识中, 似乎卖肾真的没啥大不了的, 夜空, 你脑袋瓜可真灵活, 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钱, 你在哪一家卖的, 告诉我们, 缺钱的时候, 让我们也去, 夜空有一个同学, 万分羡慕地来了一句, 看他那模样, 要是夜空告诉他地址, 他说不定晚上就会去卖肾, 哈哈, 我迷迷糊糊的, 但是都忘记, 那个地方, 等我吃好喝好睡好了, 记起来了, 我就告诉你们, 别急, 都有机会赚钱的, 那夜空还在享受这种目光, 十分地受用, 这会开着玩笑, 而酒店的饭菜, 也都端上来了, 啤酒也端上来了, 大家开始划拳, 不少人朝着夜空敬酒, 夜空有点为难, 割掉了一颗肾,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好像并不是特别严重, 这恢复得似乎非常快, 但是他, 还是感觉到有点虚, 喝酒, 有点担心, 没事, 几杯啤酒而已, 都是自己兄弟, 不会不给面子吧, 夜空有同学起哄, 而在一边有一个红头发的女同学, 这回也端起酒杯, 要向夜空敬酒, 夜空一直很暗恋这个女同学, 平时人家对她是有些高冷, 甚至是不理不睬, 但是这一次举动端起酒杯, 她自然是舍不得拒绝, 也顺手端起了酒杯, 兄弟们啊, 我这是舍命赔君子, 我这卖肾了, 你们可得悠着点来, 别太狠了, 我手里还有点钱, 指望着接下来一段时间, 咱们兄弟好醉生梦死, 夜空也端起了一杯啤酒, 冲着众人开着玩笑, 一杯啤酒下肚, 他肚子有点不舒服, 但是还可以忍受, 所以夜空放宽了一点心思, 等到他那些同学们起哄, 嚷嚷着要向他敬酒的时候, 夜空也没有那么抗拒, 甚至自己暗恋的姑娘, 一直对着他笑的时候, 都让他觉得精神振奋, 甚至有种飘在云彩里的感觉, 那可真的太爽了, 卖肾卖了十万块, 这钱来得太容易了, 要是想起来那家老板, 还记得路怎么走就好了, 他甚至可以考虑, 带人去卖肾, 自己抽成, 每次不抽多, 三五千一万, 都是极好的, 毕竟, 这是个来钱快的活, 夜空, 你今天看起来好帅, 真是个男人, 来, 我敬你一杯酒, 那个红头发的姑娘, 端起酒杯, 向夜空敬酒, 笑得像花一样好看, 夜空整个人差点看傻眼了, 张帆闭上眼睛, 但是睡得很不安稳, 他不停地在做梦, 梦见广寒宫三个大字, 甚至梦到南天门, 还梦到一个绝世美女, 冲着他笑, 还向他作衣求救, 说是求求他, 让他饶了自己, 说是自己孤苦伶仃的可怜, 求他不要把那副容颜, 收走了等等, 梦做到这里的时候, 张帆突然就惊醒了, 一摸头上都是嘘寒, 梦中的情景太真实了, 他甚至怀疑, 那个绝美的女人, 是不是就是嫦娥, 毕竟上一次去广寒宫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穿着青色衣服的女子, 并不是嫦娥, 却是玉兔, 不过说来, 玉兔长得也够漂亮的, 要是人家自己不说, 很多人都会把他当成嫦娥, 毕竟太美了, 像那么美的姑娘, 难得一见, 张帆起床, 打着哈欠站在窗户边, 只看见穿着白色裙子的花月影, 正蹲在小院子里种花, 他好像在种一些多肉植物, 低着头异常地专注, 甚至有人从院子外面走, 冲着他吹口哨, 他都没注意, 张帆皱眉, 他看到有不少人从院子外面走, 都扭过头来看花月影, 甚至有一个骑单车的男人, 因为看到花月影, 单车开过了, 还把头扭过来看, 一不小心, 那单车撞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两个人甚至扭打起开, 而打闹声音, 引得不少人围观, 但是看着看着, 许多人都没去看那两人扯皮, 而是呆呆地看, 正在院子里伺候花木的花月影, 有人在窃窃私语, 这是新搬来的一家吧, 这姑娘长得真好看, 比电视里的明星都漂亮, 泽泽, 我第一回看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偷偷拍个照, 咱们这老街风水好呀, 那边有个美男子, 这边有个小仙女, 一天到晚看人都看不够, 你们说, 这个姑娘, 和那个如果肯穿女装的美男子站在一起, 不知道那个更好看, 各种窃窃私语的声音, 张凡因为站的位置高点, 而且好像, 他自从成为天地当铺的主人后, 听力好像变好了许多, 这回居然都听清楚了, 那个美男子, 大约说的, 是我家小管的那个老板, 那个男人穿着简单的衣服, 看起来都那么好看, 要是真的打扮一下, 穿上女装, 估计美得惊心动魄, 和这花月影, 说不定不相上下, 可花月影是天地当铺的气灵啊, 那是站在广寒宫中, 连嫦娥都敢直呼齐名的人, 张凡想到这里, 是哑然失笑, 很快就下楼了, 而本来在院子里忙碌的花月影, 应该也听到那些人的话语, 他皱眉地向四周看了几眼, 再看了一下那骑着单车, 有点猪哥样的男人, 冷哼一声, 抱着一盆肥嘟嘟的多肉, 进了屋子里, 这栋房子的一楼, 以前开过咖啡店, 张凡他们搬进来后, 也没把那些桌子都拿走, 所以这回花月影把手里的花盆放在桌子上, 还还小心地尝试着, 掰那些肥嘟嘟的多肉的叶子, 据说, 这种叶子掰下来后, 可以生根长出新的植物, 非常有意思, 这对于花月影来说,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这回他的注意力, 都放在养多肉植物上, 看到张凡下来, 盲殷勤地站起来, 主人, 你看要不要, 弄点咖啡饮料什么的, 我给你做, 张凡选了一个靠窗户边的桌子坐下, 窗户外面, 就是那一重重的灿烂的三角煤, 开得一粗粗的鲜艳异常, 非常的好看, 张凡坐下后, 花月影的饮料和干果零食, 什么都端上来了, 那感觉就像是下午茶, 张凡掏出手机, 在网上看新闻, 而这时候, 外面有脚步声传来, 张凡没有抬头, 就听到花月影在招呼, 很快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杂志什么的, 主人, 这是原本的屋主定的杂志报纸, 被人送来, 这家店铺原本是咖啡店, 所以类似的最新杂志报纸, 肯定是订好的, 然后被人送来, 反正不花钱的东西, 张凡也没怎么抗拒, 顺手就拿起一份报纸, 目光落在江城晚报最大一个版面上, 去见有一个寻找神秘人的消息, 上面的是一个背影和侧面照片, 居然是张凡自解, 他在看下面非常客气地介绍, 说是荣家有一个恩人叫张凡, 有谁知道下落地直接告诉荣家人, 可以得到上千万的感谢金额, 这一个广告放在晚报最显眼的位置, 却让张凡哑然失效, 荣家找恩人, 张凡, 估计是上一次自己去荣家救下荣老爷子后, 他想联系自己, 想给以后的生命留下一个保障, 所以才会在晚报上大肆刊登, 大张旗鼓地找人, 哇, 上千万的感谢金, 甚至提供一条有用的信息, 就可以拿到上百万, 这家人倒是挺有钱的, 希希, 主人你说, 我要不要打这个电话? 上千万, 二百八十八的火锅, 可是吃到你吐, 正在给张凡端咖啡的花月饮, 惊呼一声, 他虽然是气凌仙子, 但是也知道这钱可是好东西, 没见中午吃了一顿火锅不到三百, 那感觉却是非常的好, 这上千万, 可是吃无数顿的火锅了, 与其让别人打这个电话, 他甚至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 自己把这钱得了, 必要的时候孝敬一下主人, 这完全是可以啊, 算了吧, 真缺钱的时候, 我自己会打电话的, 干嘛要和你分? 张凡大笑着开着玩笑, 其实他很抠门, 也特别喜欢钱, 花月饮的话语都提醒他了, 真让别人赚这个钱, 还不如自己来了, 而且, 这荣家大张旗鼓的这样, 有点不太好, 张凡又看了一下江城晚报其他页面, 很快看到陈家转让股权的消息, 好像他们名下的公司, 被荣家吞并收购了, 这一次是元气大伤, 搞不好都得滚出江城去, 动作挺快的, 十个一买一年的寿命, 是不是太便宜了? 张凡自言自语地来了一句, 却见一边的花月影都冲着他, 偷偷扮鬼脸, 主人真是有奸商的潜力, 一千万收上来二十年的寿命, 一年寿命的成本不过五十万, 但是被他一转手十个亿卖出去, 这回还嫌弃卖便宜了, 而且看人家这架势, 似乎还在满城地找主人, 估计, 十个亿, 在人家心目中, 那实在是太划算了, 人家肯定愿意花下一个十个亿, 不, 甚至多点, 人家肯定万分乐意, 要不然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去寻找张凡的踪迹, 张凡喝了一口茶, 清明前的毛肩都是雀舌般的嫩牙, 口感苦涩中带有一丝的甘甜, 喝起来口感回味无穷, 确实非常的好, 张凡这回一边喝茶, 一边再翻看着报纸, 荣家的消息和陈家的消息都有, 这些都没什么, 他甚至在报纸角落里还翻看出一个有意思广告, 上面写着十位天酒楼重新装修后, 明天正式营业, 菜价一律八折饮料六折等等, 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是广告下面有联系人的电话, 其中有一个是阿天, 另外一个就是江朝云, 哦, 这个红衣姑娘的酒楼又开了, 那个, 哦哦哦, 我记起来了, 就是那个当掉了自己爱情的那个, 我记得他, 一千万, 花月影这回也看到这个广告, 忍不住插嘴一句, 那个红衣姑娘的物品, 一直让他放在天地钱庄的当铺里, 暂时还没有寻找到他的交易人, 而仓库里此时就剩下寿命, 钱, 还有新鲜健康的肾脏, 还有就是爱情, 花月影响起那卖掉肾脏的男孩, 只要五万, 但是抠门的主人却给人家十万, 真是难得大放一次, 想到这里, 他走进了天地当铺里面, 面对那堵墙, 用笔写下夜空两个字后, 此时夜空的一切, 花月影都可以看到了, 那边的夜空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他有点不舒服, 但是因为有同学陪着, 倒是觉得身体上的不适, 没有那么明显了, 而且周围的同学都在起哄, 让他们喝一杯交杯酒, 夜空在笑, 虽然肚子有点不舒服, 但是还是笑得很开心, 交杯酒哦, 自己爱的人居然愿意和自己一起喝, 那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就是说, 女孩子默许了他们之间的一切, 以后可以永远在一起, 哪怕不能天长地久, 也是曾经拥有过的最美好的回忆, 在众人起哄中, 一杯酒在一起下毒, 夜空整个人软啪啪的, 似乎没有力气, 身上也开始出冷汗, 而这个时候, 她的同学簇拥着她和那个女孩子, 都在笑话她, 卖了肾脏后, 不知道还是不是男人之类的话语, 我哪里不是男人了, 走, 今晚我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夜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豪气, 手拉扯着那个和自己喝了交杯酒的女孩, 把她拥在了怀里, 只觉得无比的幸福, 有钱了, 买了手机, 自然是还能去开房, 所以, 这回的夜空和心爱的女孩子, 很快去了酒店, 他们开了一个房间, 然后两人拥抱在一起, 夜空和那个女孩子, 似乎都很紧张, 而站在墙壁外边的花月影, 其实早就目瞪口呆, 甚至破口大骂, 这人疯了, 找死, 果然卖身的人都是疯子, 疯子, 张凡一进来, 就看到花月影, 这样一副抓狂的模样, 有些纳闷, 再看墙壁上那情景, 一男一女人居然在脱衣上, 张凡嗨嗨一声, 刚想开一句玩笑, 却突然发现, 这脱衣服的男人, 居然就是曾经卖肾的夜空, 他也惊呆了, 我天, 这人是在作死呀, 这, 这, 他是不想活了吗, 卖掉一颗肾脏, 还跟人上床, 这, 自寻死路, 谁也救不了他啊, 那边的夜空十分地激动, 他一直都暗恋这个女孩子, 但是人家一直看不上他, 可今天居然上了他的床, 真是让人激动, 激动, 正是因为激动, 夜空的身上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他的皮肤极度泛红, 浑身的体温上升, 眼睛都变得红红的, 整个人就像是一团火焰, 不住燃烧着生命的火焰, 想到今天就要和心爱的共赴云语, 然后告诉他那些同学, 哪怕是卖掉了肾脏, 他也是个真男人, 他也是最厉害的男人, 可惜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刚闪过去, 他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晕倒在床上了, 然后肚子上的伤口裂开了, 开始有血子渗出, 啊, 夜空, 夜空, 救命, 红头发的女孩子, 一下子吓猛逼了, 不住地摇晃着夜空, 可此时他嘴唇发白, 不省人事, 吓得那女孩子慌乱之下, 拿起夜空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到夜空的父母那边, 第二个电话是报警, 第三个电话是告诉他那些同学, 夜空晕倒了, 不省人事, 身上在出血, 他该怎么办, 不会吧, 你们玩得这样刺激, 都出血了, 电话那边的同学, 甚至在调笑羡慕二人, 他们并不知道事情严重性, 这边红头发女孩子, 呜呜地哭起来, 不是, 不是, 衣服脱了, 还没, 夜空就晕倒了, 然后肚子上再出血, 我觉得他没气了, 那女人孩子, 此事无比慌乱, 手里, 拿着夜空的手机, 犹豫一下后, 决定马上离开这里, 要不然警察来了, 会抓走她的, 我天, 夜空是迈过肾脏的, 该不是, 你傻呀, 快跑呀, 电话里传来骂人的声音, 红头发的姑娘, 慌忙地拿着手机, 就跑了, 等警察和夜空家人赶来的时候, 床上都是血, 夜空被送进了医院里, 他父母是完全猛逼的状态, 因为夜空经常会跑到同学家, 几天不回来, 而他父母也管不了, 这回接到医院通知后, 才知道他生命垂危, 伤口崩裂, 失血过多, 肾脏被割掉了, 还喝酒, 兴奋过度, 有性命危险, 夜空的母亲, 听到医生说的这些话后, 整个人眼前一黑, 晕倒在地上, 急得他父亲, 只能再把媳妇也送进医院, 一家人都在这医院里, 夜空在重症抢救时, 一开始就要交二十万, 二十万对于一个家来说, 就是巨款, 一笔巨款, 可是这是自己的儿子, 哪怕卖房子, 也得救人, 夜空爸爸想办法, 把这笔钱给凑齐了, 很快, 夜空抢救的结果出来了, 暂时死不了, 但是一辈子就废了, 得每天吃药排毒, 还得定期检查, 建议家属长期住院, 或者就在医院附近租一个房子, 方便检查, 这样也便宜一点, 说话的医生也叹息一声, 夜空的病会, 拖垮他一家人的, 常年吃药打针不能干活, 还得持续很多年,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家根本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希望, 而且没有另外一颗肾脏, 夜空几乎不能结婚, 结婚了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后代, 后遗症太严重了, 像夜空这样喝酒的, 能保住性命, 已经是万幸了, 其他的, 就不要再奢望了, 听到那医生的话语, 夜空的父亲失魂落魄, 他怎么也想不通, 儿子怎么会去卖肾, 为了区区一点点的钱, 把自己身上的肾脏给卖掉, 要知道, 小时候儿子的手被刀子割伤一点点, 他们都会心疼半天, 而儿子也会哇哇地大哭, 说疼, 疼, 那么怕疼的一个孩子, 居然把肾脏给割掉了, 他到底养的是儿子还是猪呀, 悔恨的泪水滑落下来, 让夜空的父亲无比地懊恼, 多年前就不该这样灌着儿子, 最后却是最终害了他, 悔不当初呀, 这一幕, 其实都落到了张帆和花月影的眼里, 特别是花月影, 气呼呼地大骂, 我娶她肾脏的时候, 还给她特别保护, 她不做死, 不喝酒, 不想找女人的话, 再休养一段时间, 虽然不能干重活, 但是还可以有后代的, 也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花月影越说声音越小, 她偷偷地看了一下张帆, 低下了头, 似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错事, 很惭愧, 这个真的不怪她, 她觉得自己当时已经帮着夜空恢复伤伤口七七八八, 这要是在医院, 最少也得住院一个月后, 才有她那个模样, 可是夜空不珍惜, 不珍惜啊, 没怪你, 人的命运是由她性格决定的, 几万块钱就想着卖肾, 不卖给我们, 她二万块会卖给别人, 而且真出事, 只有死路一条, 就算是这一次, 她没有卖肾, 难保她下一次不会卖掉眼睛, 胳膊, 腿, 或者自己的灵魂, 所以, 没什么可惜的, 张凡此时似乎觉得自己的心和血液都冷了下来, 她曾经也是一个抠门善良的人, 但是这几天, 看惯了天地当铺发生的一些事情, 她自己的想法都完全地变了, 至少不再像以前会联系什么人, 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联系, 为了一个手机卖肾, 为了一点私心干出让人发指的够当, 更有甚者, 至少一个念头就会变成魔鬼一样, 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 就像农夫和蛇一样, 所以也没必要去懊悔什么, 这就是人生, 嗯, 我知道了, 主人, 花月影叹了一口气, 很快墙壁上的画面都不见了, 而两人决定晚上再去我家小馆吃点东西, 那家老板规矩虽然多, 但是扬言好看, 关键是手艺太棒了, 能做得出那么好吃的牛肉火锅, 估计就是做别的菜肴, 也会特别的好吃, 花月影赶紧把自己弄得多肉植物, 送到了院子里, 然后就一直留意着我家小馆, 等到人家开门后, 还没别的客人进去, 他和张凡就笑眯眯地进屋了, 还有一个小时才到营业时间, 一进门, 张凡居然看到那个美男子在套大厨的白色衣服, 那人看了他们一眼后, 居然表示还没到营业的时间, 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呀, 花月影才没有管那么多, 反正很无聊, 在这里还有美男看, 在院子里, 别人老是围着他看, 挺不自在的, 那随意, 那美男看了张凡和花月影一眼后,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表示他们可以随意, 只是别随便进厨房就好了, 张凡也点头答应了, 很快那大妈服务员也来了, 手脚麻利地收拾桌子, 本来黑着脸的她, 看到张凡和花月影又来了, 倒是露出了笑容, 我知道你们, 你们是街尾窗户上爬满三色煤的那一家, 你们家是开当铺的吗? 我也住在附近, 听邻居们说过了, 咱们这条街上来了一个小仙女, 我就说我见过你, 这姑娘长得可真的是狠俊, 原来这个大妈也是附近住的人, 这会知道张凡和花月影是附近住的人, 对她倒是客气不少, 甚至打听两人是什么关系, 夫妻,兄妹, 还是, 不, 她是我雇员, 在我家店铺工作了, 我是老板, 那房子是我买的, 以后呀, 欢迎街坊邻居进去喝茶, 张凡喜欢这个老街, 觉得这里有烟火气息, 所以对于周围的人并不是很抗拒, 也愿意和他们说话, 我是太忙了, 没工夫, 要是小徐, 就是徐子军, 厨房的那个, 他平时有空, 都是年轻人, 你们倒是可以成为朋友, 那大妈看着花月影眉开眼笑的, 甚至很熟络地介绍着这家的老板, 也就是那个美男, 就叫徐子军, 这名字有点意思, 对了, 子军没有女朋友, 他人很好的, 面冷心热, 他看我老婆子没工作可怜我, 让我在这里, 张婶, 赶紧把厨房的垃圾倒一下, 还有厨房地面, 好好地收拾一下, 这大妈的话语, 其实也传进了厨房, 那徐子军似乎有点不高兴, 这会一个劲地喊那大婶, 弄得花月影, 嬉嬉地冲着张帆偷笑, 那意思是, 这徐子军怎么有点小心眼, 怎么就跟一个娘们差不多, 张帆冲着他摇头, 示意别吭声, 一会等着吃饭就好, 这回他们还不知道, 晚上要吃什么, 子军, 你说, 你害什么羞, 我这可是, 想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我这可是第一次见到, 和你一样漂亮的姑娘, 关键是, 人家姑娘和你在一起, 不会有压力, 你想想, 上回给你介绍的姑娘, 人家说受不了, 男人比自己还美, 厨房里张大婶, 还在叙叙叨叨地说着什么, 那徐子军脸都黑了, 然后菜刀在案板上, 剁得砰砰的响, 不做鱼了, 晚上就是限量三份蛋炒饭, 爱吃不吃, 哦, 好吧, 那张大婶笑嘻嘻地看了徐子军一样, 出了厨房门, 找一个黑板, 歪歪扭扭地写了一排子, 今晚限量供应三份蛋炒饭, 张房看到这一番操作有些惊讶, 我擦, 只供应三份蛋炒饭, 他和花月营晚上还想吃大餐, 就吃点蛋炒饭, 吃得饱吗, 而且只有三份, 这三份他们两人都可以承包了, 估计今晚也没别的客人了, 这老板真是任性, 有客人在门口看黑板, 看到今日只供应三份蛋炒饭, 纷纷摇头, 晚餐都想吃好点, 这蛋炒饭实在是太简单了, 而且站在门口的张大婶, 直接告诉来咨询的客人, 已经卖完了, 今天没有了, 蛋炒饭都没有了, 他黑着脸站在我家小馆门口, 别说劝退客人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张凡觉得这个张大婶挺可爱的, 这样一来, 整个餐厅里只有他和花月营一桌两个客人, 今晚只能吃蛋炒饭了, 将就一下吧, 主人, 回头, 我给你买一些串串, 回家当夜宵, 保证不会让你饿着, 花月影看到张凡苦着一张脸, 不是很高兴的模样, 只是小心地劝说着, 希希, 他很喜欢这家店老板的手艺, 就是这个许子军, 真是一个怪人, 开店做生意, 客人没得挑, 一个晚上只卖掉三份蛋炒饭, 估计连房租都不够了, 除非, 这房子不花钱, 是他自己的, 蛋炒饭, 58一份, 成会两个人116元, 张大婶来收钱, 这里还是先给前后吃饭, 花月影也知道规矩, 这回不敢让张凡开口, 赶紧付账, 很快厨房那边有香味飘散过来, 一副特别好闻的味道, 让本来心情不好, 发愁, 晚上吃不饱的张凡, 脸色变得好看了许多, 汤来了, 配菜来了, 一份58的蛋炒饭, 主食没来, 但是一份紫菜虾米汤, 看着分量不少, 碧绿的葱花散在上面, 给人感觉味道应该不错, 还有两个配菜, 一个是辣白菜, 一个是酸菜, 都有一小叠在桌子上, 看着红红绿绿, 让张凡兴情顿时好了起来, 等到一盘香气四溢的蛋炒饭端上来的时候, 张凡眼神一下子愣住了, 这一大盘蛋炒饭, 每一颗米粒都被鸡蛋包裹着, 呈现好看的金黄色, 而且每一颗米饭, 都是酥松地吸收了鸡蛋的香气, 配上葱花, 黄的和绿色的, 卖相十分好, 嗯嗯, 好吃, 好香呀, 太好吃了, 花月银已经忍不住, 用勺子咬一勺蛋炒饭塞进嘴里, 然后他惊叹一声, 整个脸上出现不可思议的表情, 妈呀, 一个普通的蛋炒饭, 居然好吃的, 让人想哭, 花月银那夸张的表情, 让张凡野人忍不住尝了一口, 嘶, 这味道果然是绝了, 别的不敢说, 哪怕张凡很抠门, 但是也觉得五十八亿份的蛋炒饭, 物超所值, 因为这每一口蛋炒饭, 口感都是特别的好, 软硬适度, 每一颗米饭都特别的香, 而且有嚼劲, 难怪花月银做出这样的表情, 这个徐子军, 不得了, 是个深藏不露的大厨, 别的不说, 就冲着中午的牛肉火锅, 还有这简单的蛋炒饭, 估计就是在大酒店, 都是招牌菜, 这样的人待在这样的小酒馆, 难怪这样任性, 生意还这样好, 实在是有这个本钱, 这充满烟火气息的老街, 果然是藏龙卧虎, 张凡赶紧吃了一大口蛋炒饭, 选在这里买房子, 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就冲着这个徐子军的厨艺, 千斤难买, 有美食, 人的心情自然会好, 主人, 以后我们就把这里当食堂吧, 反正我做饭也不行了, 谢谢, 这个费用我出, 我出, 花月影吃得开心, 这会主动地提出, 以后他们吃饭, 完全可以这一价, 钱什么的, 主人虽然抠门, 但是他有钱呀, 而且还有不少的私房钱, 足够了, 张凡笑了, 花月影这提议他喜欢, 吃饭, 厨房那边的徐子军, 这会也端着一盘蛋炒饭,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原来这第三份的蛋炒粉, 是为他自己准备的, 今晚上这个餐厅, 也就张凡和花月影两个客人, 我, 我能坐在这里吗? 徐子军这会站在张凡和花月影的旁边, 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 却见张凡冲他笑笑, 你是老板, 这店里, 你那里, 都可以坐的, 请坐, 一张桌子, 除掉空出来的一方, 另外一人占据了一方的位置, 都在静静地享受着美食, 那徐子军有时候, 会偷看一下花月影, 带着欣赏的目光, 也会看看张凡, 对他也很好奇, 因为这个花月影, 是他目前看来, 唯一一个比自己长得漂亮的女生, 至于张凡, 是第一个对他外貌, 不是很在意的男人, 至少没有像很有些人, 看到他的时候, 几乎都迈不动脚步, 我叫徐子军, 我家小管的老板, 其实你们买下的那栋房子, 也是我家的, 那颗三色梅, 还是我妈妈种下的, 不过我不喜欢, 因为有蜜蜂经常飞来飞去的, 小时候我被折过很多次, 这徐子军这话一说, 张凡愣了一下, 一栋房子可是一千万, 这个徐子军果然是隐形的富豪, 你家房子很多吗? 这一栋也是你的吧? 不对, 这边也就二三栋, 另外还有二十多套在别的地方, 我家拆迁的, 徐子军这话一说, 张凡心底就有种淡淡忧伤, 我擦, 这么有钱, 二十几套房子, 这边还有三栋, 这笔财富可不小, 要是张凡不是天地当铺的主人, 估计这回都要妒忌地发狂了, 有人一辈子, 也就挣一套房子, 人家这样一栋栋的房子, 三栋, 外带其他地方二十套房子, 这也太不公平了, 就像是有人一辈子想去罗马, 但是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一样, 有这么多房子, 你还开小餐馆, 喜欢啊, 我从小到大, 也没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做菜, 做美食, 长大后也没什么野心, 也不想当什么富翁, 就是喜欢做菜, 所以, 就用自己家的房子, 开了这家小馆, 欢迎你们以后来吃饭, 徐子军说到这里的时候, 那表情很真诚, 可是越是真诚, 张凡越是觉得好酸, 自己虽然是天地当铺的主人, 其实手里也就十多个亿, 而且这个钱, 还是用来购买天地当铺一些物品, 然后用这些物品来盘活天地当铺的生意, 实际上, 他自己真没钱, 好穷, 得想办法赚点钱呀, 要不按照那个碗包上的电话打过去, 提供信息或者地址, 少说也能赚上千万, 这是目前张凡知道的, 赚钱最快的法子, 别的, 他真的不知道, 当然, 也可以从天地当铺里想办法, 争取更多更多的钱, 那个钱实在是多了, 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花? 张凡在心底默默地想, 嗯, 我们在那边, 这是我下属, 也欢迎你有空去小做, 当然要是, 你愿意去露一手, 我们就更欢迎了, 徐子军的厨艺好, 这样的人, 自然是可以交个朋友, 就这样, 徐子军成了张凡他们搬过来的第一个朋友, 而且开始他家还收钱, 后面张大婶就没有收钱了, 徐子军也没说, 张凡和花月盈也没提, 只是会请他去家里吃饭, 要是徐子军有喜欢的东西, 也会很大方地送给他, 虽然那屋子里东西, 原本都是徐子军的, 晚上张凡在翻看小说, 耳边突然响起了风铃的声音, 哦, 有声音来了, 很快, 张凡就进入了天地当铺, 带上了那个脸谱, 花月盈也翘无声息地站起他的身边, 而一个满脸皱纹, 面色苍老五十多岁的妇女, 出现在这天地当铺, 这是哪脸? 我, 我不是要去庙里上香, 求菩萨救救我女儿吗?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妇女打扮很朴素, 显得很苍老, 一进门也像很多人那样, 整个人有点猛, 想不出来自己怎么会出现在天地当铺, 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般, 而当她看到上座张凡的时候, 一下子用手捂住了嘴巴, 她是想去求菩萨保佑自己的女儿, 而眼前上座的那个脸谱人, 就是菩萨吗? 她扑通一声地跪在了地上, 对着张凡祈祷, 大慈大悲的菩萨, 曾经我的命是你给的, 那年我向你祈祷, 得到了一个饼, 又靠着祈祷和吃百家饭, 总是算是长大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别人, 对我的恩情, 我创办了一个孤儿院, 这么多年来, 把家里的钱都投进去了, 养活了几千个孩子, 我是他们的妈妈, 他们是我的孩子, 可是, 我的小林她不能死呀, 她真的不能死, 丈夫不在了, 连她的抚恤金, 我都拿出来养那些孩子, 可是小林是, 我们唯一孩子, 我是不是该天打五雷轰, 我也有私心呀, 求你救救我唯一的孩子吧,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小林的一条命, 这个面容憔悴的女人, 闭着双眼, 不住地对着张凡祈祷, 说出来的话语, 虽然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而且还有些矛盾, 但是张凡却是听懂了, 这个女人应该曾经也是一个锅, 乞讨长大后, 自己也有一颗感恩的心, 然后创办了一个孤儿院, 最后丈夫不在了, 抚恤金也被她拿出来, 抚养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可是现在她的孩子小林, 怕是遇到什么问题, 她急切地需要什么物品, 来救她的孩子小林, 并且愿意用生命为代价, 小林出了什么事情? 你想要什么? 上座的张凡, 此时在这个女人心目中, 就是一个菩萨, 高高在上的菩萨, 不管她说什么, 她都会无比虔诚地回答, 小林得了白血病, 医生说她活不过三个月, 我只想她活, 我愿意用我的命, 换她的命啊, 白血病? 这天地当铺可以用的物品有二个, 一个是给予小林寿命, 哪怕她原本只能活三个月, 有了寿命之后, 她可以活三五年, 还有一个就是肾脏, 上一次夜空的新鲜的肾脏还在, 给小林直接换上肾脏, 估计她还可以活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久, 张凡在心底盘算着, 这个女人愿意付出自己的寿命, 可是天地钱庄的寿命也不算少了, 要想吸引更多的客人来, 就得让这些人, 荡掉一些稀罕的少见的东西, 比喻身体, 灵魂, 爱情, 甚至一些别人没有的感情, 这样的话, 天地当铺物品种类多起来, 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生意好了, 交易多了, 花月影的能力才会增加, 上次交易三次, 能让花月影进入人间生活, 那要是有三十次, 三百次, 是不是就可以带着自己, 再次遨游天地之间, 顺便把广寒宫嫦娥脱欠的绝世容颜, 给要回来了, 主人, 主人, 花月影看着跪在地上的女人, 一直在哭, 而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而发呆, 嗯, 你这些年, 一共抚养了多少官, 能告诉我吗, 我这三十年来, 一共抚养了六百七十二个孩子, 花了差不多五千四百多万, 有些是钱我们夫妻挣的, 有的是社会各界人士, 捐赠的, 有些是孩子们挣钱后, 反馈给孤儿院的, 现在这边有钱, 可以养更多孩子, 我也可以歇闭眼了, 那个女人眼神凄苦, 一直以来都是抚养别的孩子, 忘记自己还有一个亲闺女小玲, 现在孤儿院走上正轨, 还有结余, 也不用担心以后的发展, 她觉得唯一的遗憾, 就是这个小玲, 她只想救下这个, 已经没有父亲的孩子, 哪怕要自己的命, 你还能活一段时间, 而且, 你的命还有用, 所有我娶你身上其他的东西, 可以吗? 面对这样一个操劳的女人, 张凡没有办法硬下心肠, 硬是要人家一命抵一命, 关键是, 这个女人身上还有其他的品质, 那东西说不定比生命更值得天地当铺出手, 我们这里是天地当铺, 什么都可以典当, 当然可以用你典当的东西做利息, 来借取我们这里的物品, 同所无期, 都可以签下合同, 当然要是余期的话, 后果很严重, 花月影看着跪下地上的妇女一副猛逼的模样, 这边忙向她解释天地当铺的一些业务, 其实, 来天地当铺典当的东西的人, 会越来越多, 天地当铺就会以收取利息为主, 而现在天地当铺的情况不好, 所以, 业务有点杂, 啊, 我不懂, 我只想求菩萨救活我的孩子, 你们想怎么样都可以, 哪怕现在就要了我的命, 我毫无怨言, 甚至, 甚至我自私一点, 我手里还有一千多万, 也可以拿出来, 那女人说到这里, 呜呜地哭泣起来, 那些钱本来是想留给那些孩子的, 可此时, 她作为一个母亲, 她只想救活自己的孩子, 这个孩子对于她来说, 她愿意拿出所有的一切一切, 来救活这个孩子, 不惜一切的代价, 只要她能拿得出来的, 因为她是一个母亲, 明白, 签合同, 我要你身上的一种品质, 感恩的心, 因为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愿意抚养那么多的孤儿, 你有一颗感恩的心, 很珍贵, 这东西, 很适合天地当铺, 其实张凡也研究过天地当铺的仓库, 也发现这种东西被人借过了, 是仙界的一个神仙, 现在他们也收不回, 而那些神仙最喜欢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人身上一些奇奇怪怪的品质, 感情, 比喻爱情, 感恩的心, 至于寿命之类的东西, 十年二十年的寿命, 那些神仙都是看不上的, 那些人动辄和天地同寿, 所以寿命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廉价, 他们甚至愿意用数万年的寿命, 去换取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好, 我愿意, 谢谢菩萨恩典, 谢谢菩萨, 那妇女此时一脸的惊喜, 她不懂什么感恩的心, 她只是感觉到, 这菩萨是在故意帮助她, 只要是小灵能得救, 一切都好说, 很快花月引写好了合同, 而那个叫张华的女人, 已经咬破了中指, 然后在一个合同上, 按下了谢首印后, 就看到那个菩萨手中, 出现了一个印章, 上面写着, 天地当铺, 只见那个印章盖下去后, 那羊皮卷就自己飞了起来, 吓得张华又跪在了地上, 不住地冲着张凡和花月引磕头, 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喊着, 谢谢菩萨恩典, 谢谢菩萨, 一束金色的光芒, 从那张华的身上飞了出来, 然后被花月引用手捏住, 再放进一个小玻璃瓶子里, 你先回去吧, 很快我会派出使者去救活你的闺女, 那个使者叫张凡, 她会帮助你的, 张凡冲着张华点点头, 因为那颗肾脏, 需要花月引或者她做手术, 换掉小玻身上已经坏掉的肾脏, 所以这回还需要她假扮成使者走一趟, 毕竟, 人家这回口口声声地喊她菩萨, 在天地当铺之中, 已经把她当成了神仙了, 张华惊喜地点头, 然后头一歪, 整个人就消失了, 小玻, 小玻, 在充满消毒水的病房里, 张华爬在一个浑身都插满管子的女孩子身边, 像是在做了一个梦, 焦急地喊着自己的闺女, 可惜小玻像是睡着了一样, 根本就听不到, 张华苦笑, 自己怎么会做那么奇怪的梦, 不过想起小时候自己饿得慌的时候, 就会梦到菩萨点拨, 后来有饭吃了, 有事业了, 有家庭了, 她就很少做梦梦到菩萨了, 再后来她就开始抚养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虽然最开始无比的艰难,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命, 都是靠着别人施舍的食物活下来的, 自己好过了, 没有理由不去救助别人, 这个事情一坚持就是好多年, 最后变成了她的一个事业, 一直都在干这事, 可是做了那么多年的好事, 为什么丈夫过世, 连唯一的女儿也要离开她, 不过菩萨好像没有忘记她, 她又梦见了菩萨, 而且, 菩萨还说会派一个使者来救活她的闺女, 那个人叫张凡, 天地荡破, 使者张凡, 张华不住地低语着, 一直念叨这几个字, 这是她的希望呀, 希望闺女真的能活下来, 大慈大悲的菩萨, 要是小灵这一次能活下来, 我这一辈子, 到死, 都会一直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发誓, 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 张华在心底默默地发誓, 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年妇女, 眼神一下子变得坚定起来, 原本普通憔悴的她, 整个人像是被注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 主人, 天都这么黑了, 我们今晚就去吗? 是不是要加班? 在人间待了一段时间, 花月影适应能力是特别快, 不但现在能穿着长裤和体恤衫, 而且还习惯了一些年轻人的思维, 比喻人家常常挂在嘴边的加班加点等等, 她甚至有时候会把张凡叫老板, 而不是像最开始叫主人, 张凡大多是复之一笑, 嗯, 今晚加班, 咱们先去医院, 把那颗肾脏给小灵换过来, 安排一下, 让她早日恢复健康, 这肾脏当初是从夜空身上拿下来的, 给了十万块, 现在又换了一颗感恩的心, 虽然知道会有多大的价值, 但是张凡觉得这绝对不止十万块, 那颗感恩的心, 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 有的人哪怕出一个亿, 都不一定能有一颗感恩心, 这东西可遇不可求, 却是天地当铺目前最需要的, 走吧, 关好门, 我们去医院, 张凡带着花月影准备离开小院子, 外面已经有点晚了, 这个时候的老街几乎没什么人, 所以他们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 被准备休息的许子军一下子看到了, 我家小馆其实早打烊了, 许子军当时正在窗户边一边喝酒, 一边看夜景, 就看行人稀少的路上, 张凡和花月影一前一后, 正在匆匆地走出老街, 甚至没有开车, 有点奇怪了, 这么晚了, 两人去那里, 而且, 许子军可是记得, 这户人家是有点怪的, 买那么贵的房子, 开了一家奇奇怪怪的当铺, 还叫天地当铺, 偏偏招来的说是女下属, 用许子军的眼光来看, 那花月影对张凡公进过了头, 就算是下属怕老板, 也没有像他们这样的, 关键是很多次, 花月影甚至主动掏钱, 还主动地说他负账之类的话语, 让人总觉得不对劲, 而且, 花月影那么美, 和自己站在一起也不多让, 更为重要的是, 张凡也不是一般人, 看到自己和花月影的时候, 都能无动于衷, 用平常人的眼神, 看他们两人, 这种魄力, 就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所以, 下一刻许子军站不住了, 下楼去开车, 甚至他看到两人叫的低视后, 鬼使神差的, 也跟着那低视, 慢慢地向前开,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手心都在出汗, 花月影和张凡, 在一家医院门口下车了, 花月影没有回头, 却低声笑着对张凡说了一句, 主人, 有人跟踪我们, 就是那个美男子许子军, 要不要戏弄他一下, 许子军自认为翘无声息, 做得异常谨慎, 谁也不会发现自己, 但是他没想到, 他的跟踪, 早已经被花月影察觉, 他可是天地当铺的气灵, 曾经率领十万下属, 赶在天宫四处要杖的存在, 像许子军这样的凡人, 又怎么瞒得住他, 没事, 甩开他, 别耽误正事就好, 张凡也没多想, 一会他们要去见小凌, 真好趁着晚上, 把小凌身上的肾脏给换掉, 嗯, 明白, 花月影偷偷吐了, 一下舌头, 虽然主人让别耽误正事, 他不敢太过分, 索性就领着张凡往医院住院部那边走, 而身后已经跟过来的许子军愣了一下, 原来是医院, 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他们这回肯定是来看病人的, 许子军有点沮丧, 觉得自己是不是疑神疑鬼的的, 人家来医院探望病人, 自己居然大半夜的一起跟着过来了, 他刚有些犹豫, 要不要继续跟着, 就发现有人故意去碰他, 一扭头, 却看到一个满眼都是爱慕眼神的女护士, 这会鼓足勇气和他搭讪, 小哥哥, 你是来看病人的吗? 那边是住院部, 晚上九点以后就不准人探视了, 所以, 你还是不要去了, 对了,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那小护士看到许子军, 简直被他俊美的容颜所折服, 太帅了, 在医院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帅气的小哥哥, 美的让人犯花痴啊, 啊, 九点钟以后不让去住院部探望病人, 那, 许子军想起, 自己亲眼看到张帆和花月影去了住院部, 既然九点以后就不准人去探视病人, 那么他们两人应该也不是探视病人的, 那么他们这么晚了, 到底去干嘛? 本来已经按耐住心思, 觉得张帆他们来医院是探望病人, 但是发现不是以后, 许子军的心砰砰直跳, 总觉得自己是不是要发现点什么秘密, 所以这个护士纠缠他, 想要他的电话号码的时候, 许子军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转身向住院部那边走, 记得那个小护士不住地喊他, 引得更多人注意到许子军, 他的容貌, 让所有注意到他的人, 几乎都发出惊叹声, 不由自主地靠近他, 男人露出妒忌的目光, 女人露出欣赏羡慕的眼神, 更多人是蠢蠢欲动, 想来向许子军搭讪, 早有类似经验的许子军, 马上头一滴, 看准一个出口, 猛然地冲过去, 然后还是向住院部那边走去, 有花月影在前面带路,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张帆和花月影很快进了住院部那栋楼, 不过一进那栋楼, 花月影的脚步就停顿了一下, 表情有些奇怪地往右手边看了一眼, 看到什么了? 有事? 张帆也停下脚步, 不知道为什么在右手边的地方, 那边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 或者说是有一种怪怪的力量, 在吸引着他, 那种直觉, 就像是要是去右手边, 肯定会有事情发生一样, 一些痴妹亡俩而已, 主人, 咱们还是干正经事情吧, 花月影突然笑了, 没有理会右手边有什么事情, 而是带着张帆上楼梯, 十八楼, 那个张华在十八楼, 嗯, 坐电梯吧, 把口罩戴上, 最好换一身衣服比较好, 要不太突兀了, 此时住院部这边, 已经没有探视病人的家属, 在走廊上走动的更多是医护人员, 这些人身上都穿着白大褂, 所以张帆和花月影这模样, 太打眼了, 张帆只想安安静静地, 把新的肾脏移植给小林, 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 并不想搞得那么惊世骇俗, 耸人听闻, 毕竟此时作为契林的花月影, 还是以休养为主, 是, 我明白了, 花月影点头, 没多久, 他和张帆戴着口罩, 全套医护人员的打扮, 甚至花月影还推着一个推车做掩护, 跟在了张帆的身后, 这一打扮, 就遇到不少穿着病号服的病人, 目光扫到他们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多看一眼, 因为类似这样的组合, 一天他们要看无数遍, 已经非常的麻木了, 麻木的都不想再多看一眼, 十八楼很快就到了, 张帆的目光盯着四百零四号病房, 小林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要是里面没有人的话, 以花月影的速度, 也就耽误不到十分钟, 应该就能把那颗完好的肾脏, 给小林换掉, 喂, 你们过来一下, 突然迎面走了一群医生, 有人一脚踏进了四百零四病房, 有人向张帆他们张望一下, 示意他和花月影过去, 似乎有事情, 这么多人, 而且还都停留在四百零四小林的病房, 张帆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呵呵, 这一回咋办, 那边许子军也走进了住院部大楼, 不过和张帆他们不一样的是, 他几乎没有犹豫, 直接抬脚, 就往右手边的方向走去, 许子军一直往右边走, 就看见一个嗖得像竹竿一样的男人, 此时黑着脸, 正在一个矮矮的胖子吵架, 我说,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你这可是在阻拦我执行公务, 真要是出事你承担得起吗, 你是吓唬人, 还是吓唬鬼, 反正现不行, 天亮前你把公务办完就行,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哪里的弯弯道道, 上面事情多, 谁会真的查册子, 这不是上不追下不管, 两人说话, 就像是在说暗语, 许子军虽然听一清二楚, 但是他却听不懂, 两人就站在走廊上说话, 但是从他身边走来走去的人, 似乎都没注意到他们, 而且说到激动的时候, 那瘦高的男人, 甚至要挥舞起拳头, 那矮胖男人, 嗤之以鼻, 满不在乎地来了一句, 真想打架, 吃苦的, 还不知道是谁了, 那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往后退了几步, 却刚好退到一个坐着轮椅病人身边, 眼看俩人就要撞到了一起, 那许子军忍不住冲着那病人喊了一句, 小心被撞了, 许子军这话一说完, 就感觉到身上一冷, 然后就看到那个瘦高的男子, 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而被人推着坐着轮椅的病人, 不解地问了一句, 小伙子,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谁被撞着了? 那病号有些不明白, 因为这个走廊边, 只有许子军和他两人, 距离最近, 许子军刚才冲着他喊的话语, 真是让莫名其妙, 哦哦哦, 不好意思, 不是说你的, 我, 我眼花, 眼花, 冷汗从许子军的身上冒出来, 他逃一般地就往医院外面跑, 想找一个地方, 好好的喘口气, 他又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该死的, 自己就不该大晚上往医院跑, 要知道这些地方, 是最容易看到一些奇怪的无法解释的东西, 而且他从小就是这样, 所以才会相对地很内向, 偏偏, 好奇心又特别地重, 跟着张凡他们进了医院, 就看到这一幕, 他是一阵的后怕, 感觉后背都湿透了, 你们来帮一下忙, 病人情况不太好, 张凡被一个主任医师叫进了404房间, 一进门就看到了站在角落边的张华, 他还是那副模样, 只是目光一直看着病床上的女儿小林, 此时他并没有发现张凡和花月影, 只是焦急地再问那主任医师, 医生, 我闺女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和她说话, 她一点的反应都没有, 张华此时心底很急, 她做了那个奇怪的梦, 然后梦醒来后发现女儿情况不对劲, 好像没有了知觉, 她慌忙按下床头的呼救系统, 这才来了好几个医生和护士, 病人昏迷了, 心跳也减慢了, 情况不好, 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士, 那主任医师这回也察觉到不对劲, 马上, 张凡他们把小林送到医院急救室抢救, 而花月影偷偷地看了一下王凡, 这小林要是被送到急救室, 那边被人包围着, 他们怎么给小林换肾脏, 或者这会强制把所有人都控制住, 然后把她肾脏换掉, 那样会耗费很大法力, 花月影还在休养生息, 这样搞动静太大了, 对她估计也不好, 这小林怕是今晚上情况不好了, 难怪在上楼的时候, 自己看到了无常, 怎么办, 先抢救, 等机会再换, 张凡和花月影交换了一下眼神, 帮助医生把小林送到急救室, 开始给她驾氧气, 一群人都在忙碌着, 而张华却死活不肯离开, 让我陪着她吧, 哪怕是死, 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张华坚持要留下来不肯离开, 其实她心底还有一点期望, 以为记得那个梦, 天地当铺, 还有使者张凡, 她的闺女不会死的, 应该有救, 有救, 家属签字吧, 手术成功的把握不高, 你要有心理准备, 医护人员递给张华一个手术通知书, 上面几乎把责任都给推掉了, 就是说, 病人哪怕就是死在手术台上, 跟医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且, 手术的成功率非常低, 低到不动手术是死, 动手术也是死的那种程度, 张华一看那通知书, 整个人差点就晕倒了, 这会却是突然改变主意, 既然手术成功率这么低, 那就不要动手术了, 让我陪着她, 让她少受点罪, 也不知道张华怎么想的, 这会坚持不肯动手术, 也不肯签字, 弄得那些医生有些被动, 这会都聚集在病人病床前, 却是束手无策, 手术让我来做吧, 她能活下来的, 突然张凡站了出来, 他们今晚上, 本来就是想给这小林做手术, 而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这么多医护人员, 还有张华都, 守在小林这边, 他们想给小林换肾脏, 怕是药费一些周章, 还不如直接站出来, 借着给小林动手术的演示, 直接把肾脏给换掉, 估计在花月影法力的加持下, 小林会恢复得很好, 手术几乎没啥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把握吗? 那主任医生才发现, 张凡衣服外面没有带工作牌, 这样, 他们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也不知道是哪个科室的, 病人情况不好, 这个手术谁都没把握做好, 就更不要说让病人活命, 张凡, 我能让病人活下去? 张凡这两个字一说出来, 一边的张华一下子捂住了嘴巴, 死死地盯着张凡的那张脸, 可惜她和花月影都穿着白大褂, 还戴着口罩, 这些人都看不清楚她的面容, 好, 求你快丢我女儿做手术吧, 张华这回有些语无伦次, 她想起那个梦, 想起菩萨说的, 派出一个叫张凡的使者, 能救下她闺女小林, 那么应该就是眼前这个人, 张凡, 主任医师还在想, 那个科室有这个叫张凡的医生, 那边张华已经极力要求张凡给他女儿做手术, 而那边花月影也反应过来了, 冲着张凡竖起大拇指, 主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两人直接进了手术室, 趁着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把众人隔绝在外面了, 手术科有叫张凡的医生吗? 我在外科办公室, 怎么没看到过她? 主任医师看见张凡进了办公室, 这会有些纳闷, 对周围几个熟悉的医护人员询问, 没办法, 医院太大了, 科室又多, 有时候, 医生之间不熟悉, 也是常态, 手术科没有人叫张凡, 我还以为是你们, 外科的医生, 外科办公室没有这个医生, 我知道花明测, 最近没有掉薪的医生来医院, 对, 这个张凡不认识啊, 不仅如此, 那个女护士戴着口罩, 看着身端那么美, 可是真不认识啊, 就是, 就是, 我敢保证, 像这么美的女护士, 我们不可能不认识, 工作群里肯定有人发照片的, 可真不认识, 跟在这主任医师旁边的几个人, 此时一个个都在讨论着, 说出张凡和花月影, 不像是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可是, 不是这医院的医生护士, 他们跑到手术室给人做手术, 这, 这可不是开玩笑, 主任医师头上的汗水当场就下来了, 他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谁那么无聊, 去装医生还给人做手术, 我的天, 这可糗大了, 得赶紧调查才行, 要是真的出什么意外伤亡事故, 这, 这医院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 而且, 他这个主任医师的职位, 肯定也到头了, 一想到这里, 主任医师就慌了, 马上联系医院的领导层, 要最终确认一下, 这个医院到底有没有叫张凡的医生, 而且有没有这方面资质, 因为他此时已经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根本就打不开, 他们一群人此时只能在外面干着急, 怎么看, 这将是一场医疗事故, 而相对于那一片慌乱的医生们, 家主张华却是无比的镇定, 此时, 他静坐在手术室门口, 一脸的平静, 张凡, 使者张凡, 他一定会救活小林的, 因为那个梦, 那个梦实在是太真实了, 菩萨, 菩萨这是派人来救他的女儿吗? 好心, 真的是有好报的, 想到这里的张华, 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有一个女护士半蹲着跪下, 手牵着张华, 头靠在她的身旁, 妈妈, 你别担心, 妹妹不会有事情的, 几个哥哥已经得到消息了, 他们也会很快赶来的, 这边医院救不了, 我们就想办法把妹妹送到上京去, 那边有全世界最好的专家, 一定能救活妹妹的, 这个护士, 也曾经在张华的孤儿院长大, 他曾经抚养过那么多孩子, 这些孩子长大后, 很多都去社会上找了一份工作, 有的去当快递员, 有的去当医生护士, 有的去做生意, 有的去了外地, 反正人是特别的多, 大家都叫他妈妈, 张华一直把满心的心血, 都放在所有的孩子身上, 真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于自己的亲闺女小玲, 才会格外的内疚, 为了那么多没有妈妈的孩子, 他这个小玲的亲妈妈, 太不称职了, 一直到孩子白血病晚期才发现, 等到孩子几乎没救后, 张华时时刻刻都在自责, 无比的自责, 自己养活那么多的孤儿, 给他们一个家, 让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 可是自己的孩子, 眼看就没有明天了, 幸好菩萨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那天给了他希望, 告诉他张凡会来救他的女儿, 他做梦都没想到, 突然冒出来一个叫张凡的医生, 给他闺女做手术, 而在外面的医生, 似乎再说什么不符合规矩, 可是符合规矩的他们告诉自己, 小灵活的希望不足二成, 几乎是等于零, 既然活的希望那么小, 那么为什么不相信张凡, 相信菩萨? 孩子, 别急, 有菩萨在救小灵, 别急, 你妹妹会好的, 张华用手摸摸那个护士的头发, 与其镇定地安慰他, 这让那护士心底, 也变得镇定下来, 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从来不相信什么菩萨什么神仙, 他们只是知道, 是妈妈救下他们, 给他们一个家, 抚养他们长大,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菩萨有神仙, 那就是张华妈妈, 如果这一次小灵活不成了, 他们就更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神仙了, 因为神仙瞎掉了吗? 连张华妈妈的女儿都不放过, 世界上那么多的坏人, 为什么不去收掉他们的命, 而要小灵死? 手术室里, 张凡一进去就看到几个摄像头, 他想都没想, 直接把手术室里准备的一次性的手术符扔到那摄像头上, 然后看了一眼花月影, 再检查一些, 看有没有没发现的摄像头, 还有, 外人, 因为接下来要给小灵做手术了, 这个其实对于花月影来说, 非常的容易, 但是张凡不想让一会花月影惊世骇俗的动作, 会流传出去, 所以, 保密工作还是要做好, 嗯, 那边还有一个隐蔽的摄像头, 花月影很快屏蔽了手术室里所有的摄像头, 然后看向躺在手术台上的小灵, 很快, 他的目光盯了小灵一眼, 本来就已经陷入昏迷的小灵, 像是被深度麻醉一样, 瞬间什么知觉都没有了, 此时就是拿刀子给他开刀, 估计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而那颗藏在天地里面的肾脏, 应该能很完美地和小灵的肾脏契合, 就算是不能弃核, 那也没关系, 不是还有他花月影吗? 没有, 医院彻底没有这个叫张凡的信息, 我天, 这下麻烦了, 这, 得马上上报到院长那边, 而且, 马上要调监控录像, 要看看这个张凡是怎么进来的, 这个叫李长志的主任医师, 此时都要哭了, 他觉得自己当了二十年的医生, 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这年头医生都有假冒, 他当的主任医师实在是太难了, 以为不会钻营, 空有医术, 却只能排斥在医院权力的边缘, 而且晚上经常上夜班, 谁知道这次还遇到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看来, 他这个主任医师的位置也到头了, 就怕, 这一次中医院要出大事了, 不但要死人, 而且还会闹出医疗事故来, 真要是让家属闹大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这个主任医师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中医院的院长, 主任多被一个电话给叫到了医院, 听到李长志的汇报, 再看看病人的病例, 再结合一下一些医护人员的总结, 医院没有张凡这个人, 那个医生和护士是人假冒的, 医院高层也惊呆了, 这拍警匪片吗? 医生护士还有人假冒, 关键是, 这个李长志真的做得不错, 反应这么快, 就算是有什么问题, 有这段时间, 也算是给医院一点缓冲处理的时间, 这个病人没什么特殊的, 但是他的妈妈, 有一个孤儿院, 我们了解, 这些人都是从他孤儿院出来的, 就连我们医院也有护士, 是从孤儿院出来的, 现在手术室外面, 很多人都在等候着, 他们不知道, 手术室里面的人, 不是咱们医院的, 其实李长志是很有能力的, 换上另外一个主人医师, 谁也没有他处理得这么快, 知道这事情不对劲, 而且还想到会对医院的影响等等, 已经是非常好了, 这人什么目的? 调手术室监控录像, 而且这事情一定要保密, 除掉我们这些人,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中医院的院长下了封口命令, 医院治疗死人也算是正常, 但是要是医院给病人治病的医生,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那问题就大了, 会引起慌乱的, 会有人质疑医院的制度不行, 我们刚才看了, 手术室的监控都被遮挡了,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李长志这回也很绝望呀, 为啥是他负责的时候出事, 他太难了, 啊, 那就盯着, 大家都去看看, 让家属做好节哀的准备, 这个病人情况几乎是没救了, 向家属解释一下, 医院只是进行人道主意抢救, 院长医术也高明, 看了一眼病例单后就知道, 这个小林是没救的, 早晚死, 只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医生事情压下去, 病人死亡后, 只能怪他病得太严重, 不能怪医院方面了, 前提是, 没有人知道, 此时手术室里进去的, 不是他们医院的人, 妈妈, 妹妹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病例单子吗, 我要看一下妹妹的病情, 有几个男人匆匆地赶来, 其中当头的一个男人, 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他在上京听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来了, 其中这个男人, 就在上京一家非常著名的中外合资的私人医院, 也是那边最顶尖的医生, 很有些权利, 此时他听到小林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想为妹妹尽一份力, 因为这方面, 他是专业的, 哟, 大哥, 我特意地把妹妹的病例留了一份, 就是为了给你看, 那个护士很快取来小林的病例化验单子, 那大哥看了一眼后, 脸色就黑了下来, 然后不说话, 一张张地翻看那些病例单子, 在他身边, 还有一个穿着考究, 手里带着劳力士名表的男人, 有些耐烦地来了一句, 妈妈, 小妹这个样子, 应该早送到上京去治疗, 这中医院的技术并不是很好, 一会等, 小妹出了手术室, 就联系医院, 不行就送到老大那个医院, 我来出钱给妹妹治疗, 这家伙有点钱, 这些年为福利院也捐款不少, 这回站出来愿意出钱, 张华冲他点头表示感谢, 而他周围那护士, 和另外几个孤儿, 纷纷冲着他竖起大拇指,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张中医你看看这些数据, 不能转院, 不但不能转院, 而且, 小林今天能不能熬下去, 都是个问题, 她的并发症太多了, 今晚上小林是不是昏迷了, 那个大哥其实叫张中云, 他们都是跟着张华信的, 他也是这一群人当中, 唯一一个懂医术的人, 剩下一个妹妹, 就是那个护士, 也算是熟悉一点医术, 嗯, 小林今天晚上是昏迷了, 大哥, 小林很严重吗? 我听主任医师说, 手术成功率不足二成, 而且, 这还是有二十年经验的李医师, 这要是患旁人, 一成怕事都没有, 李医师? 你说的是李长志? 他目前是中医院技术最好的医生了, 他说, 有二成都算是好的, 我最多也就三成, 而且, 可以这样说, 国内最好的医院的医生, 面对小林这数据, 有三成把握都算是多的, 妈妈, 你节哀? 这张忠云看着病例单子苦笑, 特别是那些检测结果, 这些都是机器检测出来的, 最不会骗人, 那李长志说有二成的把握, 已经是很厉害了, 手术不是李长志做的, 是另外一个叫张凡的医生, 我偷偷告诉你, 那个医生好像不是我们医院的的, 那个小护士压低声音来了一句, 却让他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特别是张忠云脸色当场就变了, 甚至气得浑身发抖, 岂有此理, 小林死定了, 这个手术就是李长志来做, 最多也就二成的把握, 我准备充足来做, 最多也就是三成, 这换一个不是医院的医生, 这是想害死小妹, 中医院的领导, 简直就是在作死, 张忠云这话一说, 剩下的那些人也坐不住了, 而此时李长志带着医院的领导, 浩浩荡荡的, 也都跟着来了, 一时间在手术室外面人影晃动, 张忠云马上掏出手机拍照取证, 别人不懂医院的规矩, 但是他懂, 这手术室不是主任医师亲自治疗, 病人病情严重死亡的事情, 那个医院都有, 但是却没有那个医院, 敢用不是自己医院的医生, 或者是不一定是医生的人进手术室, 这, 这代表着什么? 这对于中医院来说, 搞不好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影响到中医院的生育, 让所有人都质疑中医院的管理制度, 所以, 李长志和院长这回都慌了, 只是不停地表示, 病人原本的情况不好, 治愈的希望几乎就是零, 这样情况下, 也就是维持生命, 多活二天而已, 所以, 病人死亡的话, 真的不能怪他们没有尽力, 至于别的, 他们愿意适当补偿, 或者是尽量在病人死后, 安排好他的后事,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达成一个共识, 那就是这个小灵, 死定了, 医院这边愿意赔偿一部分钱, 还有病人的安葬费用等等, 其实张医生也应该懂, 病人这个病, 不管是谁, 都没办法治好, 特别是他, 今天就开始昏迷, 说明已经恶化, 几乎是不治之症, 因为你们有专业的人, 所以才会明白, 病人死亡是早晚的事情, 家属就是花再多的钱, 也最多能延长一下病人活的时间, 而且这个时间还很短, 很痛苦, 没有一点的生活质量, 病人死亡, 其实对于他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这中医院的院长, 在得知根本就压不住这个消息后, 面对着专业的张忠云, 这会终于拿出来一点态度, 明确表示, 就小灵这病例情况, 治不好, 谁都治不好, 所以,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死, 谁治疗都是一样, 国内国外就没有人能治好这个病, 所以, 不管是谁治疗,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只是一回病人死亡被推出来后, 他们会帮着家属, 处理病人后事, 也会给出一定的, 出于人道主义的赔偿款等等, 张忠云此时很气愤, 也知道中医院此时的软肋和七寸, 中医院肯定有错, 他也有办法让中医院赔偿更多的钱, 或者是做出更大的让步, 但是小林的病, 不管是谁来看, 谁来治疗, 其实都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死亡, 没有谁能救活, 妈妈, 你太大意了, 你们应该早一点来医院治疗检查, 这已经是晚期, 哪怕就是患肾脏, 但是短期内没合适的肾源, 而且, 小林的身体这样虚弱, 根本就禁不起这样大的手术, 所以, 他, 节哀吧, 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张忠云这回在低声地劝说着张华, 心情无比地沉痛, 就算是得了赔偿, 就算是认定了责任, 但是那又怎么样, 因为小林的命, 是就不回来了, 不, 张凡, 张凡可以救活你妹妹的, 你妹妹不会死, 张凡可以救活她, 一定可以救活她, 张华像是疯了一样, 死活就听不进去张忠云的话语, 而那边那个小护士, 被挤在了角落边, 看到手术室的大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半扇门, 咦, 手术室门开了, 这小护士一声喊, 却是让正在扯皮的中医院, 和张忠云他们说话的声音, 杀人而止, 然后李长志第一个冲进了手术室, 他们一定要抓住那个张凡, 就是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愣头青, 让中医院此事进退二难, 被家属刁难, 也让他觉得都快要死了, 太难了, 可是, 等到他们冲进手术室的时候, 第一个却是发现, 监控录像被人遮挡了, 难怪他们, 在监控室, 看不到手术室的情况, 第二个就发现, 手术室上还躺着病人, 而病人还在吸氧, 身上心跳检测仪还在工作, 病人心跳此时居然非常健康, 至少暂时没看到大的波动, 第三个就是发现, 那个张凡, 还有那个护士不见了, 不大的手术室, 根本就没有他们两个人的踪影, 他们就像是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 或者是说, 要不是他们亲眼所见, 根本就不敢相信, 心跳正常, 血压正常, 腹部有刀痕, 应该是被动过手术, 这边有衰败的肾脏, 我天, 那个张凡给小林做了患肾脏的手术, 不可能, 不可能, 病人那么虚弱, 根本就不适合做手术, 因为是医生, 才更了解这些, 此时他眼睛看到的一切, 简直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而那边的李长志, 也在拼命地检查病人情况, 他不停地揉着自己的眼睛, 不停地擦拭头上的汗水, 只觉得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 简直超出他的认知, 这个病人, 病人居然没事, 天啊, 真是不可思议, 怎么没死, 不, 他自然是希望病人不死, 可是那么重的病, 又是一个外行动手术, 怎么可能可能活得下来, 可是, 这小林此时的数据, 比进手术室的时候, 都好得太多, 这, 简直堪称神迹, 现在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 那个张凡不是外行, 相反他是一个神医, 一个差不多话陀在世的神医, 实在是太厉害了, 自己从一二十年, 就没见过医术这样厉害的人, 张凡, 张凡, 太厉害了, 这人, 是我一辈子偶像, 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医术, 那是死而无憾了, 李长志难难自语, 一时间, 他觉得自己曾经的担心, 担心自己主任医师被撤掉, 是多么的狭隘, 像张凡这样的神医, 来的时候翘无声息, 走的时候不被人所知,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值得所有人敬佩的对象, 值得所有医护人员仰望和学习的人, 张忠云也惊呆了, 继而脸上的笑容, 却是再也止不住, 他努力地抱了一下张凡, 妈妈, 这是你的善良感动的上天, 在小林身上才会出现了奇迹, 我们应该一辈子铭记张凡这个名字, 我说过, 菩萨会帮我的, 使者张凡, 张凡, 一定会救我的, 张凡此时也是泪流满面, 没有什么比知道女儿安然无事, 更让她更开心的事情, 而此时医院的院长, 也忍不住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 张凡, 张凡, 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只要这个人肯答应, 做我们中医院名誉教授, 咱们中医院绝对能大放一彩, 这医术放在全国, 都还有对手呀, 奇迹, 真是一个奇迹, 这些见证这一切的医护人员, 此时心底都像是一个大石头落地, 开始医院还一直打算隐瞒所有人, 至少不能让人知道张凡,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医院这边甚至大张旗鼓宣传, 他们医院居然治疗一个, 瀕临死亡的病人, 一个在全国来说, 几乎都没办法治疗的重症病人, 像小林这样病情的死亡率, 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中医院做到了, 居然把病人治好了, 各项指标恢复得非常好, 简直堪称奇迹, 那个张忠云甚至发了一个朋友圈, 把小林病例各项指标发出去后, 然后写下一段文字, 这样的病情, 同藏们分析一下, 能有几成把握治好, 多久能恢复心跳各方面的正常, 张忠云的朋友圈, 都是国内最顶端的一群医生, 他们眼力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所以有人还真看了一下图片后留言, 目测, 这病人数据, 运气好, 在医院, 躺着, 像植物人一样, 三个月, 最多三个月, 从现在就开始昏迷的话, 估计一个月都熬不过去, 治好是不可能治好的, 绝对不可能治好, 这数据, 有良心的医生, 都会建议家属放弃,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最后只能人才二空, 没救了, 以我行医三十年经验来看, 没救, 不要浪费精力了, 这是中医院的检测报告吧, 就中医院那水平就不了, 不过这病, 就是送到我们医院, 估计也就不了, 你回江城了, 还去了中医院, 你还是直接告诉病人家属吧, 这病没法治疗, 治不好, 张忠云没想到, 下面留言的人会那么多, 看来那些医生大半夜都还没睡, 都是夜猫子啊, 所以他很快又甩出一些, 小林刚检查的数据, 没想到他那数据一拿出来, 他朋友圈就炸了, 甚至有人打电话过来, 张医生, 你刚才在朋友圈发的是真的吗, 中医院治好的病人, 你知道是那个医生哪, 是那个上一次得奖的李长治医生吗, 要是他, 无论花多少代价, 都想办法把人挖过来, 这技术国内绝对是第一, 接到院长电话的张忠云惊呆了, 我听, 院长居然打电话来挖人, 那个人叫张凡, 我也不认识, 不认识, 马上去认识啊, 这人的技术, 可以说在国内世界上都是顶端的, 挖人, 你先不要回来了, 把这个人挖过来, 医院奖励你一百万, 另外, 让你做副院长, 张忠云听到院长开出的条件, 简直惊呆了, 他一直想当医院副院长, 但是院长都表示, 他资历太短了, 根本没法子胜任, 可是这一次, 居然主动提出来, 只要把张凡挖过来, 就可以让他当副院长, 可是, 他除了知道一个叫张凡的名字, 他没见过人啊, 他真的是不知道, 去那里找张凡, 而中医院这边也炸锅了, 因为医院院长这一次表示, 要抓住这个大机会, 好好地宣传一番, 这个叫小林的病人的情况, 谁能治好, 简直就是奇迹, 中医院在江城, 一直被其他的几个医院紧紧压着, 江城人一提起中医院, 总觉得, 这边没有几个厉害的医生, 而且, 医生医术也不行, 要是这个大一个新闻拿出去报道, 嘿嘿嘿, 就是拿到专业的领域, 估计那个医院也不敢说, 自己能治好这样的病人, 到时候宣传的时候, 动一动小心思, 那就是, 会给中医院带来无法想象的利益, 所以很快中医院的那些医生护士, 都知道了张凡, 那个张凡好厉害, 居然治好了要瀕临死亡的病人, 简直就是奇迹啊, 而徐子军, 其实一直在一楼兜兜转转, 一直没找到张凡和花月影, 因为他跟掉了, 而且, 他发现那个矮矮胖胖的男人, 似乎知道自己能看到他, 有时候还会好奇地看看他, 甚至走到他身边, 弄得他十分不自在, 而那个瘦高的像竹竿的男人, 被那个矮胖的三四十岁的男人给气跑了, 此时也不知道在那里, 但是徐子军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这个瘦高的男人很厉害, 很厉害, 不是他这样的人可以想象的, 所以对于那个矮胖子, 他也敬而远之, 像别人一样, 装作看不到的模样, 你们知道吗? 原来十八楼四百零四病房的一个病人, 在手术室被人抢就回来了, 听人说是一个被张凡救回来的, 关键是, 那人专家团已经诊断过了, 必死无疑, 真的假的, 不可能吧? 那个张凡是谁, 没听说过啊? 你赶紧看看手机, 看中医院的工作群, 你翻看拎下朋友圈, 你就知道, 我没骗你, 这么大的事情, 能骗人吗? 两个病牌型的小护士, 一边走一边在讨论着, 他们刚才听到的一些消息, 而这些话, 听到了徐子军的耳朵里, 他就听到张凡两个字, 张凡, 救人, 治病, 他家不是开当铺的吗? 这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 怎么就扯到了张凡的身上? 这真是不可思议, 徐子军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干脆拦着那两个护士询问, 小姐姐, 你们刚才说的张凡长什么模样, 就是他一个人吗? 他身边还有没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啊, 我们没见过张凡, 听说很年轻很帅气, 他身边确实有一个女护士, 怎么你认识他? 那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两个护士此时看到徐子军居然知道张凡不是一个人, 此时眼睛都亮了, 因为他们刚才在工作群里看到一个公告, 鼓励中医院所有的公众人员帮着搜集关于张凡的一些资料, 只要是有用的, 正确的都会获得中医院的一些奖励, 所以这两个小护士也心动了, 何况徐子军那么帅气好看, 简直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男神啊, 这会能跟着男神说一会的话, 这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这, 你们能告诉我,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别是在张凡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徐子军此时也察觉到了, 这些护士说的, 张凡和他跟踪过来的张凡, 应该是一个人, 然后这两个小护士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一些, 关于张凡的传闻, 很厉害啊, 在急救市救下一个被专家团认定一定会死亡的病人, 那个病人的肾脏已经坏掉了, 今晚上其实已经昏迷了, 李医生都说没救了, 而且还让家属牵制情书, 也就是责任书, 因为病人的病情恶化, 没救, 这种情况下, 那个张凡居然短短的时间内, 把人给救活了, 还给做了手术, 移植肾脏的手术,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 简直就是奇迹一般, 那两个小护士叽叽喳喳地说着, 却没看到徐子军脸上越来越惊讶, 甚至他一转身就往十八楼跑去, 他要去亲眼看一看, 所有的传闻是不是真的? 此时的张凡和花月影证走在马路边, 两人身上的白大褂已经拖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 他们出来的时候, 别人都没注意到, 等到所有人反应过来找张凡的时候, 他们已经从另外一条路悄悄离开了, 好饿啊, 主人, 你要不要吃点夜宵, 想吃东西了? 此时在外面已经十一点多钟了, 花月影摸着肚子在叫苦, 晚上他们只是吃了一点蛋炒饭, 虽然特别的美味, 但是分量还是不够呀, 关键是晚上忙碌许久, 总得犒劳一下自己吧, 你请客吗? 主人, 你也太抠门了, 有这样压榨职员的吗? 你是我的职员吗? 我又没给你发工资啊, 啊, 我太倒霉了, 太可怜了, 我只是想吃个夜宵, 我请还不行吗? 花月影一阵哀嚎, 最后败下阵来, 表示愿意请客, 选中了一个灯光璀璨, 看起来特别豪华的酒楼, 发现里面还提供烤串海鲜等小吃, 我要你们这里的烧烤, 每样来一份, 然后来一份炒花饭, 还有海鲜, 都给我来一份, 花月影那模样, 似乎很饿, 看着那摆放精美的食材, 每样都点了一份, 甚至最后还要了一份炒花饭, 因为这让他想起, 今天在我家小馆吃的, 唯一的一份炒花饭, 分量有点少, 但真的是超级美味, 他们这个点来, 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这回他们点的菜, 很快就摆满一桌子, 花月影上来就是尝一口炒花饭, 皱眉, 这炒花饭, 和晚上吃得差得远了, 只能说是勉强下咽, 不好吃, 吃烤串吧, 这些你肯定吃得少, 张凡向花月影推销烤串, 这些东西, 对于花月影来说, 肯定是特别少见的, 肯定会爱吃, 果然尝一口烤串后, 花月影脸色才好看一点, 要是我家小馆也推出烤串, 我看呀, 这些我也会吃不下, 那家老板的手艺可真好, 花月影此时有点怀念许子军的手艺了, 经过他的手做出来的好吃的, 真的很美味了, 得了吧, 有的吃就不错, 那个老板脾气很古怪, 又不能点菜, 只能将就了, 你没看到, 他好奇心还重, 今天晚上还跟踪我们, 张凡和花月影这边, 有一搭没有搭的在说话, 就听到隔壁桌上好几个人, 在高谈阔论, 你们说, 李医生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怎么感觉好离奇一样, 那个张凡是什么来头, 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们见过没, 没见过, 但是已经不妨碍, 我对他的敬仰, 如同滔滔江水般, 绵绵不绝了, 太厉害, 我要是见过他, 我此时就会去院长那边邀功, 没听说医院都发内部消息了, 让积极寻找关于张凡医生信息, 这是要宣传他, 人家都不是咱们医院的, 院长还这样做, 真是, 要不怎么说, 我们就当不了官僚, 嘘, 你少说两句了, 人家张凡确实厉害, 李医生都佩服五体头地, 那病人家属都哭得直喊菩萨保佑他们, 看得我眼睛都酸了, 原来隔壁这一桌, 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下班后, 也来吃夜宵, 这个时间, 酒楼没人, 这回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张凡来, 听那些人口气, 中医院会大肆宣传, 这回张凡的名字, 已经被很多人知晓了, 花月影这回也挺到这些, 偷偷对着张凡笑, 还用手指指那些人, 主任, 你说, 他们要是知道你就是张凡, 会怎么样? 专心吃东西, 你要是敢弄出什么幼鹅子, 担心以后都不带你出来吃东西了, 张凡是知道这个花月影, 有时候有点调皮, 喜欢干点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来, 所以, 这回他是严重地警告花月影, 老实点, 好好的吃顿夜宵不香吗? 点了那么多东西, 两人都吃撑了, 但是总觉得有点遗憾, 因为这味道, 要是没吃过许子军做的饭菜, 他们还会觉得味道不错, 但是吃过许子军做的饭菜后, 就有一种感觉, 这些夜宵串串实在是太普通了, 也就填饱肚子而已, 谈不上美味。 张凡和花月影结账后, 出了酒楼的大门, 刚好看到隔壁那一桌人, 也都陆续地走出来了, 他们嘴巴里还在谈论着张凡, 张凡, 你要去那里啊, 这边走呀。 那花月影眼珠子一转, 故意很大声音, 喊出张凡两个字, 而这两个字就像是有一种魔力, 让本来懒懒散散熙熙落落 走出酒楼的那些医护人员, 一下子都惊呆了, 然后拿出手机, 无助地寻找着, 张凡, 张凡在那, 让我拍一张照片, 我天, 张凡, 在那, 在那, 是那个张凡吗? 赶紧追上他, 别让他跑了, 那是英雄啊。 那些医护人员此时像疯了一样, 到处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却发现那个喊张凡的女孩子像是失踪了一样, 不过这更让他们激动了, 要知道张凡身边确实是有一个女孩子的, 而且这里距离医院并不是很远, 很有可能他们从医院出来后来这里吃夜宵, 然后马上就有人激动地在中医院群里发信息, 我刚才看到张凡了, 还和他在这里吃过夜宵, 有人这个消息一发出去, 就被几十人at, 大家都万分好奇地询问, 真的吗? 张凡长什么模样? 羡慕呀, 好想看看那位大佬, 羡慕呀, 拍照了吗? 院长那边, 要张凡的照片? 请客, 请客, 你运气也太好了, 居然能遇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 太羡慕了, 这好运气, 去买彩票吧。 中医院医护人员在吃夜宵的时候, 偶遇张凡的事情, 再一次引爆了整个中医院的工作群, 大半夜的这些人都无法入睡, 都在谈论着张凡, 而被所有人谈论的张凡, 此时正全程黑着脸, 往老街走, 一直紧紧跟着他的花月影, 正在不停地向张凡道歉, 主人, 我只是觉得好玩啊, 我真的没别的心思, 我不是故意喊你名字的, 你别不理我啊, 我知道错了还不好呀, 你就饶了我吧。 花月影要哭了, 主人不但抠门, 还是个小气鬼, 一点玩笑都不能开。 徐子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家的, 凌晨三点还是四点, 本来要是以前香这么累的话, 他肯定会任性地关上门, 不会再开始做早餐, 因为虽然喜欢做美食, 但是他有钱不愿意那么累, 要不然, 也不会每次都限量, 不愿意多做一点点。 可是听到中医院关于张凡的一些事情后, 徐子军决定, 既然睡不着, 那就不睡觉了, 干脆去用心地做一点早餐, 按照他的观察。 那张凡和花月影两人, 似乎十分喜欢他做的美食。 从吃过第一顿后, 后面就直接来了。 想到这里, 徐子军就开始琢磨, 做点什么好吃的早餐, 营养丰富味道好, 张凡他们又能很喜欢。 这一晚上, 花月影都没睡安稳, 心底有点后悔啊, 自己太大意了, 都快忘记那是自己的主人啊, 自己可是丫鬟, 主要是这些天, 自己看着主人脾气好, 大意了膨胀了, 今晚上都敢和主人开玩笑, 这一下把主人得罪了, 完蛋, 这要是哄不好主人, 以后日子可咋办呀? 自己可是气凌, 气凌, 张凡这一晚上睡得倒是很香, 他才没有像花月影响的 那么多弯弯道道, 他是故意装作生气的模样, 要不然这花月影是越玩越嗨, 只不定下次会闯什么祸, 凶一下他, 让他障点记性也好。 所以, 等到张凡起床后, 就发现花月影 已经开始收拾一楼的房间, 一看到他下楼, 就眼巴巴地跑过来, 讨好地冲着他笑, 主人, 我家小管已经开门了, 要不要去吃早餐? 那边今天早晨很好吃的灌汤包, 要不要尝一尝? 花月影满脸堆着笑容, 热情地, 让张凡都有点不适应, 他一紧张, 一只手就把裤子握紧, 因为上次花月影集的时候, 跪在地上, 差点就把他的裤子给扯掉了, 那次弄得张凡都有阴影了, 所以, 一看到花月影这样, 张凡就急, 行, 行, 听你的, 你别靠我太近了, 我今天没记皮带, 张凡冲着花月影直白手, 让他很委屈啊, 我又不是女流氓, 犯得着这样防着我吗? 看来, 主人还是在生气啊, 真是小心眼, 张凡和花月影去我家小管的时候, 张婶子不在, 而徐子军看到两人进来后, 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默默地走到门口, 把门口一个小黑板翻过来, 停止供应食物, 客人下次清早, 这小黑板一挂出来, 就表示餐馆客满, 不再供应食物, 哪怕我家小管, 其实现在只有三四个客人, 老板, 你家今天还供应灌汤包吗? 能给我来一笼吗? 没有, 那不是卖的, 今天只供应稀饭, 徐子军面不改色地答应了一句, 却转身把一笼灌汤包, 直接拿到了张凡和花月影的桌子上, 气得那喊灌汤包的客人, 不乐意地嚷嚷起来, 老板, 你太偏心了, 他们比我来得晚, 怎么就有灌汤包? 为什么我只有稀饭? 这灌汤包不是卖的, 怎么着, 我乐意, 爱吃不吃, 不喜欢吃稀饭, 可以走。 徐子军对来就餐的客人, 可没什么好脸色, 可架不住他的稀饭, 也做得好吃呀, 那都是用新鲜的蟹黄熬的, 那个鲜呀, 哪怕只是白稀饭, 来吃饭的客人, 也舍不得走, 我就说说而已, 稀饭就稀饭吧。 那客人心底, 虽然很不服气, 甚至多看了张帆和花月影一眼, 但最后, 还是因为手中的稀饭太美味, 继而选择继续忍耐这怪脾气的老板。 稀饭小笼包, 要是再多一碗汤, 那就更好了。 张帆看了一下桌子上的小笼包和稀饭, 和一边的花月影随口, 说了一句, 其实他也知道, 我家小管的老板脾气不好, 不能点菜, 老板做什么菜, 就吃什么菜, 那感觉就是, 有的吃就不错了。 汤? 你们喜欢吃肉丸汤, 还是鱼片汤?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许子军居然很认真地问张帆, 需要吃什么汤? 这让本来已经在抱怨, 只有稀饭的客人, 此时吃惊地看着张帆和许子军, 都是客人, 差别怎么能这么大? 不公平,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两种都不错, 要是可以的话, 都弄一点来尝尝, 那就更好了。 张帆虽然有点吃惊, 但脸上带着笑容, 一副心情不错的模样。 许子军的手艺好, 虽然吃过他做的牛肉火锅, 还没品尝过他做的鱼汤和肉丸汤, 还有眼前看起来很平常的稀饭和笼包。 许子军脾气古怪, 不过他要乐意做的话, 张帆自然是想一宝口福。 稍等一下, 很快就来了。 许子军脸上也露出笑容, 并没有不耐烦的模样, 很快匆匆地去了厨房, 而张帆隔壁餐桌的客人, 这回忍不住来了一句。 我在这家小馆吃了一二年了, 都没点过一次菜, 倒是有幸吃过一次这家老板做的肉丸, 至今是念念不忘。 美味至极, 这位兄弟, 你们和这老板什么关系? 居然能点菜? 另一桌客人看起来像是夫妻, 男的这回大吐苦水。 他们算是这里的熟客常客, 但是也没想过, 能点一次菜, 因为这家老板有钱任性脾气古怪。 我们, 估计是邻居的缘故吧, 我们就住在附近。 邻居, 我也是这条街上的老街坊呀, 我家和他家做邻居都快十年了。 这客人又吐槽一句, 似乎无限的委屈, 张帆看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为了一口吃得这么耿耿于怀, 这会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安慰他, 只好低头品尝今天的美食。 蟹黄粥入口鲜美至极, 一口清汤能让人把舌头都咬掉, 而且那煮粥用的米特别的香糯, 和蟹黄融合在一起, 只是品尝了一口。 张帆忍不住点头, 徐子军的手艺真是杠杠的的, 简单的一个熬粥, 居然能让人回味无穷。 再尝一口那灌汤小笼包, 此时包子皮几乎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张帆先咬了一小口, 包子里的汤汁顺着嘴唇流入舌尖。 好香, 好鲜。 只是品尝了一口汤汁, 张帆就忍不住尝吸一口气, 这包子好吃到哭。 呼吱呼吱。 张帆吸包子汁的声音, 让坐在他旁边的客人, 实在是受不了。 关键那包子溢出的香味, 让他肚子里的蝉虫都爬出来了。 俗话说, 远亲赶不上静铃, 我出一百块, 把这龙包子买来怎么样? 当然也会给你们留两个。 林桌这客人眼睛盯着张帆桌子上, 还有九个包子, 不住地吞咽口水。 这让跟他一起坐着的媳妇 有种脸都没出放的感觉。 太丢脸了。 为了吃几个包子, 都向人家讨要。 还一百块八个小包子。 这馋的, 让人觉得没脸见人。 不用, 不用, 我也不缺钱, 要不, 送你二个尝尝。 张帆看了一下这还有九个小笼包, 许子军还在厨房忙碌着, 人家一个三四十岁的老爷们缠成这样, 干脆送他两个好了。 看着张帆还真送了两个小笼包给自己, 那客人忙掏出一百块, 一定要塞给张帆。 兄弟, 我不缺钱, 我就好这口, 就是爱吃, 多谢多谢了。 那人把钱往张帆手里塞, 塞到最后, 甚至把那一百块压到了张帆桌子上, 放面金纸的纸盒子下面, 然后他对面的女人脸骚得没处放。 用眼神催住着他, 快走吧, 丢死人了。 那男人就当没看到媳妇的眼神, 一手拿着一个包子, 离开的时候, 还特意把另一个方便带装的包子, 往媳妇手里塞。 吃吧, 这味道绝了, 我保证。 你尝过之后, 再也不想吃别家包子了。 中午, 咱们早点来, 子军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你这个死鬼, 贪吃鬼。 那女人狠狠地骂了一句自己的男人, 但是最后还是接过他好心塞过来的包子。 自家男人贪吃, 能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塞一份给他, 已经是心底有他了。 咦, 这笼包的味道, 可真好呀, 羡慕屋子里两个人有口福了。 那女人离开的时候, 还忍不住羡慕地看向张帆和花月影, 只是有点不明白, 性格古怪的徐子军, 为什么对这个两个人这么好? 怪事, 碧绿的葱花雪白的鱼肉, 漂浮在碗里面, 还没有吃, 振振的香气四溢, 让人食指大动。 还有一盘肉丸汤, 一颗颗肉丸像是大珍珠, 咬一口都觉得这肉香滑嫩爽, 说是肉丸子, 怎么让他吃出了鱼的鲜美? 而鱼肉也嫩爽爽口, 让人回味无穷。 哇哇, 这味道真好, 老板, 你多尝尝, 太美味了。 一边的花月影吃了二口后, 眼睛也直了, 没有人不喜欢美食。 而且美味的食物, 能让人的心情格外的愉悦和满足, 吃着美食的张帆, 看那徐子军就特别的顺眼。 多好的小伙子, 不但好看, 关键是, 这手艺真好。 以前有御厨, 御厨的手艺到底有多好? 张帆不知道, 反正这个徐子军是张帆见过吃过的, 做食物最好的厨师, 当然, 也是长得最好看的厨子。 多谢了, 这肉丸汤和鱼汤都特别的好, 小笼包也不错, 月影, 看看多少钱。 张帆吃的是心满意足, 是意花月影富账。 不, 不要钱, 交个朋友, 我以后能去你们家小做吗? 你们如果以后想吃什么, 可以告诉我, 我很乐意为你们服务。 徐子军笑得很真诚, 有这一手起死回生的本事, 谁都愿意和他做朋友。 因为你不知道, 死生会什么时候会找你, 自己不过是喜欢做美食, 至于开这家小馆子, 那原本就是为了磨练厨艺。 可以啊, 反正大家隔得这么近, 欢迎随时去做客。 老板, 徐子军不要钱, 这个不怪我不给啊, 嘻嘻。 花月影嘻嘻一笑, 感觉自己跟着老板以后, 也变得抠门了。 不过, 人家徐子军真的不差钱, 几十层的房子哦, 他缺的, 是一个懂他美食的朋友, 自己满足他就是了。 徐子军笑了, 从那天后, 他闲暇的时候, 就往张帆那边跑, 有次还站在天地当铺的招牌 下多看了一眼, 但是却什么都没说。 张帆那边一楼是一个宽敞的大厅, 原来是咖啡馆, 有厨房也有小包厢, 他喜欢安静, 每次来都会跑到厨房去鼓道一番, 有时候就会端出一些冰激凌奶酪, 或者点心出来, 这让花月影对他好感大增。 会做饭还养眼的男人, 这年头可不多了。 而江城荣家, 有人送来了一份报纸和报刊给荣治康。 老爷, 你看中医院这次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很理气? 这里, 这里甚至提到了一个叫张帆的人。 还有, 这是我根据中医院内部的一些传言, 还原出来的资料, 还有这些, 这些监控, 我都想办法拿来了。 荣家的人一直都没有放弃追查张帆的消息。 对于荣老爷子来说, 张帆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他害怕一年后的再次死亡, 到时候拿着钱都买不到寿命。 所以, 寻找张帆或者跟他有关系的信息, 已经成了重中之重。 荣家为此许下巨大的好处。 有一群人专门在全世界寻找张帆的踪迹, 中医院的事情很快引起他们的注意, 经过他们的深挖, 几乎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而那个张帆近乎鬼神的医术, 让查这件事情的荣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荣志康一看到那模糊的, 只能看到张帆背影的时候, 浑身像是被电击中一样, 不住地点头。 对, 对, 就是他, 就是他。 原本他心底对父亲如此大动干戈, 执着寻找张帆, 还有些无奈, 觉得父亲是越来越糊涂。 谁知道, 当荣志康看到中医院小林被救回后, 整个人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太牛了, 几乎能掌控他人生死, 还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 难怪那天父亲差点咽气, 最后都被救活了。 这个叫小林的病人, 按照医院以前做的检测, 基本是没救的那种。 没想到也活了? 权力缩小圈子, 这个张帆能出现在中医院, 他很有可能在江城, 找到他, 一定要恭恭敬敬的, 这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荣志康说话都有些哆嗦。 其实, 作为荣家的掌舵人, 虽然见惯了大场面, 但是在得知有张帆消息的时候, 他整个人还是有点猛。 这个张帆, 真是一个传奇, 越是派人搜集他的资料, 越是让人惊讶到无法冷静的地步。 这个张帆, 实在是太厉害了。 上次老爷子起死回生, 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奇迹, 没想到旧小林的时候, 同样的奇迹, 还有第二次, 或者是说, 张帆是创造奇迹的男人。 还是老爷子有眼光, 早早地派人调查寻找张帆, 以后寻找张帆踪迹的事情, 已经当成荣家重中之重的事情来办。 他和老爷子亲自负责, 这可比管理一家大公司重要多了。 还在老街待着的张帆, 并不知道荣家还在找他。 他最近的日子过得不错, 生活上有花月影照顾着, 细心又周到, 关键花钱也大方。 吃喝有许子军这个大厨, 变着花样, 做出各种的美食。 对于张帆来说, 别提有多舒服惬意, 闲时候喝杯咖啡, 看花月影种花。 有空就去天地当铺, 看看当铺以前的仓库的账单, 日子过得倒是充足。 这一日, 张帆正在一楼喝咖啡, 透过窗户, 看到花月影垂头丧气地 把他种的多肉拔出来, 因为那萌萌的多肉 已经变成一个干巴巴的 树根枯枝模样。 这多肉完全是死透了, 晒干了。 张帆想笑, 花月影喜欢种花, 可是就没见他种活过什么花。 每次都是热情地忙前忙后, 弄回来各种多肉以及盆栽花, 但是过不了多久, 最后只会剩下一个枯枝。 百事不爽啊! 关键是, 花月影并不气馁, 一件事情一直都在坚持着, 并且乐此不彼。 突然有一串熟悉而悠扬的 风铃声传来, 张帆立刻放下手中的咖啡, 静止走进了天地当铺之中。 在交易人还没有来的时候, 他顺手还是拿起了那面罩。 因为上一次救小玲的时候, 自己其实和张华碰过面。 但是张华并没有认出 面罩后面的就是张帆。 所以, 见到张帆的时候, 只是把他当成救小玲性命的人, 并没有失态。 这也是张帆愿意看到的。 所以, 每一个进天地当铺的人, 张帆都愿意带上脸谱去见他们。 风铃声还在想, 这一次没有像以往一样, 从大门口走进来一个交易人。 大厅里那个从来就没有打开过的黑色圆形拱门, 此时却悄悄地打来了, 这让张帆惊讶地站起来。 大厅里走进来的都是人界的交易人, 上次去广寒公共的时候, 走的是红色的圆形拱形门, 而这一次打开的是黑色圆形拱形门。 这就是说, 今天来的客人和以前的客人不一样。 按照张帆的猜测, 很有可能是魔界或者名界的交易人, 他跟自己是不一样的。 这还是张帆作为天地当铺的主人, 第一次接触从黑色拱形门里走出来交易人。 他有点不安。 天地当铺? 还真有这个地方? 我还以为传闻一直都是假的。 一个矮胖的三四十岁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天地当铺之中,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横梁上的天地当铺的字样, 喃喃自语。 等看到带着脸谱的张帆和板着脸站在一边的花月影, 略意犹豫, 想起记忆中的关于天地当铺的传闻。 相传在天地间最神秘的地方, 有一个天地当铺。 在那个当铺里, 无论你是神仙妖魔, 还是一介凡人。 只要你能拿出让当铺看中的东西, 你就可以在天地当铺里交易。 你可以出卖你的灵魂, 肢体, 甚至一切的一切, 可以在天地当铺中换取金钱财富, 甚至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 比喻一些法器, 甚至一座宫殿, 甚至一些天地间极为珍贵而罕见的宝贝。 但是天地当铺, 也只是在传说中, 很少有人见过或者交易过, 特别是最近几百年, 关于天地当铺的传闻都少了。 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 怎么进入天地当铺就是一个谜。 更不要说怎么在那里交易, 所以能进天地当铺对于他们来说就跟中了超级大奖一样, 特别地让人兴奋。 所以这个男人看到张帆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跪下, 虔诚地跪下。 我想和天地当铺交易, 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 只要你们喜欢的, 我都可以拿出来。 听到下面这个男人的话语, 在想到他是从黑色的拱形门里走出来的, 张帆就知道, 眼前这个不是人, 应该是妖魔鬼怪之类的, 但是人家愿意付出一切, 应该是被天地当铺里面的物品挑选的交易人。 嗯, 你最想要什么东西, 我这边都能满足你, 然后我再看看, 你身上有没有可以值得我看中的东西。 花月影一直站在张帆的身边, 这会悄悄地在桌子上用笔写了几个字, 留下他。 我, 我想要一颗感恩的心, 能让我的孩子明白一些道理, 至于我, 我可以当掉的灵魂, 我的自由, 还有我的一切的一切, 只要你们肯收下。 这个男人想起传说中, 天地间能让天地当铺看中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而天地当铺的主人, 那是天地间最见多识广的人, 人家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像自己这样一介穷鬼, 他真的特别惶恐。 不知道拿出什么东西, 可以和天地当铺交易。 在天地当铺这里, 他很自卑, 而且他觉得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感恩的心, 我可以满足你, 但是你拿什么来交换这样东西呢? 带着脸谱的张帆, 此时看起来面无表情, 似乎有点不高兴。 但是底下跪着的男人, 一听说张帆那边可以给他感恩的心, 激动的浑身都开始发抖。 他整个人再一次匍匐在地上, 然后似乎在努力想, 自己该拿些什么东西来当掉。 我手里有绝世的美誉, 以前曾经拿来把玩的, 还有一个宝贝, 就是类似于龟壳, 可以抗击神仙的攻击。 这个男人听说传说中的天地当铺, 真的有感恩的心, 这回才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些好东西。 随后在地上出现一块一二米高的和田玉的百剑, 百剑的最上面白云飘飘, 仙宫隐约可见, 还有南天门以及灵霄宝殿的字样。 美轮美奂, 让人移不开眼睛。 而在百剑的中间和下面, 雕刻的东西更是让人吃惊。 而在百剑中间, 却是雕刻着人们在田地劳作的场景, 看那样子应该是人间。 至于百剑的下面, 则又是另外的一幅让张帆吃惊的场景。 底座是黑色的, 看起来地面都是黑蒙蒙的, 然后就是看到有人被铁链子拉扯着, 往一个方向走去, 在那里人的脸上都是麻木的, 似乎没有了灵魂。 不远处还有熊熊的火焰升起, 似乎在燃烧着什么, 看着让人感觉有些压抑。 但这个百剑, 不说价值连城, 起码也算是一件宝贝。 至于地上还有一件灰扑扑的鎭甲之类的东西, 被慎重的地叠好放在那里, 看得出来这男人很看重这东西, 至少在他的眼里, 这鎭甲比这百剑珍贵得多。 其实单从表面来看, 当初张帆的道, 那颗感恩的心, 只是付出一个健康的肾脏而已, 而那肾脏当初只是花费了十万块买到的。 哪怕张帆多给人家几倍人钱, 也是异常的便宜。 但是在天地当铺里面一交易后, 就变得不一样了。 张帆在想, 到底要哪样东西, 或者是像花月银写出来的, 把这个人给留下来。 所以他没有开口, 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百剑和鎭甲, 因为有脸谱的缘故, 整个人显得无动于衷, 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 但是张帆这个表情, 落到了那男人的眼里, 却是另外一个感觉。 他心里慌, 天地当铺里的那个东西, 对他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这二样东西, 你不愿意收, 我愿意付出我的灵魂, 自由, 还有一切。 那男人身体在发抖, 他不想错失这个机会, 传说中天地当铺, 有人一生中, 难得有一次机会进来。 而几乎从没人能进来过第二次。 而且, 传说中天地当铺的主人, 只会拿走点当者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包括性命灵魂和自由。 签合同吧, 我要你的灵魂和自由, 还有你的身体, 我会给你几天时间, 处理身后事情。 三天后, 你来天地当铺报到。 张帆很快做出决定, 百剑虽然精美, 但只是一个百剑, 放在天地当铺, 也没什么用。 龟甲看着是好东西, 但是张帆也没觉得有多珍贵。 毕竟跟神仙为敌的机会不多, 天地当铺真繁华起来, 到时候, 花月影一个人就能对付那些神仙。 而花月影作为气灵, 她在自己见那些典当交易人的时候, 一直是不言不语, 只是充当打下手的作用。 今天她主动偷偷地给自己写下那三个字, 就一定有深意。 能让花月影提出来要留下来的典当人, 又是第一个从那个黑色的拱心门里走出来的张帆觉得这个男人的灵魂, 自由和身体, 完全可以交易那颗感恩的心。 这, 这, 我答应。 那男人由于片刻后, 突然看到大厅中间那天地当铺四个字后, 立刻下定了决心, 愿意点当自己的一切, 换取那颗感恩的心。 因为那东西, 对于她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己几乎死不瞑目, 不就是因为需要那样的东西吗? 花月影冲着张帆露出一个甜甜的笑脸, 然后开始拟订合同。 而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告诉她, 自己因为死后, 名字都快忘记了。 如果可以, 就叫她无名吧。 最后, 无名签下自己名字后, 咬破了自己的中指, 许久才在羊皮卷上按下自己的手印。 而同时, 张帆也拿出天地档铺的印章, 在羊皮卷上盖上印章。 那羊皮卷立刻像是活了一样, 不但如此。 而且那印章有一道虚影飞起来, 直接就进入了无名的眉心中间。 而在她的眉心中间, 似乎出现一个天地档铺的小印章的东西。 那五名浑身一颤, 冲着张帆在一起虔诚地跪下。 拜见主人。 嗯, 花月影去取东西给无名, 处理完你自己的事情后, 三日后你就得来这边报道了。 张帆示意剩下的事情, 花月影来处理。 而在老街的小院子里, 许子军像往常一样, 脚步轻快地提着一份食材过来了。 这些天, 她都是在一楼给张帆和花月影做美食。 这个小院子, 她原本就很熟悉, 自然是没有一点的约束。 所以她走进虚眼的大门后, 几乎没有半点的心理负担, 只是有点惊讶。 屋子里的人都去了那里。 这咖啡还是温热的, 人能去哪了? 许子军心底纳闷, 窗户边的这个位置, 是张帆最喜欢的地方。 她总是喜欢在这里喝咖啡, 然后透过窗户看小院子, 爬满三色梅。 还会在这里看花月影种花。 许子军盯着院子看了一眼, 只看到一个倒出一半途的小花盆里, 一棵多肉植物安静地放在地上, 旁边还有铲子以及浇水用的小壶。 正常情况下, 花月影不是此时正在种花吗? 可是, 为什么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这情况, 就像是两个人一个喝咖啡, 一个种花的时候, 突然消失了一样。 怪, 怪, 怪。 张先生, 小月姑娘, 你们在哪啊? 没出什么事情吧? 你们可别吓唬我。 许子军突然在客厅里喊了起来, 然后他惊讶地发现, 有个人突然冒出来, 那个人其实就是那天晚上, 他在医院看到的矮胖的男人。 此时他似乎也吃了一惊,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许子军。 这个男人知道, 许子军的眼睛有点特别, 似乎能看到他, 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而这个许子军也知道, 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 正常人应该是看不到他才对。 所以, 许子军马上反应过来, 还是装作一副 没看到那人的模样。 嘴里嘟囔着, 都去哪里了, 也不打一声招呼, 我还是去厨房做菜吧。 说到这里的许子军, 赶紧地提着食材去厨房, 一颗心却是喷喷喷地直跳。 那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让自己两次碰到, 要出事了? 是不是要出大事了? 许子军身上, 再出汗, 心里也乱七八糟地, 让他无法地镇定起来, 甚至他想到一个不好的可能性。 那就是, 张帆和花月影怕是要出事了。 因为根据他的经验, 只要是自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后, 用不了多久, 那里就会死人。 这个男人出现在医院, 医院死人根本就不稀奇, 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 只会觉得很正常。 但今天, 他又在张帆这里看到这个男人, 那么是不是说, 张帆和花月影有危险, 会死亡吗? 一想到这里, 许子军的脑袋都快要炸掉了, 连张帆和花月影重新出现在屋子里都没注意到, 一直到他的菜快做好了, 花月影在一边嚷嚷, 好香, 好香, 的时候, 许子军才清醒过来, 你们刚才去了那里, 我来的时候,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 所以我菜做的并不多, 因为心都乱了, 许子军这回都没心情做菜, 整个人有点恍恍惚惚的, 刚才有人喊我们, 我咖啡都没喝, 就出去了。 张帆也没想到, 今天去天地当铺的时候, 许子军会突然来了, 看来以后自己还得住一点, 免得天地当铺的秘密, 被一个凡人撞破了, 美食虽然很好, 但是事业更重要呀。 哦, 那就一起吃饭吧。 许子军似乎一点都没怀疑, 心底只是庆幸, 幸好这个张帆不在, 要是他没有被人叫出去, 说不定就麻烦大了, 或者是出事了。 今天许子军做了一盘炸小麻鱼, 还有一个滑肉汤, 以及游鳞茄子。 那个小麻鱼, 是本地的一种野生鱼, 拇指大小, 但是味道很鲜, 油炸后, 鱼小刺多的弊端, 就被解决了。 至于滑肉汤, 则是用五花肉切块后, 加鸡蛋以及调料拌好后做汤。 这种汤不油腻, 味道也是特别的好。 油炸茄子表面则是一些肉末, 融进了茄子的味道, 吃起来也特别美味。 只是今晚许子军吃饭的时候, 一直都是欲言又止。 几次呆呆地看张帆和花月影, 想说什么, 却没说话。 张帆他们倒是一脸轻松地享受完美食, 然后每人泡了一杯茶后, 徐子军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坐在了张帆对面。 张先生, 你相不相信神仙妖怪的存在? 比喻说, 举头三尺有神命。 徐子军突然抛出这个话题, 让张帆有点意外。 难道这就是他今晚上吞吞吐吐的原因? 我以前是唯物主义者, 这些我都不信的, 但是我对于一些神话传说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也许有些是存在的。 比喻龙, 没有理由十二生孝中, 只有龙现实中没有。 说不定是因为曾经出现过, 被人记录下来了, 说不定他去别的地方, 都有可能。 张帆没有和徐子军说太多的东西。 对于他来说, 就像张帆刚才说的, 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 可是自己都成为了天地当铺的主人, 而这东西明显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天地间似乎就不应该出现这东西, 可是它却是真的存在。 嗯, 我姓鬼神, 因为我见过,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我小时候去乡下奶奶家的时候, 就看到过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人, 牵着我邻居在瓦房上走。 我真看到过, 后来没有出三天, 我邻居死了。 徐子军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也鼓足了勇气, 因为这是他的秘密。 谁也不知道。 可是今天, 他在这个屋子里看到了那个男人, 他觉得张帆和花月影肯定有危险, 怎么劝说他们听自己的, 避过这一劫。 徐子军觉得, 应该把自己的以前的事情说出来。 所以他聊起自己小时候看到的一些事情。 这只是其中一件, 后来我发现几次类似的事情, 甚至在我父母死亡的时候, 我也看到过, 我告诉他们去躲一躲, 但是没用, 他们不肯相信, 后来还是过世了, 其实我知道, 我说的事情很荒谬, 但是这是真的, 因为我曾经跟踪过你们。 我跟踪你们去医院, 在医院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今天我又在你们屋子里, 看到那个东西, 所以我担心你们三天内会有危险, 所以建议你们去寺庙躲一躲, 避开这三天, 也许就有救了。 徐子军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和猜测, 都告诉了张凡, 甚至建议他们去寺庙, 那边有菩萨, 应该可以避一避风头, 对于这些秘密, 其实他是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的, 因为在有些人眼里, 说不定他就像怪物一样, 但是他不忍心看到张凡和花月影出事, 选择坦诚相见, 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了他们, 不干净的东西。 张凡看到一脸紧张的徐子军, 想到他确实是跟踪自己去了医院, 没想到, 他今天居然把这些事情都说了出来, 异常地坦诚, 甚至因为担心他们, 选择讲出自己的秘密。 而他看到的那个人, 估计就是无名, 原本张凡打算对他隐瞒天地当铺的事, 这样一看, 这个徐子军还是可以信任的, 至少算是朋友, 也没有必要对他刻意坦诚或者隐瞒。 没事, 其实你说的那些鬼神, 他们也许是存在的, 但是也会欺软怕硬。 你要是命硬, 他们是不敢欺负你的, 你要是软弱, 肯定就会没命了, 你别担心我, 我会没事的。 去寺庙躲藏, 哪有现在这样舒坦? 何况那个无名, 已经出卖了自己灵魂和自由, 以后就是他忠诚的奴仆, 为了躲避他去寺庙, 自己疯了才会这样做。 哈哈, 不过徐子军这个模样倒是真的很好笑, 你别大意, 真的, 凡人是抗不过命运的, 你会死的, 会死的。 徐子军却是很激动, 一下子站起来脸色都变了, 他万分紧张地看着张帆和花月影, 说话的时候配着他那动作和手势, 看得出来他很激动。 徐子军这模样, 要是张帆不答应, 他甚至想绑着张帆去躲一躲。 在他的眼里, 任何事情和生命比起来, 都是小事。 只要能活着, 去寺庙躲避一下, 都是应该的。 没事的, 就是我死了, 老板都死不了。 西西, 没听说坏蛋活千年。 花月影扑斥的笑声音来, 徐子军越是焦急, 他越是觉得好玩。 主人会死? 哈哈, 自己死了, 他都死不了, 而且还会活很多, 很多年的。 何况这天地之间, 能让他死的人还不多。 嗨嗨。 张帆咳树一声, 眼睛瞟了一下花月影。 这小妮子, 还是不长记性, 隔三差五的, 总要拿事情来惹他, 看来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有点欠收拾的感觉。 花月影一看到张帆的眼神, 心底哀悠一声, 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 哎呀呀, 总是不长记性, 这可怎么办呀? 想到这里, 他低下头, 不敢再开玩笑了。 一边的徐子军却很焦急, 他把自己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偏偏张帆他们还不信, 花月影甚至以为他在开玩笑。 这样的情况, 让徐子军很着急。 张先生一手医术堪称神界, 我人生中也难得遇到像你们这样的人, 所以我不想你们死, 我得救你们。 你等你们醒来后, 你们千万不要惊慌, 我只是给汤里加了一点料而已。 徐子军其实一直在观察时间, 在他做饭的时候, 其实心底已经拿定主意。 张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 愿意去庙里避祸就更好, 但是那种可能性似乎很小, 更多的是, 觉得荒诞不可思议。 所以, 徐子军索性在这汤里加了一点料。 看到花月影和张帆一脸惊恶的模样, 徐子军甚至腼腆笑笑。 放心, 我就把你们送到归原寺去住三天, 那边的主持和我是朋友, 你们躲过三天后, 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这是为你们好, 好不容易遇到两个看得顺眼的朋友, 我肯定是不想你们出事。 徐子军很真诚地说, 然后在心底却一直在数, 一二三四五。 咦, 他们怎么还不晕倒? 只有晕倒了, 自己才能用车把人送到归原寺呀。 不晕倒, 这要怎么送? 徐子军, 我发现你不但古怪, 你还有病。 你怎么就觉得, 我们一定会出事, 要躲避? 你自己不相信, 别以为别人和你都一样好不好。 我要是三天, 还没死,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要不亏大了, 吃了你下药的汤。 花月影开张帆的玩笑被抓住, 这回再不敢调笑主人, 但是他本性如此, 不敢开张帆的玩笑, 但是却不妨碍他取笑徐子军。 实在是迂腐, 就那点药, 他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调料。 吃进嘴里微微有点麻, 让他想到了花椒, 还以为这种调料就是这种味道。 谁知道, 这徐子军居然给他们下药。 哈哈哈哈, 实在是太好笑, 好玩了。 花月影是越想越好笑, 这回更是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 却是让本来有点腼腆的徐子军 脸一下子涨红了。 花月影就算是女人, 就算是很美, 那也不能这样把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而且无辜地取笑别人。 我不信, 我真的可以看到人的生死, 三天就三天。 你们要是能躲过, 只要是不违背良心道义, 不杀人放火, 我都可以答应。 要是你们出事, 放心, 我会帮你们好好收敛, 帮着联系你们的家人。 徐子军气呼呼地, 只觉得他们不可救药, 自己都把从小到大的秘密都告诉他们了, 可看着这二人完全不相信的模样。 而且, 他们居然知道菜里有药, 自己亲眼看到他们吃下了。 只是, 怎么还不发作? 三天之内, 我们要是没死, 你以后就, 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 给我们当厨子。 花月影手舞足蹈, 徐子军却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没死, 别说每天做点好吃的, 就是再难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也不成问题。 好。 徐子军盯着张帆和花月影看了许久, 看到他们喝茶谈笑风生, 就是没有一点头晕的迹象,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买到假药。 或者是, 过期了? 不行, 到时候, 要去找某宝店铺投诉一番, 居然给他假药。 好了, 还是多谢子军的好心, 小月别逗他了, 这三天咱们那都不去, 会一直在这房子里, 如果我们三天内真的出事, 这栋房子我就送给你了。 张帆看着徐子军刚才一番焦急的模样, 根本就不像是虚伪。 怎么说, 人家都是好心。 哼, 你们看我像是缺房子的人吗? 我家那么多发房子。 此时的徐子军总算是看出来了, 那些要对二人根本就无效, 他们吃了那么多, 好像一点事情都没, 而自己却觉得非常的累。 非常累, 一副想睡觉的模样。 那些汤, 他好像是一口都没喝。 不对, 品尝菜肴的时候, 好像喝了那么一小口, 到底喝了没喝? 喝了? 还是。 这件事情, 徐子军还没想明白, 整个人软趴趴地, 就倒在了宽大的沙发凳子上。 饮得花月饮更是咯咯地笑起来, 人间就没有什么药, 能让他和主人晕倒。 天地当铺再怎么衰败, 也不会差到被徐子军一个凡人, 用药迷晕了。 在上京某一处私人聚会上, 宽敞的草地, 璀璨的灯光, 还有来回穿梭添加食物的适应声, 以及草地中间摆满的精美食物。 在上京能有这么大私人院落, 本来就是身份和财富地位的象征。 能在这里的人, 那是非富即贵。 而这些人当中, 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 甚至不时朝着大门口处张望, 似乎在等什么人。 最中间的是, 这栋房子的主人, 他也时不时看一下手上的腕表。 要是有识货的人看过, 他那是百利匪达的限量手表, 一块表就高达五千多万。 能带得起这样手表的人, 比在京城有一栋大宅子还罕见。 今晚上张神医真的要过来吗? 我妈妈被他治好病后, 我一直想单独感谢一下他, 都被他婉拒了邀请, 还是刘哥有面子, 居然能邀请到他来。 是啊,是啊, 谁不知道神医虽然年轻, 但却是国内最年轻最好的医生, 想见一面可不容, 咱们是拖了刘老板的面子。 能认识这样的神医, 那等于是多了一条命。 我今晚上, 可是专门为了神医而来的。 神医两个字就像是有魔力, 让本来热闹的宴会上, 突然就安静下来, 更多的人都在向门口张望, 就听到有仆人匆匆赶过来。 在这个刘老板耳边说了一句话, 就看到他面色一喜。 来了, 神医来了, 咱们快去迎接他。 这刘老板一开口, 剩下的人都激动起来, 都往大门涌去。 一个矫健而年轻的身影, 出现在大家视线中, 却是刚下飞机, 风尘仆仆的张忠云。 看到无数人涌上来, 争相向自己握手, 说着恭维的话语, 张忠云虽然有些不喜应酬, 但是想到自己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这些人帮忙。 所以这回, 他努力维持着微笑和众人握手, 甚至还时不时和别人说上一二勾。 哦, 你母亲的身体还好吧? 我记得当初的手术, 做得还比较成功。 母亲身体很好, 她一直都在刀念着, 她的命, 就是神医你救的。 有人握着张忠云的双手, 死活不舍地松手, 能被神医记住的人, 那可非同小可。 在上经这边都在传说, 谁要是和张忠云神医交好, 那等于多了一条命。 多少在别的教授专家口中, 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病患, 在他手里都被救活了。 比喻这一次, 听说他去了一趟江城, 就在中医院, 救活一个濒临死亡的患者。 神医啊, 真是神医。 张忠云被众人簇拥着, 站在露天宴会的最中间, 脸上一直维持着得体的笑容, 这对于一向不喜欢应酬交际的他来说, 已经非常的难得了。 以前, 他只是喜欢治病救人, 根本就不会和那些患者家属过多联系。 一直到昨天, 这个刘老板, 再一次异常诚恳的邀请, 他来家里做客, 并且告诉他, 实在是上京这边, 有太多的受过他恩惠的病人和家属, 想见一见他。 这个消息, 让最近一筹莫展的张忠云, 受到了启发。 上京卧虎藏龙, 能人非常的多, 特别是有些老板或者权贵, 他们的人脉, 宽得让人难以想象。 而这些人, 要是肯帮自己, 那么, 寻找那晚上救下小林的人, 就容易多了。 以为张凡离开后, 不管是医院, 还是张华, 还是张忠云, 都想找到张凡。 对他表示感谢是一方面, 最主要是张凡这份医术, 堪称惊天地气鬼神, 这才是真正的和阎王爷抢生意, 有他在, 就是真的多了一条命。 人不管高低贵贱贫富, 一涉及到性命问题, 其他所有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了。 像张凡这样的人, 所有人都想结交。 但是这个张凡, 向来的时候, 一样神秘, 离开后, 无论他们用什么法子, 都无法找到张凡一点的蛛丝马迹。 现在唯一的录像, 就是张凡在医院戴着口罩模糊的录像, 还有就是, 在一家酒楼吃夜宵的背影, 只是这一切都太模糊了。 剩下一个叫张凡的名字, 还有几张模糊的照片, 想找到这个人, 对于张忠云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难道他不得不想办法, 借助别人的力量。 所以, 再有人恭维他, 在江城也救活了一个病人后, 张忠云连连白手解释, 误会误会啊, 说来这一次被救治的病人, 其实就是, 把我养大的孤儿院院长的闺女小玲, 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 但是我仅仅有三成的把握救人, 谁知道, 他却被一个叫张凡的神秘人救下, 那才是真正的神医啊。 张忠云说到这里的时候, 那是满怀着深情, 哪怕只是提到张凡的名字, 也是无比的恭敬, 就像是一个小学生, 提到他最尊重的老师的模样, 那种表情, 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张凡, 真的比你都厉害? 不可能吧? 刘老板有点不敢置信, 他也算是见多识广, 刘忠云虽然年轻, 但是在他专业的领域, 其实医术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要知道, 张忠云所在的医院, 是全国最好的医院, 那里的医生也是最好的, 但是在那么多人当中, 张忠云都能数一数二, 甚至被人称为神医。 他们这些人, 都是国内外到处飞, 有点毛病, 大多数都是去国外, 但是现在, 能对张忠云这样折服, 说明张忠云是相当的厉害。 我怎么能和张先生比? 我这一辈子, 有一天能有他医术的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我就死而无憾了。 张忠云想到小林那病情, 就算是自己侥幸能让手术成功, 但是他也没办法, 让小林的伤口恢复得如此好, 也没办法, 让小林后续康复能那么好, 他自问就是在学一百年的医术, 似乎也做不到, 这也让他越发对张凡这两个字万分敬畏。 啊,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那也太神了, 我天, 还真有这样的奇人, 真是不可思议, 这也太厉害了。 现场那些人听到张凡的名字, 还听到张忠云慎重其事地求他们, 运用一点人脉帮着寻找张凡, 只要是找到一点的消息, 将是他张忠云的大恩人, 将来, 不管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帮忙, 尽管说, 张忠云这个承诺, 让刘老板和现场的不少人, 眼睛都直了。 泽泽, 张神医那意思, 只要是帮着找到关于张凡的消息, 不管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提,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平时, 你想请到张神医看病, 人家可不一定乐意, 但是有了他的这句话, 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张忠云这句承诺, 就等于一条命, 哪一天自己的亲人, 或者本人有什么事情, 求到了张忠云的身上, 那就等于多了一次活命的机会。 这可是千金难买。 张神医, 你放心, 这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我会马上派人全国各地 寻找叫张凡的人, 一一对照。 我马上亲自来寻找张先生, 保证不辜负众望。 放心好了, 这样的奇人, 又是张神医要找的, 包在我身上了。 我手下的人, 找人最在行了。 各种的声音, 让张忠云脸上 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张凡, 张先生, 希望能找到他。 这一生, 哪怕在他身边伺候一二, 得到他小小的指点, 也会感觉到 这一辈子 没什么遗憾了。 而且张忠云感觉到 自己以前觉得 医术精湛, 实才傲武, 觉得自己很厉害。 这一次出去后, 才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张凡, 张先生, 将是他一辈子 仰慕的对象。 张凡这边, 根本就不知道 外面很多人在寻找他。 而他此时看到 酣睡在自己家沙发上的 徐子军, 苦笑不已。 有给别人 下迷魂药, 最后去把自己 要倒的人吗? 要是放在以前, 张凡肯定不相信, 但是现在他相信, 因为眼前的 徐子军就是啊, 这回他睡得 特别香甜, 看这模样, 这一晚上, 怕是不能 把他弄回去了。 好在天气暖和, 随便扔一床床单, 就让他不会感冒了。 客厅里有外人, 张凡也没有睡意, 索性去了天地当铺, 他有点好奇, 那个叫吴明的人, 不, 应该准确地说, 这是一个灵魂, 他要一颗感恩的心, 到底想干什么? 张凡拿起一只毛笔, 在一堵墙上, 写下吴明二个字后, 那墙面上, 就慢慢地出现了一个画面。 吴明此时正站在一个桥洞底下, 看着一个浑身破烂, 身上发臭的老头发呆, 那老头, 头发都板结起来, 发黑发臭, 整个人像是有几个月没洗澡, 身边周围都是苍蝇蚊虫, 甚至因为一只腿上有一块伤口, 伤口一直不能愈合, 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而那恶臭, 却引得不少苍蝇飞过来, 怎么也赶不走, 恶臭哪怕隔着一堵墙, 张凡都可以感觉到, 这老人也太惨了, 吴明在流泪, 默默地流泪, 张凡甚至在想, 这个老人是不是吴明生前的父亲, 下场这样惨, 不是应该给点钱他, 给他换一个地方吗, 为什么要在天地当铺, 要了一颗感恩的心, 吴明站在老人的旁边, 老人根本就看不到, 他只是很艰难地移动着身体, 想换到一个稍微被封一点的地方, 桥洞下面有点冷, 可是他的腿不方便, 这会想移动特别地艰难, 哪怕疼得他头上冒汗, 都移动不了多远, 而那赶不完的苍蝇, 在耳边嗡嗡地响着, 让他十分无奈, 在这个桥洞下面, 也不是没有好东西, 至少有一个类似于小电视模样的东西, 老头摸出那东西哆嗦地打开, 然后就看到画面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 在花园里还有喷泉, 然后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 在草地上奔跑着, 不远处有一栋独栋的别墅, 异常地奢华, 看到这像是仙境一样的地方, 老者本来有些痛苦的脸上, 也出现了笑容, 他盯着那小电视, 看到发呆, 根本就没注意到自己受伤的腿上, 已经布满了苍蝇, 而那些苍蝇爬在他的腿上, 想在上面产卵, 因为老头散发恶臭的腿, 实在是苍蝇产子最好的温床, 无名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他伸手去摸那老者, 可是他的手穿过老者身体, 变得很虚无, 而那老者, 根本就看不到他, 他是已经死去的人, 虽然能游走在人间和地府, 但是却只能在特定的时候, 在特定人当中, 让别人看到他, 这个老者毕竟不像徐子军, 可以亲眼看到他的存在, 阴阳二格的痛苦, 不是谁都可以体会到的, 无名也盯着, 那电视上的画面, 又看了几眼后, 整个人这才飘然离开, 而他离开的时候, 那老头还是疑惑地朝他离开的方向看了一下, 怎么又热起来了, 刚才挺凉快的, 这老人嘟囔了一句, 其实在这桥洞下面冬暖夏凉非常好,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别的地方都是热得要命, 只有他身边总是凉嗖嗖的, 非常的舒服, 只是那种凉嗖嗖的, 有时候会消失掉, 然后像今天一样, 变得有些闷热, 在一处有喷泉的草地上, 一个占地宽广的别墅里, 灯火通明, 而这个地方, 却是和那桥洞的老者看到的画面, 是一模一样, 别墅里是金碧辉煌, 光那盏水晶大吊灯, 就价值上百万, 而屋子里的装修, 也是极尽奢华, 一看就是那种特别有钱的人家, 而在客厅最尊贵的位置上, 却是有一个, 穿着倒是服装, 白发白须的老者, 正在掐指算着什么, 而在他的下手, 却半跪着一男一女二个人, 那男人三四十来岁, 矮矮胖胖的, 和那老者有点像, 他妻子倒是花容玉帽十分地漂亮, 道长, 你说我最近连连噩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初我听你的话, 把老东西送走了后, 生意倒是节节攀升, 赚了不少的钱, 这一次, 你可可帮我想想办法, 那跪在地上的胖子, 这会异常虔诚地看着道长, 手里把十捆百元大钞, 推到那道长的面前, 一副求他拿主意的模样, 那道长瞥了一眼那些钞票, 这可足足有十万元, 但是他依旧不动声色, 装模作样地掐指不停地算着, 你今年的流年太岁不利, 是会有些麻烦, 做噩梦是难免的, 你要是想化解这个, 就应该去我们庙里供奉一盏平安灯, 也就区区百万而已, 这道长嘴巴一张就是百万, 而这树木落到胖子耳朵里, 他有些犹豫, 道长, 你原来不是说, 我祖上非常厉害, 有福报给我们, 才让我生意越做越大吗? 要不, 我明天去请平安灯的时候, 顺便让人拖一车的纸钱去烧, 让我祖上在地府也有钱花, 胖子向这道长靠近了一下, 这话的意思倒是答应请平安灯, 一盏灯就是上百万, 比这数十万却是强了十多倍, 人家要拖一车纸钱去寺庙, 这道长为了钱, 自然是眉开眼笑地答应了, 那倒不用了, 到时候直接在我们庙里取就好, 只用放一点香油钱即可, 你祖上可不得了, 那是在地府都可以横行无际的人, 他给你留的应得, 足够你家, 负责绵延三代人, 这道长说到这里, 一副高人的模样, 他越是这样, 那胖子越是高兴, 因为他家最开始发家的时候, 就是靠着仙人发的财, 而且类似的话语, 可不止一个道长说过, 凡是给他算命看八字的人都会说, 他祖上不得了, 有大福元, 有应得, 所以他家后代会代代出人才, 代代发财等等, 其中这个道长说的最灵, 而且这些年按照道长的意思, 弄了一些风水百建, 还有送走了和他八字相克的父亲后, 胖子的生意真是越做越大, 每年的收入都不菲, 这让胖子对这道长十分幸福, 基本上道长说东, 他不敢往西, 简直就成了这胖子家的活祖宗, 无名冷冷地看着那道长, 这道长是修道之人, 虽然没有什么真本事, 但是还是和常人有所区别, 他只感觉到身体凉嗖嗖的, 十分阴冷, 所以忍不住四处张望, 很快, 眼睛一下子直了, 他看到这个屋子里, 有一个淡淡的影子, 而那个影子, 一双阴冷的眼睛, 一直都盯着自己, 让他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而那个灵体的模样, 让这个道长有几分眼熟, 无名的模样, 让那道长打了一个寒颤, 就想快点离开这里, 而他刚站起来, 却没想到脚底下莫名一滑, 一头就栽倒在地上, 事出突然, 这让半跪在他面前的胖子, 吃了一惊, 大师, 大师你怎么了? 他这话音还没落, 那桌子上的一捆钱, 突然就飞了起来, 一下子就砸到了那道长的脸上, 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桌子上的钱, 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捏着, 嗖嗖嗖地飞了起来, 统统地都砸在那道长的脸上, 不管那道长怎么躲避, 那些钱全砸脸上了, 胖子看出事情有蹊跷, 整个人脚一软, 就瘫倒在地上了, 惊恐地看着那一堆飞舞的钱, 而那道长也反应过来了, 也不知道从那里摸出一个八卦镜, 像对着那无名照过去, 只见他还大喝一声, 何妨妖念, 还不快快显出原形, 那八卦镜强光一闪, 胖子看到, 本来有些search虚幻的无名, 一下子被八卦镜照出来了, 而原本像胖子这样的凡人, 是看不到无名的, 可是这一次, 那胖子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汗水就从胖子头上冒出来, 他认识无名, 可是这个人明明已经死了, 怎么会, 难道他做的噩梦都是真的, 只见那道长喊出这句话后, 却听到砰的一声, 他手中的八卦镜一下子裂开了, 然后他整个人打了一个机灵, 再看胖子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你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心, 你怎么没有心, 你清电, 你都给送到桥洞底下去了, 就为了几个臭钱, 你知不知道, 你家本来负责绵长, 都被你小子给遭见了, 那道长对着胖子一招手, 把他吓了个半死, 再听到他说的话语, 那胖子都要哭了, 大师啊, 这不是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 那是你自己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自己没有心, 来, 你过来, 那道长的眼神有点可怕, 可是这个胖子, 此时却不敢不过去, 他扑扶着爬到那道长的身边, 就感觉自己的心猛然发颤, 那种感觉很奇怪, 像是一下子多了不一样的东西, 复兮生我, 母兮居我, 扶我, 处我, 长我, 育我, 雇我, 妇我, 出入妇我, 预报之德, 浩天网集, 闲还劫草, 以恩报德, 道长念出这些诗句, 胖子似懂非懂, 但他眼前却不由闪过父母抱着他, 教他走路, 教他吃饭, 一直待在身边的情景, 甚至想起, 母亲早逝后, 家里因为贫穷, 每次有点荤菜, 父亲从来都是一口不吃, 全部都留给他, 为了让他读书, 父亲把家里养了五年羹牛卖掉了, 每次为了省钱, 都是步行去县城给他送钱和衣物, 而在他开始开场的时候, 父亲就住在工厂里给他看门, 别人工厂总是出现偷盗的事情, 而他的工厂却从来没有, 在他的生意做大了之后, 买了这栋别墅, 父亲过来其实就住在工人房, 进屋子的时候都会被媳妇骂, 看一看孩子自己都会嫌弃, 怕他身上脏臭, 一想到这里, 那胖子心如刀割, 眼泪居然就出来了, 他怎么就听信着道长的话, 把父亲送出去, 送到桥洞里, 是因为大师说父亲和他八字相克吗? 不是, 其实他也是嫌弃, 他这么大的一个老板, 却有一个从乡下来, 粗劣不堪的爹, 是那个道长看出来了, 拿八字相克的理由, 让他心安理得地送走了父亲, 他不是人呀, 连畜生都不如, 想到这里的胖子, 第一次泪流满面, 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 而看到这一幕的道长, 脸上终于出现了欣慰之色, 去吧, 把你父亲接回来, 供养孝顺他, 要是他有什么事情, 你没有照顾好, 你的负责也就到头了, 以后少和一些贪财的三姑六婆, 和一些品行不端的道士和尚来往, 人在做, 天在看, 那道士这语气, 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他都忘记了, 自己也是一个道士吗? 那有这样说自己的, 那胖子心底还在纳闷, 就看到那道长做出一件更让他精掉打牙的事情, 他居然一抬手, 毫无征兆地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那一巴掌响亮地落在了他的脸颊上, 瞬间就让那道长的脸上出现一个巴掌印, 异常地明显, 我擦, 这动手可真的很, 吓得胖子一哆嗦, 吃惊地看着那道长, 没见过自己打自己这么用力的, 啪啪, 那道长又是两巴掌打下去, 又狠又快, 他本来已经出现巴掌印的脸颊, 很快肿了起来, 而且, 嘴角也有血流出来, 脸上更是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 胖子傻眼了, 这, 到底为什么, 自己打自己, 还打得这么狠, 这么狠, 下手那么重, 简直是想自杀的节奏呀, 这道长是不是有精神病, 有谁这样自己打自己, 真的有病, 有病, 以后再不能和他交往了, 当然在这之前, 还得先把父亲给接回来, 这吴明, 下其手来, 也是个狠角色, 很能打呀, 能清楚看到这一幕的张帆, 嘖嘖称奇, 而且这吴明明显地救上了, 这道长的身体, 也控制他身体, 肯定是脑恨他贪财, 才会狠狠地惩罚他, 不过这下手真够重的, 几个巴掌下去, 张帆哪怕隔着一堵墙, 都觉得, 那道长的脑袋都快拍碎了, 再打下去, 真会出人命, 不过, 这个吴明和这胖子什么关系, 居然在天地当铺, 当掉了自由和灵魂身体, 就为了得到那颗感恩的心, 让胖子醒悟过来, 善待自己的父亲, 原来还猜想, 这个吴明是胖子的父亲, 这样看来, 应该不是, 吴明从那个道长身上下来后, 那道长几乎半惨了, 偏偏胖子家里有监控录像, 很清晰地记录着, 这道长是自己发疯一般地打自己, 其实修道之人多少还是知道一点, 他被妖怪之类的戏弄了, 而这口气, 他只能憋在心底, 却无处发泄, 因为他十分清楚, 自己身体不受控制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他根本无力对抗, 挨打, 自己打自己, 这些苦都只能暗自吞进肚子里, 还不能告诉别人, 因为丢人, 终日打咽的人却被咽啄了, 实在是太丢人了, 那边胖子当晚上就开车去了桥洞那边, 当他看到自己的爹躺在地上, 腿因为不能动爬满苍蝇的时候, 内疚的心让他一下子跪在地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以前的自己到底是什么迷住心窍, 居然把爹给赶出家门, 这还是人干的事情吗, 自己到底有没有长一颗心, 孩子, 你来了, 胖子的爹是喜出望外, 看到儿子后却并没有怨恨, 有的只是对儿子孙子的思念, 等到胖子把父亲往车上背的时候, 那老头紧紧地抱着手里一直拿着的小电视, 不肯松开, 爹, 手里的东西都扔掉, 回去你要什么, 我给你买什么, 全部给你换最好的, 你忘记了, 这是你上学的时候, 勤工俭学给他买的第一件礼物, 已经快二十年了, 质量真是好呀, 我一直都没舍得扔, 咦, 那股凉嗖嗖的风有来了, 我跟你说啊, 孩子, 这桥洞底下, 其实特别的凉快, 那老头开心地和儿子聊着家常, 他并不知道, 无名其事就站在他的旁边, 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老头心疼的他的儿子, 自己遭这样的罪, 都没有一丝的怨言, 而他哪怕死掉了, 也一样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 总怕儿子在人世间受苦, 所以, 哪怕死了, 他都去天地当铺, 当掉了自由灵魂和身体, 换来了一颗知道感恩的心, 把这颗心放到了孙子身上, 那是因为心疼儿子呀, 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生是死, 看到儿子被孙子接回去了, 而胖子身上有一颗感恩的心, 有这个心在, 他就会时时记得, 父亲曾经对自己的好, 也会善待自己的父亲, 无名的儿子, 余生应该不用担心了, 心中没有牵挂了, 在守着孩子们一二天后, 我就该去天地当铺了, 无名此时觉得十分的欣慰, 也为自己当初的决断感到庆幸, 天地当铺果然都是好东西, 童走无期, 躺在沙发上昏迷的许子君, 睡得很香甜, 记忆中, 自从父母去世后, 他就一直没有像今天睡得这样踏实, 其实, 他恨自己的那双眼睛, 因为那双眼睛能看到太多, 别人看不到东西, 小时候他能看到, 明明下午还跟他一起玩的同伴, 中午被人发现溺水在水库里后, 他也会害怕, 而等到晚上那溺亡的同伴, 还会来找他玩, 偏偏除掉他, 谁也看不到, 别人觉得他是怪物, 他也觉得无比的孤独, 后来再看到这些, 他就知道了隐藏, 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并不代表他看不到, 反而, 他看得更清楚了, 直到许子君父母车祸前后, 他就发现不不对劲的地方, 他通知父母避祸, 却被父母以为他胡言乱语的 星号星号病又犯了, 那个时候的许子君, 觉得无比的孤独和绝望, 直到警察上门通知他, 父母出车祸后, 许子君更觉得天地间, 似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而让人觉得, 讽刺的是, 父母虽然不相信他的话语, 却购买了巨额的意外伤亡保险, 受益人是他, 他的老屋拆迁, 又让获得不菲的房产, 但是那又怎么样, 因为从那以后, 他干什么都无精打采, 晚上做噩梦, 白天没精神, 只有当他专心致志做美食的时候, 似乎才能忘记一切, 所以他开了我家小馆, 不为别的, 只为了能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起想那些旁人看不到的东西, 不去想这些年, 自己遇到稀奇古怪的事情, 给张凡他们准备的新号新号, 张凡和花月影没事, 他倒是趁机睡了一个好觉, 一直睡到第三天早晨, 他才醒来, 耳边却听到张凡和花月影在说话, 这家伙, 已经昏睡了一二天了, 这也太能睡了, 我都吃了二天的外卖了, 你再看看, 还有没什么好吃的, 昨天吃的那个鸡, 味道也太差了, 什么玩意啊, 感情这二人关心许子军, 实在是这二天没吃到美食, 他们嘴巴已经被许子军养掉了, 普通的美食到了他们嘴里, 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过如此了, 还是许子军的手艺好呀, 我没事, 就是有点, 等我洗个澡后, 我来做一顿好吃的, 许子军有些不好意思的, 从沙发上起来, 张凡可以看到, 他有些嫌弃自己身上衣服, 睡得皱巴巴的, 而此时, 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让他们去寺庙庇护的话语, 似乎已经认清了事实, 那就是花月影和张凡他们没救了, 既然没救了, 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的话, 那就做几顿美食, 送他们上路吧, 估计在许子军的眼里, 就没有谁最后能活下的, 晚上的时候, 收拾清爽的许子军, 开始给张凡他们做美食, 这一次做的是蒜蓉龙虾, 和红烧鲍鱼, 还有一种比小手指还小一些的河虾, 外加一个异常清淡的淡花汤, 吃海鲜, 汤清淡一点好, 傍晚碰到一个卖河虾的小贩, 看着挺新鲜的, 我全买了, 这种河虾对水质要求高, 其实最为鲜美, 我可以把这虾晒干墨粉做调味用, 许子军做菜, 其实不喜欢用鸡精味精等增弦的调味品, 他喜欢食物本来的味道, 所以做出来的菜别具一格, 让人吃过以后很难忘记, 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味道, 嗯, 今晚上要饱餐一顿了, 张凡一看那海鲜和河虾, 心情瞬间变好, 花月银也欢呼一声, 长须一口气, 终于不用再叫外卖了, 可以好好地享用许子军做的美食了, 你们还有没有想吃的菜, 我晚上给你们做夜宵, 也算是送你们最后一程, 不让你们做一个饿死鬼, 许子军的情绪很低落, 切, 饿死鬼, 我要是那天做了饿死鬼, 去了地府, 正好让孟婆先把我家东西还了, 花月银满不在乎地来了一句, 到了人间之后, 她是越来越放松了, 跳脱的本性也显露无遗, 看, 还没死就已经风言风语了, 我以为我眼睛和别人不一样, 已经快疯了, 你比我疯得还厉害, 许子军想笑又笑不出来, 这个花月银真是人长得好看, 但是怎么脑子天马晴空, 还能幻想出孟婆欠他们家东西, 真是太夸张了, 不过要死了, 说一些胡言乱语也可以理解, 月银, 你也被胡言乱语, 这个世界还真的有黑白无常和孟婆,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所以啊, 想吃什么尽管说, 我至少会让你们吃得饱饱地再上路, 谁让你们死活不肯听我的, 许子军的眼睛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他相信那些鬼怪的神话的传说, 也会很善意地提醒花月银, 要心存畏惧, 不要什么风话都说出来, 谁疯, 我可没疯, 不过过了今晚, 你可别忘记了, 我要是安然无恙, 你别忘记你的承诺, 放心, 记着了, 今晚反正会守着你们, 那里都不去了, 两人在一起平嘴, 各有各的心思, 花月银是真的不在乎, 许子军是真的担心, 可越是这样, 一边看着的张凡, 就越有些不忍心, 他们这算不算是戏弄许子军, 许子军输定了, 可他偏偏, 哎哎哎, 为了一口吃的, 张凡觉得, 还是什么都不要说了, 顺其自然, 好先, 这和虾味道可好, 小月, 你尝尝, 张凡喊了花月银一声, 就看到那个吃货, 一双手正忙着包小龙虾, 这样的东西, 以前没吃过, 汤汁的味道, 实在是太好了, 好吃, 好吃, 这一顿张凡和花月银, 吃得倒是高兴, 只有许子军在一边不时看着他们叹气, 最后在两人吃饭的时候, 他甚至从身上拿出一把菜刀, 直接放到了张凡家大门口, 还特意在两人身上, 一个放了红色的小包, 张凡用手捏了一下, 里面好像是一张符纸, 花月银想笑, 却被张凡的眼神制止了, 许子军一片好心, 这会稍微配合一点, 免得让他输得太难看了, 毕竟人家宁愿自己输掉, 也不想看着两人死掉, 就冲着他这模样, 张凡在心底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 唉, 实在是他做的饭菜味道太好了, 要不, 自己都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法子, 这会张凡心底有些愧疚, 所以吃完饭后, 让花月银去洗碗, 而他和许子军在大厅里 喝茶聊天, 张哥, 很少听你说到你自己的身世, 伯父伯母现在身体好不好, 很羡慕你啊, 父母都健在, 许子军有些感叹, 他是父母早晚没有兄弟, 几乎是孤身一人, 所以最羡慕的别人家里父母健全兄妹多的, 可别人往往羡慕他家房子多, 我其实没见过父母, 听说他们出去打工了, 开始的时候还会寄钱回来, 等到最后救了乌英姓了, 我是大伯养大的, 也是一言难尽, 张凡苦笑, 自己在江城这么难, 都一直没想过回去, 因为他没有回老家的路, 那条路几乎是断了, 当年, 大伯没有孩子, 父母没有音讯, 由爷爷做主, 就把他给了大伯一家抚养, 并且把父母当年寄来的钱都给了大伯, 当时他只有四五岁, 日子还那里, 可是没过多久, 大伯生了一个儿子小康, 然后他的苦日子就来了, 小康出生后是个兔纯, 但是大伯家急得不行, 后来听人说, 可以去大城市动手术, 而那个时候, 刚好张凡的父母曾经还有一点钱, 大伯用那笔钱给儿子小康做了手术, 小康是没事了, 大伯家却一贫如洗, 日子过得很艰难, 张凡读完中学就辍学了, 虽然学校的老师来家里做工作, 给张凡送来了现役中的录取通知书, 可家里没钱, 爷爷本来打算去村里挨家挨户找人借钱, 张凡也愿意以后自己还, 可是大伯拦着不乐意, 还和爷爷吵了一架, 当晚爷爷去世, 张凡就背着几件衣服, 离开了那个山村, 后来赚了点钱后, 听说小康没钱读书, 也曾经寄过去一些钱给大伯, 那笔钱足够小康读高中, 张凡换了工作, 自己也不停地在学习, 攒了一点钱, 还自学了大学课程, 而刚好遇到公司倒闭了, 正好他也不想干了, 职业空荡期的时候, 无意中成为天地当铺的主人, 人生算是从此不一样了, 当然后来的这些, 他没有告诉许子军, 只是把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和他讲了讲, 却听得许子军无比的愤怒,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丧良心的人, 你父母估计是真不在了, 要不, 他们就是爬都要爬回来的, 张哥, 姐, 嗯, 没事, 一切看淡了, 我早就习惯了, 张凡笑笑, 其实以前他过得很苦, 很抠门, 因为从小山村出来的, 没钱没见识, 外面的东西再好, 那都需要钱的, 他没有任何的助力, 想要什么, 只能靠自己, 所以一点点的攒钱, 连五毛桥都会计算在内, 才会让人感觉到很抠门, 直到成为了天地当铺的主人, 一下子钱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数字了, 很多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 都可以呈现在他的面前, 张凡整个人心态就变了, 野抠门, 只是不再局限于几毛钱了, 眼看夜已深, 两人聊得倒也投机, 而这个时候, 门似乎被风吹开了, 一股凉嗖嗖的空气, 直往屋子里灌来, 让本来有些热的屋子里, 一下子凉快起来, 许子军呼的一声站起来, 眼睛就盯着门口边的那把菜刀, 那把刀杀过鱼和家禽, 甚至杀过牛羊等, 算是见过血的, 所以这回嗡嗡嗡地想起来, 像是遇到什么东西, 小心, 有东西来了, 你躲到我身后去, 许子军很紧张, 使劲拉扯了张凡一把, 自己却是抢先站在最前面, 他的一双眼睛到处看, 但是张凡却看到他的一双腿在发抖, 抖得很厉害, 又是一阵风吹过, 吴明站在大门口处, 看了一眼那把刀, 那把菜刀在门边嗡嗡地响, 还轻微地颤抖, 似乎真的能感觉到吴明的存在, 你, 你能放过我朋友吗? 我们愿意行善记得多做好事, 求你给我朋友一次机会, 饶了他, 许子军说到这里咬咬牙, 看了那把菜刀, 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神情, 然后膝盖一软, 却是扑通地跪在了吴明的面前, 让他一下子傻眼了, 张凡, 你快, 快跪下, 求他给你一次机会, 许子军还使劲地拉扯张凡, 想让他一起跪下, 在他看来, 张凡和花月影这一次, 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可是他使劲拉扯张凡, 却见张凡无动于衷, 只好顺手去拉花月影, 一双目光却是直视着吴明, 那本来已经惊呆的吴明, 煞时间反应过来了, 他的灵魂和身体以及自由, 都当给了天地当铺, 当时在天地当铺里, 主人曾经告诉过他, 他的事情处理完以后, 就去跟在张凡身边伺候, 要全心全意地伺候他, 而刚才有人喊他张凡, 那么应该就是自己要侍奉的人了, 吴明想起自己签订的那个合同, 还有那种随时被人掌控生死的感觉, 在天地当铺之中, 他就是那个最卑微的存在, 除了顺从, 就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之力, 何况, 天地当铺解决了他一直心心念念的问题, 那个被赶到桥洞去的老者, 却是他的儿子呀, 主人, 吴明一下子跪下张凡的面前, 正好和许子军两人面对面跪下, 如果此时的场景换成一男一女, 就像是结婚拜堂中的夫妻对拜,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叫我主人, 不对, 不是我, 这当中最惊讶最震惊的, 莫过于许子军, 他此时的心情, 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他的眼睛要瞎掉了,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这边在跪下求别人饶了张凡, 那边人家跪下喊主人, 谁是他主人, 这种灵体最厉害不过, 自己能看到已经是万幸, 但是自己却看到他跪下地上叫主人, 不是喊自己, 那就是喊他身后的张凡, 我天, 张凡, 主人, 许子军只觉得自己要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甚至他有种眩晕的感觉, 实在是做梦都想不明白, 这个张凡居然会是这个灵体的主人, 嗯, 吴明起来吧, 以后你就在这边了, 不要吓着许子军就好, 是, 主人, 吴明看了一眼许子军, 冲着他点点头, 却是把许子军吓了一跳,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吴明的时候, 是在那个医院里, 他貌似很厉害, 没想到却成为了张凡的仆役, 一时间, 许子军心底有很多疑惑, 还有很多话, 但是却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 所以这会把沉默都藏在了心底, 而天地当铺算是多了一个灵体无名, 打赌你输掉了, 可别忘记了, 西西, 我可早就想好了, 让你天天给我们做饭, 一顿都不能少, 而且, 我不用开工资, 花月影这回兴奋地挥舞着拳头, 主人抠门啊, 不发他的工资, 还总是让他负责副长, 这回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他打赌输掉的土豪, 手艺又好的出奇, 这样人不用来吃大户, 实在是太可惜了, 啊, 好, 一言为定, 明天一大早我就过来, 给你们做好吃的, 许子军愣了一下后, 脸上却是一下子露出笑容, 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一声, 回头他再看看吴明和张凡, 笑笑, 没有说话就出门了, 那家小馆子也可以关门了, 反正他精心做出来的美食, 不会被辜负, 你可以在附近游荡, 不能害人, 不能吓人, 有什么消息帮着留意一下, 对了, 你对魔界熟悉吗? 天地当铺中有三道门, 从大门进出的都是人界的, 生活在张凡身边的那些人, 从红色门进出能进入神界, 能直达天庭, 而还有一座黑色的门, 那里是魔界, 也是冥界, 通往地府的地方, 张凡收下吴明为仆役, 那是因为他对魔界不熟悉, 而花月影从广寒宫回来后, 无力带他穿梭三界, 张凡也不想让他在四处奔波, 得不到修养, 怕他在受伤, 吴明是一个灵魂状态, 而按照花月影提醒, 吴明还有一些和别的灵体不一样的地方, 至少他能在人界游荡, 却不被拘魂者送入冥界去投胎, 除掉人界, 我最熟悉的就是魔界, 那边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没有比那里更熟悉的了, 吴明本来还很忐忑不安, 因为天地当铺在他的眼里, 那可是无比神秘的地方, 他的灵魂和自由都当给了天地当铺, 张凡就是他的天, 能让主人看到他的价值, 那是他无比荣幸的一件事情, 所以, 这会吴明很兴奋, 好, 有空我们去魔界一趟, 刚好去收一点账, 张凡空闲的时候, 也曾翻过天地当铺的账本, 那里面除掉天庭不少神仙欠天地当铺的账目, 还有魔界明府那边也有很多欠账, 而其中最让他惊讶的是, 明府大名鼎鼎的孟婆, 就有一张借条在天地当铺, 张凡算一下时间, 当初和天地银行交易的东西, 时间已经到期了, 天地当铺刚好可以把那东西取回来, 这样天地当铺又会多了一样宝物, 孟婆是在魔界那边的明府, 张凡一介凡人, 带上吴明去, 刚好可以给他指一下路, 顺便自己也能发展几个打手出来, 毕竟真的出去要债, 手底下没几个人是不行的, 是, 是, 主人有需要随时可以叫我, 我会一直守在这边, 吴明听到张凡要带他去明府找孟婆要账, 倒是没觉得害怕, 孟婆虽然名气大, 但是有天地当铺坐靠山, 他还有什么好怕的, 何况, 当年在明府的时候, 可是没少受过气, 那是在那边待不住了, 这才回到了人间, 要是跟着张凡去明府, 顺便能出一口气, 那就更好了, 一想到这里, 吴明整个人气势和神情都变了, 感谢上苍, 自己这么多年的福报, 终于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天地当铺, 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哪怕只是一个仆役, 他也万分的自豪, 一阵诱人的香气, 让睡梦中的张凡突然醒来, 等到他收拾妥当下楼后才发现, 徐子军正在往桌子上端一大碗的牛肉面, 那浓郁的香气正是从他手中传过来的, 早呀, 今天吃牛肉面, 配上我熬的一夜的牛骨汤, 你尝尝, 今天的牛肉面是清汤, 一碗面足足, 有半碗的牛肉, 还撒了不少的香菜和葱花, 碧绿清脆的葱花撒在上面, 让人食指大动, 好香, 张凡是很喜欢吃牛肉的, 不过记忆中的牛肉可不便宜, 他平时可舍不得吃一顿,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他的年夜饭就是一碗香气四溢的牛肉面, 可惜那牛肉实在是太少了, 只有表面上三小块薄薄的牛肉, 被他一口就吃掉了, 至今回味无穷, 此时再看到这一大碗牛肉面, 张凡心情格外的好, 酥烂的牛肉, 吃在嘴里还是牛筋和牛肉分明, 每一口都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满足, 这味道已经完全超出了张凡记忆中, 过年那顿牛肉面的味道, 美食可以让人很满足, 花月影先开心地来了一份豆浆, 再来一口牛肉面, 徐子军做的牛肉面和很多家的牛肉面不一样, 没有浓浓的红油汤汁, 但是味道却是完全地出来了, 有着牛肉特有的鲜美, 让人回味无穷, 这让花月影眉开眼笑, 只觉得自己那天打得堵, 实在是再聪明不过, 有徐子军这样的人做美食, 他们实在是太有口福了, 关键是, 还不用花钱, 他实在是太聪明了, 嘻嘻嘻嘻嘻嘻, 白天的时间很好打发, 徐子军在琢磨食材的搭配, 张凡在一边喝茶, 花月影又在院子里, 试弄他的那些花草, 等到天色暗下, 徐子军离开后, 张凡去了天地当铺, 无名, 张凡不过是随便喊了一句, 话音刚落, 无名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恭敬地垂下手, 走吧, 去魔剑, 张凡的身上带着几样东西, 一样是当初孟婆的合同, 还有一个天地当铺的小印章, 而花月影被他留在了天地当铺之中, 主人, 你是美玉, 孟婆是瓦丽, 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情, 你让无名去做, 真看着不对劲, 那就赶紧回来, 等到我实力恢复一点, 我去找孟婆, 花月影有点担心张凡, 虽然他平时大咧咧, 有时候嘴欠, 喜欢开玩笑, 但这可是张凡第一次出门收账, 他放心不下, 没事, 天地当铺都剩下咱们几个人, 我是当铺的主人, 如果不努力的话, 怕没有好下场, 真有事哪能总让女人上, 我可以让无名先冲, 张凡其实很怕死, 但是真是因为怕死, 他才要费尽心机, 也得让天地当铺的生意好起来, 因为只有那样, 他才不会像上一任的当铺主人, 说不定也落个尸骨无存, 天地当铺里黑色的门被打开了, 里面一阵阵的冷风吹过来, 就像是春天开了16度的空调, 身上瞬间凉嗖嗖的都起了鸡皮疙瘩, 主人, 请, 略带兴奋的无名, 抢先一步走进了黑色的大门, 张凡看到站在他身后的花月影不说话, 只是有些担心地看着他, 冲着花月影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不要担心后, 张凡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黑色的大门里, 跟上一次去天庭那边不一样, 那一次有花月影牵着他的手, 带着他在云颠之间飞舞, 触目看到的都是白云飘飘, 赏心悦目, 而这一次张凡走进魔界的时候, 只觉得浑身一冷, 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在抬头看天, 不是那种蓝天白云, 而是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空气中就像是有雾霾一样, 阴冷阴冷的, 这本来张凡在人界的都穿短袖的, 可是在这里刚进来的时候, 张凡却觉得冷, 好在他自从成为天地当铺的主人后, 整个身体体质明显改善, 在这有点阴冷的环境中, 待了一二分钟后, 很快就适应了, 主人, 你这样太慢了, 要不, 我拖着你走, 无名在这里像是变了个模样, 动作变得很灵敏, 关键是, 走路像是被风吹着跑, 速度特别的快, 而张凡的速度相对就差了许多, 为了赶路, 无名则拖着张凡走, 其实说是驮着, 更多是挽着他走, 而且张凡觉得那种走路, 身体会变得轻飘飘, 像是一阵风, 不, 比风快多了, 这种感觉对于张凡来说, 十分新奇, 但是他跟着花月影去过天庭一次, 也算是见多识广, 所以, 这会并不惊讶, 一直在偷偷观察他的无名, 看到张凡镇定自若的表情, 心底就莫名地敬畏, 主人, 哪怕只是凡人, 也让人不敢小事, 冥府这边是什么样的, 没有交通工具吗, 都靠一双腿来飘, 张凡看到四周, 渐渐有一些景色的变化, 原本雾蒙蒙的一片, 开始变得有山坡起伏, 甚至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灰扑扑长在土地上, 魔界其实也分好几个大区域, 其中的冥府, 其实和人界最像, 这里除掉有乡村, 还有城镇, 甚至有马车以及小轿车, 都可以出行, 当然, 那些都要冥币, 这些年, 人界生育率很低, 这么多年死亡的人又多, 很多灵魂停留在冥府之中, 等待着轮回投胎转世, 有的等得太久太久了, 都快忘记自己已经死亡的事情, 所以他们, 还会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生活, 在拖着张帆走路的时候, 吴明开始向他描述, 关于冥府的事情, 张帆自己也在观察, 果然等他们飘了一段时间后, 周围的景色, 就有点像一个村庄, 他甚至还看到一座座的二层楼的房子, 那种房子外面都是红砖青瓦, 就跟很多送葬的队伍中, 扎的纸房子一模一样, 类似这样的房子很多, 一座挨着一座, 还有人看到两人来的时候, 甚至很热情地招呼, 你们是新来的吧, 要不要进来喝口茶? 最近都没看到, 有圣人路过了, 那和张帆打招呼的人, 穿着长衣长挂子, 有的身上衣服, 还绣着一个福字, 明明知道, 这些都是死去的人, 张帆此时的心底, 居然并不害怕, 多谢老婆婆, 我还要赶路, 这里距离明府梦婆庄, 还有多远? 他们要去的是梦婆庄, 这个无名小村落, 无名也没有来过, 所以此时, 他们并不知道, 这里距离梦婆庄, 还有多远? 梦婆庄啊, 好像很远很远, 我们这边有个大王庄, 听说大王庄的大小姐, 好像经常去什么梦婆庄, 她应该知道梦婆庄的地方, 魔戒明府也很大, 大一点的村落, 比喻梦婆庄, 只要无名进去后, 就能顺利地找到梦婆的住处, 但是这个什么大王庄, 她真的不知道, 所以张帆和她迷路了, 唯一得到的线索就是, 附近有个大王庄, 大王庄有个大小姐, 应该知道去梦婆庄的路, 不行的话, 就找一份明府的地图, 只要在梦婆庄附近, 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老婆婆, 大王庄怎么走? 一直往前吗? 这个村落也有弯曲的大路, 张帆打算, 先去找大王庄的什么大小姐, 然后再打听梦婆庄怎么走, 是一直往前一二十里就到了, 咦, 我孙子回来了, 我让她你们带路吧, 这老婆婆说话的时候, 正看到一个年轻人从外面走进来, 那年轻人瘦高, 一米八的个头, 估计不到一百三十斤, 而她的头发, 虽然是黑色的, 但是行走间隐隐有红色赏过, 看起来有些奇怪, 由这老婆婆介绍, 那年轻人原来叫阿元, 是老婆婆的亲孙子, 至于她头上的偶尔露出的红色头发, 那年轻人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发, 哎, 别提了, 我染的一头红头发, 不知道有多拉风, 谁知道死了以后, 也不知道是谁给出的主意, 非把我这头红头发给重新染色, 染成了黑色在下葬, 偏偏染发剂质量又不好, 就变成现在红不红, 黑不黑, 哼哼, 这阿元的一番话, 说得张繁扑扑地想笑, 哈哈哈哈, 肚子疼, 想来这阿元生前, 也是个标新立异的年轻人, 可是等到死了以后, 家里人还是按照老规矩给她下葬, 穿长袍外带连染好的红头发, 也给变成了黑色, 要不是到了明府, 那里会想得到, 还有这样有趣的事情, 其实, 这个头发这样搞, 还是挺特别的, 只要是特别与众不同, 都很拉风, 张繁也是年轻人, 年轻人自然是可以感受到年轻人的喜好, 染头发不一样, 要什么颜色, 只要拉风, 与众不同就好, 果然张繁这样一说, 原本还很沮丧, 有些不愿意去大王庄的阿元, 立刻是笑竹颜开, 对张繁变得十分亲热,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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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果然是很帅 张大哥 你们去大王庄可得谨言慎行 那大王庄的大小剑 骄纵得很 眼高于顶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主 人长得虽然漂亮 可仗着是孟婆庄的人 附近方圆百里的人 谁见了她都得尊称一声大小剑 阿元还以为张凡是刚死的凡人 不懂名副的规矩 这会好心地提点她 千万不要惹那个大小姐 太兄太跋扈了 她是孟婆庄的人 你都不知道孟婆庄在哪里吗 是啊 那个大小姐听说 百年前被孟婆庄的人选中 也就是最近几年 她每年这个时候 会回大王庄大约半个月 至于那孟婆庄位置 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知道的 我劝你啊 还是老实地找一个地方住下排队 最近人间投胎的机会太少了 我听人说 那些人都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弄得我们这些鬼魂一直在等 或者行善记得修炼 免得最后要投胎做畜生 阿元也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一路上 他们走得虽然快 但是她絮絮叨叨 也好心地和张凡 讲了很多明府的事情 这让对明府 本来一无所知的张凡 几乎是大开眼界 原来在明府 那些死去的魂魄 都会先登记 然后等待着 每一年都会有的投胎名额 有人觉得 明府住着不错 像阿元婆婆 等着等着 甚至等到自己孙子来陪自己 而在这里 有人想早点投胎 只有多赚钱 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明府摊派的任务 赚取一些钱 或者在明府这边做点生意 甚至去种田种地种草药等 赚点钱 或者让在人界的家人 给他们烧纸钱 等赚到一大笔钱 就可以拿着这些钱 直接去明府买投胎机会 也有人家会把十年一次的投胎机会卖掉 换取一些钱或者物品等等 这些操作在明府都是被允许的 甚至每个村落镇子都这样登记的地方 这样一来 有人想投胎就会努力挣钱 有人想留下来多待几年 就可以把名额卖掉一次 换一些钱也够生活 这才解决了明府投胎名额不足 但是 大家却并不是很着急的状态 毕竟要是每个都想投胎 偏偏名额又少的话 那明府会大乱的 张凡听到阿元的介绍 只觉得十分新奇 投胎的名额也可以卖 那么 要是想投胎的人变多 大家都去买怎么办 嘎嘎 那就去台价买 不行这排队买 其实投胎有什么好 在这明府 其实也挺不错的 喝了孟婆汤去了人间 还不知道过的是什么日子 哪有现在这样安逸 嘻嘻 这阿元倒也有趣 他觉得 在这里 其实过得也不算差 像他奶奶 其实已经有好几次投胎的名额 他都卖掉了 然后就等到了自己的孙子 说不定还能等到自己的儿子 到那时候 一家人在明府 也能整整齐齐的 至于在人间或者在明府 对于他们来说 影响并不是很大 张哥 我看你也是新来的 你肯定不知道 其实啊 明府还有人间没有的福利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知道 说不定你也会舍不得去投胎 说不定也愿意 等个上百年去博一博 阿元语气略微犹豫了一下 突然说出一番 让张凡意想不到的话语 你知道 这里为什么叫大王庄 就是因为百年前 王家的姑娘王家琪 被孟婆庄的人选中带走了 这里的人觉得莫大荣耀 王家一跃成为这里的大户 连带着庄子 也改名叫大王庄 那王大小姐百年来 一直都是这村子里的骄傲 也是最近几年 王大小姐有时候 会从孟婆庄回来小住 要不是这种缘故 你们想找孟婆庄 附近方圆百里 甚至千里之内 你们都找不到一个带路人 孟婆庄 那可是名府最神秘 最尊贵的地方之一 你们也是想去孟婆庄 碰运气吗 听说美国一百年 孟婆庄会公开选拔一批奴仆 要是能有幸被选中 则则 那是一步登天 可比什么投胎强多了 能改变你这一脉的命运呀 这阿元说到大王庄 说到孟婆庄 让张凡愣住了 孟婆不就是传说中 能熬制孟婆汤的人吗 她在名府 居然这么大名气和威望 不过张哥 我劝你 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 想进孟婆庄的灵体 没有上意也要几千万 哪怕是做奴仆 那希望也渺茫无比 你不如多赚钱 把每次投胎的机会卖掉 联合你的家族赚钱 赚到足够的钱 在家里选好苗子 培养一个出来 进孟婆庄的希望才大 等进了孟婆庄 你们一族都不用投胎了 只要一个做了灵仙 那不是比去人间当人强一千倍吗 就王家大小姐 就是集中一个家族力量 才把王大小姐的体质培养好 用宝贝把她天赋提高起来 她才会被孟婆庄选中 王家这才一飞冲天啊 我奶奶亲眼看到这一切 她可是无比的羡慕 想让我也帮着攒钱 等到我的姨父子来了后 一切就好了 阿元说着这话的时候 他们一行人 已经飘出了几十里路 远远就看到一座 巍峨像城堡一样的房子 树立在眼前 那房子停开楼阁 大门就有十多米高 还有那围着房子 做了一排外墙 那些外墙也有十多米高 方圆足足有三四亩地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城堡 大门口处 甚至有人拿着刀枪站岗 而这些 不过是因为王大小姐 被孟婆庄选中而已 可嗨嗨 无名心底都有些担心了 主人 好像是来找孟婆收债的 这也没想到呀 孟婆手下的仆役 都这样牛扮 张凡也觉得有点牙疼 这可是他单独 第一次出来收债 可不能无功而返 要不那就亏大了 王哥你可真威风啊 今天王大小姐还在庄子里吗 这阿元认识看门的两个守卫 这回笑嘻嘻地上前去套近乎 而那守卫听到阿元的恭维 上下打量阿元后 也给了一个笑脸 原来是陈阿婆的孙子阿元呀 乡里乡亲的 你婆婆在大王庄 守了上百年了 你就别做死了 还来这里打听大小姐的行踪 你可得当心大小姐鞭子 原来这王大小姐漂亮 就像是这大王庄的公主 所以这大王庄的男人 包括阿元在内 都想找机会 在大小姐面前露个脸 但是王大小姐脾气不好 一把鞭子随便抽下来 不是让人破相 就是让人魂飞魄散 这守卫也是好心的提醒 毕竟像阿元的婆婆和他们 都认识很多年了 王大哥你误会了 我这边有二位客人远道而来 求见大小姐 想打听孟婆庄的具体位置 我看牵扯到孟婆庄 所以不敢大意 这才把人领到了这里 阿元这边推出了张凡和吴明 那吴明虽然胖胖的 其貌不扬 但是人有人道 灵友灵道 那吴明用他们的眼光来看 一看就是那种 有点来头的 至于张凡 则像是心灵体 身上的人气 还没完全消失掉 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眼里 自然是不如吴明受重视 那二个守卫 一下子把吴明和张凡的主次 弄混淆了 这边他们还没有想着 涉及到孟婆庄 他们要不要通报大小姐的时候 就听到有踢哒踢哒的马蹄声响起 就看到一阵的尘土飞扬 领头的一个二十来岁模样的姑娘 骑着一匹大红马 身上穿着一套软甲 头上还戴着那种将军穿的头盔 看起来威风凛凛 那姑娘看着有几分鹦鹉 但是模样 说实话要是再白一点 估计还能赶上花月影一半的容貌 可惜有点黑 在张凡的眼里有些失望 他也没想过 自己见过广寒宫的玉兔 见过花月影这样的女子 在看着什么被吹上天的王大小姐 只觉得有点失望 这也叫花容月貌 是不是阿元变成鬼以后 欣赏水瓶也不行了 陈阿元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带人来我这里 打听孟婆庄的消息 孟婆庄三个字 也是你等剑林可以提起的吗 陈阿元的话 应该是被这王大小姐听到了 他一看到陈阿元 就大声训斥 这些新人 真是不懂规矩 孟婆庄 也是他们可以偷窥的 王大小姐 我看他们不像是坏人 而且只是打听去孟婆庄的路 并没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地方 阿元这回也慌了 心底有些怪罪他奶奶 年纪大了 也是老糊涂了 好歹在这名府 也待了上百年 怎么就不知道 孟婆庄是幽民之神 是至高无上的神 在他们这些普通的灵体心底 那真是高不可攀 奶奶怎么就让他 给揽下这样的事情 但是心底虽然埋怨 可是都到了大王庄了 好不容易见到 他心底爱慕的王大小姐 能找到借口 和大小姐说一句话 阿元已经觉得不需此行了 放肆 凭你也配这样和我说话 你一个剑林懂什么 那王大小姐说着话的时候 盛气凌人不说 手里的一条鞭子 就像是一条蛇 呼的一声 就往阿元的脸上招呼 霸道之极 王大小姐的动作 出乎张凡的意料之外 本来他喜怒不言语色 此时看到这情况 却是勃然大怒 整个脸色就变了 因为那鞭子有道刺 落到了阿元的脸上 不过瞬间 就让他一手捂着脸 倒在地上打滚 并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吴明看似不吭声 但是却时刻注意着张凡的变化 等看到他脸色大变的时候 他的心也咯噔一下 心底暗叫了一声糟糕 主人这模样 应该是要护着阿元了 怪自己没想到救下阿元 罪过 罪过 这一路行来 吴明一直在琢磨 怎么讨得张凡的喜欢 可是看见一副 好说话的模样 对任何事情 都似乎并不是很关心 但是此时却脸色大变 吴明不再再往下想 只见他的身影猛然消失了 下一刻 阿元和王大小姐的鞭子 都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你想干什么 王大小姐只觉得眼睛一花 本来紧握在手中的鞭子 却突然不见了 这鞭子本来算是一件宝物 是他从孟婆庄带回来的 刚才抽中阿元那鞭子 就注定让他半鞭脸彻底毁掉 而这鞭子是有灵性的 会趋吉避凶自动闪避 别人不要说从他手里抢夺 就是正常地拿过去 都不一定拿得住 所以鞭子没了 万分惊恐之下的王大小姐 顾不得矜持 尖叫地喊出声音来 他仗红的脸显示着 此时的他无比的激动 能不激动吗 这还是上百年来 自从他进了孟婆庄子后 第一次被人抢夺了鞭子 主人 怎么处理这丫头 问道去孟婆庄的路 然后给我打 张凡瞥了一眼阿元 被鞭子刺伤的半张脸 脸色很难看 阿元虽然有些噪蛇 但这是为了他们的事情受伤 自己不能亏了他 报仇 收拾了这个丫头后 再找孟婆要债 顺便再给阿元一些补偿 是 吴明等的就是张凡这句话 下一刻还没等到 王大小姐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抬手就是一巴掌甩过去 只看到惊恶的王大小姐 整个人飞了起来 而那些本来紧跟着他的 在一边看热闹的手下 这会惊呼一声 奇奇地去护着他 却见那条像蛇一样的鞭子 突然就飞了起来 卷起已经飞出的王大小姐 嗖的一声 又往半空扔去 而当所有人都仰起头惊呼的时候 那王大小姐 眼看着又要从半空中落下来 那条鞭子又飞出去 把王大小姐一下子抽飞了 王大小姐的那些手下 呼得又仰起头像上看 本来被大王庄的人 视为神明和靠山的王大小姐 这回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整个人就像是不偶一样 被无名用鞭子抽来抽去 像是耍猴一般 却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只看得本来脸上 还在疼痛的阿元 长大嘴巴 整个都傻眼了 我天 这什么先说 简直是闻所未闻 让人只觉得万分的不可思议 这个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像一个隐形人一般的胖子 居然把王大小姐像皮球一样 扔来扔去扔着玩 我的天 他这是看到神仙了 一想到这里 阿元什么都顾不得 跪在地上 不住地冲着无名和张凡磕头 神仙 神仙 求你饶了王大小姐一命 她要是死了 这里 就没有人知道 孟婆庄子怎么走了 阿元虽然看起来是为张凡着想 其实 其实 她是不忍心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一般的王大小姐 像皮球一样 在半空中 被人抛来抛去 而且她担心 王大小姐真的出事 她和奶奶 估计都会出事 无名 住手 先办正经事 张凡瞥了一眼阿元 只见她一双眼睛 还对那王大小姐露出关心的模样 心底不由摇头 真是色迷心窍了 人家一见面就把你半张脸给毁掉了 你这回还顾着给人求情 嘖嘖嘖 这男人遇到漂亮女人会昏头 这死掉的男人 遇到漂亮女人更容易晕头 啪的一声落到地上的王大小姐 以一种四脚落地的姿势 羞耻地趴在地上 等到她的脸抬起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有的只有深深的畏惧 就像是她一次见到幽冥之神孟婆的时候 那种从内到外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敬畏 让她浑身都在发抖 脸色跟白纸一般 而她的那些手下 一下子围在她身边的时候 却被她挥挥手 示意他们后退 后退 眼前的吴明 不是这个大王庄任何人可以对付的 连自己都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没有一丝的反抗之力 这 这太恐怖了 一瞬间 王大小姐甚至在怀疑 刚才一切都是幻觉 但是在孟婆庄待了上百年的她 其实也有一些见识的 她知道这三界之中 厉害的大能太多了 就是神界随便一个小仙 都能让她动弹不得 这个吴明 很有可能是她得罪不起的神仙 而这些人 却是要去孟婆庄 所以 她马上匍匐在地上 万分恭敬地来了一句 见过上神 剑林有眼无珠 还望二位上神恕罪 我这里 有去孟婆庄的指引虫 只要跟着这她走 就可以找到孟婆庄 说着 那王大小姐 不知道从哪里 变出一个红色的 手指加大小的虫子 然后恭恭敬敬地 递给了吴明 哼 算你识相 这阿元 你打算怎么赔偿 我马上给她治疗 并且送出一亿的 明币赔罪 小仙真的是有眼无珠 求你 看在孟婆大人的份上 饶过小仙 这王大小姐 一是非常有眼力的 只是被吴明控制着 扔了一会的皮球 这回乖得不像话 而那边 阿元听到王大小姐 愿意赔偿她一个亿 已经是喜出望外 不住地连声感谢 居然丝毫不在意 自己脸上的痛楚 估计这一个一鸣币 对于阿元来说 就是一笔巨款 给她两个亿吧 张凡想起 路上阿元几次提到 她奶奶放弃了 几次投胎的机会 就是为了多攒钱 打算培养她们的后人 让有人能进入孟婆庄 好改变她们陈家的人生 这回看到王大小姐 也不像是缺钱的主 索性让她多拿一点钱 这 是 尊命上山 此时王大小姐虽然肉疼 可也不敢多说 让人赶紧去取钱 她这边又掏出一盒 黑色的膏药 递给阿元 表示这盒膏药 完全能让她的脸 完好无损 目送着张凡她们 离开的时候 王大小姐的脸上 突然闪过一丝冷笑 她的手指甲 差点就掐到肉里 等到她回到大王庄内 一个最宽敞奢华的房间后 她小心翼翼地 掏出一个手机 那手机呈现半透明状 她的手一挥 就马上看到一个 身穿洁白羽衣 有着一个天鹅薄 精致的鹅蛋脸细腰 神色高贵的女孩 见过小姐 小姐你可得小心呀 有人来庄里 要找你的麻烦 我因为阻拦被收拾一顿 你看 那王大小姐 此时全然没有见到 张凡她们时的巨傲 而是很恭敬地匍匐在地上 冲着手机里那女孩磕头 说话的时候 还伸出了手臂 让她看自己受伤的地方 谁 好大的胆子 在这名府之内 敢动我们庄子的人 她不想轮回转世了吗 那高贵女子 冷冷地看了一眼 王大小姐身上伤痕 几乎是勃然大怒 现在在名府 还有敢惹她们庄子人 简直不知死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王湘的背景吗 主子 那人就是要找庄子的麻烦呀 我拦不住她 就送给他们指鹿虫 那虫子 怕是要带着他们 多绕几步路 我这就赶紧回庄子 咱们这一次 可不能饶了他们 那打我的叫吴明 还有一个叫张凡 是一个心死的灵体 主子你要小心呀 王湘匍匐在地上 语言中无不显示着 他对自己主人的忠心和担心 一直到手机视频消失后 那王湘才挺直了腰杆 脸上 闪过一丝狠毒之色 上百年了 都没有人让他在众人面前 受到这么大委屈 他虽然只是 孟婆庄的一个奴仆 在明府之中 那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不是随便一个建灵 就可以教训他的 那个灵体 就算是有点本事 他们却不知道 孟婆庄真正厉害的地方 恐怕就是 明王见了孟婆 都是礼让三分 谁叫这三界之中 孟婆是明府的幽冥之神 手里 还有每一个灵体投胎 必须要喝下的孟婆汤 那个张凡和 无名敢惹孟婆 简直就是找死 张大哥 我想跟你们去孟婆庄 我这二辈子都没去过那里 好想去看看 以后可以对自己的子孙 后背吹嘘 等到的孙子 说不定也有机会 送到孟婆庄上去 像王大小姐那样 阿元此时异常兴奋 他身上揣着 二个亿的明币 在明府来说 已经是一笔 超级大的巨款 至于他脸上受的伤痕 其实此时已经在变遣消失 估计不到孟婆庄的时候 他的脸上的伤痕 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去孟婆庄一趟 对于阿元来说 估计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行 跟你奶奶打一声招呼 咱们走 嗯 好嘞 我让人给他烧的口信 这还是大王庄 阿元很容易找到熟悉的灵体 帮他带了一封信给奶奶 毕竟他们家在这大王庄 也生活了上百年 许多人都认识他奶奶 阿元交代了一下 大王庄守门的王哥 让他休息的时候 专门去给奶奶送信 还特意拿出一千明币感谢他 乐得那王哥连连说他大方 安排好这些 阿元乐颠颠地 跟在了张凡的身后 对他和吴明 更是多了几分亲热和恭敬 他甚至把得到的二亿明币 递给了吴明 给 这是你和张哥的 这钱我不能拿 嘿嘿 要不是你们 我被王大小姐打伤了 估计连那瓶膏药 也得不到 我是最低等的剑灵 这些明币 在我手里不安全 那阿元这回倒是想通了 其实他也曾犹豫过 毕竟他和奶奶很多年积攒 也没有这么多钱 而这个钱 当初王大小姐是给他的 可是他也知道 要不知道张凡和吴明的缘故 他没这个资格 得到这么多明币 这些东西 他没有能力独占 奶奶虽然爱唠叨 但是他说的对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会遭灾的 你的真的都给我们 你不是很缺钱吗 张凡这回真有些惊讶 这一路走来 阿元可是好几次提到明币 而且从他的话语中 也可以感觉到 他对于钱财很渴望 没想到二亿的明币 他居然拿出来 送给吴明和自己 还真没看出来 这生前染着红头发的阿元 品行这么好 是很缺钱 你们能带我去梦婆庄掌掌见识 就已经是大安了 何况这些钱 我真的拿了 会给我招灾的 我都让奶奶去亲戚那边 避一避风头 我怕 阿元苦笑一声 其实他已经得罪了王大小姐 他这次跟着张凡去梦婆庄附近 其实就是想尝试着找点事情做 也许那边机会更多 或者 等他有能力了 才会再回来找奶奶 目前大王庄 已经不适合他们居住了 那行 跟上吧 张凡看了阿元两眼后 示意吴明把那明币留在手里 然后吴明放飞手里的纸鹿虫子 嘴里还在嘀咕 明府不是都有最先进的手机吗 怎么现在还用这么老土的东西 不行就去买一个车 专门去梦婆庄 要自己赶路 这得到什么时候 这明府和人间 其实也差不多 张凡也注意到 偶尔有马车轿子 也有小车在路上跑 反正并不违和 大家都是见怪不怪的感觉 手里有明币 这吴明也没客气 很快就开来了一辆小车来 那车子外形是红色的 尾号88888 看着也很气派 里面也宽敞 主人 这是 我买来的车 你先请坐 吴明办事倒是快 而阿元 也是乐呵呵地坐进车里 还夸张地伸一个懒腰 就在车上和张凡唠嗑 这指鹿虫怎么往那边飞 那边有个湖 水一直很浑浊 据说里面有猛兽 咱们这附近的人 可是谁都不敢靠近那湖 这虫子该不是 哎呀 还真往那边指 糟糕糟糕 我怎么说 这梦婆庄 没有人知道位置 阿元坐在车里 就看到那虫子 一直在车的前面飞 好在有一条路 通往那湖边 只是阿元一惊一乍地 对那湖十分忌惮 甚至有些犹豫 自己要不要跟上去 那湖边不能靠近的 所有人都是有去无回 要不 你们还是回去吧 不去大王庄 可以去其他地方 不一定非要去梦婆庄 阿元此时都哭了 吴明全程都没说话 张凡要他跟着指鹿虫 他自然就跟紧着虫子 至于去梦婆庄 危险又怎么样 所有的危险 比起单独面对梦婆 那要好一百倍 毕竟他们是去要债的 这车在湖边穿行着 那本来就浑浊的湖面 开始阴风阵阵 而且波浪一阵比一阵高 很快有浪头往湖边涌来 直接去席卷他们的车辆 在波浪中 有一双绿莹莹的眼睛 看得阿元 差点都溜到了车座椅下面 太可怕了 可吴明和张凡都没有慌 那吴明还没停下车 就看见从张凡身上 飞出一个小印 就是天地当铺的那个硬张 只见那硬张一出来 一下子变大 那翻滚的浪花 瞬间就掩齐西谷 一下子变得平静起来 而浪花中间 去露出一条巨大的蟒蛇 看起来足有几十米高 那一双眼睛 就像是车头 绿莹莹的十分吓人 只是那巨蟒露出真身后 却是想逃 却那里逃得掉 不过瞬间的功夫 只见那小印 发出一阵强光 那条巨蟒消失了 小印飞回了张凡的手中 在小印的表面 似乎多了一条 小小的蟒蛇的图案 张凡尝试摸了一下 那小蟒蛇似乎还会动 应该是这湖中的蟒蛇 被方印收服了 那巨蟒席卷着浪头 来的时候 到湖面风平浪静 其实也不过片刻时间 所以 阿元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外面湖边 风平浪静 这车顺着湖边 开得稳稳当当的 哇 张哥 你们真是高人啊 太牛了 真是太牛了 哇 那阿元一时词穷 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来表达此时心中的震撼 只是隐约觉得 自己要跟着他们 去孟婆庄的做法 可能是目前最正确的决定 那只鹿虫 一直顺着这湖水流出的方向飞 那条小河开始水 并不是很多 但是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 就有溪流汇入 然后水流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渐渐地就成了一条大河 那条河开始是浑浊的黑色 慢慢地 就变成黄色里面 还带有一丝血色 因为河两边有一些红色花朵 无比地妖娆 迎风开放 张凡来到明府之后 这还是第一次 在明府看到花 那红色的花 有三五十厘米长 呈现一种散形 花瓣倒屁真形 妖艳的红色 让人几乎一不开眼睛 张凡盯着那花看了许久 突然长嘘一口气 彼岸花 这是彼岸花 在明府相传 彼岸花又叫漫珠沙花 相传彼岸花只开于黄泉 花开不见叶 初叶不见花 花叶两不相间 生生相挫 他们顺着这条路 走了许久许久 居然看到了彼岸花 这让张凡想起 眼下这条河 莫不是望川河的源头 因为彼岸花开在明界望川河边 也是望川彼岸的接引之花 彼岸花如血一样绚烂鲜红 铺满通向地狱的路 且有花无叶 是明界唯一的花 相传彼岸花相传说有魔力 能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 在黄泉路上 大批大批地开着这花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血所铺成的地毯 又因其红的似火 而被誉为火照之路 也是这长长黄泉路上 唯一的风景与色彩 当灵魂渡过望川 喝下孟婆汤 便望却生前的种种 曾经的一切都留在了彼岸 往生者就踏着这花的指引 通向幽冥之狱 彼岸花已经出现了 望川河的源头就在脚下 我们距离孟婆不远了 张凡此时也是精神抖擞 只要找到了孟婆 她就可以亲自收取天地 当铺在明府的第一笔账了 很快 这条路变得热闹起来 一个个灵体 都在往一个方向走去 而沿路居然还有人 射卡检查那些灵体的证件 张凡他们被拦住了 我们是来找孟婆的 无名说出这句话后 妖杆挺得笔直 两个射卡的小力 打量一下他们后 倒是客气异常 甚至还给他们指路 让一直顺着望川河往前 就可以看到 孟婆在那边射的亭子 因为这边所有要投胎的灵体 都得去喝孟婆汤后 忘记一切的前程往事后 才能走上奈河桥 去轮回投胎 而奈河桥 其实就架在望川河面上 车被无名扔在路边 他们几个人就直接往前走 那阿元异常好奇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觉得十分的新奇 因为按照明府的规矩 新死的人 十年后才能投胎 而愿意投胎的人 才能被送到这里 当然来到这里后 只能喝孟婆汤走 奈河桥去投胎 路边的彼岸花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红 红得像火象云霞 看得东张西望的阿元 一阵恍惚 居然不自觉地 离开了无名的身边 跟着走进了 那条黄泉路上 而且 整个人变得 有点痴痴呆呆的 张凡首先发现了 他的异常 一把拉过阿元 见他还是迷糊的 一狠心给他一巴掌 却让他瞬间清醒过来 阿元吃惊地看着张凡 一只手还捂住 自己的半边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彼岸花有魔力 你不要盯着看 不要走到黄泉路上 要不然 你会被荡成 混入的奸细抓起来 投进望川河中 你看那边 张凡说这话的时候 就看到前面有小粒 从一群灵体中 拉出一个来 说是他没有准许 轮回的正见 是混进来的奸细 马上得投到望川河中 那灵体一被扔进望川河中 就看到河水翻滚着 从里面涌出 无数吞噬人的野兽 把那灵体撕裂成碎片 让他望川的河水更红了 阿元看了一阵后怕 连退了几步 再看那些迷迷糊糊的 走在黄泉路上的灵体 不住地对着张凡表示感谢 他这回心有余悸 后怕不已 根本就不敢 再看那彼岸花 连走路都垫着脚尖 努力距离那彼岸花最远 主人 孟婆在那边 无名走在前面 他已经可以看到 在一个八角亭子里 一个巨大的锅被支起来了 锅里翻滚着阵阵的白烟 在一边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个个的大碗 而在那大锅的旁边 站着一个让人看不清面容的姑娘 她穿着一袭的白衣 正在低头给那些灵体咬汤 因为隔得不远 张凡可以看到 那汤雾气缭绕 有的灵体木然地端起汤 正正地看着那碗 似乎汤里面有自己无数的虔诚往事 和酸甜苦辣 等到饮下这碗汤 前世的一切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记忆 一个没有过往 一个没有故事的纯净的灵体 然后走过那河桥 去人世间轮回一次 在红尘中 经历世事非非后 再次死亡来到明府 喝下孟婆汤 生生世世不止疲惫地 永远这样轮回转世 等走得近了 张凡就看到这个 穿着洁白羽衣的姑娘 她有着一个天鹅薄 精致的鹅蛋脸细腰 在明府以黑为贵 所见的 都是压抑的昏暗的环境 这个姑娘 却是穿着一身洁白的 不染一丝尘埃羽衣 整个人就像是一朵 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圣洁而高贵 她脸上不怒不喜不悲 神色淡然却很高贵 看着眼前的灵体 一个个地喝下孟婆汤后 她的手一挥 会在这些人身上 落下一个特有的印记 凭着那个印记 守着奈何桥的小力 就会让他们上桥 等走过了奈何桥再向前 那就是人间了 孟婆 这就是幽冥之神孟婆 好美啊 好漂亮 一脸痴迷的阿元 发出惊叹声 这 这姑娘简直就像是神仙 落在了名府之中 在这最阴森的地方 却圣洁高贵 如同仙女一般 孟婆 张凡也愣住了 就是这个孟婆 欠着天地当铺的一笔账 真是人不可貌相 看着这圣洁 如仙子的孟婆 居然欠债不还 真是让人无语 上一次去广寒宫 没遇到嫦娥 用花月影的话来说 就是嫦娥出去躲债去了 不过这一次的孟婆还好 至少能带住本人 吴明 你去和孟婆通知一声 说 天地当铺的人来收账了 张凡示意 吴明先去通知 如果孟婆痛痛快快地 还给天地当铺的东西后 她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但是如果拒不偿还 她第一次带队收账 可不想无功而返 留下无尽的遗憾 而且 万一这一次账没有收上来 会让天地当铺 打不开这个突破口 以后的账目就更难收上来 那样的话 天地当铺会越来越差 甚至消亡 张凡也会最终消失 吴明点头 很快挤到孟婆的面前 有些面无表情地来了一句 你是孟婆 我们是天地当铺的人 你欠的东西 时间已经逾期了 也该还给我们了 吴明外形并不是很好 本来那些灵体都在排队 她挤到孟婆前面 已经引得不排队的灵体侧目 她们都在等待喝孟婆汤 而且 孟婆在她们的心目中 那就是神明一般的存在 这样的幽明之神 怎么可能欠人家的东西 这吴明在胡说八道 那穿着白衣的姑娘 停下手中咬汤的动作 直视着吴明脸上 已经挂起一层的寒霜 你是吴明 还是张凡 我师父的姓名 岂是你这等剑灵可以喊的 还有你 你一个凡人 需要混进了冥府 你是不想活了吗 那姑娘原来不是孟婆 却是孟婆的徒弟孟夭夭 而她第一眼就看出了 张凡居然是凡人肢体 凡人呀 并不是死去的灵体 不知道这个凡人 是怎么来到冥府的 但是 这不是她能来的地方 在这里只有死人 和一些能游走三界 跳出五行的神仙 可不是她一个凡人 能来的地方 不是孟婆 你是孟婆的徒弟 你的师父 不会又去躲债了吧 这些人怎么一个个 都来这招 欠债不还 张凡一听眼前的 咬孟婆汤的人 居然不是孟婆本人 却是她的徒弟孟夭夭 脸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这也不怪她说这些话 上一次是在广寒宫 他们去收账 而嫦娥仙子 却是出门访友 用花月影的话来说 哼 怎么会那么巧 嫦娥刚离开广寒宫 他们就去收账 这摆明就是为了躲避他们 目的就是欠债不还 孟婆应该也是因为这个 你好大胆子 敢这样说我师父 难怪你们欺负王湘 一点道理都不讲 一介凡人敢闯冥府 哼哼 谁给你这个胆子 让我收了你 马上让你去轮回转世 免得在这里污蔑人 我师父什么样的人物 居然欠你一个凡人的账 那孟妖妖是孟婆从小捡到的孩子 一直待在身边悉心抚养教育 对于孟妖妖来说 师父就是她的天 她不容任何人污蔑自己的师父 向她的师父在明府 那是受到千万人敬仰的幽冥之神 就是明王见了她都会礼让三分 自己因为是她的徒弟 在整个明府就连自己的奴婢走出去 那都是被人敬仰羡慕的对象 师父这样的人什么会没有 怎么会欠账 还让人上门要账 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 所以下一刻 孟妖妖柳梅一树 勃然大怒 就要出手教训张凡 让他知道 敢污蔑自己的师父 会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他敢一动 那边的无名冲了上去 一白一黑两个影子 很快逗在一起 而周围无数的灵体 都紧张地向这边张望 甚至一些走在奈何桥的灵体 此时都停下脚步 那守在奈何桥边的小栗 也伸长了脖子 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扎舌不已 这俩个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污蔑孟婆欠账 还要账上门 这简直就是一大新闻 有手机的 赶紧拿出手机拍摄下来 好发到朋友圈去 估计立刻会引爆 民府的朋友圈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孟婆啊 居然有人敢想 孟婆的徒弟动手 这个孟妖妖 据说得了幽冥之神的真传 上一次是谁敢不和孟婆 汤上奈何桥 被孟妖妖捉回来 差点打成肉泥 孟妖妖的武力之和恐怖 可见一斑 今天孟妖妖发怒了 那些围观的灵体 都在等待着 孟妖妖把无名 砸成肉泥的时候 而这个无名此时 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那就是这个 看着漂亮的女神 虽然只是孟婆的徒弟 可是实力太强了 威压之下 还是得保命要紧 实在是不行 只能先跑了 可是 自己一旦跑了 主人会不会对她失望透顶 要知道 自己灵魂和自由 都已经不属于她了 主人 快跑 我挡不住了 最终无名冲着张凡 喊出这句话 她只能选择 用自己拖延时间 挡住孟妖妖 让张凡先走 没有自由和灵魂的她 现在能做的 只能护住主人先走 任何时候实力第一 要不然就是欠账的 都敢杀人 此时的张凡 心底有点慌 第一次碰到这样事情 欠账不承认 债务不说 还要动辄杀人 这看着漂亮的小姑娘 真不是个东西 无名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关键的时候 还会护着自己 这样的人 可不能被梦夭夭杀了 所以 张凡心底面头一动 突然四周光芒大涨 在那刺眼的光芒中 很多人灵体和冥府的小力 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 原本已经占据上风 压制的无名 都想护着张凡逃走 却变成了一身白衣的梦夭夭 躺在地上 一手捂住胸口 一边怨恨地看着他们 嘴里还不住地吐血 谁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无名 一脸崇拜地看着张凡 心底却明白 关键的时候 是主人出手了 难怪这天地之间 天地当铺 谁的生意都敢做 因为人家有这个底气和实力 主人看着一介凡人 其实强大无比 甚至在当铺之中 还有那个神秘的脸谱人 强大的让人不可直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师父欠着我们的东西 你不但不说归还的话 还不问青红皂白要打要杀 这是你该受的惩罚 还有欠人家的 终归是要还的 张凡这会居高临下 站在了梦夭夭的面前 则则则 这梦夭夭美则美 为啥不多想想 自己一个凡人 敢向孟婆要账 会没有一点本事吗 还对自己要打要杀的 他真当天地当铺的债务 可以赖掉 呵呵呵 想得真美 我师父不会欠账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今天做的我会记下的 这个仇我一定会保 梦夭夭对着张凡咬牙切齿 并且努力记住这个凡人的一张脸 这个凡人太可恶了 居然出手把他打成这样 呵呵 我从来就不怕人家来报仇 像你们这样欠债不还 还敢暴力抵抗的 我不介意再给你点颜色看看 张凡说着这话的时候 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惊呼的事情来 那就是他居然抬起脚 对着梦夭夭已经受伤的胸部 重重地踢了一脚下去 其实作为凡人 如果不记出天地当铺的小精英 张凡的力量并不强大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面 对着一个受伤的美丽的女人踢了一脚 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我天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不懂得 怜香惜玉之人 梦夭夭已经受伤 就像是一个神仙落难跌落人间 这张凡 居然还会对着他踢一脚 真狠的心 你 你 我记住你了 梦夭夭眼睛一下子睁圆 看着张凡 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 而他因为是梦婆徒弟的缘故 在民府多受人尊重 但此时却在这么多人注视下 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 这一辈子 他都会记住这个凡人 他要报仇 他不会放过他的 我叫张凡 龚长张 平凡的凡子 长得就是这样 报仇报恩 千万别找错人了 对了 哪怕梦婆不在 我家的东西 还是要收回去的 这东西 我要先拿回去了 张凡走到那梦婆汤面前 手里突然多出一个羊皮卷的合同书 在那上面清晰地记录着 当年梦婆和天地当铺签订的合同 上面不但有梦婆的签字 还有梦婆的手印 以及天地当铺的印章 可此时的梦夭夭满心的怒火 还在看着自己腰间白色衣裳上 张凡彩的脚印 他都要疯了 从来没有谁像这样羞辱他 天地当铺 天地万物可当 童所无欺 张凡心底很些激动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念动天地当铺的咒语 按照当初花月影说的 只要有合同 有印章 有手印余期后 就可以按照合同 收回天地当铺的东西 前提是 张凡要能看得到那借出物品 所以 天地当铺借给嫦娥的 是一幅绝世荣年 而嫦娥又不在 所以张凡哪怕拿着合同 哪怕合同已经逾期 可是张凡依旧不能收回 而眼前的梦婆汤就不一样了 张凡完全可以把这东西 强行收回到天地当铺 因为这东西 按照合同规定的 已经逾期了 不要说梦婆不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张凡要取走的话 也没有谁可以阻拦 你 你干什么 你居然敢拿走梦婆汤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梦夭夭 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张凡 把煮着梦婆汤的锅 彻底消失了无影无踪 而张凡被着手站在那里 脸上无比的冷漠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这东西是天地当铺的 我只是 拿走属于我的东西 张凡说到这里 手一甩 带着吴明 准备离开明府 只是他的脚步刚动 就听到有人冲了过来 拦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瘦瘦高高 穿着一身白色衣裳 脸色苍白 但却和周围的灵体 明显的不一样 你一个凡人 居然敢闯明府 你离开可以 得留下 你手里的梦婆汤 这不是 你可以拿走的 敢动梦婆汤 我要你魂飞魄散 这星号星号星号 在张凡的面前 苍白的脸上写着倔强 眼神却是一直落在 梦夭夭的身上 他的女神哦 什么时候 受到过这样伤害 不管张凡是谁 敢伤害梦夭夭 就得死 我也想试试 魂飞魄散是什么感觉 可惜啊 天地当铺不消亡 我想死都死不了 吴明 上 张凡后退 不是谁上前挑战他 都会自己上 要不然说吴明 又是为了什么 果然 喊了一声吴明 就看到一个灰色的影子 冲了上去 那人惊呼一声 你 是灵体 不 你不是 不管是不是 这男人已经没有 后退的路了 他今天必须把张凡他们 留下来 要不然 名府会大乱了 无数的正在排队的灵体 此时都拥在这凉亭外面 紧张地 注视着这一切 更多人是看着 那消失的孟婆汤目瞪口呆 他们等了那么多年的投胎的机会 居然没有孟婆汤 难道就这样 带着记忆轮回转世 这一切 太可不可思议了 那个叫张凡的男人 到底是谁 拿走了孟婆汤 打了孟夭夭 甚至连白无常大人 也不放在眼里 让手下的直接打 他难道不怕 把明府的天地 都捅一个窟窿 实在是太可怕了 白无常面对着无名 却是感觉到一丝的压力 在他手下 不知道被带走了成千上万的灵体 从来就没有灵体给他这种感觉 这让他不敢大意 手一挥引魂帆和招魂棒就砸了下来 如果连一个奴仆都无法解决的话 他就更没办法留下张凡 拿到孟婆汤 但如果这一次化解了危机 拿回了孟婆汤 那么以前对自己不理不睬的孟夭夭 是不是就会对他另眼相看 从此后 哪怕生在明府之中 他的世界也会充满了阳光 一想到这里 白无常的下手很快 恨不得一招就解决无名 谁知道是有意外 那无名虽然不出名 但是能被花月影看重的人 能在人界游荡那么多年 无名也不是简单的灵体 因为普通的灵体 面对白无常 那只有秒败 但是无名 却和白无常都在了一起 甚至略占上风 这让已经站起来的孟夭夭 几乎要吐血 这白无常也太菜了 居然连一个灵体都对付不了 孟婆汤的关系太大了 这让孟夭夭根本就不敢想象 所以心意横 什么都不管了 直接向张帆冲去 手里一把打龙鞭子 就飞了出去 王湘之所以喜欢鞭子 那也是因为他家的小姐 孟夭夭的缘故 而孟夭夭的鞭子 是孟婆亲手叫的 在整个冥界鲜少遇到对手 原本他面对张帆是大义了 此时拼尽全力 就哪怕杀了张帆 也得把他留下来 把孟婆汤留下来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冥府会大乱的 所以孟夭夭的鞭子 直接打向张帆的天灵盖 那就是要他的命的意思 这让本来在关站的张帆猛地 后退一步 天地当铺的小印 已经搜得飞起 金光四射的印章 瞬间变大 让不少围观的灵体 发出一阵阵的惊叹声 原本在他们心目中 神仙一般的人物梦夭夭 还有白无常 在此时如此不要脸 只是为了能留下张帆 甚至不惜偷袭 甚至杀人 可这金色的小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有的灵体都闭上了眼睛 几乎不敢看那夺目的光芒 他们只是感觉到 张帆就像是一个天神 手持着金印 天地间 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 而那梦夭夭 突然发现自己的鞭子 已经不受控制了 而他浑身不能动 眼看着一顶巨大的金印 就要砸下来 而那带着轰隆的雷鸣之声 这砸下来 估计会把自己砸成肉泥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 让梦夭夭觉得自己的心脏 都要停止跳动 从出生以来 从来就没有像此时这样 害怕恐惧过 而此时他的眼睛里 只能看到张帆那张冷漠的脸 不 梦夭夭惊呼一声 他不想死 真的不想死 天地当铺的先使 求你印下留人 我这小徒顽劣不堪 梦婆我愿意带他受过 只求上先绕过他一条小命 突然这冥府的天地 像是变了一样 从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本来看着距离似乎有上百里 可是等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人已经站在张帆面前 一个穿着黑衣 鹅蛋脸 气质超凡的女子 看着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模样 冲着张帆盈盈的拜下 而他那一拜 却是让整个明府所有人大惊失色 梦婆幽名之神 他在明府的地位 何等尊崇 此时居然冲着一个凡人叩拜 这让剩下那些小力 一个个诚惶诚恐 慌忙 也随着梦婆叩拜张帆 至于那密密麻麻的灵体 一看到他们的幽名之神 看到周围那么多的小力 都冲着张帆叩拜 此时也统统地都跪下 没有谁敢站起来 整个望穿河畔 几乎所有人都跪在了地上 吓得那本来已经惊慌不已的阿园 此时一看 周围只有自己站在那里 慌忙也跪下了 他万分崇拜地看着张帆 实在是做梦都没想到 他们的幽名之神梦婆 居然向他叩拜 这样的话说给奶奶听 估计奶奶做梦都不敢相信 他随手帮助的一个人 居然这样牛 不但把梦夭夭打伤 还让梦婆跪下 向他叩拜 这 偏偏自己 还一路和他同藏 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值得自己夸耀几辈子了 你就是梦婆 当年是你和天地当铺签订的合同 张帆也有些惊讶地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子 其实也就看起来比梦夭夭大几岁而已 他还以为文明天地之间的梦婆 会是一个老婆婆 没想到这么年轻 小女正是梦婆是 那合同确实是我签下的 我也知道余期了 可是一直没看到当铺的上市过来 所以 所以一直没办法还 这个 我并不想赖账 只是有难言的苦衷啊 梦婆跪在地上不停地解释着 态度放得异常的低 这让一边的梦夭夭三观都快崩裂了 他万万没想到 幽明之神的师父 会跪在这个凡人的面前 还一口承认了 梦婆汤就是天地当铺的 他们余期等等 这 这梦夭夭似乎一下子记起来 师父曾经长须短叹过 说过他欠着别人东西之类的话语 但是他还以为 师父看自己练功不努力 故意吓唬他的 没想到 这居然是真的 师父真的欠着别人东西 关键是这东西 还是大名鼎鼎的 以师父名字命名的梦婆汤 当年的合同已经作废了 天地当铺的东西 我们理应收回 我打伤你徒弟 也算是 对于你逾期不还天地东西的一个惩罚 你好自为之吧 张凡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梦婆 心底还是很平静 而他口中的天地当铺四个字 确认在场的所有人都记住了 他们一个个脸色大变 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他们亲眼看到了 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幽民之神梦婆 居然跪拜在张凡的面前 就凭着这四个字 一个凡人居然敢站大咧咧地 站在了梦婆面前 天地当铺 恐怖如斯 能掌控这个天地当铺的主人 又该是什么样存在 这些念头 在许多灵体的心中 是一闪而过后 却万分羡慕地看着张凡 还以为他只是天地当铺的一个使者 并不知道 他其实就是天地当铺的主人 走吧 无明 张凡一招手带着无明打算离开 也不管梦婆的挽留 天地当铺的账收回来了 他这一行 算是可以顺利回家了 两人敢离开没多久 就看到站在在路边含笑的花月影 走吧 回家 从望川河边到天地当铺 本来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因为有花月影的突然出现 所以 下一刻 张凡和无明则离开的名府 出现在天地当铺之中 无明 你暂时就守在这里 不要随意走动了 张凡喊了一声无明 然后去了二楼仓库 取出一个装汤的锅 放在了那朵宝格上 然后这才长须一口气 带着花月影出了天地当铺 张凡再一次出现在那小院 他先去洗了一个澡 然后换了一身干净舒服的衣服 就斜躺在一楼的沙发上刷手机 那模样无比的悠闲 明府之行对于他来说 一切还是挺顺利的 拿回了孟婆汤 也让天地当铺里的物品 再一次多了起来 只要等这边的客人慢慢多起来 花月影的能力也会增加 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带着他 去天亭找嫦娥 要回那幅花蓉月貌的容颜 想到这里 张凡的心情格外的不错 看到桌子边一杯泡好的清茶 茶杯中雀蛇一般的绿叶 上下浮动着像火一般 煞是好看 张凡摸了一下茶杯 有点温热 这个温度喝下去是刚刚好 主人 你想吃点什么 要不要来一份螃蟹粥 或者牛羊肉的火锅 海底捞也可以的 花月影此时笑眯眯地看着张凡 一脸的敬佩 主人带着吴明从明府走一趟 真的就带回了当年孟婆 从天地当铺接走的东西 这可是他们收回来明府的第一件物品 意义非凡 要知道 天地当铺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收回以前余气的物品了 收回孟婆汤 这就让天地当铺里 又多了一件宝物 这件东西 她会再次寻找需要她的人 然后引到天地当铺来做交易 而随着客人的增加 随着天地当铺的生意越来越好 人气越来越旺 她的能力才会慢慢恢复 我想喝海鲜汤 还有螃蟹粥 要新鲜的大螃蟹 最好来二支帝王县 其实张凡去了一趟明府 人间也不过一二日的光景 但是在那边没有进食 当时还不觉得 此时出了明府后 此时就觉得恶极了 似乎一头牛都吞得下去 海鲜做起来最容易 放心啦 一会就给你弄好 那边徐子军有些好奇地 看了一眼张凡 这二天张凡都不在 可是他记得自己没见过他 离开这栋房子 甚至他好像也是突然冒出来的 只是想到 上一次看到无名的事情 徐子军选择了忽视不再过问 反正不管是张凡还是花月影 对于他来说 都是异常神秘的存在 至少 他们能让那些强大的灵体 乖乖地听话 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在等待徐子军做菜的时候 张凡一边喝茶 一边问了一下花月影 有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 也就是 遇到有人需要钱 我收购了一点东西 现在好像到处都在找你 主人 你快出名了 你看报纸新闻和一些杂志 还有这手机上 很多人都寻找你 花月影说到这里 抿着嘴 有些幸灾乐祸地笑 张凡虽然只是 做了一二笔生意 但是他的名字 却是被悄悄传开了 一个是荣家人花仲金寻找的人 一个是张忠云的朋友 到处寻找张凡 这些人报纸杂志媒体都在找 可惜茫茫人海 只是凭借着一个名字 就像是大海捞针 想找到谁还真的不容易 何况 张凡很懒 平时在这个宅子里 就很少出门了 就连吃喝什么都有人照顾 谁想见到他 那真是难如上青天 哦 一点小事而已 他们找不到我后时间久了 自己就会放弃的 不过天地当铺的名字 应该让一些有需要的人知道 要不然 哪来的生意 张凡笑了 不管怎么样 现在有些人知道天地当铺 知道他张凡 也算是有点小名气 对于天地当铺以后的生意 还是有点好处的 人妾 是个好东西 这边张凡听着花月影 给他讲述着 这一二天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耳边还听到厨房里 不时地传来一二声 许子军剁菜刀的声音 估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许子军就能把张凡想吃的 海鲜和帝王蟹都给送来 一楼的空气中 开始有海鲜的香味飘出来 在明府 此事已经乱了套 张凡是走得潇洒 梦夭夭却要哭 自己被打成那个模样 却被师父不停地训斥着 你呀 平时教了你那么多东西 你怎么就不用心学 我从小到大就提点你 天地间有几个不能惹的地方 其中一个就是天地当铺 可是你 你看你这模样 肯定是根本就没用心计 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和天地当铺的人打起来 你能保住小命 都是你运气好 你还有脸哭 不肯寄我交给你的东西 吃苦的时候还在后面 梦婆一副怒气不争的模样 对着梦妖夭直叹气 自己当年也是可怜梦妖妖被父母遗弃 就把她保养在身边 又心疼她 没有什么玩伴 就在明府开始招收一些丫鬟仆役 尽量宠着她 这梦妖妖特别的聪慧过人 让梦婆更加的喜欢 所以宠着宠着很多时候就过了头 把这孩子养得有些娇纵了些 虽然在明府这一亩三分地上 是没有人敢欺负她 但是她这性格 一旦遇到点挫折 就够她吃一壶的 比喻张凡这事 师父 那个张凡 居然用脚踢我 无比嫌弃地踢我 梦妖妖觉得从小到大 眼泪今天一下子流干净了 在那里多人的面前 她一向像仙女一样 高贵气度不凡 可今天就被张凡无比嫌弃地 用脚踢她 她的心态蹦了 什么张凡 不再再提这个名字 她是天地当铺的上司 她代表着天地当铺的脸面 你 你 怎么说 你就记不住了 我很多年前就跟你提起过 不能招惹天地当铺 孟婆哀声叹气 妖妖是个好女孩 可是就像是温室的花朵 从来就没有受到过一点的挫折 所以遇到这点事情 才会心态崩溃 她要是能重新审视自己 站起来以后 才会更加强大 我那会想到 她是天地当铺的 这四个字 你也不是好多年没提起过 我都忘记了 小时候的事情 谁会记得那么清楚 而且 她一上来就说你欠账 师父你那么强大 怎么会欠账 不可能啊 你啊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你在明府这一亩三分地上 太过于自大了 那孟婆汤 的确是当年我当掉一样 很珍贵的东西 才从天地当铺还来的 是有约定时间的 确实已经到期了 哎 孟婆看看 没有经过风雨的徒弟 想着这孟婆汤 被张凡取走了 外面还有那么多 等待轮回的灵体 这该怎么办 白无常谢必安站在屋外 心情沮丧而沉重 她堂堂一个明府的 十大英帅之一 也是明王的左右手 但是面对吴明 却不能第一时间 把她拿下来 还有那个张凡 不过天地当铺的名字 她似乎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真的像孟婆说得很厉害吗 谢必安觉得 有必要去打听一下 最好的 就是去问明王 毕竟在整个明府 除掉孟婆之外 只有明王 才是最见多识广 让人敬佩的人 而且 孟婆汤没有了 那些轮回转世的人怎么办 这些得需要 请示一下明王 望川河畔 密密麻麻的灵体 都在聚集着 平时里 摆放着孟婆汤的凉亭里 空空如也 那河桥头 有重兵把守 旁边出了告示 说是这两日 暂停轮回转世 等到转世的灵体 需要多等待二日即可 这一个告示 一下子让那些在望川河畔 等到转世的灵体哗然了 现在本来人界转世的名额少 亏得明王绞尽脑汁 弄出转世名额来 这么多年 虽然灵体增多 转世机会少 但是也没出什么大乱子 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千百年来 就没听谁说过 奈何桥 不准通过的 而这些 就是因为灵体转世轮回 需要喝的孟婆汤不见了 而这孟婆汤 据说是被天地当铺的人收回去了 这东西 本来就是人家的 是当年孟婆去借来的 这样的消息 随着望川河畔聚集的灵体 越来越多 消息越传越远 甚至不少看到 张凡脚踩梦摇摇的一幕 这会更是会声晦涩 把张凡描述得无比强大 而这一次天地当铺四个字 在无数的灵体心目中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也成为他们心目中 最恐怖的存在 好鲜 蟹黄真多 张凡此时正在享用帝王蟹 这螃蟹的蟹脚上 有许多的小刺 都被许子军细心地 把蟹肉给挑出来了 然后把蟹黄和蟹肉 单独放在一个盘子里 给张凡享用 因为张凡想吃海鲜 许子军还特意弄了一只 足有四五斤重的 澳洲大龙虾 那龙虾的肉也特别多 雪白的虾肉 都被单独地剥离 放在盘子里供张凡享用 而在一边还有各种的调料碟 以及一些红酒和漱口水 张凡先用柠檬水漱口 然后吃一口蟹黄 味道那是格外的鲜美 再来一口红酒 张凡觉得 这真是享受了 比起在明府的不吃不喝 他还是喜欢人间的烟火气息 叔父 张哥 我还点你做了一些水饺 是用虾肉煲的 用鱼盒蟹熬的清烫 你尝尝 徐子军也看到张凡似乎饿极了 所以额外又给他做了一碗水饺 那汤汁乃白色喝一口鲜美无比 回味无穷 让张凡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少君 你的手艺真棒 好吃 可把我饿死了 嗯 那个 没看到那个吴明啊 他和你一起出差吗 徐子军犹豫着一下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因为他知道 吴明是灵体 也就是别人心目中的妖魔鬼怪 那天 他好像是和张凡一起消失的 徐子军曾经试探性地 问过花月影 花月影说 他们出去办事了 如果用徐子军的理解的话 就是出差办公室 徐子军很好奇 一人一邻出差 会去哪里 那里难道没有吃的 让张凡回来后 会如此饥饿 这可是以前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 哦 他有事情 我把他留在一个地方了 下次要是出差的话 我会再喊上他 张凡没有告诉徐子军 自己去了明府 徐子军虽然可以信任 但是有些事情太过于惊世骇俗 还是让他自己慢慢地去摸索好了 果然张凡这样一说 徐子军就不再问了 只是笑着问张凡 明天想吃点什么 野菜 我想吃点野菜 这个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蒲公英 或者其他的一些野菜 想尝尝先了 以前小时候没菜吃的时候 尝尝吃野菜 张凡此时 嘴里还在吃澳洲大龙虾的肉 下一刻却在想 原本家乡的野菜 那个时候的蒲公英凉拌 或者小炒 都是极为美味的菜肴 虽然带着一丝丝的甘苦 但是在饥饿的张凡面前 那是异常的美味 所以他吃起海鲜的时候 突然想起野菜的味道 嗯 好 我给你想点办法 反正我也认识一些 卖野菜的商贩 他们应该可以弄到最新鲜的野菜 许子军倒是很爽快地点头 只要张凡想吃的 他就可以做出来 养掉了他的胃口和嘴巴 是不是以后自己 就会变成越来越重要 下次 下次他们出差 说不定还能顺便烧上自己 一想到这里 许子军脸上 就露出明媚的笑容 看得花月影 都打了一个寒颤 妖面 一个男人 怎么可以这样美 让他一个女人 都觉得有点无地自容 两人的容貌不相上下 偏偏这个许子军太会做菜了 这一点花月影 觉得自己怎么都比不上 唉 享用了一顿美食 张凡身一个懒腰 这才觉得 浑身的精气神都回来了 他在沙发上瞇了一会后 直接再一次进入天地当铺之中 他刚一进去 就看到正在扫地的吴明 冲着他弯腰 并且推开了那扇黑色大门 走了进去 吴明是灵体 黑色之门通往的是 魔界中的名府 吴明待在那边 最合适不过 此时并没有客人 张凡端着桌子上泡好的茶 然后就打开一些羊皮卷 清查天地当铺里 还有些什么货物可以出售 这天地当铺 最开始的时候 只有一点寿命可以出售 到现在 不但有寿命 现在还有孟婆汤 还有一些金钱 以及江朝云 当掉自己的爱情 那个被张凡叫红颜的东西 货物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比张凡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最起码 有三五件的商品 可以自己去寻找主人 而且 天地当铺的名气 也会慢慢被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很快 很快天地当铺的声音会更好 张凡一口茶还没喝完 就听到有铃铛声响起来 一抬头就看到黑色的门口 铃铛无风自动 这 魔界那边有客人来了 张凡心底一喜 这生意可真好呀 他顺手拿起了那脸谱 带在了自己的面前 就等着新的客人到来 黑色的门打开了 一阵阴冷的风吹过来 有一个胖胖的 像弥罗佛一样的胖子 小心地探出头 当他看到这大厅里 写着天地当铺 四个字的时候 长叙了一口气 真是心成则灵 还真的 让我找到了天地当铺 那胖子可真胖 本来一米七的个头 因为太胖了 给人的感觉像是不住一米六 实在是因为他的体重 足足有二三百斤 所以 哪怕有一米七 但是因为太胖了 腰围太宽了 看起来宽和高差不多 整个一个圆球的感觉 要是谁顺手推他一把 估计就能像球一样 从坡上滚下来 他一边走一边擦汗 顺便不住地 打量着天地当铺 当他看到居中坐在那里 脸谱人张凡 膝盖一软整个人扑通一声 就栽倒在地上 浑身发抖不住地膜拜 嘴里却哆嗦着 不知道说什么 你是何人 来天地当铺 想当掉什么东西 张凡猛然 看到这样一个灵体 心底也是一乐 还有这么胖的灵体 估计活着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遭罪 这么胖 嘖嘖嘖 当东西 我 我没有什么可当的 我只是想投胎转世 可是明府的奈何桥上的小丽说了 没有喝过孟婆汤的人 不准上奈何桥去投胎 我等待这投胎的机会 可是足足都等了上百年了 我想转世啊 那大胖子趴在地上 本来因为害怕瑟瑟发抖的 这回听到张凡问话 也不敢抬头 只是哆嗦着 把自己心底的话说出来 明府投胎男 他本来也是为了等待一个人 所以一直放弃很多次投胎的机会 而这一次 好不容易等到那个人 想着一起来投胎 他等的那个人 已经上了奈何桥 而他却因为排队的缘故 眼睁睁地看着张凡 取走了孟婆汤 而守着奈何桥的小丽告诉他们 没有喝过孟婆汤的灵体 不准上奈何桥对面投胎转世 这可把这个大胖子愁怀了 等了上百年 原本以为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手牵手去投胎 哪怕喝了 孟婆汤什么都忘记了 但是能一起投胎 有一些相认的标记 也是缘分一场 可是这次喜欢的人已经投胎了 而他却因为没有喝孟婆汤走不了 可把他急得团团转 差点就当场跳进望川河中 在明府混了上百年后 也有一些朋友 脑子也算灵活 最后他问小丽 要是喝了孟婆汤 能不能上奈何桥投胎 而那小丽 因为和他关系不错 居然点头告诉他 要是他真的喝了孟婆汤 趁着这二天 还有喝了孟婆汤 还没有没投胎的灵体 赶紧可以走 要是再过一段时间 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 这胖子也急了 想着那孟婆汤 是天地当铺收走了 自己要是找到天地当铺 是不是就能喝到孟婆汤 至于要付出什么代价 只要他的有的 一切一切都可以拿出来 我是灵体 我在明府也收集过一些东西 比喻在明府 我有大量的明币 还有一座很大庄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给这些东西 换一口孟婆汤喝 我想投胎啊 这胖子趴在地上 此时偷偷地看着张帆 双腿还在发抖 那天张帆和天地当铺 留给他的印象 太深刻了 今天没有看到那个凡人 但是看到一个更加恐惧的 如同神底一样的脸谱人 就让他更加地害怕了 明币 庄子 这 张帆看着眼前这个胖子 有点犹豫 这些东西他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孟婆汤貌似是取之不尽的 罢了 罢了 就成全这个灵体吧 想来喝孟婆汤 就当掉自己在明府的家当就好了 签合同吧 把你在明府的庄子 和多少明币都写出来 张帆示意花月影来办这事情 在这个胖子 进入天地当铺的时候 花月影已经站在了张帆的身边 这回正好拟定合同 而那胖子在羊皮卷上写下了王大成三个字 然后就开始包自己的庄子和明币 我有三个庄子连在一起 一个庄子大约有方圆百里吧 庄子里有专门装明币的地窖 我不知道有多少 反正比这个屋子都大的地窖 我 我好像有十个地窖 都装的是明币 这些 够吗 这个王大成小心翼翼地说着话 他也是个经商奇才 活着的时候 家里不停地给他烧纸钱等 失去后 又在明府等了上百年 而等待的时候 他也没闲着 就不停地做生意挣钱 挣到的明币可真不少 足足地积攒了十个地窖 他这树木一爆出来 不但是张帆就连花月影也惊待了 这个王大成也太有钱了 明币十个地窖 这得有多少钱 还有三个庄子 连在一起的三个庄子 还有十个地窖当掉 就为了得到孟婆汤 张帆深呼吸一口气 要不是自己带着脸谱 他脸色都要大变 这 利润也太高了 一碗孟婆汤而已 居然能换这么多东西 这 这也让人太惊讶了 不行啊 我实在是在拿不出来什么好东西了 求你们了 给一碗 孟婆汤我吧 再等下去 就算是投胎转世 我那上百年苦等的光阴 也全浪费了 这个王大成 看到张帆沉默不语 这回他心底慌了 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觉得天地当铺十分的厉害 想从这样的地方 换到一碗孟婆汤 那得多大的代价 所以 他把自己全部家当都拿出来 但是却异常地担心 担心着天地当铺的人不乐意 看不上眼 毕竟天地当铺的人 可是连梦夭夭都敢杀的人 连白无常都打败的人 这种大能 怎么会看得上自己的那点身外之物 一想到这里 王大成心底就慌得不行了 这会整个人像个圆球一样 连滚带爬地 往张帆面前凑去 也不敢抬头 只是不住地冲着他磕头 神仙爷爷 上仙啊 求你可怜可怜我一片痴心 苦等了上百年 才凑到这一次 两人一起投胎的机会 我娜娜心上人 已经投胎转世了 我再不走 我 我们年龄相差就太大了 到时候 呜 求你们了 我给你磕头了 这王大成不停地磕头 哪怕他是灵体 额头上也出现斑斑血迹 看起来触目惊心 而他这焦急的表情 落到了张帆的眼里 他突然明白 这个孟婆汤 对于自己来说 不过是天地当铺中 取之不尽的一种东西 唾手可得来的十分容易 但是对于王大成来说 他愿意拿出所有 在明府积累上百年的身价 就为了求一碗孟婆汤 求一次投胎转世的机会 好 签合同 去取孟婆汤吧 张帆一发话 那王大成是心花怒放 对着张帆不住的磕头 无比的感谢 恨不得抱着张帆的脚轻几口 外面成千上万的灵体 都在等待着转世投胎 只有他能拿到孟婆汤上奈何桥 哈哈 虽然荡掉了自己三个庄子 还有十个地窖的名币 但是他愿意 一个羊皮卷飘落在王大成的面前 他眼睛扫了一下羊皮卷 看到里面写得一点都不错 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 还咬破中指 在羊皮卷下按下写手印 他作为灵体 来到天地当铺后 整个人就像是活了一样 居然能像人一样 咬破自己中指 而中指居然还有血液流出来 这是上百年都不曾有过的事情 天地当铺 果然是深不可测 让鬼神惧怕的存在 王大成在心底默默地念了一句后 很顺从地配合着花月影签字 甚至花月影告诉他 到时候会有人去接收他的桩子 还有地窖的名币 也会给他送去一份孟婆汤 让他在家等着即可 神仙姑娘 你们可得快点呀 越快越好 我真的等不了 王大成虽然签了字 但是他心里还是慌呀 非常的慌 因为他特别想早点得到 拿碗孟婆汤 早点喝了汤 早点上奈河桥 去人间投胎转世 他苦等了上百年 等的就是那天 嗯 放心 主人既然已经答应了 会很快 我们这边的人 马上会过去 查看那些桩子和地窖的 名币没问题后 会给你孟婆汤 花月影语气淡淡地说了一句 王大成看着花月影不高兴 这回可不敢再多说什么 就看到吴明 翘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张凡让吴明跟着王大成 去查队那些桩子位置 和地窖的名币 只有这些全部都交割完毕后 天地档铺的人 才会送去孟婆汤 王大成急匆匆地带着吴明 走向黑色大门处 因为太胖了 走得有点急 跨出大门的时候 差点就滚倒在地上 半想不能起来 等到天地档铺 只剩下张凡和花月影两人后 张凡取下了脸谱 脸上的笑意 却是再也掩饰不住 俗话说的好一本万利 张凡觉得一碗汤能换到这么多东西 这可不止一本万利 这是一本万万利 这要是控制孟婆汤 搞不好 以后明府到处都是天地档铺的产业 这财产和产业来的 也太容易了 天地档铺的孟婆汤 果然是好东西啊 那是自然 咱们天地档铺借出去的东西 那可都是举世无双 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主人我敢打赌 孟婆这位肯定慌了 连冥王那边肯定也惊动了 你就先想想 到时候让孟婆拿什么东西 来换孟婆汤 花月影这会也无比的自豪 其实以前天地档铺拥有的东西 都无比的珍贵 就像嫦娥的爵士容颜 孟婆汤 甚至还有太上老君 也曾经借走过东西 可惜后来天地档铺没落了 连上一届的主人都失踪了 要不是张凡的缘故 天地档铺也不会慢慢地恢复生机 至于原本那些东西 随着张凡慢慢变得强大后 相信他这个气灵也会强大起来 然后天地档铺流落在外的宝贝 全部都要收回来 孟婆还会来换孟婆汤 也是 估计这天下地下最需要的这孟婆汤的 也就是她了 原本好好的忘魂汤 到了她这里 就变成了孟婆汤了 张凡想到这里是哑然失笑 其实孟婆汤原本叫忘魂汤 喝下这汤是忘记过往一切的意思 没想到 孟婆借过去后 就改了名字 变成了孟婆汤 孟婆虽然是幽名之神 但是地位还是太低 没什么好东西能让天地档铺看得上眼的 不过 咱们也可以算计一下 看名符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要知道 孟婆汤对于名符来说 嘻嘻 花月影说到这里 忍不住笑了 这一趟名符之行 主人带回的孟婆汤 会给他们天地档铺 带来无尽的好处 而她的能力 也会随着天地档铺 实力名气大增 而慢慢变强 名符 张凡一愣 稷儿笑了 是啊 对于一般的灵体来说 孟婆就是神明一样的存在 但是对于天地档铺来说 孟婆还是太差了 一个幽名之神 能拿到出手的东西 能让天地档铺看得上眼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何况 那档铺的东西 还得配得上望魂汤的价值才行 要不然 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孟婆是拿不出来什么好东西 但是名符却不一样呀 再怎么说 名符总有一二件 让人看得上眼 或者在这天地之间 都极为少见的东西 嗯 回头我梳理一二 看看名符有什么 值得我们出手的东西 你要是知道的话 也不妨留意一二 花月影是天地档铺的气灵 跟着天地档铺 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那见识和眼界 肯定不是一般人可以比你的 果然 花月影走进了张凡 对着她的耳边说了几个字 却引得张凡一愣 有些不确定的来了一句 这可以吗 肯定可以 名符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这东西了 而这东西 对于名符影响太大了 估计就是孟婆 都不敢擅作主张 估计啊 她得请示明王 明王 这是名符之主 张凡还从来没有见过 在这一趟地府之行 孟婆的徒弟 孟夭夭夭的一个丫鬟王乡 就在大王庄耀武扬威 称霸一方 这孟婆的势力 在整个名符可见一斑 而明王 却代表着整个名符 管理着数以亿万计的灵魂 在天地之中 分量可不轻 这样的地方 肯定是有让人惦记的好东西 花月影 果然是打听得清清楚楚 嗯 好 我先记住了 然后看名符那边动静 还有先把这王大成的手里的东西 收上来备份 说不定很快有需要的客人 找上门来 张帆和花月影这边在说话 明王府则灯火通明 整个院落都是摆放着 发出悠悠光芒的龙珠 那龙珠比传说中的夜明珠更为贵重 相传就是东海龙宫老龙王最喜欢的珠子 这种珠子 不管是白天黑夜 都会散发出悠悠的光芒 能照耀夜晚如同白昼 虽然明府的白天也是灰蒙蒙的 但是这边的黑色 却是漆黑如麻 没有照明灯的话 那是相当的不方便 在一个白满经文不漫的大殿中 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坐在当中 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但是却没有谁敢有所怠慢 此时的白无常就跪在了屋外面 恭敬地讲述着 关于天地当铺的张帆 怎么收走了孟婆汤 并且说 那是他们当铺的东西 而孟婆也没有否认等等 明王一直没有说话 弄得外面的白无常 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只是试探性地问了几句 明王大人 你可曾听说过天地当铺 那当铺果然如孟婆所说 收罗着天下地下所有人宝贝 能满足你所有人愿望 白无常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都在听屋子里的动静 对于明王大人 白无常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 那是明府真正的神 明王是明府的主宰 人死后都要到明府去报道 接受明王的审判 生前行善者 可生天堂 享富贵 生前作恶者 会受惩罚 下地狱 惩恶扬善 所以明王是最为公正的 这也是白无常愿意求教明王的原因之一 天地当铺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 他们会有使者行走在天地之间 寻找他们需要的交易人 他们是能满足所有人愿望 前提是你有可以当掉的 能让他们满意的东西 孟婆做得不错 天地当铺不是她可以抵抗的 天地当铺可当万物 千万不要招惹他们 以后有碰上就避开吧 明王的声音很奇怪 不像是男人 也不像是女人 是 仅遵明王大人的命令 只是这孟婆汤没了 这转世投胎的灵体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们 带着这一世的记忆去投胎 他们死后 可都在明府待了很多年了 白无常有些忧心忡忡 天地当铺 不能惹药避开 那么 明府没有了孟婆汤 那些灵体转世投胎怎么办 这可是大事 屋子里沉默了 许久才又有声音传出来 孟婆来了 你先退下吧 等候消息 是 白无常向四周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 孟婆已经来了 不过明王已经说了 那么孟婆 肯定是已经距离这边不远了 在明府 孟婆和明王两人碰面 每次上 商量的事情 足以让整个明府 都为之震动 天地当铺好厉害 一露面 就让明王和孟婆 聚在一起商议大事 在白无常退下不久 孟婆站在了门外 而那屋子的门 无风自开 孟婆也没犹豫 直接就走了进去 门在一起关上了 里面传来说话声 可是明王和孟婆的谈话 根本就没有人敢偷听 包括白无常 他只敢远远地望着 那灯火通明的屋子 一直算计着时间 算计着孟婆在里面 许久许久都没出来 上一次 两人碰头像这样商量 事情的时候 好像是明府有灵体发生骚动 有灵体打通了通往人间的通道 然后大量的灵体涌向人间 那对于明府来说 是动摇根基的大事 那一次 孟婆也是连夜来见明王 白无常刚好也在外面 不过那一次的他们 碰头的时间很短 孟婆进去后 很快就出来了 不像今天这一回 进去后许久 都没有见出来 一直到天快亮的是 孟婆这才一脸疲惫地走出院落 这让白无常无比惊讶的同时 却对孟婆更加恭敬了 难怪孟婆在明府地位崇高 她和明王的关系非同寻常呀 有些事情不是她这个阴帅 可以随便猜测的 白无常 没有喝孟婆汤的灵体 不需走上奈何桥去投胎 是 孟婆下了命令后 匆匆赶回孟婆庄 在那里满院子都堆满了各种的草药 孟婆汤在她手里快上千年了 其中的配方她早已经摸索的八九不离十 所以 就算张凡收走了孟婆汤 给她一天的时间 她也能熬制出一模一样的孟婆汤 孟婆重新熬制孟婆汤的消息 只有明府几个高层知道 所以 上面并不是很慌 但是明府那些等待着投胎转世的灵体很慌 他们聚集在奈何桥边 不时站起来 向奈何桥那边张望 而在桥头不少的小力 带着英兵严阵以待 严格地检查着每一个上奈何桥的灵体 是不是喝过了孟婆汤 你 抓起来 居然想鱼目混捉 有一个想混进去走奈何桥的灵体 很快被单独抓了出来 因为张凡虽然收走了孟婆汤 但是原本也有一部分灵体 喝了孟婆汤 排队着 准备上奈何桥 但是因为张凡那一闹 许多灵体围观 最后导致那些喝了孟婆汤 准备投胎的灵体 被冲散了 事情过罢 明府这边重新打开奈何桥 但是一定要检验 是否喝过了孟婆汤 而很多灵体 就想趁机混进去 却被检测出来 被抓了起来 明府规矩严格 孟婆汤这事情 已经惊动了明王和孟婆 两人都下过命令 严查偷溜 没有喝过孟婆汤 逃去人间的灵体 这在明府是重罪 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的 所以当王大成无比得意地 出现在奈何桥头的时候 人群中有人认识 他的好心地提议着 王大财主 要喝了孟婆汤的 才能去投胎 你就别枉费心机了 再等机会吧 要不然会被抓起来的 打入十八层地狱 是啊 是啊 多等等吧 明王大人和孟婆大人 一定会解决的 多等等 你别这个时候撞上去 刚才还有人被抓起来了 其实那些一直等待着投胎的灵异 大部分都守在望川河畔 等待着消息 只要孟婆汤问题一解决 或者奈何桥头的重兵被撤下去 他们会蜂拥而至地去投胎 可惜 在明王的命令下 在那么多士兵的注视下 没有人敢去触碰这个禁忌 谁说我没有喝孟婆汤 哈哈 上百年了 我终于要投胎了 羡慕我吧 哈哈 那王大成看到所有灵体都注视着自己 他身上的肥肉都快抖起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碗汤出现在他的手里 只见他笑眯眯地准备一饮而尽 而距离他比较近的灵体 有眼睛坚视或的 仔细一看 突然惊叫起来 孟婆汤 这胖子手里是孟婆汤 孟婆汤三个字 就像是星星之火 一下子点燃了整个望川河畔 那数以万计地等待着投胎的灵体 一下子都骚动起来 不少灵体往王大成这边挤来 甚至有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的手 来抢夺王大成手里的碗 王大成也在拼命地抢夺 把拿汤往自己的嘴里送 但是很快又多了一只手 一只不大的碗上面 居然出现六千七只手 都在抢夺孟婆汤 甚至有灵体被人踢飞 惨叫声中魂飞魄散 在场有灵体的眼睛都红了 那王大成一下子傻眼了 我天 引爆了信号信号筒了 自己只顾着高兴 却忘记了在场所有人的 此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喝孟婆汤投胎 我有法子 能让大家喝上孟婆汤 不过你们得松手 这王大成也是聪明人 他能在短短百年 聚集那么多的财富 也是一个善于审视夺势的人 所以很快他用话语 说动了那六双手 不行 必须得先告诉我们 怎么得到这孟婆汤 不然等你喝下去这汤 什么都忘记了 人群中有人尖叫着 反对着 更多的人确实都竖起耳朵 想听到王大成 到底从哪里弄到的孟婆汤 现在这东西 可是他们所有人的希望 找天地当铺 王大成说完这句话 趁着那几双手愣神的功夫 赶紧把孟婆汤往嘴里倒 而却没想到身体一歪 有一个灵体也挤到他身边 长大嘴巴 也接了一点的孟婆汤 有反应过来的灵体 一拳头打向王大成 想把剩下的孟婆汤汁 抢夺一些过来 但是没想到 王大成这会死不撒手 手上都冒出青筋 死死护着最后一点的孟婆汤 都倒进了自己的嘴里 而此时因为骚动 引得小力带着阴兵冲了过来 王大成和另外一个 挤着喝了点孟婆汤的瘦弱灵体 被带走检测 他们都喝过孟婆汤 可以投胎 但负责检测的小力面 无表情地说出这一句话后 那些等待投胎的上万的灵体 都坐不住了 眼神中都充满了炙热 天地当铺 天地当铺 这个王大财主 居然找到了天地当铺 得到了孟婆汤 现在除了等待孟婆装熬汤 还有多了一个希望 就是天地当铺 还能想办法 从天地当铺得到这东西 然后转世投胎 这个消息 很快被这些灵体到处传播 甚至有人打电话 给待在明府其他亲朋 天地当铺 一下子在明府那些 等待投胎的灵体心目中 再一次被提起 如果这个时候 不知道天地当铺 那就太落伍了 简直没有通往 无名查点了王大成 在明府的庄子和地窖后 很快传消息给张凡 请求他来明府一趟 说是他不方便离开 原来那边的情况完全超出无名的想象 特别是冥币地窖 整整十个地窖 多得超乎他的想象 这么大一笔钱 无名根本就不敢大意 索性整个人守在这边 毕竟财博动人心 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都一样 贪财的人可不少 那么大一笔财富 无名觉得自己不守在那里 会很担心的 所以请张凡再走一趟 这一次 张凡带着花月影去出差 不用像上次一样 还得从大王庄往孟婆庄赶去 而是由花月影 直接顺移到了一个大厅里面 在那里 无名设置了一个祭坛 直接连通着天地当铺 张凡和花月影 可以直接从天地当铺 就定位到这个庄子里来 他们一出来 无名就跪在地上迎接 主人 这里三个庄子连在一起 而且面积可真大 这个王大成 真是个人才 而且 一会我带你们到处走走 保管你们有意想不到的地方 无名 这会喜形余色 这王大成给他的惊喜 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地方是三个庄子连在一起 张凡给他们重新取名字 叫三才庄 取自天地人三才者 出大厅的时候 就有一辆拉风的大车停在门口 无名赶紧请张凡他们坐上 庄子太大了 不靠着车 正常人就是走上一二天 都走不出这庄子 而这里有几百个家丁 各司其职保护着这个庄子 至于王大成留下的十个地窖 除掉他之外 几乎无人知道 外人都称呼王大成是王财主 却没想到他除掉庄子外 还有那么巨大的财富 上车后 一路上居然也有比安花点缀其中 只是数量很少 隔着几十米上百米 才会重上一层 但是也给这庄子点缀了一点红色 看着不是那么单调 车子开了不过十分钟 算是十分近的距离 然后就进入一个被圈起的大院落里 进去的时候 无名经过三道港停后 又被一群鹰兵模样地喝住了 谁 都跪下 我们三才庄的主人 来了 无名怒吓一声 就看到那些拿着武器的鹰兵 有些犹豫 但还是都一一跪下了 有人偷偷看张凡 却也看出来他的不凡 好像是个凡人 不过站在他身边的花月影 美帝却像是天上的仙子 让人不敢直视 可这样人却很恭敬地 站在主人的身边 做丫鬟状 而且原本以为 这庄子的新主人无名 此时 腰几乎浮到了地上 那种恭敬 让人侧目 见过主人 嗯 都起来吧 张凡的目光 扫视了一下这些鹰兵 见他们的武器倒是精良 想来 这是王大成的私家护卫 很舍得下本钱装备 这些人以后的让无名来管理 明府这边 确实也得有人驻扎 要扩大天地当铺的影响 让明府也有更多的 可以交易的客人 当然 前提是那些客人当中 有天地当铺看重的 能在当铺里当掉的 有价值的宝物 无名带着张凡走到了底下 这里就像是一个迷宫 而在这里 一个地窖 就差不多一个小型 地下仓库的模样 打开仓库 张凡的眼睛 也眯了一下 密密麻麻的明壁 就像是砖头一样 被堆砌得异常整齐 一眼望过去 花花绿绿的 让人两眼发直 这还不算 在这地窖里 还藏有其他一些 比较珍贵的东西 比喻 橙色族的赤金元宝 一箱箱地放在角落里 还有一些橙色样式 不错的首饰等 应该也是王大成 悉心收集起来的好货色 这次他离开的话 都留在了三彩庄 那些首饰什么的 给留下来 等到王大成 再来明府的时候 可以还给他 咱们就收他的三个庄子 和十个地窖 就已经很好了 一碗孟婆汤 得到这么大的好处 张凡也不贪心 那些首饰看着很精致 估计是他收集来想 讨好自己喜欢的女人 就都留给他吧 其实不管王大成 投胎去了那里 不过匆匆百年 最后还是要到 这个地方来的 除了那庄前的地窖 张凡看了一下 无名清查的名币数量 还有一些田产地契 和一栋栋的房子等 细细数下来 足足有一箱子 张凡又坐上了车 让无名带着他们 转了差不多一天 在这个庄子里 从湖泊到山脉 面积可不小 而张凡甚至在一处山脉里 看到几个骷髅 而那些骷髅 听到动静后都爬起来 却是向无名行礼 原来这些 是无名留在山脉里 看守动静的 没办法 地方太宽了 哪怕是一些 还没成人形的骷髅 也被他派上了用场 而在张凡来到 三才庄的时候 孟婆庄那边 也传来一阵的欢呼声 孟婆熬制的汤药 终于成功了 当时就喊了几个灵体 进去是喝那些孟婆汤 喝掉孟婆汤的灵体 又进行了测试 结果还不错 那些喝过孟婆汤的灵体 真的什么都忘记了 孟婆汤的药效十足 孟婆很欣慰 长须一口气后 实在是累得不行 让孟妖妖去凉亭 依旧给那些灵体咬汤 而她则需要休息一下 因为这一次劳心劳力 让孟婆心力交瘁 她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孟婆去休息了 孟婆庄子 又是孟妖妖说了算 这回王湘也小心翼翼地 在她身边伺候着 一点都不敢大意 小姐的心情不好 看她的眼神都不对劲 这让王湘心底很慌 等她伺候着小姐出了庄子 往望川河畔那边去的时候 就看到路边有个灵体 垫着脚尖朝他们看来 却是那个阿元 一想到阿元曾经和那外来人一起 到了这边又闹出那么大事情 小姐迁怒于她 对她冷着脸 这让王湘对于阿元 是恨得牙齿痒痒的 这回看到了 就故意落后几步 悄悄地走到了阿元的身边 一伸手 就凝住了阿元的耳朵 只凝得她哀哑哑地直叫唤 那本来红色又染了一层黑色的头发 也被王湘给扯住了 哎呀 我的王大小姐 我可没得罪你啊 你就高抬跪手 饶了我吧 这阿元一看是王湘 说话的语气都带着哀求 她从一个小山村过来的 只是机缘凑巧 遇到张凡后 来到望川河畔 见到了孟婆等人 这一下算是大开了眼界 所以就不想再回大王庄了 却没想到被王湘抓住 这要是一用力 还不把自己的耳朵和头发 都给拧掉 饶 你不是勾搭上贵人了 敢对我大呼小喝的 敢看不起我王大小姐 你这狗东西 敢来望川 我把你扔进望川河里 让你永世不得超胜 王大小姐 当初在张凡的面前下跪求饶 这一幕 对于她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此时见到阿元落单了 就想着这个丑总的找人抱 不敢惹郑主 正好把阿元拿来出气 而且 她也听说梦夭夭在张凡手里吃过苦头 刚好 惩罚阿元 再说给小姐姐们 估计小姐一定会对她刮目相看的 想到这里 王湘就对着阿元动手 却吓得阿元大呼小叫 忍着腾把头发 都给扯掉不少 然后拼命地 就往人少的地方逃走 一边逃一边骂 你这歹毒的女人 大王庄怎么就出了 你这不要脸的人 不是说善恶有报吗 为什么你不被送进望川河 望川河中有一些冥界的河妖 他们最喜欢吞噬血肉 一些犯错的 或者不想轮回灵体 才会被扔进望川河中 会受尽河妖撕咬之苦 那种痛苦 比跟下十八层地狱一般 在民府中 也让人畏惧不已 阿元觉得自己和王湘之间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最多也就是曾经爱慕过她而已 最后就是带着张凡去问过路而已 这些小事都不足挂齿 却没想到 让王湘想把自己扔进望川河 好毒的女人 阿元嘴里骂着 脚底下可不敢怠慢 不停地往前跑 跑着就被一个人给抓住了 阿元 你这是干嘛 吴明的声音让阿元是喜出望外 那天张凡和吴明离开后 他有些害怕就躲进人群中 生怕被人找到了 没想到今天被王湘追赶的时候 被吴明给救下了 那王湘一看吴明心底害怕 这个灵体他可对付不了 刚好把碰到吴明的消息 告诉梦夭夭 阿元就被吴明给带回了三彩庄 主人刚离开 没想到就碰到了你 你要是没地方去 就留在这三彩庄 帮我管理一下庄子 我这边也能轻松一点 顺便你也可以修炼 现在的你太弱了 吴明的话语 让阿元是喜出望外 他自然是知道 跟着张凡的吴明 有多么强大 他可是亲眼看到 吴明可以和白无常 斗在一起都不落下风 而白无常 可是十大英帅之一 在明府 也是显赫一方的存在 比起他这个普通的灵体 那就是天上地下 阿元慎重地跪下道谢 就这样 他就留在了三彩庄 而他的奶奶没过多久 也被他悄悄地接过来了 张凡这一次 从明界回来后 拿回来一个大箱子 箱子里有一些明界的房子 还有庄子 以及明币等 他把这箱子 放进了仓库之中 天地当铺的仓库里 就又添了一些物品 而明府那边有灵体 喝过孟婆汤后 开始投胎转世 张凡松了一口气 寻思着在家里弄一顿烧烤 就在小院子里 好好享受一下 徐子军的手艺 最近很馋羊肉烤串 张凡这一次 又是消失一二天后出现 然后让徐子军那边 准备大量的食物 而且这一次 似乎连花月影都消失了 屋子里 也就徐子军偶尔来看看 趁着这个时候 他美美地在家 睡了一二天 接到张凡要吃烤串 电话的要求后 倒是很快答应了 准备新鲜的羊肉 顺便再弄一些调料 腌制好 就等着晚上做烧烤 晚上张凡休息好后 就看到小院子里 徐子军支起了一个烧烤架 旁边还放着二个桌子 一个放置各种的饮料 和烧烤的食材 另外一个桌子上 插着鲜花花月影 正站在旁边伺候着 坐在凳子上 看着院子里花月影中的花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盆盆的花都死掉了 就剩下一个空花盆 亏着他平时总在那里打理 这丫头 种花真不行 主人 这羊肉 很新鲜的 徐子军说是弄了十多斤最好的 怕你饿着了 花月影给张凡递烤串 而张凡也没忙着吃 而是拿着手机 看一些新闻推送 这几天有点忙 江城这边的新闻 都没来得及看 也不知道 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点开新闻APP 首先跳入他视线的 居然是荣家寻找恩公的新闻推送 这个都出新闻了 张凡顺手点开 就看到荣家这一次表示 寻找恩公 描述的外表和自己 还比较相似 甚至还有一张模糊的图片 提到了恩人姓张 在文中荣家的人表示 愿意出重金寻找恩公 如果有线索 或者信息的 可以给五千万以上的奖励 这一条的推送下面 无数的人评论 足足有上万条 张凡随手翻看了一下 不少人都表示 对文中恩公十分赞许 异常的羡慕 也有人留言表示自己 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而后有人留言 各种的责罚 还有笑骂 人生百态什么评论都有 这让张凡看着摇头 只觉得这个荣家 这是弄得不太靠谱 有时候也该给他们打一个电话 或者去通知一声 至少 不能搞得这么高调 张凡不是很喜欢 顺手张凡 又翻开另外一个新闻推送 却是简述最近一件奇人怪事 就是在某处大山里出生的一个 还没满月的孩子 居然会说话 并且还能说出 附近村里一些人的姓名和地名 这让专家都疯了 只觉得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甚至有人建议 等着孩子长大一点 可以问一下他前世今生的事情 以及别的事情等等这些 张凡看到这个新闻推送 愣了一下 却看到花月影帝过来的烤串 他放下了手机 拿起了一串羊肉串长一口 肉很鲜嫩 滋然的香味很淡 烤得很入味 嗯 很香 吃了一口烤羊肉串 张凡也就没有去关心 手机上的新闻推送 就把心思用在了吃烤肉上 主人 还有这些 你尝尝 花月影又递给张凡一个盘子 上面堆满了烤串 一边的许子军 看了一眼花月影 最开始的时候 花月影说是张凡的下属 称呼他为老板 可是后来 花月影直接喊张凡主人 开始许子军还很惊讶 主人这个称呼 就让人很玩味了 但是随着和张凡他们 接触越来越多后 许子军沉默了 他觉得 张凡估计还真是花月影的主人 毕竟 他不寻常 所以在后面 不管花月影叫张凡什么 许子军都像是没听到一样 镇定自若 这一次 张凡依旧很饿很饿 吃了不少的肉食 花月影和许子军两个人忙碌着烤串 总算是让张凡觉得心满意足 吃得好饱 吃得正开心的张凡 突然看到小院子花栅栏外面 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低头一看 却看到一个穿着小红裙子 扎着二个羊脚 变胖乎乎 约莫三四岁的小丫头 那小丫头 这回正盯着张凡手中的肉串流口水了 可是 小丫头有些害怕 不敢和张凡说话 只是把手指头都伸进嘴巴里 叭唧叭唧 一看就是馋得不行了 想吃吗 给你 看到那双污溜溜萌萌的大眼睛 一直盯着自己 张凡忍不住笑了 递给那小丫头一个肉串 然后摸摸她的头 花月影看张凡这模样 想笑 但是一扭头 脸色却有些不好看 原来在这小女孩子身边不远的地方 站在一个干瘦的女人 那女人黑着一张脸 一把扯过那小丫头的手腕 然后用手敲了一下小丫头的额头 谁让你往这边跑的 你这死丫头 晚上又不是没吃饭 馋鬼 那干瘦的女人 看着有三十多岁 像是妞妞的妈妈 这回骂妞妞的时候 她搭压着小脑袋 根本就不敢啃声 只是一双眼睛里满是眼泪 滚压滚压的 却是怎么都落不下来 这一幕看到张凡的眼泪 莫名的就软了下来 她蹲下来 拿指帮着这妞妞擦眼泪 又有些不满的 对那干瘦女人来了一句 孩子小 也有自尊心的 这肉串本来就好吃 大人都馋 何况是孩子 月影 赶紧多装一些 给妞妞拿着 叔叔请你吃羊肉串 张凡是一花月影 赶紧给弄了十多串扎实的羊肉串 打包好 都塞给了妞妞 这多不好 那干瘦的女人 看了一眼那些羊肉串 这些串串都是 许子军买来最嫩最好的羊肉 用秘制的方法 一大串一大串的 弄起来烤好的 比市面上的那些烤串 扎实多了 就这周边十五一根的羊肉串 二三串的肉 都没这一串肉实在 更重要的是 许子军烤串的手艺 那是一绝 所以这干瘦女人嘴里说不要不要 但是手 还是伸过去 拿了那些沉甸甸的烤串后 这才牵着妞妞的手 准备离开 谢谢叔叔 叔叔再见 妞妞脸上还挂着眼泪 但这回还是礼貌的和张凡再见 这让目送 他们离开的张凡 有点感慨 这孩子真不错 就是母亲有点蛮横不讲理 这个女人坏得很 自己没孩子 对妞妞也不好点 我都注意到她了 她是前几天搬到这边来住的 花月影恨恨地说了一句 才告诉一些关于这个妞妞的事情 妞妞的妈妈和爸爸结婚的时候 年纪很小 当时没拿结婚证 然后因为女方那边要拿五万块钱的彩礼钱 妞妞的爸爸有点不乐意 想着等在生一个儿子后 两人去拿结婚证 却没想到妞妞的妈妈 为这个和她吵架后 人离开后再也没回来 然后妞妞的爸爸 一个男人带着孩子 最后找了一个离婚的女人 让她给妞妞当了后妈 那个离婚的女人 也就是刚才那个干瘦的女人 她因为不孕不育 和原来的丈夫离婚后 就嫁给了妞妞的父亲 两人现在只有妞妞一个孩子 她们对妞妞不是很好 有时候动辄大骂 有次被花月影听到了 曾经训斥过那女人 后来才知道是妞妞的继母 所以花月影才会有点别扭 她不是很待见这个女人 自己不能生 对妞妞好点不行吗 妞妞虽然不是她亲生的 但总归叫她妈妈 她也算是多了一个女人陪伴 好了 肉又烤好了 大家一起来吃 以后这孩子来了 咱们给口吃的就好 张凡喊了花月影一句 她一个气灵 虽然有时候嘴巴不讨人喜欢 但是心肠倒是真的不错 徐子军扭头看了一眼 妞妞他们离开的地方 也叹了一口气 没说什么 只是低头烤那些羊肉串 喷香的羊肉串的味道 飘散得很远很远 从这老街匆匆走过的不少路人 都羡慕地朝着这小院子看二眼 这小日子过得真舒服 自己在自己家的院子烤肉 嘖嘖嘖 在大城市里这样 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没院子 就算是有院子 二楼三楼四楼的住户 也不会乐意 甚至物业也会来管 但是这一户人家就不用管了 看这样子 一栋房子都是人家的 光这栋房子就得上千万 你想在自己家院子里烤串 不是缺买烤串的肉钱呀 是缺一个这样连排的 带院子的别墅呀 来 喝一杯 徐子军这回也把烤好的肉 都堆在了桌子边 然后开了一瓶葡萄酒 他喜欢做美食 对于刺激性的白酒不喜欢 就喜欢喝点品质好的葡萄酒 这年头 一瓶有年份的拉菲酒 差不多是一套好地段房子的首富了 张帆和花月影 也都倒了一杯酒 那边的徐子军 还端出几杯冰冻的桂花石花粉 那是一种他们家乡的小吃 据说是用一种植物做成的 装成一小碗 像果冻一样上面浇上了蜂蜜和桂花 吃一口感觉非常好 再咬一口串串 清明一口葡萄酒 非常的惬意 他们几个也没在乎格调意境 在乎就喜欢就好 怎么舒服怎么来 喜欢怎么吃就怎么吃 来 紫军妹子 我们干一杯 月影妹子 你说什么 徐子军喝了一点葡萄酒 有点迷糊了 但是耳朵分明听到花月影喊他妹子 谁是妹子 花月影才是妹子好不好 她是纯爷们 爷们 张帆看着两人再都斗嘴 吵得不亦乐乎 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两人现在越来越喜欢斗嘴 花月影最喜欢拿徐子军的容貌开玩笑 也是难怪 谁叫徐子军一个男人 长得比花月影的容貌不相上下 这也亏是花月影 随便换一个容貌略差一点的妹子 人家都要发狂 一个姑娘长得 还没一个爷们好看 这谁受得了 不过 说来 两人虽然都在吵架 不过开始挺养眼的 自己虽然外形不差 但是在这两个极品男女的面前 也就轻易地沦为路人了 这一次烧烤 他们一直吃到月上中天 月光洒满了整个院落 路上行人渐渐稀少 偶尔有一个人刚下班的脚步匆匆 吃得真过瘾 明天 换花样 晚上再来一些烧烤 弄一些海鲜搭配一下 今年的羊肉太腻了 张凡打着宝阁 心满意足地准备 躺着美美地睡一觉 明天 好像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办 张凡这一觉睡到了中午 吃过徐子军准备的午餐后 这才想着出去逛逛 顺便去荣府走一趟 当初救下荣老爷子 并不想弄得太高调 现在这荣家 恨不得发动整个江城人 到处寻找自己 还悬赏这么贵 张凡依旧是打车来到荣家 本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的事情 他上次忘记拿荣家的电话了 而荣家也不敢多说话 怕惹得他不高兴 所以不敢肯生 所以今天张凡亲自跑一趟了 去到荣家的时候 张凡被门口的安保人员拦住了 要登记 需要预约 不然连大门都进不了 告诉荣志康或者荣建华 就说有故人来了 我叫张凡 最多只能十分钟 张凡看了一眼那工作负责的保安 轻叹了一声 张凡 你是张凡 确定是张凡 是老爷要找的那个张凡 难道有很多张凡吗 只剩下九分钟了 张凡没想到保安惊呼一声 半信半疑 甚至这保安告诉他 这些天自称是张凡的人 没有四五十 也有二三十人 有人甚至带着身份证过来的 直接让保安看身份证辨认 可惜 都不是老爷他们要找的人 但是张凡这是第一个 敢直接喊老爷和老太爷名字的人 哦 这个卡你认识吗 好像是你们老爷给的 一次都没用上 感觉都没啥用 张凡掏出一个至尊黑卡 吓得那保安马上喊来队长 然后由保安队长双手接过来 辨认一番后 马上请张凡直接去见老爷 路上 保安队长和保安不住地向张凡道歉 张先生误怪啊 实在是最近叫张凡人太多了 甚至有人和你长得很像 高高瘦瘦的还拿着身份证证明 证明自己就是叫张凡 我这边登记接待的已经有41个人了 这回多有怠慢 你老千万不要怪罪 保安队长和保安都是普通人 能在荣家做事 比普通的保安工资高出二倍有余 而荣家这边规矩很多 其中一条就是要求保安不得盛气凌人 也不能擅作主张 没事 张凡笑笑 这些保安都是普通人而已 为了生活混一口饭吃 没有必要去为难这些人 此时正在会客厅见客人的荣志康 正坐在那边和几个公司的股东说话 说着生意上的一些趣闻 很多时候彼此的一些合作 就是在笑谈中完成的 所以 荣志康见这些客人的时候 是不允许外人打扰的 但是知道他习惯的管家 还是依然走进来 在皱着眉头的荣志康耳边说了几个字 却让本来微笑镇定的荣志康 呼的一声站起来 在那 我马上去见他 快去通知老爷子 千万不要让贵客就等 说完这些 荣志康才惊觉 自己面前还有今天刚从上京来的客人 他抱歉地笑笑 表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先离开一会 后面让自己的弟弟和儿子 来陪客人说话 荣志康今日的地位和财富 能让他这样大惊失色的人 可真让人好奇 那几个客人不动声色 心底却是按耐不住的好奇 要知道 他们在国内也是富豪榜排名的人物 不管是走到那里 跺跺脚 商界都是抖三抖的人物 在荣志康的心目中 显然还比不上这另外一个客人 而且 荣志康甚至表示 要请荣老爷子 这可非同小可 荣老爷子就是荣家根基 因为年纪大了 他们来的时候 提出想拜访一下老爷子 荣志康都以老爷子身体不好婉拒 没想到这回就去请人 这几个客人心底有些不快 在荣志康的儿子和弟弟来的时候 就笑着询问 今天荣家来了什么尊贵客人 这一问 把荣志康儿子和弟弟都问住了 他们支支吾吾 显然根本就不知道是谁 或者是 来的人居然瞒着他们 这 只有荣志康和荣老爷子的知道的客人 这面子也太大了 小客厅的门关上了 荣家的老爷子手都激动地发抖 亲手给张凡端上一杯茶 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真没想到 上市大驾光临寒舍 真是让我家蓬壁生辉啊 不知道上市这次来 有何指教 荣老爷子脸上都笑成一朵花了 他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张凡人间蒸发 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等到自己大县来临的时候 再多的钱都没用了 越是有钱的人 越是濒临过死亡的人 越是害怕死亡 越是怕就越是重视张凡这个使者 那是他唯一的希望呀 不怕张凡提什么要求 只怕他消失 只怕攀附不上关系 我看你们 在报纸上报刊新闻上 到处找我 有事情吗 还报出那么高的信息费 啊 我们只是想和上市保持联系 只是想着 上次上市离开的时候 送的至尊黑卡 一直没见上石友过 怕这礼物不合你的心意 就想着送点别的感谢你 其实荣老爷子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和张凡交好 能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张凡 或者自己真要死了 张凡愿意出手相救 性命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活命 他愿意付出更多代价 哦哦哦 礼物 你们可以送给我 往这里送 但是不准 泄露我的信息 还有那些消息都给撤掉 搞什么鬼乱七八糟的 还让我专门跑一趟 张凡主要就是 告诉荣家人 不能在到处报纸报刊上 寻找他 至于他们想结交自己的心 在张凡看到 无名在冥界守护那些地窖的时候 就想到了荣家 天地当铺想要生意后 以后在人间 也会有一些产业 或者一些不方便 自己出手做的事情 而这些交给荣家 就比较合适的 所以他才会亲自走这一趟 也愿意告诉荣家 自己在老街的住处 谢谢使者 只要你有什么吩咐 或者有什么要求 我们一定付汤导火 全部都给你办好 荣老爷子一听到张凡肯 告诉他们联系地址 这会是喜出望外 到处打广告的目的 不就是和使者联系上吗 此时目的已经达到 怎么能不兴喜若狂 至于说 张凡有什么吩咐 对于荣家的人来说 那是巴不得的事情 因为至于干活卖力 能让使者觉得 荣家还有点用 关键的时候 荣家真的求到他的面前 为了自己用得顺手一点 他也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荣老爷子死亡 嗯 这是我电话号码 你们留着 回头你加一下微信 真有事情 我会通知你们办 还有 这是我暂时住的地方 记住保密 下次再敢弄一些什么广告 别怪心情不好 随便出手惩罚你们 张凡冷哼了一声 荣家人是想巴结他 但是敢大肆广告 胆子也太大了点 他甚至在想着 要不要给他们一点警告 让他们知道 给自己办事做好了有赏 做错了会受到惩罚 上士不敢了 这是我们鲁莽了 那荣老爷子是个人精 活了几十年 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强 一看到张凡那表情 心底就知道要糟糕 上士怕是要生气了 一个能左右人生死的使者 真是要生气的话 谁敢猜测 他会怎么做 一想到这里 这荣老爷子星 一横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一边的荣志康 脸上闪过惊讶之色 父亲 这这也太 荣志康突然看到 父亲在向他实眼色 聪明的他心底一沉 也跟随着父亲 扑通一声跪下 心底还难掩惊骇 上士饶命 我们再也不敢了 父亲都冲着自己实眼色 让他跪下求饶 这荣志康那还敢拖大 这会匍匐在地上 不住地哀求着张凡 心底却想起 父亲曾经给他说过的话语 荣家 想更进一步 或者平平安安的百年 寻找张凡 就是他们的天大机遇 一个家族是否兴旺 在于掌舵人的眼光和魄力 荣志康相信自己父亲的眼光和魄力 果然 当八十多岁的荣老爷子 和荣志康跪在张凡面前后 本来还想着 怎么警告 一下荣家的人的念头 顿时被张凡按下去了 你们起来吧 下不为例 是 是 两人恭敬地答应着 相互搀扶着起来 在抬头看的时候 张凡表示要先离开了 客厅里的客人 被荣志康的儿子和弟弟招待着 这会也没什么话题聊 就起身告辞 而一直在门外 等着他们的保安簇拥着 把他们往门外送 等走到门外后 就发现荣老爷子在荣志康的搀扶下 双手下垂恭敬地朝着一个方向望着 似乎在送人 什么人 能让荣家 二代家主 送到大门外 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 他们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有客人也伸长脖子 不停地看大门口那些豪车 居然一辆都没看到 人了 怎么就不见了 那些客人忙和荣老爷子打招呼 想着套一套话 希望打听出来 他们是来送谁 可是荣老爷子的嘴风紧得很 什么都不肯说 不过 当天关于荣家寻找恩人的消息 一下子销声匿迹 不管是在报纸 还是报刊杂志 以及网上都找不到了 而张凡此时已经回到小院子里 坐在窗户边 一边喝咖啡 一边看院子里的花月影 在那边种花 花月影低着头 正在用一个小铲子 挖出那些已经种死掉的花 然后把新买来的多肉植物 重新往花盆里面种 张凡发现他总是在种花浇水 给花换盆 但是那些花动不动就死给他看 弄得花月影就不服气 索性花了更多的功夫 在他们的身上 把那些花盆放在院子里 院子里又放着花架子 那些花盆 被他看得像眼珠子一样珍贵 谁也不敢动 哪怕就是许子军 因为不小心砸了他一个花盆 气得花月影一天都没理他 而许子军却落得清静 这回正在和张凡说笑 下次不想和月影妹子吵架 我就故意弄坏他的花 到时候他不想理我 肯定就吵不起来了 看我多聪明 许子军觉得自己找到一个 不用理会花月影的好主意 却见张凡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看他 花月影是气灵哦 许子军不小心弄砸他的花盆 他不理人 但是如果知道是许子军故意的 嘿嘿 他可不敢保证 花月影生气的时候 会不会使点什么小法术 毕竟女人心海底针 花月影虽然是气灵 但也是女人啊 何况 这可是一个敢带着十万将士 在天庭讨债的牛人 许子军还想故意打坏他 看的珍贵的花盆 则则 搞不好是作死 你想早点死 你就试试 我保证上天入地 都没有人能救得活你 啊 这么严重 许子军搞猛逼了 花月影也就喜欢闹腾 喜欢故意和他斗嘴 甚至还有时候 因为大咧咧的 惹得张凡不高兴 但是他有这么厉害吗 这么彪悍 许子军挠挠头 看了一眼 还在院子里种花的花月影 觉得这回自己还是 回到厨房里 去处理一下今天的海鲜 想着怎么做一些海鲜烧烤 比较安全 张凡拿起手机刷朋友圈 无聊地翻看一些信息 等待着晚上吃海鲜大餐 昨天的烧烤太单调了 得让许子军再做点 其他的好吃的 最好再做点汤什么的 这样吃起来才痛快 突然 外面有花月影 说话声音传来 就看到那个叫 妞妞的小女孩 这回真蹲在一边 看花月影种花 还和她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着话 此时夕阳西下 有余晖散过来 那光芒落在花鱼影 和妞妞身上 再配上院子里 那大片大片的紫红色三角眉 整个画面美极了 阿姨 我也好喜欢花 可是妈妈不让重 说我不听话 是个没有人要的小孩子 别人都不喜欢我 不准我出来玩 妞妞这回低头 看着那一盆盆的花 露出羡慕的语气 但是她说的话语 却让花月影气不打一出来 这当后妈的 怎么就这么可恶 这么小 这么可爱的孩子 居然说她没有人要的孩子 别人都不喜欢她 这心思也太恶毒了 花月影都觉得自己的脾气 都快压制不住了 妞妞 没事你可以来找姐姐玩呀 这院子里的花 你都可以欣赏 也可以帮姐姐拿小花盆 细细 嗯 姐姐真好 妞妞仰起头 看着花月影露出小虎牙 还乐颠颠地跑去 帮花月影拿那巴掌大的 多弱小花盆 只是没想到 手里花盆表面太光滑了 她一个没拿稳 花盆掉了 连带着里面的土球和花 都给摔得稀巴烂 妞妞一下子惊呆了 嘴巴一别 想哭又不敢哭 只敢可怜巴巴地 看着同样惊呆的花月影 姐姐 对不起啊 我 没拿稳 没事 是这花盆太滑了 我就不敢买这样的小花盆 来 跟姐姐一起给他们换一个花盆 反应过来的花月影 却是笑了 摸摸妞妞的头 一边安慰她 一边让她和自己一起 把地上打碎的花盆收拾好 这一幕落到坐在窗户边的张帆眼里 她突然觉得 花月影平时脾气坏 喜欢斗嘴乱开玩笑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 这年头 心肠善良的人可真不多了 因为人都把自己的心层层地包裹起来了 妞妞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让你在家待着 又乱跑 到时候被人拐走了 别后悔 那个甘瘦的女人又出现 说的话让花月影都皱眉 什么被人拐走了 别后悔 这才是个几岁的孩子 这话说的隔音人 自己像人贩子吗 妞妞帮我种花了 一会我留她在这里吃饭 晚一点 我会把她送回家 反正你站在窗户边 都可以看到我这边动静 我们跑不了的 这房子是我们买的 此时花月影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 她实在是喜欢可怜妞妞 又讨厌这甘瘦的女人 说话恶心人 我不是说你拐孩子 我 这孩子老是吃你的 她爸爸知道会骂我的 这甘瘦女人有点为难 但是又羡慕地 看了一下花月影带的小院子 还有这栋房子 在江城主城区 有一栋这样房子的人 那可是有钱人 关键是 这姑娘长得也真好看 而且特别的大方 要是妞妞晚上在这里吃饭 自己倒是省下一些钱了 她的表情和内心的想法 怎么能瞒得过去花月影 冷哼一声 花月影带着妞妞在这里玩 然后不再理会这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 现偷偷地看了一下 屋子里的装潢 还有很悠闲在窗户边 喝咖啡的张帆 你们是一家人住在这里吗 那是你家老公吗 你们可真舒服 我看你每天都没上班 甘瘦的女人好奇地看了一眼 她觉得这家人真是舒服 住着大别墅逍遥快活 而花月影敢开口留妞妞在家吃饭 肯定是这家的女主人 那是我老板 你别瞎说 我还没男朋友 也没结婚 走 妞妞 我们进屋去 花月影皱眉 实在是恼怒着干瘦女人 问东问西的 索性牵着妞妞就进屋了 不再理会这女人 而那女人无比羡慕地 看看那屋子一楼 好漂亮呀 一个吃饭的地方 比她家住的地方都宽敞几倍 这是她一辈子都不敢想的 只是那男人不是她老公 却是她老板 而花月影又这么漂亮 还说没有男朋友没有结婚 哼哼 怕是给人家当小三了吧 这甘瘦女人撇撇嘴 想一起跟着进屋子去 去见屋子里都被花月影关上了 明显的是不欢迎她 想着花月影一直不待见自己的模样 她气得哼哼两声就离开了 转身去别的地方打牌闲聊的时候 就扯到了老街100号住户的情况 也就是张凡家 知道100号那个女人吗 就是挺漂亮的 老是喜欢在院子里种花的那个 知道吗 她说那男人不是她老公 她连男朋友都没有 那么漂亮 估计不是小三就是小四 现在的女儿 只要长得漂亮 就想着不劳而获 靠脸蛋吃饭 连男朋友都不是 估计男人也不想给她名分 等到她年老色衰的时候 估计也就被赶出门了 女人都喜欢八卦 而且喜欢评论一些 比自己漂亮很多的女人 像花月影 本来气质好 就美得惊人 哪怕只是在院子里低头种花 都是这条老街上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不知道多少人从老街路过的时候 都会多看她二眼 男人自然是爱慕喜欢 女人则是深深妒忌和羡慕 这回听到关于她的八卦 自然是也跟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品头论足 把花月影说得十分不堪 而这些在花月影 让妞妞吃完晚饭后 牵着她的手 被她送回家的时候 就知道了这些 但是花月影的脸色就不好看 盯着那干瘦的女人 眼神很冷很冷 看得那女人 有点心底发虚 忍不住分辨了一句 这些 都是你自己说的 我又没有乱说 深正不怕影子嫌 我没怪你 你肯定很羡慕我家有钱 呵呵 你要想要钱 很容易 今晚单独一个人睡 早一点就好了 花月影突然笑了 走的时候拍了一下 那干瘦女人的肩膀 然后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等到她回到家里的时候 还嘟着一个嘴巴 这让正在躺在沙发上 刷新闻的张帆 抬了一下头 怎么了 谁惹你了 晚上不是和妞妞在一起 挺开心的 妞妞的继母真不是东西 一个女人没有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不能对别人孩子好一点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花月影坐下来 用手托着脸颊 心底却在想 怎么惩罚妞妞的继母 而妞妞的继母 这回看了吃得饱饱的 红光满脸带着笑意的妞妞 气就不打一出来 一伸手就凝了一下 妞妞的耳朵骂她 下次不要再去那家了 那户人家可不是好东西 那个女人就是个鸡婆小三 你再敢去打断你腿 这女人宁妞妞的耳朵 吓得妞妞娃娃的哭出声音来 而她的父亲听到声音 一下子冲出来 陈春莲 你想干嘛 孩子这么小 你都打她 也下得了手 都说后妈难做 这是一点都不假 打她 你怎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打她 你看看她跑到谁家去了 就老杰一百号那护驾 跟那个打扮腰里腰气的女人 待了一下午一晚上 喊都喊不回来 妞妞能有人陪着玩 还不好吗 妞妞的爸爸 急得脑袋上冒青筋 她是个粗汉子 原来的媳妇嫌弃 她没本事离开了 她倒是想着 用心好好带闺女 一定不能像 有些电视上演的那样 让自己闺女受到虐待 好 你一个没读多少书的男人 懂什么 小姑娘家跟着好人学好 跟着坏人学坏 那家女人是个三 小三懂不懂 你说你姑娘 跟这样女人在一起 能学好吗 我这当妈的 可算是操碎了心 把妞妞当成自己亲闺女 甘瘦女人 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冲着自己的男人大骂 花月影 吃香喝辣地住着大别墅 成天弄花 适草得多舒服 她只能嫁一个 没出息的男人 带个脱油瓶的孩子 手里还没钱花 不趁着这回 教训一下这男人 以后妞妞就更不能打了 妞妞爸爸一听 媳妇的话惊呆了 似乎觉得自己理亏 毕竟媳妇教育孩子 这样的三观是对的 人品不好的女人 还是不要来往好 谁知道 会不会带坏妞妞 孩子 听你妈妈的 以后别去人家家里了 那家人不好 爸爸 姐姐对我可好了 对我好吃的 还教我种花 妞妞眼巴巴 辩解了一句 她只是知道 那个姐姐真的很好 对她的眼神很和蔼 自己把她的花盆摔碎了 她都没生气 晚上请自己吃了好多项手臂 那么大的龙虾 看吧 这边人家都不和她家玩 那个女人自己说的 一起住的男人不是她老公 是她家老板 我都看过 那户人家天天吃牛肉 澳洲大龙虾 还有鲍鱼 关键是 一天到晚没工作 什么老板 分明就是包的小命 咱们家妞妞 长大就是穷点 也得给人家 当这儿八斤的媳妇 不能贤贫爱妇 当小三 甘寿女人这样一说 妞妞爸爸心底一疼 因为以前的媳妇 就是嫌弃她 没本事离开的 所以她最恨女人这样 自然是希望 妞妞长大了 能走正路 所以 马上教训妞妞一顿后 肯定了媳妇 对妞妞的管教 还教训妞妞 不准去那户人家了 再去 打断你的腿 你妈打你 我也不会劝她了 妞妞被爸爸这样教训 只能委屈地 哇哇地哭 却不敢再去 花月影那边 而这甘寿女人脸上 扬起得意的笑容 小样 还支不不住一个孩子 有这个经验 以后带着机会 再打妞妞的话 她爸爸也不会再说什么 以后这孩子 自己随意打骂 保管棒子底下出孝子 以后会对自己 服服贴贴地笑顺 几天时光悄然过去 花月影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仔细一想 这才发现 原来跟着自己玩的妞妞 这几天总没看到 这孩子开心的笑容和笑脸 看着就让人舒服 可惜啊 估计是被她家人管住了 可怜的孩子 花月影似乎有了点心事 以至于她容老爷子和容智康 站在她家小院门口的时候 才猛然反应过来 她真想敲打自己的脑袋 不能因为来的是几个凡人 就能放松警惕 主人的安全才是第一呀 她都快忘记自己的职责了 养病恢复实力 保护主人 你们找谁 当容家人站在老街 一百号小院外面的时候 突然一个花容月貌 气质超俗的女人 警觉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看着容老爷子身后保镖一眼 皱眉 你们都退下 姑娘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张凡张先生 是住在这边吗 容智康冲着身后的保镖 训斥一顿 让他们全部都后退 而容老爷子 则客气地冲着花月影 打听张凡 眼前这姑娘 气质太独特的 美帝就像是天上的仙子 哦 你们是容家人 稍等一下 我进去问一下 花月影突然反应过来 上次主人说 去了容家一趟 有想要扶持容家的意思 难道这些人找过来 就是为了这事 麻烦姑娘了 我们在院子外面等就好 容老爷子一听花月影这话 心底欣喜万分 原来张凡给他们的地址 还真的是没错 大隐隐于事 这上市还真是会选地方 他们目送花月影进屋 然后容智康 让那些保镖都散开 隐藏在周围 连跟着自己的一部分人 都散开了 就剩下他和容老爷子 顶着太阳 站在这个小院子外面 静静地等待着 屋子里一直没动静 容老爷子他们 却不敢大意 一直保持着很恭敬的态度 站在那边 丝毫不敢大意 这要是有熟悉的人 看到容老爷子这样 会惊掉大牙不可 容老爷子是谁 那是在江城 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就是去了上京 那也是国内外富豪权贵的 座上宾 而且这么大年纪 还这样恭敬地等在一个 不起眼小院子外面 那些跟在容家身边的保镖 藏在暗处的时候 都惊讶不已 这栋房子里到底是什么人 让容老爷子和容先生 放下繁忙的公务 推掉那么多应酬 就顶着太阳 无怨无悔地站在这小院子外面 甚至连静怨子门的勇气都没有 张凡在其实早就下了一楼 正在窗户边悠闲地喝茶 耳边听着音乐 手里打着节拍 对于花月影禀告的事情 他早就知道了 但是容家开始在报纸上寻找他 这是做得他不高兴 所以让他们多等等 敲打一下也是好的 上午十点多钟的太阳也很毒辣 容老爷子靠拐杖支撑着 身体有点摇晃 而一边的容志康 小心地扶着父亲 担心地说了一句 父亲 要不 你先休息 我在这里等 不 我的命是张先生给的 等 也许这只是一种考验 这都无法通过 以后容家就更入不了先生的眼睛了 容老爷子很干脆地拒绝 小声地分析儿子听 突然在他们身后 传来一阵的脚步声 你们是谁 站在这里干嘛 徐子军手里提着一大包的牛肉和鸡鸭 准备进小院的时候 好奇地问了他们一句话 容志康心里一紧 饶食他阅人无数 看到徐子军的第一眼 也惊讶不已 这小伙子也太好看了 长得比一些女明星好看 比一些男明星也好看 偏偏手里提着一大包食物 让人觉得有些突兀 不过这小伙子颜值高 做什么事情似乎都很好看 我们是求见张先生 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容志康看徐子军也准备进屋的模样 摸不清他和张先生什么关系 所以这会也是异常的恭敬 在他心目中别说这么俊美的少年 就算是张先生家里的一条狗 那也是不能得罪的 何况 在张先生身边的人 都让人惊艳 不敢小看 不管是刚才进去的姑娘 已经让人惊讶 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美女 再碰上这样的俊美的少年 依旧是被惊艳了一把 张先生身边的 果然都不是常人 在家的 他平时都懒得出门 这个时候 都是窝在那边沙发上刷新闻 这么大热天 这老先生进门吧 太热了 徐子军笑呵呵地喊了 容志康一声 指了指老爷子 示意他进去 容志康想跟着徐子军一起进去 却被父亲拉了一把 那老爷子异常客气 冲徐少军拱手 谢谢这位小哥 刚才那位姑娘已经进去问了 我们还是等等 张先生要是方便的话 他一定会让人喊我们的 容老爷子有种直觉 张凡对于他们 并不是特别的待见 而且当初张凡那么贪财 可是容家给他的至尊卡 就没见他用过 这说明 张先生并没有把容家 当成自己人 这种情况下 听话懂规矩 比什么都重要 虽然不知道徐子军 是什么来头 但是他们要求 见效忠的是张先生 这个信号和姿态 还是表现出来的 千万不能让张先生误会 哦 徐子军惊讶地看看这二人 虽然他们打扮其貌不扬 容老爷子脚上 甚至穿着一双布鞋 但是容智康手里手上有快表 那快表是很像传说中 世界上最贵的一款瑞士名表 宇宙大爆炸 那快表是世界上镶嵌钻石最多的手表 数量高达1282克 这款表之所以叫宇宙大爆炸 意思就是从宇宙大爆炸以来 所有的材料多了可以被用来制表 而这种魄力也确实非一般品牌可比 容智康这只手表上的钻石 灼灼生灰 虽然不大 但是纯净度和切割的异常好 这样的手表 徐子军都有八成感肯定 这是真货 要是真货的话 这一只手表价格就高达三千多万 一只手表就三千多万的人 那身价 哪怕它有那么多套房子 三百多万的手表都不舍得 就更不要说三千多万的手表 用手机看时间不是挺好的吗 用三千多万名表的人 肯定不是普通人 这样的人搀扶着自己的父亲 站在小院子外面 说是求见张先生 却是死活不敢进来 怪了 徐子军进屋后 把手里的东西先送到厨房 然后就看到张帆 在一楼另外一个地方歪着看手机 桌子上摆放着咖啡和茶 以及一些零食和水果 别知道多舒服 哪里看起来很忙 喂 张哥 外面有两个人想见你 其中一个年纪有点大了 这么大太阳 还是让人静安休息一下吧 把人弄晕倒了 总归是不好 谁让你多管闲事了 主人这不是正忙着吗 花月银手里 拿着一个喷雾水壶 正准备给室内的花草 喷洒一点水 一听到徐子军的话 立刻就和他斗嘴 这是两人的日常 一点点小事都会吵得不亦乐乎 我没说张都不忙 我说屋子里这么宽敞 让人家老先生进来喝口水 还有你 我跟你说啊 肯定是你偷懒没进来通知张哥 我就知道你 又馋又啰嗦 徐妹妹 你 你 我都想抓花你的脸 来啊 我一个爷们 还怕你不成 两人又吵起来了 听得张帆揉了揉太阳穴来了一句 别吵了 月影 去把荣家人 请进来 子军 你去厨房里忙 你昨天不是说 今天要炉煮吗 我还等着中午吃了 张帆一发话 两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不敢再肯生了 荣家的人 这才千恩万谢的 被请进屋子里来 而厨房里的徐子军 心底就纳闷 这荣家的人 谁啊 想了想他把肉都放进去 炉煮的时候 就掏出手机搜了一下 这一搜 眼睛一下子直了 我天 江城荣家的掌舵人 居然就是自己 在门口看到的那个荣志康 三千多万的手表 也只有荣家人 会风轻云淡地戴在手腕上 根本就没当回事 那个老头 荣志康喊他父亲 难道是荣家的老太爷子 徐子军又在网上搜了一下 荣老爷子的信息 一下子都出来了 那照片下面的人生简历精彩地让徐子军目瞪口呆 这 这也太牛掰了 从海外购买几十个亿的国家文物 无偿地捐赠给国家 曾经控股好几个集团公司 在海外创办公司 被国外好几个国家曾经授予一些勋章 也被国家领导人接见 甚至带出国 为了国家做出不少的贡献等等 下面的一些荣誉 足足铺满整个手机页面 让一向斯文的徐子军都想说一句 我操 今天来的两个人 这也太牛掰了 张哥 张凡居然让人家在外面晒太阳 这两个人 哪怕是去见国外的一些领导人 恐怕都不会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 张哥 真是任性啊 徐子军在心底吐槽 这回都顾不上自己的活 偷偷地从厨房那边看荣家父子 看他们像小学生见老师一样 拘束地坐在那里 正紧张地说着什么话 桌子边 连一杯茶都没有 这个花月影 平时喜欢 和自己吵架也就罢了 做人做事 一点都不靠谱 荣家父子就不该受到这样待遇 想到这里 徐子军慌忙地走了出去 他的脚步声一响起来 荣家父子抬头有些吃惊地看着他 你们是喜欢喝绿茶还是咖啡 老爷子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随便 什么都可以 谢谢 谢谢 荣之康又看到那帅气的小哥 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 就看到徐子军麻利地给他们端来一杯茶 还一边在抱怨 不知道你们要来 没准备好茶 你们多包含一下 不敢 不敢 荣之康赶紧站起来道谢 不是他没见过世面 实在是张凡对于他来说 太过神秘强大 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人 简直鬼神莫测 像他们这样凡夫俗子 怎么敢在张凡面前拖大 何况 这小哥是什么情况 他们还没搞清楚 一楼有一箱飘过 这是徐子军炉煮的肉的香味弥漫开来 张凡本来面色冷淡 闻到这香味 脸上线条都变得柔和下来了 哎呀 我的肉 容先生你先做 我去煮肉了 要是不嫌弃 你会尝尝我的手艺 徐子军笑呵呵的 全然没看花月影那嫌弃的神情 反正一天到晚和花月影吵架 他不知道嫌弃自己多少次了 也没啥大不了的 好好 方便 不方便 容老爷子笑眯眯地答应着 可是一看张凡却马上改口 毕竟他没表态 自己可不敢造次 也不早了 子军的手艺不错 你们有口福 一会留下来尝尝肉吧 张凡看着徐子军 眼巴巴地看着容家父子 嘴里说着去看肉 脚下却不肯动 而容家父子 也一副殷切的吉祥留下来的模样 索性他点了头 喊容家父子留下来吃顿饭 这让他们是喜出望外 不住地表示感谢 容家父子此次过来 就是为了和张凡搞好关系 至于怎么让张凡留下好印象 那就比较难办了 送了一张至尊卡 都没见他动过 说明张凡不像眼下的那些年轻人 只能用别的地方 慢慢地结交讨好了 他们什么都不敢奢望 只求等到容老爷子一年后大献之前 张凡能伸出援手 再给他续一次命 那么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微不足道 徐子军听到张凡的话语 笑了 赶紧去厨房忙碌起来 今天他特意做了炉煮 所以厨房里肉特别多 有牛肉羊肉和大盘鸡 还特意弄了几根猪尾巴 也炉煮在一起 考虑到今天有客人 徐子军又做了几个清淡的菜肴 还有海参等 一些对老人比较滋补的菜品 等到徐子军的菜肴端上来后 容老爷子冲着他点头表示感谢 而那边张凡招呼花月影 和徐子军一起坐下来吃饭 花月影有些犹豫 平时没人还可以随便 现在有外人在 他一个丫鬟 坐在来和主人一起 是不是不合适 他这种念头刚一闪而过 就看到徐子军 早就坐在了桌子上 这让花月影哼哼哼一声 这家伙都敢坐下来 为什么自己不敢坐 席间 徐子军热情得不像话 要不是他做的菜好吃 真想把他从桌子上踢下去 这个混蛋 熏兵夺主了 张凡倒是一直没说什么 开心地吃东西 今天是徐子军第一次做炉煮 那味道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 还额外地加了几道菜 而且他对容家父子 似乎很亲近 这和他以前冷清的性格 简直大不一样 张凡也没说什么 反正真的有事情 让容家人做的话 直接电话通知就好 吃顿饭 彼此也亲近一点 席间 容家人开始也有点放不开 品尝了一二个菜肴后 却是无比的惊讶 再看徐子军的目光都不一样 容老爷子甚至感慨了一句 亏我活了八十多岁 觉得吃尽了天下的美食 却没想到 今天在这里吃这条鱼 却让我想起 小时候吃妈妈做的饭菜 我妈妈已经过世几十年了 谢谢你 容老爷子说着说着 眼睛红红的 低头头赶紧多吃了一口菜 没想到 在离天高里途径的时候 还能再吃一口印象中 妈妈的做的饭菜 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 这么帅气的小哥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靠着厨艺 彻底地征服了别人的心和味 张凡看了容老爷子一眼 看他的神态不似作为 心底也有点惊讶 这徐子军的厨艺是没得说 但是也不至于 像容老爷子说得这么夸张 吃一条鱼 就像吃妈妈做的菜肴 徐子军笑了 用筷子夹起五昌鱼里面 一些翠绿的像葱花一样的东西 放到容老爷子的碗里 老爷子 你尝尝这个 这是我外婆老家 一代本地人叫 茴香叶子的香料 其实这个书上没有 就是本地的一种野生菜 但是有一香 用来做鱼的时候 味道特别好 我外婆家一代家家户户 都用这个做菜 徐子军笑了 他的外婆 其实就在容老爷子老家乡下中 容家发达后 在老家到处修路铺桥 连带徐子军外婆家的村落 也被修得十分宽敞 徐子军一直记得 外婆常常念叨容家的人 虽然他和徐子军 这辈子都没见过容老爷子 但是这并不妨碍 今天认出容老爷子的徐子军 表现得特别热情 甚至宣兵夺主 留容家老爷子吃饭 你外婆家是广水的 我就是那边的 对 我小时候家门口就种了这种叶子 很香很香 妈妈做鱼的时候就喜欢放这种东西 难怪 我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 原来那是我老家才特意的香料 容老爷子说到这里的时候 本来忍住的眼泪 却无声地流下来了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父母过世以后 他已经很多年没回老家了 老爷子我开始没认出你来 后来知道是您来了 这道菜特意为你做的 张哥 我今天有点冒昧了 你也别怪我 实在是老爷子以前羞露铺桥 让我死去的外婆念叨了好多年 嘿嘿 徐子军这话一说 张凡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难怪平时冷清的徐子军 今天热情地过了火 还主动跑来给人倒茶 留荣家人吃饭 也罢了 这就是缘分 原本张凡对荣家人 还想再考验一番 这样看来 有些事情就比不要藏着掖着了 你们先回去吧 有事情 我会叫你们去办 真给我办事 老爷子到了那一天 我也不会见死不救 今天吃饭的时候 张凡全程都没说什么话 这让荣家父子 内心一直很忐忑 非常的不安 一直在想着 怎么讨好张凡 可是他们患得患失 越是想做好 却发现越是怕做不好 好在徐子军的一席话 让张凡 终于给他们一颗定心丸 答应他们 老爷子真有那么一天 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就这一句话 让荣家父子是心花怒放 那荣志康 更是非常客气地来了一句 今天第一次登门 本来是准备一些礼物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 只是胜在我们的心意 以后张先生一句话 荣家在所不辞 本来进门的时候 送礼物最好 可是他们 被罚战后 一直摸不清楚张凡的心思 生怕这些礼物送来 惹得张凡不高兴 所以一直犹豫着 直到张凡说的话 让他们心底大喜后 才惊觉带来的那些东西 可以锦上添花 嗯 以后都是自己了 搬进来吧 张凡点点头 也没有拒绝 就看到一些人陆续地进来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 不停地往这大厅里 院子里摆放 大箱子小箱子 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还有一些敞开的东西 比喻 有一块玉石的屏障 上面顺着玉石的纹理 雕刻了山水风景 中间有一个瀑布 下面还雕刻几条 栩栩如生的鲸鱼 特别是 还有用红色的 玉石雕刻成红色鲸鱼 整个玉屏风 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玉石 完整的一块 从构思到材质的运用 都堪称顶尖 这屏风十分珍贵 但依旧是跟着 一大堆的东西摆放在一起 剩下一些东西 价值可想而知 就是这样珍贵的东西 荣家人几乎送了一院子 堆得满满的 让花月影都有点发愁 自己的那些花盆 放在那里去 那徐子君也在一边扎舌 从小就听说荣家有钱 长大后也有一些见识 但是却万万没想到 荣家居然这样有钱 简直超乎想象 徐小哥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荣老爷子临到辞的时候 去找了一下徐子君 送给他一样东西 那东西拿在手里 让徐子君硬是半想没说话 一直到荣家人离开后 徐子君还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因为刚才荣老爷子 对他表示万分的感谢 感谢他留自己吃饭 帮他在张先生面前美颜 因为来得匆忙 没什么礼物送给他 直接给他一张支票 五千万 我擦 徐子君一直觉得自己 誓金钱如粪土 却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 有人一甩手 给他五千万 关键是 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 蜈蚣不受禄呀 这钱拿着十分的烫手 所以 在荣家人离开后 那徐子君走到张帆身边 递给他那张支票 这是荣老爷子给的 说是感谢我 我想了半天 都没想起来 我做了什么值得他感谢的 这东西 还是给你们吧 谢谢张哥 今天给了我点薄面 徐子君笑着 把那张支票 给了张帆 五千万 不是他可以拿的 人家荣家的人摆明着 想讨好张帆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子君还没搞明白 反正张哥不是普通人 哎呀 徐妹妹怎么这么大方 我记得某人的房子虽然多 但是也没什么收入呀 这钱可不少了 花月影这次可没放过徐子君 还在笑看徐子君 却见他这次 难得没和花月影斗嘴 只是瞪了他二眼 目光却是看向张帆 花月影别看喜欢和他吵架斗嘴 但是遇到事情 张帆说了算 这钱 收着 下次多买点好吃的 今天的鸡不是土鸡 鸡肉有点紧 张帆没有接纳支票 他是喜欢钱 但是却不傻 自然是知道自己 每天吃喝用 都是徐子君拿的钱 虽然 上次是说他打赌输掉了 可也没必要挡着他财路 荣家有眼力尽 知恩图报这点 倒是挺好的 对 对 你实在太糊弄人了 下次弄好点的 要吃土鸡 你这鸡肯定不是农家散养的 肉太紧的不好 下次弄得食材不好 这个钱我可要回来 别愣着了 快帮我把屋子顺一下 把东西拿一些进来 花月影推了徐子君一把 喊他快一点 来帮忙收拾一下 小院子都堆满了礼物 引得不少路过的人 都纷纷驻足 有人好奇地向屋子里张望 其中就有妞妞的妈妈 她在一边撇嘴 那么多东西 说不定都是些不干净的 哼哼 总有那么多贱骨头的男人 为了讨女人喜欢 送一些假货糊弄一下 那干瘦女人这话 旁边的友人就不赞同了 指着那院子一件东西 非常肯定地来了一句 嫂子你肯定不识货 没买过那包包 你看那盒子包装就知道 全是真货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不会告诉你 在那家奢侈品店当店长 那人这一句话 引得几个围观的人 侧目扎舌 因为院子里光包包 好像有十多个 看样子都价值不菲 而这些包 居然就这样随手扔在那里 这主人该是多么散漫 没当回事 路人都替那些包包心疼不值 普通人买一个 就会当成宝贝 炫耀一年的朋友圈 这户人家 居然就随手扔院子里 这人和人差别太大了 嗨嗨 有的品牌包 也就一万多块钱 也不算是特别贵 一万多 大姐你在搞笑吧 那些都是爱事马限量版的 最便宜的一个 都要好几十万好不好 真是 那个奢侈品店的店长 这回直摇头 看妞妞的后妈 就像是看傻瓜 没文化真可怕 可怕是还不懂装懂 这脸皮 怎么就这么厚 啊 最便宜的几十万 那么多 妞妞妈妈这才惊呼一声 后知后觉地发现 这户人家可真有钱呀 人家送礼 居然送出这么多东西 酸了 真的是酸死了 心里是不痛快 妞妞的妈妈回去 就冲着妞妞出气找茶 甚至又狠狠地踢了妞妞一脚 孩子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传得很远很远 正在拆包装盒子的花月影 突然停止了动作 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妞妞的哭声 她冷哼了一声 黑着脸把手里的盒子都放在一边 然后转身进了天地当铺 妞妞的爸爸 这次没有说那干瘦的女人 反而冲着妞妞骂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妈妈是为你好 你怎么就不懂事 哭什么 妞妞爸爸也嫌弃吼了闺女一顿 妞妞自己坐在角落里 声音越哭越低 而那边干瘦女人 虽然打了孩子 心底依旧是憋得慌 那户人家可真有钱呀 几十万的包包 自己这一辈子 恐怕都不会拥有 那么多好东西 自己见都没见过 都是人 为啥人家就那么有钱 自己要是也有那么多钱 那么多好东西就好了 真是羡慕妒忌恨 却无人可以诉说 有叮当的风铃声传来 张帆站了起来 天地当铺 又有新的客人来了 进了当铺后 张帆就带上了脸谱 刚坐下来 就发现从门外 走进来一个干瘦的女人 这会好奇地向四周张望 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 幸好张帆带着脸谱 不然她脸上肯定很诧异 因为这个女人她认识 就是妞妞那个后妈 也就是最喜欢嚼舌根的女人 那些风言风语说 花月影是小三的话语 或多或少 张帆也听说了一些 而且徐子军甚至还拿着和花月影开玩笑 那一次花月影差点发飙 所以张帆记忆深刻 这女人可不是好东西 她怎么来了 天地当铺 这是什么地方 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名字 在哪 在哪 这个甘瘦的女人 拼命地在想着 自己应该是见过这几个字 可为什么就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这里是当铺 你可以当到你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身体情感 甚至灵魂自由 然后在这里 换取你想那个要的金钱地位 或者其他东西 花月影一袭长裙 戴着一个蒙面面纱 出现在这个甘瘦的女人面前 这女人只觉得 眼前的人像仙子一样 超凡脱俗 但是有点面熟 却想不出来 这人正是自己一直说 她是小三的花月影 可以换钱 换多少 能拿到十万二十万吗 很多 甚至远远不止 只要你肯 当掉你身上的东西 花月影笑着 她的好心肠 也看是对谁 而随着花月影 给这甘瘦女人解释 一点点的解释 给她听 让这甘瘦女人心底的那点贪婪 被无限地放大 眼睛都直了 说话都哆嗦起来 你说 我的要是当掉我的情感 我可以得到八十万 当掉我的味觉 我可以换三十万 当掉我寿命和灵魂 甚至可以换到一百万 那女人本来就没见过什么钱 偏偏生性贪婪却很毒 花月影恨她乱嚼舌根 这本来就是为了故意惩罚她 才会对着她 爆出这样价格 八十万三十万 这可都不是小数目 对于这甘瘦女人来说 这是天价 这是第一次能有机会 接触到这么多的钱 她彻底地心动了 要是自己有这么多钱 就不用担心没钱花 也不用再去照顾妞妞这个脱油瓶 完全一个人 可以过得非常的好 这是真的吗 只要你们能给我钱 我想当 当掉所有的东西 我的生意 味觉 记忆 还有一部分寿命 甘瘦的女人 很急 要是真的能换钱 换取很多很多的钱 她愿意当掉自己的所有 花月影笑了 冷笑 贪婪的人从来就是这样 眼睛里只有钱 准备合同吧 签完合同 我们就给你钱 张凡点点头 有些冷漠地看着这个女人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个女人本来也是可怜人 但是做的事情 就太让人可恨了 既然人家要当掉自己的身上 一些东西换钱 那就随意吧 反正天地当铺仓库里 刚好很缺这些东西 花月影拿来了羊皮卷 然后让那个干瘦的女人签字 而那个女人别人没看 就看到下面一排子 一连串的零零零 好多钱 花月影甚至提出一个箱子来 打开箱子 全部都是百元大钞 那红红的票子 看得干瘦女人 眼睛都直了 眨压眨压的呼吸都加快了 她赶紧签下自己的姓名 并且按下手印 这才眼巴巴地看着那一箱子的钱 从花月影手里 接过沉甸甸的 差点让她提不动的钱 干瘦女人裂开嘴笑了 笑得眉心眉肺 手舞足蹈 只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 居然有这么多钱 当然 这个梦也太真实了 真实的 让她摸着那些钱的时候 一点都感觉不到 这是梦中 那干瘦女人提着钱离开了 她自始至终 都以为自己只是在梦中 对 只有在梦中 别人才会傻到那么多钱 买什么情感味觉 还有寿命什么的 这些东西 不都是search虚幻的 而且寿命老天爷注定的 怎么可以买卖了 哈哈 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 不过梦中很多钱 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那个女人离开后 花月影就取掉脸上的面纱 张凡也摘掉了脸谱 就看到花月影讨好的 给她端来一杯茶 这女人 是你故意弄来的吧 荡掉她的声音 我可以理解 毕竟乱嚼舌根抹黑你 但是你把人家寿命 也给当掉 是什么意思 张凡看着花月影的那杯茶 再看看已经盖章的羊皮卷 以前谁当东西 最多也就一二件 没有像这个甘寿女人 居然一下子声音 畏惧还有寿命 都给当掉了 这花月影真狠 哈哈 我这是为她好呀 不能说话 没有嗅觉了 活着多痛苦呀 还不如早死早投胎 哦 忘记了 明府那边投胎的 名额也很紧张呀 十年等一次 去了那边 还有无名可以照顾她 花月影笑兮兮的 眼睛眨眼眨眼地 看着张凡 一副求她放过的模样 反正自己的小心思 是瞒不住主人的 还不如照实说了 你自己也有法术 还大费周折地 把她弄到天地 当铺签合同 有这必要吗 张凡有一件事情 实在是想不通 嗨嗨 我是天地当铺的气灵 在这里是没有什么 天道规矩的 但是在别的地方 就不一样了 那些是凡人 咱们不能弄死人家 花月影委屈巴巴的 说的话 却是吓了张凡一跳 这么狠 不过这合同签下去了 这个甘瘦的女人 确实是活不了多久了 好像寿命 都不足三个月了 好了 我把这些货物 都放进仓库里 最近生意差点 咱们刚好可以休息一下 说不定很快 就有更多客人来 花月影偷看了一下 张凡的脸色 见她也没很生气的模样 赶紧笑眯眯的 拿着玻璃瓶子离开了 而那些瓶子里面装的 就是甘瘦女人当初的东西 这些都会送进仓库里面去 成为天地当铺中 可以售出的货物 可死了 黑暗的房间里 甘瘦女人嘀咕一句 但是屋子里 信号信号近往 似乎没有声音 她打开了灯 准备倒点水喝 今天做的一个美梦真好呀 梦中 自己有好多好多的钱 还看到一个长得像仙女一样 戴着面纱的姑娘 那里到底叫什么铺子 忘记了 乱糟糟的 这甘瘦女人 起来看到桌上 还有一杯凉茶 她端起来倒下去 咕嘟咕嘟地都喝掉了 只是觉得 今天这凉茶 怎么就没味道 不甜不苦 就像是白开水 突然 她的目光落到了 屋子里的一个大黑箱子上 这个箱子那里来的 好像有点眼熟呀 她蹲下来 打开了箱子一看 却是吓得一下子 蹲坐在那里 半想回不过近来 钱 满满一箱子钱 她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她就慌忙地 想把钱给藏起来 可是弄得声响太大了 却是把妞妞的爸爸惊醒了 最后俩人都一夜没睡 不知道这钱哪里来的 而且 妞妞爸爸发现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媳妇好像哑巴了 而且 说话有点颠倒 记忆力严重倒退 自己刚刚说过的一句话 一会她就忘记得干干净净 似乎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样 可是这所有人的事情 在这么大一箱子前面前 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妞妞家发财了 她父亲就在老街这边 赶紧买了一套三的房子 而那本来爱嚼舌登的 干瘦女人 一下子哑巴了 去医院检查几次 也找不出来原因 妞妞爸爸觉得有好日子过了 女人不乱说话也挺好的 也没嫌弃她的意思 这干瘦女人却总觉得不对劲 那钱好像是她的 可是她记不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突然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钱 妞妞爸爸因为有了钱 也没有去上班 就在家带孩子照顾媳妇 日子似乎过得还不错 而那些流言蜚语 随着干瘦女人变哑巴 似乎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别人能看到的就是花月影 没事就喜欢在院子里种花 虽然种什么死什么 但是她还是乐此不彼 每日闲下来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种花 种花 徐子军收了荣家那张卡后 倒是也想通了 张凡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自己还真的有眼光 她就安心地做一个快乐的厨子 当当当当 看我今天特意起大早 开车去乡下买了三只土鸡 一只炖着一只卤煮 一只做白切盐水鸡 这一日 徐子军提着三只鸡 开心地去了厨房 还表示要大展身手 做一顿拳击宴 而那边的花月影 却忍不住挖苦她一顿 你可得速度快点 徐妹妹别弄到中午 鸡还在锅里叫 临到吃饭菜还没熟 不相信我的手艺 我说 你是个毁花狂魔啊 你没数过 你到底种了多少次花 就你手里那个 白底蓝色花边盆 我记得 你就换过三次盆 要你管 我饿死了 主人 徐妹妹又在偷懒 一提到被自己 种死的那些花 花月影 都有些恼羞成怒 气死了 这个徐子军坏死了 就像是他炒菜给的那些花椒 吃到嘴里特别麻 要不是他做的菜好吃 真想把他一脚踢出去门去 以前去他家店吃饭的时候 一副高冷的模样 怎么熟悉后 就变得这么嘴贱 花月影 赶紧把客厅收拾一下 换茶叶 徐子军有这闲工夫 把厨房也好好收拾一下 别弄得脏兮兮的影响食欲 正在沙发上刷手机的张帆 偶尔抬一下头 笑骂了两人一句 这两个家伙混熟悉后 一天到晚就是在一起吵架斗嘴 都像小孩子一样 还动不动请自己平礼 好在张帆每次吼他们一句 两人都能老十一二天 第三天又老样子了 真是 花月影一看张帆生气了 兔兔舌头赶紧乖巧地 在大厅里收拾着东西 那边徐子军也赶紧去 处理手里的三只鸡 顺便还真的就老实地 把厨房好好地收拾一下 到处擦得光可照人 张帆在沙发上刷手机 偶尔来口茶 桌子上摆放着水果 还有一杯咖啡 他吃水果 再来一口咖啡 反正茶叶和咖啡会混着喝 那味道感觉也还不错 刷到一个视频 说的是某处有人昏迷后醒来 然后说出话的口音 别人都听不懂 还说自己是哪里人 有几个孩子等等 被当地当成奇闻异事 这还不算 关键是 后面有拍摄者跟拍 跟着那人去了几百里外 在那里还真有那个小山村 甚至有一栋潮溪面 屋子潜中了一棵枣树的地方 关键是 人家家里那个人 已经过世十年了 还真有两个孩子 可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个视频 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 张帆随便翻看了一下 就看到有人写 哇 现代版的戒尸还魂 不要吓宝宝 这把网友都当傻逼了 为了博眼球 什么样的事情都拍出来 这原本就设计好串通好的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 搞什么鬼 死了十几年的人 也拿出来炒作 良心不会疼吗 有没有想过 人家人女的心情 张帆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许久没说话 因为他想起一件事情 名府的孟婆汤 好像被自己拿回 天地当铺了 按照原本花月影的推算 不喝孟婆汤 就转世投胎的话 前世的记忆无法消除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 灵体投胎 是需要喝孟婆汤的 就像那个王大成 但是自从那个王大成 喝了孟婆汤离开后 这些天天地当铺 虽然也有生意 但再没有第二个灵体 求孟婆汤 这不应该啊 难道是那里出了差错 回头要问一下 在名府的吴明 那边什么情况 不过 想让天地当铺的生意 越来越好 想让花月影的能力 早点恢复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的 毕竟经过那么多年 花月影去一趟天亭 都会受伤 喜欢种花 就让它在人间慢慢养 慢慢地种花吧 中午吃的是全鸡宴 这一次 许子君很是费了一些功夫 鸡都是他去农户 亲自让人抓的 然后按照不同的做法 分别做了好几只鸡 一只放了一点点 菌子和香菇 囤成了清汤 上面飘着淡淡的 黄色的鸡油 再撒了一点点葱花在上面 看起来十分诱人 另外一只鸡 则放在炉煮的汤里 卤得金黄油量 被许子君切好后 摆放在一个大盘子里 还有一只鸡 则做成了白切鸡 表面的皮是金黄的 但是里面肉白嫩细腻 还配上了一些调料酱 可以随时沾染着吃 然后除掉这三只鸡 还有一大盘蒸虾 还有几只大螃蟹 放在中间 许子君的厨艺好 这些鸡的食材 又特别的好 张帆尝一口 不由点点头 土鸡的味道果然很棒 这鸡汤可真香 那是 这是农家土鸡 我还特意放了点菌子 你看 里面除掉香菇外 还有养赌菌 这个菌子最香 野生的养赌菌 也是可遇不可求 这还是许子君去乡下的时候 遇到养鸡的那户人家 在屋檐下亮晒的养赌菌 大喜过望的时候 索性一起买下来了 那养赌菌 让鸡汤的味道 果然是鲜美无比 张帆只是吃了一口 就大家赞赏 他也没别的爱好 喝茶喝咖啡 也没有太多讲究 唯有这美食 在张帆看来 是人世间 最不可辜负的事情 好吃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好的食材 配上许子君的厨艺 让张帆吃饭 多变成了一件享受 这个 很好吃 白切鸡 主人 你也尝尝 花月影对白切鸡 比较感兴趣 这白切鸡 看着没什么调料 但是咬一口白嫩的鸡肉 却发现 每一口都特别的入味 鲜香爽口 吃着特别的过瘾 还有那鸡翅和鸡爪爪 吃着上面一层皮 有嚼劲 味道也非常的好 花月影吃的是 眉开眼笑 这个时候 他倒是忘记喊徐妹妹了 这徐子君 除掉喜欢和他斗嘴外 其实厨艺真的刚刚的好 要不然 自己肯定不能忍受他 哼哼 一有好吃的 花月影立刻是忘记了 和徐子君的恩怨 如果一个土鸡汤 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再来一个白切鸡 还不行的话 就来一个大盘鲁鸡 这谁抵挡得了美食的诱惑 这一顿 大家吃的满嘴都是油 但是却感觉到十分的满足 张帆甚至在饭后去午睡 而花月影也靠在窗户边打盹 徐子君则在收拾厨房 不过等到他收拾完厨房 准备大意打一声招呼 回家休息的时候 却发现 原本靠在窗户边的花月影 不知道去了哪里 咦 怪事了 这刚才还在这里 大中午的外面 太阳那么大 怎么就不见了 徐子君有点奇怪 不过冲着屋子里 喊了花月影两声后 见没有人答应 也就没说什么 转身把门给关上了 自己回去休息 此时本来应该 在休息的张帆 还在天地当铺里打哈欠 一边戴上那脸谱 花月影也揉眼睛 吃饱了好困呀 这个时间 谁会过来了 还不让人好好休息一下 风铃声越来越响 张帆看了一下 大门上的风铃 并没有动 有响声传过来的是 那扇黑色的门 那扇门通往魔界 此时本来还有点睡意的张帆 和花月影 彼此对视一眼 魔界的人大半天 都没有出现 情况有点特殊呀 在一串悠扬的风铃声中 天地当铺中 黑色的大门打开了 走进来一个风姿卓月 穿着黑衣上的女人 那女人一进门 见着张帆就败下来 小女子梦氏 见过上仙 梦婆 来的人居然是梦婆 张帆心底有点奇怪 不过想一想自己看到的那些视频 心底也不奇怪了 都有戒失还魂的怪事 发生了 梦婆能做的助才怪 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我想来求梦婆汤 上仙只管开架 只要我拿得出来 明界拿得出来 都可以好商量 梦婆此时跪在地上 有点羞愧难当 当年 她从天地当铺求的忘魂汤 然后拿去明界给那些 投胎转世的人喝 效果特别的好 久而久之 大家就叫忘魂汤为梦婆汤 这汤原本的名字 倒是没有人记得了 这一次契约的时间到了 天地当铺收走了忘魂汤 梦婆原本以为 凭借着自己那么多年的琢磨 已经能完全地熬制出来那种汤药 毕竟天天面对的忘魂汤 已经那么多年 怎么也不会忘记 谁知道 熬出来的汤药 闻着味道 外形都是一样 开始用的效果也是一样 但是却不能像真正的梦婆汤那样 上千年了 一碗汤药效还是那样 没有丝毫的改变 梦婆现在熬出的那种汤 虽然不少灵体喝过后 转世去投胎 但是到了某一定时间 就没有药效了 喝过梦婆汤的灵体 还是可以准确地记住 前世发生的点点滴滴 有人的人 甚至还记得 在明界待的几十年的事情 为这事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明府都得到消息 上面开始施压 则问明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明王叫来梦婆 这样层层则压下来 梦婆和明王想来想去 最后只想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像千年前一样 依旧从天地当铺 借出梦婆汤 当然 这一切就得看天地当铺的意思 看他们 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做利息 花月银眼睛亮晶晶地 不住地朝着张帆眨眼睛 似乎在提醒他 赶紧答应他 然后把明府的宝贝都弄过来 毕竟梦婆没啥宝贝 能让他们看得上眼 但是明府却不一样了 偌大的一个明府 宝贝还是不少的 特别有些东西 很适合现在的天地当铺 随便要 你能做主吗 坐在上尉的张帆 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却让梦婆脸一红 自己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了 他虽然是幽冥之神 却不是明王 有些时候 有些话却不敢说得太满 上仙 千年前我曾经来过一次 求过一次忘魂汤 这一次契约到期后 你们取走忘魂汤 我并没有怨言 而且还极力配合 我这样 也算是极为遵守契约人 求上仙高抬贵手 体谅一下明府的艰难 孟婆说着话的时候 抬头看着天地当铺 千年前 她曾经来过这里一次 不过那一次上座的 不是这个带着脸谱的上仙 但是那个侍女 倒是一直都在 当时是侍女接待她的 直接给了她合同 她看了一下 条件极为优越 所以马上就签订了 而这一次看这模样 似乎想再拿到忘魂汤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上座的这个上仙 虽然看不清楚 她脸上的表情 但是从她身上散发的威压 让自己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畏惧 哪怕自己是幽冥之神 在她面前 就像是一个普通凡人 一眼就能被看穿 这也是孟婆觉得 压力巨大的原因 忘魂汤可以借给明府百年 百年期限一过 天地当铺就会去收回 这百年间 你们需要提前支付利息 就用你们明府的 还魂汤做利息吧 张凡的话倒是轻飘飘 可她一提到还魂汤 孟婆却突然停滞了腰杆 敢想提出反对 但是一看上尉的张凡心里一紧 却是再次跪在地上 上仙啊 这还魂汤关系到三界轮回 干系实在是太大了 毕竟哪怕是寿源将至之人 喝了还魂汤 等于也凭空多了一些寿命 这等于改了我们明府的生死部 这 小仙真的做不了主 还望上仙换一个条件吧 有句俗话叫 阎王让他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这还魂汤就是 哪怕魂魄离体 没有呼吸的人 只要喝下孟婆汤 依旧是可以起死回生的 这凭空多出来的寿源 是要更改生死部的 改生死部 这在明府可是天大的事情 难怪孟婆原本夸下海口 但是张凡一提到还魂汤 她立刻就怂了 不敢答应 呵呵 你们明府能有什么东西 能让我看得上眼 也就一个还魂汤而已 而且能还魂的 不过是人间区区凡人的性命 改一下生死部 又有何关系 明府小力不是很多吗 让他们加一笔即可 张凡满不在乎的语气 让此时的孟婆哭笑不得 她一句话轻飘飘 改一下生死部 这还是多少年前 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 干过这样的事情 为这事还曾经地 闹到灵霄宝殿上去 这哪是小事啊 这对于明府来说 这是天大的事情好不好 上先 能不能改一改这利息 还魂汤实在是不行啊 这东西当年流落在外面 明府可是动用了十万的阴兵 死伤无数 才把这还魂汤给弄回了明府 现在已经八百年了 求上先了 孟婆这边 根本就不敢和张凡针锋相对 她来过这天地当铺一次 她知道 在这里不管你是谁 在天地当铺里 都有被别人掌控的感觉 不管你是神还是仙 所以在这里 她根本就还不敢造次 只能苦苦哀求 希望能打动张凡的心 可是这个上先带着脸谱 整个人看不出来喜怒哀乐 让人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也不知道好不好说话 既然不行 那就算了 我累了 张凡其实此十手心里都有汗 她也是第一次和鬼神讨教还嫁 而且看着孟婆的意思 这海魂汤对于冥府来说 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人家不乐意 既然不乐意 那就以退为进 先拒绝 看一下这望魂汤 对于这冥界来说 到底有多重要 这 那小心到辞了 孟婆愣住了 没想到张凡会直接赶人走 她想说几句有气势 有底气的话语 可是没有用啊 她硬气不起来 因为这次她是有求而来 而且这天上地下 除掉这天地当铺外 就没别的地方有这望魂汤 也怪自己都上千年了 都调制不出来 完全不变质的望魂汤 这时还得回去和冥王商量一下 毕竟还魂汤的关系太大了 夸张一点地说 这个还魂汤关系 到整个人冥府的气韵 她根本就不敢大意 孟婆在准备进入黑色的大门的时候 被花月银喊住了 孟氏你还是和尚回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一晃都上千年了 其实啊 主人要还魂汤是帮你们大忙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孟婆上一次来的时候 就是花月银接待的 所以 孟婆对花月银拱拱手 十分的客气 只是对于她的话 还是疑惑不解 还魂汤要改生死伯的 会延长人的寿命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贵主人这是在难为小仙呀 我虽然收了一个徒弟 但是顽劣不堪尽给我闯祸 孟婆苦笑 冲着花月银叫苦 却不想花月银笑了 人界这几年出生率太低了 导致冥府灵体增多 虽然冥王给出了十年一次转世投胎的机会 但是有了还魂汤 不是可以让冥府新增的灵体变少吗 这不也可以缓解一下冥府的压力 西西 我说的话 孟氏你可以多想想 这对你们冥府可是百利无遗憾 何况 这个还魂汤在我们天地当铺手里 也不是谁都能拿到的 花月银这看似劝说的话语 让孟婆愣了下 觉得居然有几分的道理 还魂汤在冥府 可闹出过不少的事情 要是给了天地当铺 倒是可以把一个烫手的芋头扔出去 可是 这还魂汤是要改生死搏的 这其中厉害也非常大 这 多谢姑娘提醒 小先回去 启禀明王后再说 孟婆此时不敢再大咧咧的 像开始那样 想要忘魂汤 直接让张帆开条件 刚才这话说得太满了 差点就下不了台了 所以此时孟婆 不敢再和花月银说什么 只能向花月银告辞后 匆匆地走进那扇黑色的门 西西 主人 你真牛 要是咱们天地当铺 有了还魂汤 哈哈 那生意绝对好 那个濒临死亡的人 不想最后活过来 只要他们 身上有天地当铺 看得中的宝贝 就可以交易了 只是 那还魂汤对于明府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看孟婆这模样 我又有点担心 花月引咒起了眉头 这还魂汤 实在是个好东西 主人直接开口要这东西 也真是够霸气的 只是 明府那边可不定 会做这笔交易 毕竟连这一次 孟婆都急匆匆地离开 看着有点狼狈 那么花月引有点着急 也不知道这笔生意 能不能做成 没事 那些灵体喝了假的孟婆汤 转世投胎 这种情况肯定不少 到时候一旦闹开 被天庭的知晓的话 肯定不会任由这事情发生 到时候 天庭施加压力 明府会走图无路的 孟婆一定会回来的 你只用耐心等待 就好了 而这次的孟婆汤 还是张凡接手天地当铺后 没有第一次就成交的生意 不过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当铺仓库有些宝贝收上来 也是很不容易的 至少要经过不少的周折 但是张凡觉得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孟婆还会再来找她的 她定下的规矩 谁也不能改变 院子里的三角煤 开得越来越多 一片片地 几乎遮住了一楼二楼的墙壁 花月影就尝试着修剪一下 至少不能让她把窗户 给遮住了 姐姐 你这个花好美啊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花月影一扭头 就惊喜地看到 是妞妞站在小院子外面 顿时眼睛就笑眯成一团 哎呀 是妞妞来 快进来玩 花月影喊妞妞的时候 在窗户边刷手机的张凡也看到了 冲着妞妞笑笑没说话 那妞妞犹豫地朝着身后看了一眼 然后毅然踏进了花月影的小院子 然后仰着头看着花月影 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意 姐姐 我妈妈不会说话了 我爸爸现在天天在家陪我 我家有钱 买了新房子 有人说我妈妈说谎话 所以才会哑巴的 你说 说谎的人 会不会变哑巴 说谎 不是要尝尝鼻子吗 妞妞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比一般的孩子懂事 这回说出来的话语 更是带着纯真的童真 让花月影很喜欢 忍不住摸摸她的头 妞妞 你现在开心吗 开心 我喜欢爸爸陪着我 我不喜欢妈妈 她总是打我的 她现在不会说话 真的很好 她不会再向爸爸告状了 也不会在背后偷偷地说姐姐的坏话 我喜欢姐姐 小孩子是能分辨出来 谁对她好还是坏 妞妞的话让花月影很是欣慰 摸摸她的头 只觉得自己就是来点小动作 这结果真的是特别好 而妞妞的遭遇让花月影心思变得活络起来 走 妞妞 姐姐拿东西给你吃 还有 姐姐那边好像有个东西 特别适合你 姐姐给你玩 上次荣家给张凡送来不少的礼物 大到那种玉石的百件 小到一个吊坠和包包 东西送的多送的也全 但是对于花月影来说 有点鸡肋 用的上的不多 在她看来 荣家还不如给她送几盆好看的花 更合她的心意 这个给你 小姑娘背着这样包包好看 一个粉红色的爱饰马小背包 被花月影顺手就送给了妞妞 别人会在意她的价值 花月影不会 好可爱 谢谢姐姐 妞妞也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 她也很喜欢这可爱的包包 这会笑着表示感谢 那边的张凡 看着这一大一小两张笑脸 心情也格外不错 甚至她也招招手 妞妞 哎 一会一起吃火锅 今晚上 徐子军按照张凡的要求 特意地做了一个大火锅 一共四个汤底 其中有一个清淡的黑鱼汤 很适合小朋友吃 小孩子遇到好吃的美食 自然也没什么抵抗力 所以 这会也开心地和花月影坐在一起 紧张期待地 看着徐子军往桌上端火锅 她那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 让张凡忍不住想笑 小孩子有时候就是开心过 叔叔 你说这黑鱼 为什么是黑色 不是白色的 妞妞一双大眼睛盯着那翻滚的黑鱼汤 因为徐子军为了汤味道更好 把黑鱼皮也放进汤里煮 所以 黑黑的鱼皮对于妞妞来说 十分地好奇 忍不住叽叽喳喳地问 黑鱼喜欢晒太阳呀 他被晒黑了 所以妞妞 你要少晒太阳 不然也会被晒得像黑鱼一样 张凡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让妞妞的一双眼睛眨呀眨 却有点迷糊 只有一边的花月影痴痴地笑的 都用手捂住嘴巴 妞妞 别听你叔叔胡说八道 来喝鱼汤 花月影帮妞妞咬汤 那边张凡却咬了一碗扇鱼汤 这鱼汤里放了不少的大蒜 还有一些腊肉 所以汤有点辣 但是味道却很不错 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团团坐下 吃得正热闹的时候 妞妞的爸爸从屋子外走进来了 他是一个三十来岁 干体力活的男人 此时难得穿了一身崭新的蓝色衬衫 最近发财了 他觉得人生充满了惊喜和幸福 可一进门的时候 他脸上还是抽搐了一下 看这一家人一楼的摆设 那么大的面积的房子 居然只是坐了一个会客厅和餐厅 看起来真是高档奢华 里面随便一件物品 都精美地让人扎舌 这还不算 关键这一家人 看看都吃了啥 一共三四个人 上了比面盆还大的火锅 一个黑鱼汤 一个扇鱼汤 一个三文鱼 一个桂鱼汤 而除掉鱼汤桌子上 还摆满珍贵的配菜 真奢华啊 三文鱼汤桌子上